养尊处优的富二代骆小公子 一次偶然撞见自己同学和另一个男的接吻 从此打开了新世界 青涩 笑服 拥抱 亲吻 只是同样的性别 就构成了不一般的画面 他忍不住地盯着那个男人亲吻别人的唇 就像他喜欢的那款红丝龙蛋糕一样 看起来又甜又诱人 骆凌远不敢想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男人的嘴感兴趣 他觉得太可怕了 浑身上下寒毛都竖起来了 他认的那个男人是他的同学于寒 如果说骆凌远是贵公子 那于寒就是一落难王子 单亲 母亲早逝 被外婆带大 年前外婆还被车撞了 现在仍躺医院里 于寒白天要上课 晚上要去医院陪护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成绩仍稳定在年纪前十 长得又帅 成绩好 身是可怜 简直就是小说一般的人设 引得不少女生心里怜惜着他 明里暗里帮助他 还发起众筹 他有纹身 骆凌远看得很清楚 一串黑的 像英文字母 引在白色校服秀下 方霄好奇金贵的小公子 也会抵着大太阳看人打球 顺着视线才发现 骆凌远一直盯着于寒看 嘿 这不是于寒吗 他怎么拧了 骆凌远没搭理人 方霄也不在意 他深知这个有着 骆小公主的外号的人 除了脸以外一无是处 还混身毛病 骆凌远晒得受不了 起身要走却不经意间 和球场的人对上了视线 于寒与他四目相对愣了愣 下意识露出一个温和有理的微笑 他刚好掀起球衣擦拭脸上的汗 双颊泛着健康的潮红 一旁看他打球的女生 早就掏出手机来拍了 拍那八块腹肌和漂亮的人余线 可骆凌远却对着人嫌恶的皱眉 他心想 真脏还拿衣服擦汗 骆凌远回到了班里 他的位置上坐着一个女生 漂亮的长腿只在客桌底下 坐在骆凌远为之前的班长 拿着个小镜子 像是在整理头发 实际是在偷看镜子里 坐在他后面的女生 骆凌远站到了班长旁边 将人手里的镜子抽开 单手撑在客桌上 比气平平 内容直白 我不喜欢别人偷看我的女朋友 别再有吓死了 班长有些尴尬地看着他 点点头 骆凌远故意失手一般 将镜子推到了地上 碎了 男人的嘴有什么好亲的 有哪位家人可以回答一下 骆公主的问题吗 下福看到自家男朋友 为自己出气 他开心地上前 撅着嘴问骆凌远 去哪了 我等了你好久 方骁跟在他身后回来 看见下福就接了句嘴 他跑隔壁看球赛去了 下福看着这一出 心里甜甜的 他起身坐人腿上 双手揽着骆凌远的脖子 骆凌远瞬间皱眉 让人下去 下福拧了您身子 撒娇道 不嘛 我没位置坐 骆凌远看向方骁 方骁立刻站起来 来 下姐 我位置给你 下福瞪了方骁一眼 有你什么事啊 骆凌远加重了语气 我说下去 下福疼得站起来 转身就往门头跑 方骁见识了 去追呀 骆凌远头也不抬 不追 方骁泽了声 不怕人真跑了呀 骆凌远没答他 心情有些复杂 想到下福那 涂了口红的嘴唇 一会又想到了余涵的嘴 女人的唇柔软心香 她吻过 余涵呢 她为什么会吻一个男人 男人有什么好亲的 说不定还早早就找出了胡子 下巴蹭一起的时候的多疼 想到刚才余涵打球的时候 还掀起衣服来擦汗 有洁癖的骆凌远 简直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那个被余涵亲的男生 说不定就喜欢这张臭味 她择了一声 转头将脸埋进双臂之间 觉得不能再想了 好蠢 放学铃声响起时 方骁看着手机里信息 叫骆凌远带上下福晚上去酒吧玩 骆凌远不是很有兴趣 方骁又说 你得轰呼你女朋友啊 你怎么这样谈恋爱啊 跟个性冷淡似的 这句话也不知道 戳中了骆凌远那根神经 她一下坐了起来 眼神如刀地刮了方骁一眼 但是方骁完全不惧她 还擅作主张回了群里 去 骆小公主要带她女朋友去 她刚抬头准备给骆凌远说 就见刚刚还在位置上的人 已经不见了 也不知去了呢 下福拿出化妆镜补妆 红桌就笑嘻嘻地戳她 你男朋友来了 下福心里一跳 骆凌远果然站在那里 嘲笑是凌亡 她不是不高兴 但明面上还要做出点姿态 她抱起手扭过身去 装作不看她 结果她同桌惊讶地移了一声 你男朋友怎么走到人羽那里了 他们俩认识吗 自从在天台 无意撞见同学和男人接吻后 她突然就觉得 撞见怀里的女朋友不相爱 下福以为男朋友是来哄自己 结果她却走向了 自己另一个同学那里 对于看到面前的骆凌远 有点惊讶 骆凌远站在她的桌子前 翻开封面探写在 飞夜端端正正的人羽二字 自如其人都很惊讶 骆凌远将视线停在了 人脸上有一阵子 直到人羽红着双甲 有些起错到 这位同学 你有什么事吗 莫名点头 是 骆凌远若有所思的转身 离开了石斑 没想到这一趟来 还能看见天台尾气的另一个影 于晗 人羽 这两个名字倒配 被叫愚蠢组合 等等 她说为什么来石斑那样 直到她胳膊被人拽住 回头对上了委屈的眼皮 都疯了地下 她才想起来 她来石斑的目的是补补 下腹咬唇 气得浑身发颤正要发作 就见骆凌远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根棒棒棒 递到了她面前 她差点没绷住脸上笑出来 但还是装模作样道 我不要你了 骆凌远把糖纸拆了 直接塞进下腹嘴里 下腹一下就笑了 他们俩堵在门口说话 骆凌远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有人在后面提声道 让一让 她对上了一张笑脸 那人正是刚打完球的遗憾 她抬手擦了一下 跌到下的卡 人就不好意思 同学 我想进去 骆凌远思绪一下就散了 还是下腹把嘴巴朋友拉开 下腹抬头看见男友 拉了一眼 而骆凌远想的却是 真不会试得喜欢男人的同性力 进个门都能说得这么容易 晚上他们一起打车去酒吧 日记热心的提醒 说有家蓝色阴服的不要紧 方骁问了一句 为什么呀师父 师父隔着后世 进筹了他们三人一眼 告诉他们那里是贝子 看中间那小哥带着女孩 怕他们走错的顺口说一声的 等下了车 骆凌远还一直想的就是 全是男人的酒吧 感觉余涵倒挺适合去 但是好学生肯定是不会来这种地方 这个念头刚起 他就看见街边有个熟悉的侧脸衣裳 竟然是余涵 跟他一样压着个帽子 简单的短袖牛仔 脚步很快 一下就没了意义 骆凌远下意识想往那边 却被下服抓住 骆凌远里面 心跳得有些快 余涵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该不会在学校找男人还不够 还要来酒吧找他 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这么欲求不安 骆小少爷只身前去 给把想揭穿同学的伪装 谁知目的没达成自己 却被盯上 五个高中生成功混进了酒吧 骆凌远却开心不起来 嫌酒吧的杯子脏空气臭 下服则粗地想走 好多女人都在偷看他的骆凌远 他拉着骆凌远的手 我们走了好不好 我晚上十一点要回家 不然我爸妈要骂我呢 骆凌远起身 跟已经嗨起来的方骁说 我送下服回家 方骁不怎么在意地点头 继续亢奋地跟李宇杰划拳 骆凌远送下服回家后 又回了酒吧 但是这次 他没去方骁他们所在的那家 而是往街的镜头走 找那家蓝色音符的酒吧 他站在门口为难的皱眉 也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但是于晗都敢来 他有什么不敢的 他只是想进去找一下于晗 说不定还能在人的脸上 看到相当精彩的表情 学校里大家恋爱的落难王子 都以为晚上旷课 是为了照顾外婆的孝顺孩子 竟然是来酒吧而不是去医院 看来于晗不止试得同 还是个骗子 计划虽然很好 但是骆灵远在推门进去的那一刻 那些视线异常直白露骨 他还是胆怯了 还有好几个人冲他笑 眼神受信的不得了 他眉眼嫌弃地扫了酒吧一圈 没发现于晗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不再也好 至少证明他还算洁身自好 但就跟打脸一样 下一秒于晗就出现了 他不在客人堆里 而是在吧台 他手里翻着咬酒壶 动作灵活神情冷淡 看起来要比在学校成熟不少 骆灵远盯着于晗 责了一声 在学校还收敛一些 到着酒吧里 于晗就跟开瓶口雀一样 他盯着于晗 有些幸灾乐祸也是质得意满 他想看见于晗会有多慌乱 这位同学 请我喝一杯吧 哪知于晗仍是冷静 没有一丝丝惊慌 请出示身份证 骆灵远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 他错愕地瞪眼 难道他不和自己一样是未成年吗 一旁的眼镜男上来搭讪 小弟弟 没成年不能喝酒 骆灵远瞬间浑身鸡皮疙瘩 他本来是进来找于晗麻烦的 哪知最先被麻烦缠身的是自己 眼镜男见人没反抗 就轻身靠近他的脖子 啊就是这种年轻人的味道 本来是去找同学麻烦的 结果自己不但先被麻烦缠上 还被同学圈粉了 骆灵远终于再把台 找到孔雀开平室的于晗 刚坐下就被一个眼镜男调戏 骆灵远被吓得差点跳起来 眼镜男不一不饶 取下骆灵远的帽子 骆灵远一双眼都瞪圆了 能在那里不知所措 眼镜男忍不住将身体靠得更近了 这是一只置身室外的调酒师 将手压在他肩上 他没成年 我建议你找别的对象 谁知眼镜男反握住于晗的手 其实啊 我更喜欢你这一块 骆灵远看不下去了 恼怒的上前掰开两人握着的手 眼镜男顿时反应过来 早说你们俩是一对 我就不来凑这个热闹了 骆灵远嫌恶地夺回自己的帽子 带了回去吐槽了剧 骆灵远一正 怎么于晗这家伙被人占了便宜 还这么不以为意 还有心思问他要喝什么 于晗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打工 这钱拿着不烧手啊 他反问道 你在这里一个月多少钱 于晗擦着酒杯 见他没有要点酒水的意思 就继续调酒 根本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 这时有个经理一样的人走了过来 乐队里有人来不了 让他上去替一下 于晗点点头 咬着手套把他扯下来 动作利索 有种别样的帅气 但骆灵远就很看不惯 他想挺不卫生的 这手套的碰过多少东西啊 于晗走之前洗了个杯子 到了杯牛奶推给他 喝完就走吧 骆灵远盯着那杯牛奶 差点被气笑了 这是羞辱谁呢 于晗坐到了一架电子琴前 食指交叉相扣 松了松 最后轻轻地将手指落在琴键上 前奏是琴音 音乐刚出来时 骆灵远好像有点明白 为什么学校里都叫他落难王子了 那一刻好像所有光都是他的 曲好听 脸也好看 那睫毛甚至长到 能在脸颊上拉出一道线长的暗影 骆灵远看了半天就在想 瑞宇和于晗接吻的时候 脸上痒了 会不会被睫毛刮到 他不自觉地喝起酒杯里装的牛奶 等骆灵远回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竟然用了外面的公共酒杯 骆灵远头皮一阵发麻 拿纸巾狠狠擦子 起身就走 出了酒吧 叶峰让他昏沉的脑子醒了一醒 于晗没想到这个同学玩得那么刺激的 第一次来见他就要人家帮他脱衣服 骆灵远想起进酒吧后的目的 他本来是想来找于晗的麻烦的 但是于晗根本就不慌张 看到他就像看到个陌生同学一样 骆灵远挣了一下 于晗和他确实只是陌生同学 是他单方面注意到这个人而已 虽然他见过了于晗最私密的模样 他和别人接吻 也知道了于晗不愿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他在酒吧打工 但实际上 于晗跟他根本不熟吧 骆小公主总算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就是他和于晗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他现在这样一头进的来找这个人 麻烦有什么意义 于晗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骆宫仔细地咬牙 这样不行啊 怎么能不把他当回事呢 他重新回到了酒吧 坐到于晗收工跟在后面叫住了他 你要去哪 于晗不理他 骆灵远咬咬牙 人语知道你在这里吗 这下成功地将于晗喊住了 于晗缓缓回头 做出了个跟上的姿势 骆灵远有些得意 跟在人身后进了一条小巷 有垃圾堆机 还有老鼠出没 甚至能闻到一股妙骚味 骆灵远鼻子刚皱起来 他的衣领就被人一提 整个后背都撞在了墙壁上 骆灵远一下惨叫出声 于晗都被他喊愣了 松了点劲 有这么疼 骆灵远眼泪都快出来了 脏了 脏死了 于晗手上力道松了 不客气道 你最好别到处乱说 这语跟这些事没什么关系 骆灵远狠狠瞪于晗 磨牙道 是吗 你们俩还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呢 这话让于晗脸色不自然起来 他眼神神似的盯着骆灵远 你到底想说什么 骆灵远呼吸越发粗重 衣服给我 于晗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骆灵远快崩溃了 把你的衣服脱给我 于晗下意识退后了几步 那个 我对你不是狠敢 骆灵远气得剁脚 别他妈废话了 我后背好脏啊 快给我换衣服 不然我什么都不会说 于晗领悟过来 犹豫了一下 到底是抬手脱了扭扣 动作相当快速 就把衬衣脱了地给他 哪知道骆灵远抬起双手 跟个残废一般命令道 帮我脱 我不想碰这件衣服 骆公子的公主 并有多严重 他抬起双手 就命令于晗帮他脱衣服 于晗将持了几秒 叹了口气落下阵来 抓着骆灵远的衣服下摆 有些粗暴地替他脱了衣服 还讽刺道 需要我帮你把衬衣穿上吗 小公主 骆灵远红着脸 夺下于晗的衬衣穿上 混合着酒味和于晗的体香 充斥着他的呼吸道 他脸奇怪的有些烫 却仍色力内忍道 谁让你这么喊我的 于晗穿上了他的白短袖 无意间听过他们这么说你 说完突然无意时地笑了一下 还真适合 骆灵远见人把自己的衣服 穿上了有些不满 谁让你穿的 于晗反扣住他的手 你讲点道理 我总不能光着回家吧 骆灵远翻了个白眼 算了 你非要穿就穿吧 转身想走 结果后领被人扯住 一把抓了回来 于晗眼神有些危险地再次抓着他的衣领 将他往墙上按 在即将贴食时 他停了手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骆灵远被人这样威胁 只能屈服 你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于晗另外一只手捏住他的脸 你为什么提认语 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就不只是被遭殃了 骆灵远有些傻了 于晗明明是在威胁他 但他却分心闻到他掌心的味道意外清爽 还带了点薄和味 你带我去你家洗个澡我就说 于晗脸色又怪起来 想跟我回家 骆灵远心虚地转身 你别乱想 我只是不想穿你的衣服 我身上太脏了 你让我洗个澡再说 不愉快他们就一起到于晗家 一个老式小区 于晗拿了一件衣服出来 没有新的 这件洗过 你穿不穿 骆灵远扯过于晗手里的衣服 用鼻子闻了闻 上面只有柔顺记和太阳的清香 于晗见他闻的动作 脸上不禁有些尴尬 骆灵远留意到他的表情 不客气道 你别想太多 我是直男 谁说不是了 骆灵远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哼了一声 转身进了浴室 骆灵远辨认了沐浴露 和洗发水的瓶子 还打开来闻了一下 奇怪的是 这些味道并不是于晗身上的那种 他一边想着 是一边打开了喷头 然后就被冷水浇了一脸 于晗听到人的叫喊声时 都有些无奈了 怎么这么多事 这么能折腾 他走到浴室门口敲门 问怎么了 骆灵远叫门打开了一个缝 眼里的委屈都快溢出来了 你们家怎么连热水没有啊 冷死我了 还有什么比第一次上门 就把老公家马桶堵了更尴尬的事情了 骆灵远没想到的于晗家的热水器 那么不智能被淋了一声冷水 委屈巴巴的都快哭出来了 于晗干大地撇开头 没敢往里面看 你把衣服穿好 我进去看看 骆灵远浑身上下都被冷水浇得有些发抖 乖乖地呕了一声 于晗拿来自己的后浴巾递给他 骆灵远有些纠结地盯着那浴巾 你用过了吗 于晗留意到骆灵远发青的唇 直接将当作披风一样往他身上一裹 有那么冷吗 先披着你连我衣服都穿了 还介意我用过的浴巾 其实于晗也说的没错 衣服都穿了 还矫情什么浴巾 但是这可是浴巾啊 鬼知道于晗平时都用浴巾来裹什么 于晗不一会就调试好了热水 让他进来 见人进去后于晗准备食材煲汤 还要写作业和洗漱 睡觉的时间不过三个小时 五点还得起来 都安排好的 本来就一堆事还遇到这个麻烦蛋 想着骆灵远进去了都快半个小时了吧 男孩子洗澡需要这么久吗 当想完浴室又传来骆灵远的叫唬 于晗又叹了口气 他都数不清他今晚叹了多少气了 骆灵远手指着马桶 哽着脖子挤小声说 马桶堵了 表情大意凌然 声音却相当的小 于晗一时没听清 什么 骆灵远急红了脸 马桶堵了 我没上厕所 我就是往里面扔指他就堵了 骆灵远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尴尬的事情 来一个不怎么熟的人家里洗澡就算了 还把人马桶给堵了 于晗看了眼马桶 你扔了多少进去 骆灵远底气不足地说 五六张吧 洗完澡身上有水 于晗彻底没脾气了 他揉了揉太阳穴 算了 你走吧 骆灵远见他这样 心里也不高兴 不是你逼着我来的吗 于晗顿了顿 我逼着你来 骆灵远理直气壮 本来我就要走了 是你拉着我问人语的事 不让我走 带回家的目的 这骆小公主都把他给折腾得忘了正事 他把浴室门关上 你到底为什么要提认你 这回骆灵远没有犹豫 我看见你和他在天台上接吻了 于晗脸色一点点变轻 眼神也严厉起来 你跟别人说了吗 也不怪于晗会误会 骆公子这个表情确实很难让人不遐想 于晗以为骆灵远把偷看 别与抢吻他的事情传了出去 骆灵远被扣了这么大一口锅 差点被堵得喘不过气 我没有 这有什么好说的 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于晗投来怀疑的目光 像是在思考他话里的真实性 骆灵远气性也上来了 你爱信不信 我没说就是没说 他甩手就想走 结果一转身脚就踢到了墙上 直接把他疼得弯下腰 于晗看骆灵远一出又一出的 有些无奈又觉得实在没法不管 我扶你出去吧 结果他手刚放上去 骆灵远猛的就站直了 转头恶人先告状 你干嘛呀 扶就扶 好好地碰我的腰做什么 于晗听着这话 琢磨出味道来了 他被气笑了 这些直男总觉得别人只要是弯的 都能看上自己 于晗抱起手 也不打算服了 我觉得你搞错了一件事 就算我真喜欢男人 我也不会喜欢你 骆灵远干瞪着眼 嘴巴张了张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他猛住了 脑子都是乱的 最后才挤出来一句 谁让你喜欢了 好笑 于晗再次伸手 这下能服你了吧 小公主 骆灵远又恼怒又气愤 不许这样叫我 也不要于晗服了 自己一蹦一跳的蹦的出去 于晗翻出药水递给骆灵远 自己揉揉 骆灵远看也不看 我不会 于晗差点就想把骆灵远丢出他家 但还是坐到了骆灵远面前 抓着骆灵远伤到的那只脚 放在自己膝盖上 将药酒到镜手心里搓热 他看着骆灵远的脚 秀起的不像的男生的脚 脚背白皙指头圆润 看起来跟人一样娇贵 骆灵远声音带着责怪 但又有些软绵绵的 听起来特像撒娇 啊 轻点啊 这回也不用于晗乱想了 骆灵远自己都快掐死 刚刚瞎叫的自己了 瞎叫的什么呀 骆灵远面红耳赤 于晗也被他弄得感觉怪怪的 他只好说 忍着点 骆灵远憋憋住了忍着疼 让于晗给他 哪知道骆灵远闭紧嘴后 哼出来的声音更暧昧 这声音就有点像是被人捂住嘴 又受不住的哼出来 断断续续 没完没了 于晗松了手 那个 你能不能不喘了 骆灵远被激怒了 他猛地将脚从人膝带上收回来 谁喘了 是你手法太烂了 不揉了 我要回家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 一个想引起心上人注意力的小学生 骆灵远被于晗气得要回家 他艰难地穿着袜子和球鞋 于晗好心地提一句 你可以穿我的拖鞋走 毕竟踢到的是脚趾 骆灵远里都不理他 硬气地想要只穿袜子走 于晗见状梁嗦嗦地说一句 楼下养的狗经常在楼道里排泄 已确定要穿袜子走 骆灵远顿时打了个寒战 大丈夫能屈能伸 极其不情愿地穿上了于晗的拖鞋 转身又抽出一百块拍在鞋柜上 当我买了你的拖鞋 于晗已经在埋头写作业了 听到他的话头都没抬 懒洋洋道 谢谢惠姑 于晗解题刚解到一半 气势汹汹走了的骆灵远去而复返 扶着门边扭道 那个 我不记得路了 你带我一下 他本来以为于晗会答应 结果于晗干脆拒绝 我没空 你用手机开个地图出去吧 骆灵远磨磨牙 他手机电量只剩下8% 他还想拿这个电来打个车的 刚刚身上仅剩的一百块也摔给于晗了 总不能现在问人要回来吧 多没面子 见人处在门口不动 于晗这好道 要你再做会 等我写完作业再说 骆灵远坐下后看了眼桌面 于晗写作业的地方是他们家的餐桌 课本和书摊的一桌 于晗写字速度很快 骆灵远偷瞄了一眼 字也挺好看的 他从字看到手 再从手看到脸 脸到猴结 猴结再到肩膀 肩膀再到眼睛 等等眼睛 骆灵远和实在忍受不住他视线的于晗 大也痛小眼 面面相去 骆灵远心声夺人 你看什么 于晗有些无语 到底是谁看谁啊 于晗翻了一页卷子 你很无聊 骆灵远不自在一开视线 超无聊 你家里什么能玩的都没有 于晗一边写卷子一边回 你可以玩手机 骆灵远 我手机没电了 于晗将语文书推了过去 那就复习 别看我 骆灵远有些心虚 谁看你啊 于晗称起手看向他 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吗 骆灵远根本不敢再对上人的眼睛 下意识问 像什么 于晗比尖顿了顿 若有所思的看了骆灵远一眼 见人一脸懵懂的 还是将那句像 想引起心上人注意力的小学生给验了回去 有些话还是不要乱说了 于晗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随口敷衍了一句 没什么 你想早点回家的话就不要打扰我 从小养尊处优的小少爷 终于还是把自己掰弯了 不仅追到人家家里洗澡 临走还因为于晗不想和他扯上关系伤心 于晗不知道骆灵远为什么要这样纠缠自己 也许是意识兴起 又或者是别的原因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一圈 就被于晗不在意地丢到脑后 他要做的事情太多 想的事也多 跟骆灵远这段短暂接触 最好是到此为止 他不想跟这个人有更多的纠葛 他们不是一类人 更不是一个世界的 于晗起身给自己加了件外套 准备送骆灵远回去 骆灵远脚还疼着自然抬手让于晗拉他 于晗伸手握住他将他拉起来 骆灵远被人帮了还要嫌弃一句 你掌心也太粗了 于晗呜了一句 那还真对不起了 骆灵远当作没听出是反讽白白手 下次记得擦点护手霜吧 于晗这时却冷静到 没有下一次 临上车前于晗声怕他听不懂 又补了句 我希望你回到学校以后 不要做出认识我的样子 就像之前那样可以吗 骆灵远眼睛睁得很大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于晗 凭什么由你来决定 我该不该认识你 于晗避开他的视线 好吧 如果是我刚才的话 让你有不舒服的地方 骆灵远不客气地打断他 是很不舒服 骆灵远抱着手坐进出租车 连个眼神都没分给他 将大佛送走后 他松了口气准备回家 结果开出去的计程车倒了回来 骆灵远将车窗降了下来 递出了自己的手机让他夹上 于晗传了脸 不变得你也不欠我什么 骆灵远脸色比他还差 夹了我就答应你 我在学校不表现出 认识你的样子可以了吧 于晗只能无奈答应 骆灵远盯着微信 看到好友通过后 才满意地收起手机 对着窗外嘲讽道 说实话你刚才真的让我超级不爽 但是我这个人 别人越不愿意的事情 我越愿意做 你不高兴我就高兴了 于晗听着这番幼稚的宣言 觉得无语死了 骆灵远有些气急了 于晗竟然嫌弃他 还说在学校最好装不认识 太好笑了 有谁要在学校里缠着他吗 骆小少爷万而不自知 自从在天台看到于晗和别人接吻后 他就对于晗的嘴唇一见钟情了 他趴在桌子上不叫 就听到方骁说 下周六要和石班打篮球赛 打完以后顺便去野营 让他带上下符 骆灵远突然想到 于晗好像也是石班篮球队的 就多嘴问了一句都有谁 方骁见骆小公主终于 从城堡出来关心他们这些凡人了 有些激动的把那些人的名字都说了一遍 害怕他记不住 还加了形容词 名字和形容里都没有于晗 骆灵远顿时兴致缺缺 他趴回桌子上说不去 方骁有些激动 不能不去啊 下符都说要去了 骆灵远瞥了他一眼 拿了本书盖住脸 谈恋爱好麻烦 不想谈啊 方骁有些郁闷 怎么好好的就不想谈啊 骆灵远趴在桌子上 把脸埋在左手臂里 眼睛盯着手机 他昨晚到家后又给于晗赚了三百 标注衣服钱和水费 但自从他转账过去后 于晗就没确认过 等再过几个小时 就要自动退回来 突然外面有很多人在窃窃私语 大部分是女生 骆灵远敏锐地捕捉到了几个字眼 于晗 骆灵远瞬间做起望向教室门口 果然是于晗 他正看着身体像是在找人 骆灵远心跳一下加快 有些慌也有点亢奋 不是说要装不认识吗 现在又来干什么 他忍不住想要笑 却还是得憋住 装作一副冷淡的样子 还想着要是于晗叫他 他要等上几秒再过去 谁知于晗却喊了方骁的名字 自作多情的骆灵远瞬间打脸 方骁跟于晗说了一会话 不失点头 回来就发现骆灵远目露凶光地盯着他 他找你干什么 方骁在这目光下瑟瑟发抖 找我说也赢的是 骆灵远有些惊讶 他也要去 他不是很忙吗 方骁便解释着 因为这次野营是他负责扎营跟烧烤 相当于请他当榜油带咱们去野营 骆灵远有些意外 同学都在玩 他却要负责这么多事 方骁却说是他想钱想的要命 骆灵远心里突然有些酸 瞪了方骁一眼 那也是因为人家还要负责医院里的外婆 不然你要他怎么办 然后又拿出手机按了按 表示自己也要去 方骁有些疑惑不是说不去的吗 骆灵远没理他 又在微信上赚了三千给于晗 并财大气粗发了一条 你不收吗 那我就打到你收为止 直男追起直男来有多值 看到于晗来找方骁不理自己 他财大气粗地给于晗又赚了三千 并表示他不收话就一直赚 发完以后 他紧紧盯着屏幕紧张地发抖 不一会就等来了一退还的提醒 还有一句不要拿钱开玩笑 骆灵远用头抵着桌面 又丧又生气地摇了摇 好烦 真讨厌 我又不想去了 方骁吐槽了句 这么纠结 你大衣服来了吗 骆灵远将脑袋转了个面 垂头丧气道 哎 你不懂的 星期六一早 骆灵远少见得没有赖床 大清早就爬起来把衣服扔了一床 骆灵远看到吴伯来了 从衣服堆里跳起来问他穿哪套出门好 吴伯知道骆灵远今天是要去集体活动 十分欣慰 因为他从小都没什么朋友 骆灵远把牛奶喝完后 吴伯又递上纸巾帮他擦子 小少爷很开心啊 你穿什么都好看 骆灵远咳了一声放下衣服 摸摸脖子 还可以 一般高兴 吴伯又鼓励他 可以在家举办一个派对 请你的同学们都过来 骆灵远刚亮起眼望向吴伯 转瞬又黯淡了下去 家里来这么多人 妈妈会不高兴的 骆灵远背了个包 在出门前先去看了眼他妈妈 林书赵就待在他的画室里 手上沾码的颜料 嘴边还叼了根烟 正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 无法自拔 骆灵远推开门的声音 显然影响到他 林书回头神情冷利 谁让你进来的 骆灵远吓得不敢动 垂下眼眸说 妈妈 我今天要出去和同学野营 晚上不回家 林书将烟掐灭 你还是三岁小孩吗 这都要来跟我说 骆灵远握紧了门把手 他想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啊 跟在医院那些 不能回来的日子不一样 他依稀记得小时候 妈妈不是这样的 直到后面发现自己 没有遗传到他的半点画画天赋 而他又因为生自己的时候 亏了身体 没法再生一个 跟自己一样有天赋的 自那以后 妈妈对他的态度 就日渐冷淡 可他始终想要亲近林书 这是一个小孩 想靠近他母亲的本能 他小心上前一步说道 妈妈 我会去拍风景照回来给你的 你可以拿来当素材 林书听笑了 你的摄影技术 跟你的画画天赋一样糟糕 你拍的东西要怎么入画 这是一个直男硬生生掰弯自己 还无意掰弯 另一个直男的故事 见对方不想搭理自己小少爷不乐意了 非要贴上去 小少爷从小体弱多病除了他以外 男生都已经下场打篮球了 夏福热情地挽着他的手 和他紧紧坐在一起 骆灵远却觉得身边女友 没有操场上的余寒香 两句不合就把人赶走了 看球赛快结束他借口去买水喝 还故意大方买了全部人的 方霄第一次看小少爷送水 觉得稀奇 问他看上石斑的哪个女了 骆灵远翻了个白眼眉里他 抬头就对上余寒视线 吓得他赶紧躲开 他看塑料袋里还剩了几只 又抬头看有谁没拿 一眼就看见余寒 站在女人堆里拿着水 露出骆灵远没见过的温和笑容 对着那些女生们说谢谢 骆灵远心里冷笑一声 坐在袋子旁边 将剩下的每瓶水都拿出来拧开 都喝了一口 不要就不要 他还不想给呢 骆灵远每瓶都喝了口后 看着那三瓶自己喝过的水 又觉得自己这种行为幼稚 一群大男生开始了下半场 余寒作为一位赔玩相当尽责的 为时班进了不少球 骆灵远心强 篮球这种群体运动有什么好玩的 又是肢体碰撞又汗水交融的 真是脏死了 心里在嫌弃眼睛却一直没离开余寒 就知道耍帅 还玩得那么开心 孩子笑 笑得还那么好看 他算得连下服做到了他身边都不知道 下服伸手往袋子里拿了瓶水 你给他们都买水了 不给我买 骆灵远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水 说这几瓶自己都喝过了 下服说自己不介意 可骆灵远却说自己介意 这时球场上发生了点意外 余寒跟队友不小心撞在了一起 摔在了地上蹭破了手臂 骆灵远瞬间紧张地站起身 紧紧盯着球场上的余寒 队友赶紧上前拉余寒起来 对不住了兄弟 没事吧 余寒抹了把汗 不怎么在意地摇摇头 没事 拿水冲一下就行了 骆灵远小跑着上前将水递给余寒 眼睛一直盯着他手臂上 那面积有点大的擦伤 队友是骆灵远来了还有点惊讶 结果见人手上拿的水被逗笑了 小远 你这是要让余大帅哥更疼些吗 骆灵远这才发现 他慌乱下抓的竟然是可乐 余寒和骆灵远间接接吻了 骆灵远见余寒受伤 紧张地随手就拿了瓶水过去 要给他清洗伤口 结果发现自己太心急了 拿的居然是可乐 正当他当大的不知所措时 余寒却伸出手替他解围 说自己刚好可乐 把可乐给他 福刚想说那瓶骆灵远喝过 他介意这个 想让余寒和他拿过去的那瓶 话还没出来 就见男朋友将喝过的可乐递给了余寒 余寒凝开就灌了好几口 还温声道 谢谢 骆灵远耳朵有点红 还好皮肤本来就有些被晒红了 不然大家都能看出他脸红 他甚至没有回应余寒的谢谢 只是高冷地点了点下巴转身走了 这时队友过来告诉他 刚刚那个女生是下福 腹白貌美还腿长好看吧 是骆灵远的女朋友 骆灵远你不认识吧 就是那个送可乐上来的傻小子 余寒看着手里的可乐道 确实挺傻的 他们原来是一对啊 下福追着前面的骆灵远 问他为什么要把可乐给余寒 骆灵远头也不回地看地图 找附近的药店不在意地回道 他受伤了 下福抓住他的手 不是这个事 你不是介意这个吗 那瓶可乐你喝过呀 骆灵远一下停了脚 转过头有些恍然到我都忘了 他仔细想了想 好像也没有特别恶心的感觉 毕竟不是他吃了余寒的口水 是余寒吃了他的 骆灵远突然就觉得整个人骚得慌 下福走上前搂住他的脖子 你只等我亲过一次 亲完以后还拿纸巾擦嘴 骆灵远记得当时亲了满嘴的唇用 他没办法接受舌头碰在一起 而自从那次后 下福和他就再没亲过 下福认真说道 既然你并没有那么排斥 我们就再试一遍好不好 骆灵远有些抗拒地将脑袋往后仰着 你从哪看出我不排斥 下福执拗道 我今天嘴唇上什么都没涂 不会像上次一样了 你给我个机会吧 说罢他不等骆灵远回应 点起脚就稳了上去 这是他们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口哨声 注意点啊 公共场合干什么呢 骆灵远一下将下福推开了 回头就看到方骁和于寒他们 小鱼啊 你看到了吧 这对不看场合就乱秀的情侣 就该被架上火吧 于寒站在方骁身后 笑着配合道 看到了 骆灵远被女朋友抢吻 居然被于寒看到了 这还怎么追人家 大家出发去野营 于寒像不像样的拿着名单清点人数 还分别给每个人发了水 薄荷糖 冰车贴荷药 分到骆灵远的时候 他接了东西掀起眼皮 瞅了他一眼 目光不怎么有事 于寒被看得一愣 不知自己怎么得罪小公主了 骆灵远上了车后 塞了耳机坐在靠窗位置 一直看着外面和别人交流的于寒 于寒登记人明时 还会跟人浅笑谈两句话 他对谁都是这么温柔吗 所以那天晚上于寒会照顾他 也只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性格而已吗 任宇和于寒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会是像夏福和他一样吗 是一对情侣吗 夏福这时坐到了他身边 摘下他一边耳机问他在看什么 骆灵远收回视线 淡淡道 没什么 夏福直直地盯着冷漠的骆灵远 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 夏福想到了他跟他表白的那天 骆灵远也是戴着耳机 脸上有着一种什么事也不在乎的空洞 他不喜欢这种空洞 他想留住他 哪怕骆灵远拒绝过他三次 还跟他说自己很无趣不会谈恋爱 他还是执拗地要做他女朋友 并表示自己有趣就行 会教他怎么恋爱 骆灵远还提醒他可能会后悔 夏福后悔吗 现在是没有的 起码他还是成功了 骆灵远现在是他的男朋友 他坚信自己会让骆灵远喜欢上自己的 车子启程后 他拿出手机给李宇杰发信息 让他过来拿药 李宇杰背着突如其来的关系有些不习惯 但还是收下了药并告诉他 受伤的是于寒不是自己 骆灵远当然知道受伤的不是他 自己只是找不到理由给于寒送药而已 李宇杰接到药以后 便过来拿给于寒 哪知道于寒手臂上的伤口早就上过药了 李宇杰怂怂肩 哎 是骆灵远给我买的 我想着我也没磕着碰着 就拿来给你 李宇杰准备将药收回去 于寒却喊住了他 把药给我吧 李宇杰奇怪道 你不是上过药了吗 于寒笑笑道 我记错了 刚好还去这个喷一喷 给我吧 李宇杰回到座位 刚坐下就收到了骆灵远的微信 问他要有用吗 李宇杰客气地道谢 有用 他收下了 谢了兄弟 骆灵远见墓地达成后 轻笑一声看向窗外 直男小公主把自己掰弯后 洁癖什么的在于寒那里通通不见了 车子一路摇摇晃晃两个小时 终于到了墓地地 于寒示范着怎么搭帐篷 很快一顶结实的帐篷就搭了出来 而其他男生照他这步骤动手 骆灵远总算被提起了兴趣 拿起锤子就跃跃欲试 方骁急忙阻止他 小公主你快把武器放下 别伤到自己 骆灵远傲交道 没事 我可以 方骁赶紧去抢他手里的锤子 你不可以 你忘记你上次化学实验 差点把教室给烧了 李宇杰还在旁边补刀 还有做饭比赛那次 把鱼炸飞了 其实我们也不是怕你锤到自己 我们更怕你锤到我们了 骆灵远生气了 不就是锤针钉子吗 他不信心拿着锤子往下一砸 钉子就跟鞋的门一样 飞弹没有下去 反而就地起飞 差点钉到方骁身上 把人吓得浑身冷汗 骆灵远信心地放下了锤子 对不起啊 方骁无奈摇头 没事没事 你别动了 到一边坐着吧 于寒有些好笑地看着他们 似乎对这个小公主又有了别的认识 骆灵远闷闷地回到小板凳上 无聊到开始盯着泥地上的蚂蚁 觉得连一只蚂蚁看起来都比他有用 然后又生气地将饼干从蚂蚁身上拿走 看着蚂蚁失去了目标原地转圈 他又有些觉得没劲 把小饼干放回蚂蚁面前 蚂蚁却被吓走了 骆灵远看着离开的蚂蚁又看看小饼干 干嘛呀 我又没有料抢你的 突然他脑袋上被人揉了一下 揉得他脑袋都往前一晃 方骁本来还在旁边拉绳子 看到有人敢这么碰小公主的头 差点喊出一声大胆 他看向骆灵远身后的人 发现竟然是于寒 他心里顿时就涌出许多担心 毕竟这次活动于寒确实帮了很多忙 组织的很好人气超高 几乎是众星所向 万一骆灵远跟他吵起来了 其他人肯定都是帮于寒的 那他们的处境就很尴尬了 他紧紧盯着这两个人 却发现骆灵远没有发飙 反而是于寒蹲下来和他说了几句话 骆灵远有些别扭地看着于寒摇头 于寒又说了一会 最后朝骆灵远伸出手 方骁当松下的心又提起来了 骆灵远解脾这么严重 肯定会给于寒落面子 没想到骆灵远 居然把手放进了于寒手里 两人牵着一起走了 方骁顿时就酸了 这结痞还分人呢吗 经过骆公主的不断努力 于寒这座巴黎铁塔终于快弯了 看骆灵远一个人无聊地拿蚂蚁出气 他便叫骆灵远一起去捡枯木 骆灵远心情有些复杂到 你不是说在学校要装作不认识吗 于寒回头看了看他 这里不是学校 而且你有空的话来帮帮忙也好 骆灵远都有些后悔答应来了 他实在不想光着手去捡地上的东西 像是感觉到他心里所想 于寒托自己自己的手套 红口袋里拿出一幅雪白的地理他 这是新的 带上吧 骆灵远接了过来 那个 其实我本来还挺忙的 于寒带回自己的手套 也没笑话他忙着跟蚂蚁抢饼干的事 反而道 谢了 我问了好多人 只有你肯帮我 所以只能麻烦你了 骆灵远听着他那哄圈的语气 想说你骗小朋友吗 又觉得毕竟这人是在照顾他 他情商没有低到看不出来的地步 只能还是默默把话晏回去吧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拜托的做事 换来五谷不分 四肢不擒的骆小公主来劲了 一口气想要减满一袋 见他一下就把袋子撑得鼓鼓的 于寒赶紧叫停 等等 不是什么都能减的 骆灵远才不管乱装一通 等他们两个回到扎营的地方 帐篷几乎都已经搭好了 骆灵远把手上的袋子交给了夏福 脸上还带了点小骄傲 我减的 拿去生活吧 夏福却莫名领悟到了别的意思 骆灵远 我跟你说我可不会做饭了 骆灵远有些茫然地看了看他 什么 夏福有些害羞 你给我生活的东西不就是暗示让我做饭吗 我跟你说我婚后不做饭了 骆灵远默默地看了眼手里的袋子 心想他只是想要被夸一下 方骁一见他回来 就一脸酸溜溜地凑过来 你刚刚去干嘛了 骆灵远说捡柴火去了 方骁大惊 你不是从来不干这些脏活吗 骆灵远看着手指上 刚刚被木头刺扎小屑点 有手套还好 而且什么叫我从来不干 是你们不给我干而已 于晗这时突然走了过来 让他把手伸出来 骆灵远下意识握紧手问他想干嘛 于晗从布包里拿出酒精棉和窗口贴 你不是受伤了吗 我给你上个药 骆灵远愣了 于晗看了他一眼 有些好笑的 傻乎乎地做什么呢 快把手拿出来 骆灵远蹲下伸出手问他 你怎么知道的 有洁癖的洛小公主 居然能接受于晗的摸头杀 所以杰痞什么都真的是分人的事吗 于晗一路上都挺担心这小公主 会不小心踩坑里 或者摔下斜坡 又或者减凡的大发脾气 结果都没有 中途他听到了 骆灵远不小心惊呼一声 回头一看 才见人傻傻地抓着一根 满是荆棘的枝条 不用想也知道手肯定受伤了 于晗以为这下骆灵远总会闹脾气吧 谁知道还是没有 骆灵远兴高采烈地甩甩手 好像不疼一样 又去剪别的枯木了 于晗将窗壳贴给人手上贴了一圈 笑了笑说道 好了 奖励你一朵小红花 骆灵远顿时就脸红了 还瞪着他说 什么小红花 我又不是小学生 再说了 这也太没诚意了 心里其实开心得要死 于晗摸了摸他的头 好吧 今天实在是辛苦你的骆同学 晚上讲你一份考试 于晗忙完了扎营的事 就转身去帮女生烧烤了 他烤出来的味道非常不错 一下被人哄抢而光 骆灵远坐在一边闷闷的喝可乐 听着自己肚子里的咕咕响 骗子 还说奖励我考试 夏福这时端着一个盘子坐了过来 你怎么都不去抢啊 一下就没有了 骆灵远口是心非道 感觉很脏的样子 不想吃 夏福呕了一声 也是 你肯定准备好了自己能吃的东西吧 骆灵远觉得再坐下去就更饿了 但他又实在拉不下面子去抢 正急着于晗的声音就从后面传来 你跑哪去了 我找了半天 于晗一脸小心地端着盒子 快拿走 要不然又要被抢了 骆灵远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对烤的金黄牛油的鸡翅 还有几颗圆滚滚的肉丸 还有一次性手套 骆灵远戴上手套 小小地咬了口 好好吃 像是他吃过最好吃 最温暖的东西 晚饭后骆灵远才知道 自己被安排和夏福睡一个帐篷 他拒绝说自己要和芳香一起 夏福见自己被嫌弃 赌气地让他自己去撤销登记 骆灵远这才知道 晚上在哪个帐篷睡还需要去登记 他全程没搞清楚状况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和夏福登记在一起 他找到芳香 结果发现他和室友都把睡袋铺好 明显没有骆灵远的位置 芳香还见兮兮地说 难忘经销 晚安好梦啊 看样子是芳香故意撮合的没差了 骆灵远的好兄弟 为了撮合他和夏福把人安排到一个帐篷 骆灵远非但不敢谢还气得牙痒痒 又不能告诉他自己弯了 最后只能去找于晗撤销登记 于晗听到他的来意 那你呢准备跟谁一起 骆灵远想说芳香 又想到芳香已经跟别人一起了 李宇杰也是和许昌一块 他朋友不多 跟班上其他人也不熟 一时间骆灵远觉得很难堪 搞得他没有朋友一样 骆灵远想解释 又觉得太刻意 欲盖迷章 于是端出了一张少爷脸 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 能不能自己一个帐篷 芳香数了一下帐篷的数目 有些为难道 可能不太行 几乎都已经有人了 要不我把你安排进 骆灵远忙打断他的话 他是真的不想跟陌生人住一起 算了 我去找找民宿吧 不用麻烦 于晗看了眼天色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你要怎么下山 骆灵远有些烦躁到 不是有车吗 我给钱多少都行 于晗也沉下脸 行程是早就定好的 师傅也只跑两趟 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集体活动 你要是突然走了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影响不好 骆灵远急了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那你说要怎么办 于晗说他问问芳香 骆灵远垂下眼皮 别问他了 他跟别人一起重 然后窘迫转身 算了 我自己下山吧 应该可以看地图吧 于晗收起了册子 没事 还有一个帐篷有位置 骆灵远头也没回 说自己不想和不认识的人 于晗打断他的话 说是自己的帐篷 骆灵远这下没说话了 总不能真的单独一个人下山 于晗贴心塞了个面包和牛奶让他 刚刚烧烤你也没吃多少 骆灵远拆开了包装咬了一口 满足地眯起了眼睛 于晗回头一看他的表情就笑了 好吃吗 骆灵远忙正色 还好 一般 然后他偷偷地把面包的商标记下来了 于晗的帐篷现在才开始搭 因为之前一直在帮忙 本来想着自己一个人晚点也没事 谁知道天上掉下的骆小公主 还怪可怜的样子 帐篷搭好后 于晗去水源处洗漱没擦干头发 一脸湿淋淋进了帐篷 骆灵远看得心跳都快跳停了 骆灵远终于如愿住进于晗的帐篷 骆灵远从自己背包里拿出一张小毯子 是林叔小时候给他买的 他去哪都要带着 不然睡不着 于晗回来就看到 他拿着那明显是小孩用的毯子也没笑话他 反而是他刚刚洗完头一脸静郁的模样 看得骆灵远心跳都快跳停了 于晗只觉得骆灵远像小孩 吃个面包还能沾一点到嘴边 没想太多 抬手就用还带着水珠子的手往人嘴角边一按 想把人面包蟹捏了下来 正巧骆灵远想伸舌头出来舔嘴角 这下舌尖跟手指一碰 两个人都惊住了 于晗快速地收回手 最后转身又去洗了便手 骆灵远只感觉到自己刚刚舔了个冷冰冰又粗糙的东西 好像是于晗的手指 于晗搓着双手 仿佛还能感受到纸腹上 还残余着温热滑腻的触感 瞬间脸色阴晴不定 骆灵远伸出头就看到于晗在洗手 他都还没有要漱口呢 于晗什么意思 骆公主气得硬是跑到一边刷了快十分钟的牙 才慢吞吞回到帐篷 于晗坐在自己的睡袋上拿出一个喷雾 正对着骆灵远的睡袋上喷 骆灵远掀开帐篷的手一顿问这是什么 于晗看了他一眼 防蚊虫的 于晗掀开了睡袋钻了进去 拉上拉链戴上眼罩就准备睡了 骆灵远扑好小被子就细细苏苏换起了睡衣 他的动静很多 于晗无奈地推开眼罩 想叫他早些睡 等着一睁眼 就看见一大片血白的北 骆灵远刚脱了上衣准备脱裤子时 才想起还有个喜欢男人的于晗 他不由回头看了一眼 于晗安静地躺着 眼罩也戴得好好的 骆灵远松了口气 快速地换上睡衣分进睡袋里 一旁的于晗脸上却不知道 什么时候起已经散起了潮红 山里的夜到处都是大自然的声音 鸟叫虫鸣 连连不断 骆灵远一直在动 翻来覆去 翻到不知道第几回事 于晗的声音响起 你为什么还不睡 很晚了 骆灵远将脸从睡袋里看了出来 小声地说 我睡不着 于晗眼罩都没推开让他玩手机 骆灵远还以为他会得出点更有意义的建议 他翻了个白眼 继续动来动去 于晗最后无法 只能掀开眼罩 你不要动 闭上眼慢慢就睡着了 骆灵远好不容易住进于晗帐篷 他却只想睡觉 骆灵远不干了 再次把脸探出来要和他闹磕 你觉不觉得周围很吵啊 于晗面无表情 不觉得 骆灵远睁着精神的双眼 你说会不会有狼啊 于晗想了想 这座山还没出现过有狼的新闻 骆灵远反驳道 说不定遇到狼的人都被吃干净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山里有狼 于晗有些无语 这是旅游景点 如果安全性不能保证 他们也不会允许我们在这里也赢 骆灵远看了眼灯 那你点着灯干吗 于晗看着一脸天真的骆小公主 叹了口气 你知道比狼更可怕的是什么 骆灵远思考了一下 有些吃惊道 这座山该不会有熊吧 于晗一脸认真道 是人 骆灵远不明白人有什么好怕的 咱们这么多人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一对奏一双 于晗问他小时候家里晚上不点灯吗 骆灵远有点迷 点灯还怎么睡啊 于晗服额 点灯就代表家里有人 小偷就不会听来了 骆灵远惊讶道 原来是这样 很有道理的样子 于晗看着彻底精神的骆灵远 有些头疼的 现在该睡了吧 骆灵远扭了扭身子 再次发出感慨 好硬啊 于晗让他把毯子扑在下面睡 骆灵远捏着毯子 把他抱进怀里 这怎么行 于晗看他那么在意这个毯子 说看起来有点旧 骆灵远抱紧毯子 你懂什么 有些东西是新的代替不了的 于晗像是意识到什么 挺好看的这毯子 于晗夸他的毯子好看 骆灵远也礼尚往来道 你妈妈送过你什么 于晗沉默了一阵 直到骆灵远都不安起来 于晗才答道 我不记得了 骆灵远想起别人都说 于晗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他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他刚刚的问话是戳到人伤口 骆灵远心有不安 他努力的想要找话题 好半天干巴巴道 你要不要摸摸我的毯子 手感还不错 于晗一下笑出声 算了吧 你不是有洁癖吗 骆灵远记仇的加重了语气 你刚刚不是洗了很多变手吗 于晗不说话了 骆灵远又自说自话 告诉于晗自己名字的含义 说完又问于晗 是不是出生那天很冷 所以叫于晗 于晗安静了很久 久到骆灵远都以为他睡着了 于晗才说不是因为他看见我做心寒 于晗这个巴黎铁塔 终于要被骆公主掰弯了 于晗告诉骆灵远自己名字含义后 骆灵远呼吸一下停了 好半天才到 怎么会呢 哪有妈妈不爱孩子的 于晗声音冷静的 他并不想生我下来 又因为身体打不掉 骆灵远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于晗翻了个身 背对着他让他睡吧 骆灵远觉得于晗是在跟自己交心 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 于晗这是将他当做朋友了呀 意识到这一点 骆灵远又动了动 他伸出手 拍了拍于晗的睡袋 于晗有些烦了 他转过身 又怎么了 刚转过来 他就看见一对温暖的眼睛 于晗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错觉 那一刻 好像帐篷里所有的光都在骆灵远的眼睛里 明亮柔软 像一朵太阳 骆灵远认真地跟他说 我觉得你的名字不是那样的 于晗于晗 是冬天过了 春天的意思 于晗 你是春天哦 第二天起来他揉了揉眼睛 刚睁开一点 就看见于晗已经穿上外套 拉开了帐篷拉链 背对着他的于晗回头 侧脸被晨光融上了朦朦胧融的一棚 笑着说 日出了 骆灵远呆住了 他看着于晗的笑脸 因为比起日出 好像眼前的人更好看 于晗察觉到了他呆滞的视线 顺着望来 骆灵远就跟被抓到小辫子一样 狼狈地避开视线 他当大的从睡袋里钻了出来 揉了揉腾乱的头发 挺好看的 于晗突然说了句谢谢你 骆灵远伸着懒腰问些什么 谢谢你告诉我 原来我的名字还有别的意义 回去的路上 骆灵远还是跟夏福坐在一起 不过这次他比来时还要不走心 常常因为走神而忘记去接夏福的话 夏福看着骆灵远的脸 心里顿时涌起了一股不安 他又难受又别扭地掰着自己的手指 骆灵远突然覆盖他的手 向他别捏了 都红了 夏福一下停了这自我折磨的行为 他什么都不怕 就怕骆灵远不在乎他 他缠上骆灵远的手指 你牵牵我好不好 骆灵远却将手避开 夏福动作一将 下意识咬住了唇 果然有什么不一样了 骆灵远之前都会配合着他 现在却不会了 像是印证他的不好预感一般 骆灵远轻声道 一个月快到了 骆公主吃醋了 后果很严重 夏福听到骆灵远提起一个月期限 眼眶瞬间红了默默地收回手锤下头 他们俩的开始 本就是他一厢情愿 骆灵远只答应是一个月 他也自信满满 以为一个月后骆灵远肯定会喜欢自己 最开始不过就是想要一个机会 夏福又想哭又想笑 与追男格曾杀什么的都是骗人啊 回去后他们还觉得玩得不够尽兴 骆灵远会吃完饭去唱歌 骆灵远也拿出手机 给吴博发短信让人不用过来接他 方骁凑到骆灵远身边问他 跟你女朋友怎么了 怎么还把人弄哭了 骆灵远收起手机 眉头也皱紧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往前送 方骁一下窜远了 还对着骆灵远做鬼脸 骆灵远拿着手机思考 该怎么跟夏福说分手的事 姑娘家需要面 她可以对外说是自己被甩了 但这种事在手机上说 怎么样都不太正式 还是将手机收了起来 打算见面了再谈 这时他听见不远处 石班队长在问于晗为什么不来 于晗说今晚还有事要忙 就不去了 骆灵远听到于晗不去顿时就觉得失落 队长见说不动只好同意放人 转身和别的兄弟走了 于晗看了眼手表准备走 骆灵远就在后面喊住他 骆灵远小跑上前让他一起去玩 没等于晗拒绝又说道 你今晚是要打工吧 一晚上多少钱 于晗脸色一冷 不用 为什么 就跟这次一样 你带大家玩 今晚你带我玩就行 有偿的那种 于晗听到他的话 眼神一点点沉了下来 我告诉过你 不要拿钱来开玩笑 从来没被人这样甩过脸色的 骆灵远猛住了 愣了半天他才抬腿追了上去 直到追到路边 看到有人在跟于晗说话 骆灵远不敢上前了 他认出来那个人 是被他遗忘在脑后的任意 那两个人看起来很清静 起码在骆灵远看来 这种气氛是旁人插不进去的 他转身一步步离开 没回头没什么好看的 他何必像个可怜虫一样 躲在一旁羡慕 于晗不至于让他到这种地步 晚上吃饭唱歌 骆灵远始终兴致不高 方骁倒是精力充沛 一直在玩还提议去下半场 石班队长有些为难 方骁爱了一声还想再劝时 骆灵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走吧 去喝酒 这是骆灵远第一次这么配合 友情提示男孩子在外面 也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啊 不然就会像骆公主一样 被人捡走的 骆灵远看到于晗和仁宇那么亲密 醋得破天荒答应和方骁去喝酒 他坐在旁边闷闷滴一杯又一杯 有人特意去跟他搭话 被他颇为冷淡地挡了回去 方骁注意到后就赶紧上来打远场 小远跟女朋友吵架了 就让他喝吧 一会我把他给送回去 方骁虽然有心要关注骆灵远 但班上其他人玩得气氛正嗨 必轮酒喝下来 等方骁再去找骆灵远 才发现骆灵远不见了 喝醉的骆灵远闷闷地蹲在街头 他第一次喝这么多酒 醉得晕晕乎乎的 觉得嘴里干得要命 想站起来腿又发热 这时有位穿着高跟鞋的小姐姐 站到了他面前 柔妹问他 弟弟 你没事吧 骆灵远不想说话 将卫衣的帽子拉起来 盖在了脑袋上 女人没走反而蹲下来 他伸手俯伤骆灵远的脸 你不舒服吗 脸好红啊 跟姐姐回家好不好 骆灵远皱着眉 咬着牙不能出声 他怕他张嘴就要吐了 他现在胃里翻来覆去 要是真吐出来 那得多脏 女人看到蹲到一边 避开他的调戏的骆灵远 觉得可爱极了 更加兴致勃勃又哄道 我家离这里很近哦 明天还能开车送你回去 见骆灵远没回话 他又回身搂住了骆灵远的腰 在他的脖子上嗅了一口 好好闻啊 洁癖的本能让他推开的女人 更想吐了 女人没被人这么嫌弃过 脸色都轻了把人推开 问他什么意思 这一推本就难受的地方疼得要命 骆灵远捂着嘴响走 女人没想到都领到车边了 小奶狗竟然就要跑 他追了几步 就见小奶狗一头 撞进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里 看着也年轻 手里还提着一大袋垃圾 小奶狗瞬间猛退几步 蹲到旁边吐了出来 于晗将垃圾扔进了桶里 站到了最呼呼的骆灵远身边问他 还起得来吗 后面的女人好不容易看上个顺眼的 他不甘心地问他们是不是认识 于晗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女人被蹬这么一下 心想这酒保长得虽帅 脾气倒不好 骆灵远难受地蹲在墙边 让于晗不要过来 女人笑了 看来他不认识你啊 他上前想要将人扶起 没想到被于晗抢先一步 他直接伸手提起了骆灵远的脸子 骆灵远眼皮都红了 他挣扎着 你刚抓过垃圾袋 于晗毫不客气道 你还吐了 更脏 骆公主吃醋把自己喝醉了 居然还会和于晗撒娇 看骆灵远差点被不知名女人捡走 于晗一把抓起地上的骆灵远要带他走 骆灵远气的眼睛都红了 还嫌弃于晗抓了垃圾没洗手 于晗松开了他的脸子 看向了还等在一边的女人问 你要跟他走吗 骆灵远迷茫转头 这才想起了有一个人还在旁边 这位大姐你是谁 女人翻了个白眼 知道今晚是没戏了 直接回到了自己车上 走之前还相当有个性地 朝他们比了个国际手势 于晗看着唯米不振的醉鬼 没好气问他在这里干什么 骆灵远比他还激动 你以为我是来找你的吗 别想太多 是他们非要来这里喝酒 于晗不接话 拿出手机问他家在哪 要给他打车 骆灵远心里酸的要命 也不知道在酸什么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 于晗觉得自己算是尽了义务了 本来他就不该多管闲事 好吧 骆灵远气势汹汹要走 没两步又跟失去骨头一样 软了下来 蹲在马路边 于晗又好气又好笑 你又闹哪出 骆灵远将脸从双臂中抬了出来 他吸了吸鼻子道 于晗 我胃疼 于晗似笑非笑地朝他伸手 抓过垃圾带的哦 骆灵远干脆利落地攥住他 我还吐过呢 谁也别嫌弃谁了 最后于晗还是把人带回了自己家 骆灵远第二次来到于晗家洗澡 已经轻车熟路了 于晗个子高衣服也大 骆灵远穿好后 领口将锁骨都露出大半 松松爬爬往下 他自来熟一样问于晗有什么喝的 于晗眼睛不离作业 头也不抬 厨房有烧好的开水 水壶下面的柜子有一次性杯 骆灵远呜呜了一声 转身就去了厨房找水喝 于晗在外面就听到厨房传来当当当的声音 见骆灵远好一会没出来 他疑惑地上前去查看 自己上次不小心踢到脚趾头的事 于晗有些好笑说道 这里是厕所不是厨房 而且马桶又不知道疼 你踢了也没用 骆灵远被吓了一跳 慌乱地瞪着于晗 脸颊放红道 我就是随手拍拍 于晗则露出一副 你看我姓妈的表情 于晗终于在骆公主不经意的撩泊间不淡定了 骆灵远洗完澡就去倒了杯水 水是刚烧开的还很烫 骆灵远倒了一整杯 端着走到了于晗身后 鼓着腮帮子吹气吹了半天 最后喝的时候还是被烫到了嘴巴 他虽然没有出声骚扰于晗 但他小声喊他 又郁闷地抽着凉意 实在很难让人不去在意 于晗放了笔 转过头 一眼就看到骆灵远被烫得通红的唇 一截舌头还吐在外面 骆灵远见于晗盯着他看 动作一僵 赶紧收了舌头 我喝完水就走 于晗从椅子上起来 顶上的灯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照住了骆灵远 背光的原因 他双手都捏在了杯子上 有些委屈道 真的 等水喝完了就走 衣服我也会买新的还的 不肯要他的钱 那新衣服总得收吧 于晗却越过他 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端着一碗冰回来 还捏着双筷子 插着冰中间的圆孔 将冰送到了他嘴边 张嘴 骆灵远愣的张嘴 将冰寒进嘴里 于晗将碗里剩下的冰 都倒进了他杯子里 水的温度瞬间就降了下来 变得可以入嘴了 于晗将碗随手放到一边 坐回椅子上 重新埋头写起作业 他没有驱短骆灵远 但也不太在意 这个人到底在自己家 要待多久 于晗专注地写着作业 偶尔还是能够听到 身后的声音 骆灵远含着冰 就像含着快糖一样 牙齿碰在冰上的声音 脆生生的 连带着不断的吞叶声 还张嘴小口呼着冷气 扑在了于晗的后颈跟上 于晗钻紧了笔 在他吃到第三块时 终于忍无可忍 转头就动手 想叫人赶紧把冰吐出来 不要再往他脖子上吹气 他突然发作 骆灵远在猝不及防下 被他捏住了脸 一双眼都瞪扭了 于晗手指不客气地 捏着那鼓鼓软软的腮帮子 吐出来 骆灵远先是惊讶 后是生气 还没人敢这样碰他的脸 还命令他把嘴里的冰吐出来 他怎么了 不就是吃了两块冰吗 用得着这么小气 骆灵远单手抓着杯子 一手捏着于晗的腕部 快松开 于晗松了不成 竟然这样动他 骆灵远不经意吃着 冰块不实的哈气 冷气吹在于晗泼梗上 结合他嘴巴发出的声音 就变了味 他终于忍不住 上前捏住骆灵远的下巴 让他把冰块吐出来 其实动手之后 于晗就有点后悔 男生和男生之间 很多时候都没那么讲究 他的行为也是下意识而为之 但这举动放在 讲究又洁癖的骆小公主身上 就算得上冒犯了 他收回手 感觉到掌心有些潮 他不自在的衣服上蹭了蹭 本来没别的意思 但落进骆灵远眼里 就有别的意思了 这已经不是于晗 第一次嫌弃他了 他们两个之间 到底谁才是洁癖 没等骆灵远出声质问 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于晗一下就走到了电话前 将电话接了起来 骆灵远在一边 拿了张纸巾 恨恨地擦嘴 一眼神在于晗身上厮杀着 他听见于晗声音颤抖又沙哑 敏锐地感觉到 拿出了一个银行卡和一打现金 于晗将那些都塞进背包里 就匆匆跑到了玄关处穿鞋 直到要出门了 他想起回头跟骆灵远道 酒醒了就回家吧 门关上就行 不用反锁 骆灵远也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搭错 他追了上去 出什么事了 我跟你一起吧 于晗却疏离又客气道 不用了 这是我的私事 他刚想出门 却被骆灵远抓住了手艺 于晗错落望去 骆灵远看了眼他的背包 如果你钱不够呢 于晗没有说话 骆灵远又说道 带上我吧 我可以进 我没拿钱开玩笑 这次真没有 于晗的外婆半夜 被紧急送进了手术室抢救 现在还在手术中没出来 于晗靠在墙边 后脑勺抵在墙上 眼皮困倦地轻轻递起 却不是放松的姿态 骆灵远看见他 揣在兜里的手段成了拳 手臂血管用力鼓起 轻轻颤抖着他在害怕 他拿着饮料递给了于晗 于晗睁开眼 有些无力地说 谢谢 你回去吧 很晚了 骆灵远去说没事 自己回不回家都可以 于晗揉了揉眉心 我现在没精力照顾你 这话简直戳疼了骆灵远 他想说谁让你照顾了 可是这种情况 此时此地实在不适合争吵 他只能忍下等于晗外婆 没事了再算账 骆灵远半夜 和于晗一起去了医院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于晗 露出这样的表情 像个生怕被丢弃的小孩 于晗见他不走也没再理他 眼睛直直地望着手术室 骆灵远问着气 突然听见拉电声 于晗脱了身上的外套 将带着体温的外套丢到了他腿上 温冷的衣服冲淡了他膝盖的冰冷 骆灵远愣了一下 转头发现此刻的于晗 就跟个小孩一样 全是紧张与无措 他害怕里面的人丢下来 他安慰着说 没事的 我直觉外婆不会有事的 于晗双手抱住了膝盖 下巴挨着手臂 进了一会才到 你的直觉有什么用 骆灵远小声道 我们双子座直觉都很准了 这样无厘头的话 于晗也不知道该不该笑 这时手术门开了 医生从里面走出来 于晗立刻起身迎了上去 但是膝盖一软 差点没站住 骆灵远这时撑了他一把问道 医生 外婆怎么样了 没事吧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再观察一晚就能转回普通病房了 骆灵远松了一口气 见于晗还是没说话 便赶紧道 谢谢医生 医生辛苦了 太感谢你了 直到故事上前引他们去缴费 于晗这才回神拿着包去缴费 骆灵远全程跟在于晗身边 虽然对医院费用没有太多概念 但见于晗一下就缴了三万块 哪怕是当了快十八年的小少爷 骆灵远 都知道这个数目很大 于晗只是个高中生 那都是他一分一厘都是心土攒出来的 骆灵远就觉得心头又酸又长 很难受 他让于晗起家休息 天都快亮了 于晗眼神疲倦 不用 谢谢你 你快回去吧 骆灵远盯着这人 你还要去上课 于晗随口道 放心 骆灵远觉得闷要命 你要不要照照镜子 看你的脸色糟糟成怎么样了 这样还怎么学 你成绩这么好 不上一天也没关系了 于晗叹了口气无奈道 有关系 我成绩不够好 起码远远不到我的目标 时间对于我来说太值钱了 一天都不能浪费 也没有浪费的资格 骆灵远见人不听劝 又气又急 却也不能说你别打工了 你外婆的医药费我可以帮你 他怎么帮 以什么身份帮 骆灵远第一次遇到如此棘手的事 直成巴黎铁塔的于晗 终于被骆公主打动了 骆灵远看于晗 在医院守了一晚上没睡 还要去上课 他又气又急 自己又没有身份帮他 再过一个小时就天亮了 见人劝不动 他只能让于晗 吃一顿饱度的早餐 学校食堂内方骁 看见骆灵远破天荒的买了杯咖啡 他将脖子伸的老长 想看骆灵远到底是给谁送咖啡 谁知骆灵远越走向了于晗 方骁心里直犯迪骨 这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 也太好了点吧 骆灵远傲娇的把咖啡递给于晗 说要请他喝 于晗接过咖啡 回了他一个暖暖的微笑 骆灵远送完咖啡就走 压根眉里热情于晗旁边的班长 要留他吃饭 他嘖嘖地看着离开的骆灵远 这个骆同学 就是性格冷了点 其他都还好 长得也挺好看的 要是这五官是女生 我也就不追他们班上的班花了 追他得了 于晗垂眸敷衍的应了一声 打开了咖啡喝了一口 眉头微皱太甜了 班长有些吃惊到 他长得不好看 于晗一言难尽地望了他一眼 你确定我们要在这里 讨论一个男生好不好看 班长缓过神来 爱 也是 感觉叽叽的 于晗放下咖啡 点评了一句 是好看 骆灵远坐到芳霄对面 刚刚还因为酒醉 没什么精神的芳霄 举着筷子原地复活 气势汹汹地指他 坦白从宽 骆灵远抬起筷子 隔开了芳霄的 喝你的汤废话多 芳霄握紧拳头 你很奇怪啊最近 骆灵远挑没道 不就是交个朋友吗 你不是一天到晚 让我多交几个朋友吗 芳霄细睛地捂住胸口 虽然是这么说 但看你真被其他 小妖精都引走了 我又好难受 骆灵远伸手去拿那碗汤 做事要倒掉 那你难受着吧 汤也别喝了 芳霄赶紧把汤抢下来 是人骂你 连汤都不给我喝 骆灵远几乎没怎么吃 芳霄碎碎念叨 你这样不行啊 会营养不良长不出鸡肉的 你吃了那么多肉 也没见你长出鸡肉 这话可就戳到芳霄的痛脚了 他瞪眼道 我还在发育 骆灵远冷笑 于晗也还在发育 他鸡肉已经长好了 人家肉吃的还没你多 芳霄不服气 你又知道了 你知道他什么 你看过还是摸过呀 骆灵远没有注意到 站在自己身后的于晗 还在继续夸着于晗的腹肌 于晗就是有八块腹肌 全是硬的 我不用摸也知道 在背后讨论于晗的腹肌 被抓包有多射死 骆灵远都实话了 芳霄看到于晗过来 挤眉弄眼地提醒骆灵远 谁知骆灵远还在 喋喋不休地夸着于晗的腹肌 他第一次看于晗打球的时候 那人撩着衣服擦汗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 芳霄不应他的话 继续挤眉弄眼呢 没等骆灵远反应过来 一瓶小小的望仔牛奶 就放到了骆灵远手臂旁边 于晗道 谢礼 骆灵远僵硬地转过脸 甘尬羞愈欲绝地射死现场 盯着那望仔牛奶陷入沉默 班长很没眼力 竟插着腰哈哈地笑道 阿渔的腹肌是很厉害 上次仰卧起坐 就他破了记录呢 说完他又伸手想拍骆灵远 骆同学你可以加入篮球队练练 也会有的 于晗皱了皱眉 看着他差点要碰到骆灵远的手 上前拦住了杨席的手带声道 走吧 该回去午休了 放学的时候 骆灵远等在石板门口 戴着耳机 单肩背个书包 比在墙上等人的样子 就像一道好看的风景线 于晗将作业一份份收进书包时 就感觉到四周的躁动 抬眼一看 果然就看见骆灵远在门口 他动作变慢下来 好半天才收拾好书包 元宇走了过来问他 一起走吗 于晗一时没答话 再往门口一看 下福走到了骆灵远面前 仰头同他说话 俊男美女 阳光都跟偏心似的 满满落在他们身上 美好的像不偶像句 元宇顺着他的视线探取 赞叹了声 好配的两个人 在他人口中 好配的两个人 正面对面对峙着 下福冷淡道 找我 又看了眼斑里 察觉到了大部分人 往这边窥探的视线 表示换个地方谈 两人来到他们 第一次谈话的地方 一家甜品店 他们从这里开始 也要从这里结束了吧 下福有些失神的想 骆灵远给他 点了杯紫米酸奶 和芒果干净 他完全记得 他第一次来到底点了什么 爱吃什么 下福甚至觉得 骆灵远记忆力不该这么好 也就不会让人 无端生出这么多希望了 骆灵远做到 他对面醋眉为难 欲言又止的模样 下福从来都是勇敢的 他可以开口索要一个开始 也能开口结束一切 我们分手吧 是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骆灵远终于把下福 叫了出来说分开的事情 他正纠结这么开口 下福像看穿了 他给的台阶 于是开口先说了分手 骆灵远双手合十 眉宇间有些欠然说好 下福眼眶一下热了起来站起身 没想到半路被骆灵远拉了一下 他看向自己爱过的男孩 骆灵远望着他 轻声道歉 下福眼泪顿时空不住了 落了下来 这又有什么好道歉的 不喜欢这种事 没有谁对不起谁的 处理完下福的事情 他买了一袋橘子去医院 探望于晗外婆 刚到大堂骆灵远 这有点猛 他不知道于晗的外婆 是在哪间病房 他站在大厅 一脸茫然地拿出手机 准备给于晗电话 第一次播出 没接通 骆灵远准备打第二次时 他跟一个人对上了眼神 骆灵远身体僵住了 那个人也有点惊讶 甚至还有些愁愁 好像不知道该不该跟他打个招呼 人羽拿着个热水壶 站在不远处犹豫了一回 还是慢慢地走了过来 好巧啊 骆灵远没出声 一声不吭跟在他身后 也进了电梯 人羽莫名感觉背后发麻 只好硬着头皮问道 你家里也有人生病住院了吗 骆灵远没有回答是或不是 反而问他 你家里有人住院吗 人羽抬起水壶晃了晃 差不多吧 我来看顾老人家 骆灵远直白道 是于晗的外婆 任羽动作一顿 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微妙 骆灵远想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可是想到天台那个吻 他又觉得自己这个问话太多余了 还能是什么关系 都能拜托这人来看自己外婆了 怕不是毕业就要领证了 骆灵远有些嘲讽地笑了笑 伸手把水果递了过去 人羽有些莫名 骆灵远拿着手机晃了晃 刚知道我要看的人不在这 这些送你了 给外婆吃吧 人羽看了看有些为难道 这个老人家不能吃这些 呃 外婆也不能吃橘子 会上火 容易咳嗽 骆灵远又将橘子接了回来 一时兴起过来 拿着不合时宜的礼物 操着不被需要的关心 最后只能落得个难堪收场 骆灵远找了个地方 包了大半袋的橘子 橘子太酸了 一点都不甜 酸得都快让人掉泪了 骆灵远的手机震了起来 是余晗的来电 他看着来电显示一会 最后还是挂了 他将剩下的半袋橘子 扔进了垃圾桶里 他再也不要吃橘子了 吃得他难受 骆同学吃醋 把自己吃到生病 也是没谁了 从医院回到家后 他体质差大半夜 就开始闹起了肚子 只能和学校请假 隔着骆灵远请假后 把芳霄给羡慕的 他趴在高高的书后 拿着手机给骆灵远发消息 这时有人喊了方骁一声 他抬头发现是杨琪和余晗 他们是来找方骁一起 参加市区篮球赛的 方骁一口同意了 还提议晚上一起吃火锅 这时余晗在旁边 说自己晚上就不去了 杨琪知道他的情况 也没多留让他放学后 一个小时的训练要来 余晗闻了一声 视线越过他们俩 往班级里看去 方骁留意到他的目光 告诉他骆灵远今天没来 他昨晚肠胃炎 所以请假了 得下午才来 余晗收回视线 停在方骁脸上没说话 方骁有些尴尬摸了摸脸 你不是来找他吗 杨琪却解释说 老鱼是顺便陪我过来说事的 方骁傲了声 心想难怪呢 他还就说余晗怎么会过来 明明这个班 好像也没有和他很熟的 骆灵远喝着粥 突然收到余晗的信息 他激动地把筷子都放下了 吴伯还想劝他多吃点 乃知道骆灵远挥挥手 一会吃 肯定吃 我现在有要紧的事情做 他瞪着屏幕 就该昨天问了 现在才来问 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他想要将手机放下 犹犹豫豫 最终还是不争气回答 没事 打错了 下午骆灵远正准备回学校 结果发现自己爸爸回来了 骆傅非常忙 骆灵远能见到他的机会不多 但两父子的感情还是很不错 他摸摸骆灵远的脑袋 问怎么没在学校 骆灵远乖巧地 把自己肠胃炎的事告诉了骆傅 还撒娇要他送自己去学校 到了学校 骆灵远依不舍地走下车 骆傅却喊住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卡给他 过几天就是你生日了 这钱你到时候 请同学们吃或者玩都行 骆灵远扶着车窗 爸爸你不是回来了吗 我跟你还有妈妈过 骆傅表示自己 马上就要去香港出差 然后让林叔快点回家陪他 骆灵远有些失落 但还是接下了他 刚站起身就看到于寒 骆灵远嘴巴张了张 也不知道该不该打个招呼 还是先回答他爸 要是于寒当没看见他 直接走过去怎么办 骆灵远看看他 又望向骆傅 看到一个同学 谁知于寒这时已经走到了车边 自然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叔叔好 喜欢一个人真的会上一秒 还在生气 下一秒就开始心疼人家 骆灵远想和于寒打招呼 又怕被忽视 结果于寒不但自然地跟他示好 还礼貌地和他爸爸问好 骆灵的表情却有些微妙 他直直地看着于寒 眼神专注地打亮着 骆灵远莫名地紧张起来 他问了我全才介绍 爸爸 这是我朋友于寒 骆灵紧盯着于寒问 是哪个鱼 于寒自然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甚至还跟骆灵聊了几句 骆灵笑了笑 缓和了眼神的压迫感 你长得跟我一位就有很像 又和骆灵远说道 小远 我很喜欢你这个朋友 下次记得带他回家吃饭 骆灵远也不知道骆灵喜欢于寒哪里了 分明骆灵对他的其他朋友惯来都淡淡的 方笑他们更是直言害怕骆灵 难道是因为于寒很有长辈缘 能让骆灵刚见就喊着让他带回家的 实在太少见了 他垂谋道 爸爸很喜欢你 有空来我家玩吧 于寒没说话 骆灵远一下就炸毛了 他不知道于寒为什么会上来打招呼 现在又为什么不搭理他 他余光瞥见于寒手里拿的是打包的外卖 他又开始心态 一个正值青春期长身体的学生 就吃一盒炒粉 于寒的步伐突然停了下来 回头望他 你身体好点没 这个话题跳跃的骆灵远有些猛 你怎么知道的 于寒又道 袁宇说昨天在医院看见你了 骆灵远又炸毛了 怎么又是仁宇 嘴巴几乎都要撅起来唠了一声 于寒看他嘴巴都嘟起来了 笑了笑问你又什么 你是不是又要教训我了 比如别擅作主张去看你外婆呀 我们俩并没有这么熟啊之类的 于寒觉得有些好笑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了 你想去看看他吗 骆灵远悠悠抬眼 可以吗 那我们放学后去吧 骆灵远很开心觉得于寒有点打脸 之前还一脸凶巴巴的说 在学校不要跟我装认识 现在是于寒自己主动来打招呼 主动说要带他去看外婆的 可不是他自己缠着磨着来的 他一脸憋不住的笑 被于寒留意到了 问他怎么这么开心 骆灵远瞬间板起脸 还好 你哪只眼看见我高兴了 见于寒没有要去食堂的意思 又多嘴问道 你中午就吃这个 于寒晃晃了晃手上的袋子说 味道还不错 于同学这个傻大个终于出手了 真是甜死我 骆灵远看到于寒中午就吃一个炒米粉 想给于寒加点菜 便说自己没吃午饭 让他和自己去食堂 没想到于寒一口拒绝了他 甚至都不带犹豫的 一眨眼人已经走到了石班门口 跟他说了声再见 直接就走进班里 像骆灵远正在门口 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 石班是个干大地方 里面有他的前任 有于寒的线任 骆灵远看了眼班集排 往自己班上走 于寒回到自己位置准备解决午餐 不远处的女生围坐堆在聊天 讨论着刚刚骆灵远过来 是不是想来找夏福和好的 夏福眼皮发烫 只觉得憋了好久的眼泪都快憋不住了 他很清楚骆灵远不可能来找自己 骆灵远回到班里 方骁就一阵抱怨自己 一早上有多孤独寂寞了 直到骆灵远从书包里 拿出了最新的游戏光碟 方骁这才惊喜地住了嘴 结果游戏光碟后 便让同学们一起去他家玩 骆灵远表示自己有事去不了 方骁大咧咧道 你有啥事啊 你不是都分手了吗 现在都单身人士了 骆灵远不以为一嘴角露出一抹像 说自己就是有事 放学后他和于晗一起上了公交车去看外婆 然而上去公交车不到半分钟 他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些扶手都被无数的人碰过摸过 骆灵远是死也不想碰的 只能抱起双臂 双腿微分 打算就这么靠平衡赶行过去 于晗见他这样也怕他摔 无可奈何地让他抓紧自己 骆灵远瞅了他一眼没动 下一秒于晗就揽住了他肩膀 将他几乎是半抱着搂了过去 骆灵远被吓猛了 他下巴都贴到了于晗的笑谷 脸颊旁是于晗的景象 他近距离感受到了于晗的体温 还有他的气温 肤天带地都是于晗的味道 骆灵远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轰隆隆的 耳边全是他的心跳声 于晗的动作很随意 只是松松地鼓住他 只有公交车晃动得特别厉害时 他会用力撑住他 免得他摔倒 骆灵远全程埋着头 左手抓着于晗的书包带 右手拿着手机 假装无视地刷着手机 实际早已满面通红 他觉得没什么好脸红的 大家都是男生 这样就脸红太奇怪了 但是脸颊上的温度 根本不是他能控制的 包括失序的心跳 骆灵远这个洁癖怪贤 公交车上的把手脏不肯抓 于晗怕他摔倒 就把人扣在怀里 还让他不要玩手机 骆灵远不服气地抬眼 他想说于晗跟他是同辈人 这样教训小孩的语气 有点过分啊 他当掀起眼睫 迎上于晗双眼 想说的话就通通忘光了 骆灵远第一反应是觉得 好看好想伸手碰一碰 好想亲一亲这个睫毛 乱七八糟的想法撞作一堆 导致骆灵远想得太多 嘴巴上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跟傻猪了一样 只吃吃地盯着于晗 唇角微张 像是要辩驳又忘了词 这时公交车一个急杀 骆灵远不妨下往后倒 于晗手臂揽上了骆灵远的腰 将人狠狠抱进了自己怀里 之前他只是轻轻扶着这个人 没有要过度接触的意思 他只是想着骆灵远既然不愿意 跟抱在一块意思完全不一样 于晗尴尬地按着骆灵远的肩膀 让人站稳了 刚想问没事吧 然后他就看见了骆灵远疼红的脸 还有那不安眨洞的睫毛 骆灵远几乎不敢看他了 一双手却紧紧抓着他的衣角没松开 他问到骆灵远身上淡淡的草莓奶味 甜丝丝的味道在人鼻腔磨蹭的 有点缠染 于晗当机立断将人推开了 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纸巾 放到了骆灵远手里 让人隔着纸巾扶着扶手 骆灵远看看手里的纸巾又看于晗 那些无端生出的柔软和躁动 一样又失控的情绪 从他身上一点点冷下去 他清醒过来了 没有多说话 隔着纸巾扶在一边的椅子上 他们俩都没在交谈 沉默一路直到抵达医院 两人进了病房外婆醒着 精神很好地和他们聊着天 外婆伸手让骆灵远过去 温热地手抓着骆灵远双手 不断轻拍 于晗甚至没来得及阻止 他侧眼打量骆灵远 意外地发现这个小公主 一点脾气都没闹 但看起来有些无措 不是因为洁癖 而是有点像不知道 该怎么应对他外婆的亲热 回去时于晗解释着 说不好意思 外婆不太有分寸 骆灵远闻言却生气地瞪他一眼 我有说什么吗 你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于晗认输道 好好好 我们走吧 时间不早了 木头脑袋的于同学 居然关心起了骆同学的私事 回去路上于晗突然问他 你分手了吗 骆灵远惊讶看向于晗 你怎么知道的 嗯 分手了 于晗又问 是有什么原因吗 骆灵远停了动作 哪有什么原因 分手就是分手 没有原因 他听见于晗意味深长道 不是因为旁人吧 骆灵远猛地抬眼 好半天才道 你觉得是因为谁 于晗却轻描淡喜地一开视线 我也觉得没有因为谁 骆灵远站在原地 努力平复着因为于晗的话 惊起的惊涛骇浪 还能因为谁 什么原因都没有 骆灵远晚上回家后 意外地发现骆灵远也在家 饭桌上骆灵远 筷子剥了剥碗里的米饭 有些闷闷不乐 骆灵远看出来了打句道 和同学吵架了 骆灵远摇头否认 没有 没吵架 他今天还带我去看他奶奶了 骆灵远眼感兴趣地放下筷子 你们关系这么好了 骆灵远就把他和于晗的事挑着说了 包括于晗的家庭里只有一个外婆 外婆现在还在住院的消息 骆灵远一直严肃地听着 严肃地过分了 他一直没说话 眉头紧皱 骆灵远察觉到了 有些不安道 怎么了爸爸 骆灵这才露出个倾向 没事 就是没想到你这个同学日子这么艰难 很不容易呢 骆灵远低下头 是啊 很辛苦 晚饭后食指不沾阳春水的骆灵远 进了厨房让厨娘教他怎么泡杯咖啡 他端着刚刚做好的咖啡端去给爸爸 走到书房门口 却通过扮演的门缝听到了 骆灵压抑着愤怒的声音 他对着电话那边连名待姓地 喊着灵叔的名字 是他自己的妻子 骆灵远的生母 他们俩在吵架 意识到这一点的骆灵远不敢敲门了 他听到书房里传来砸东西的声音 他缓缓后退 安静地离开了书房 他疲惫地躺在床上 突然手机里亮起了一条微信 是于寒的 为了感谢他要给他带小菜 骆灵远盯着那微信 久久没回 于寒大概是见他不回 又来了一条 不方便收嘛 能理解 骆灵远这才编辑了一条微信过去 带去学校给我 于寒又回了句 放学的时候给你吧 放心 食物味道还不错 也干净 骆灵远更郁闷了 回了句我有说什么吗 就这么介意自己的洁癖 骆灵远生日居然要于寒下面吃 骆灵远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他现在太脆弱了 也委屈 那些不好的情绪迷住了他的心智 他竟然跟于寒说 过几天我生日 你有打算送我些什么吗 这个问话发出去 骆灵远就恨不得把手机吞进肚子里 毁失灭解 于寒已经几次三番 在他们俩之前画下了界线 骆灵远又没那么蠢 连这些都看不出来 他现在怎么好意思跟人要礼物 脸皮太厚了 骆灵远脸颊发着烫撤回微信 于寒却已经看到了回到 成年的生日 你撤回干嘛 发错了 既然是18岁的生日 我送你一杯成人酒吧 骆灵远说到时候 要跟朋友一起庆祝生日 没空去酒吧 于寒笑了笑 说开玩笑的 你不能喝酒 骆灵远有些赌气 说别小看他 于寒见识过了 蹲路边差点被人骗走 说不开玩笑了 太贵的我也送不起 给你带碗长生面好不好 有眼泪打在了屏幕上 骆灵远回来就好 关于生日 骆灵远没打算大办 但是骆家的意思是 专门开一场成人宴 这是每个骆家孩子 都必须要经历的 知道他家里要大办后 方骁和李宇杰他们都表示 实在去不了 那种社交场合还要穿正装 听起来怪麻烦的 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屁还能去的 实际上也是 那种成人宴确实无聊 自小被家中长辈 带去参加大大小小宴会的 骆灵远深有体会 他只好换了个安排 提前过 放学后去吃饭唱K 再去方萧家切蛋糕打游戏 这个安排引来一致赞同 骆灵远见自己朋友高兴 自己也安心 只是那位说 要给他送长生命的人 会不会来呢 他在微信上试探性的疑问 果然于寒说自己去不了 骆灵远看着这牌子 忽然一股玉灶涌上来 刚开始他也不想要面 是于寒自己主动提着要给他 让他有了期待以后 又不肯给他了 哪有这样的道理 真讨厌 但是他也不可能真早去于寒家 就为了吃一碗面吧 这样多掉份 感觉他上赶着求于寒 给他一份生日礼物 骆灵远气的脸都红了 之后就跟冷战一样 他和于寒本来联系就少 这下直接断了 骆同学维护自己老公自尊的样子好 日子说快不快 一转眼也就到了骆灵远生日那天 骆灵远没什么胃口 胃里还烧着呢 因为昨晚喝了点酒 对面前的浓汤喝了几口就喝不下 凌书看见了 便冷声道 你才多大就学人喝酒了 你爸爸是这样教你的吗 骆灵远有些窘迫的重新拿起餐具 不是的 妈妈我会喝完 骆婷将餐具放下 拿餐巾叉子 能不能让人吃一顿安生饭 凌书也跟着放下餐具 提着裙子就离开了 一顿饭吃得他很不消化 吴伯过来带他出去 让他看场地布置得如何 毕竟是他的生日 骆灵远无事可做 又不想回房就跟着出去了 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位 绝对不可能看见的人 他瞪着人群中 穿着试着衣服的于寒 惊讶地要命 于寒怎么会在这里 等等他在这里干嘛 骆灵远下意识就躲在后面 不想让于寒看见他 对人情事故一点不懂的骆公主 都知道这样会伤他自尊有多尴尬 他找到吴伯说 服务生里有自己的同学 问能不能截了他的钱 那一群人 好的小少爷 哪位是你的同学呢 骆灵远偷偷探出脸 朝于寒身上一指 吴伯定睛一瞧 突然挨压了声 那位男士好像是老爷特意找来的 爸爸和于寒 这两个人怎么会扯上关系 难道是因为上次 他跟爸爸说了于寒家境困难 所以爸爸特意给于寒 找了这样一份工作 但怎么能这样呢 爸爸没考虑过这其实挺伤自尊吗 尤其是今天这样的特殊日子 万一他请了班上其他同学来 那于寒在他生日宴上打工的事情 不就大家都知道了吗 骆灵远实在是有些气愤 他觉得骆灵这样的做法太欠考虑了 他大力推开了书房的门 骆灵在里面正在开始训会议 他压着耳边的蓝牙耳机 用流利的英语继续开会 却用严肃眼神隐隐警告 不敲门就闯进来的骆灵远 被骆灵这么一看 骆灵远瞬间掩齐膜 转身小心关上门 端正地坐在沙发上等骆灵开完会议 骆灵的英语很好 当年的成绩就相当不错 虽然家事好 却也没有因此骄纵 在大学的时候更是学霸 唯一反骨的是 当年在自由恋爱的时候 有个很喜欢的姑娘 后来还是接受家里安排 跟他妈林叔结婚 骆灵远以为于晗出现在自己家 是爸爸故意想让于晗出球 他不打招呼就闯进书房 好不容易等到骆灵结束视讯会议 骆灵远从沙发上站起身 爸爸 你为什么找于晗过来 骆灵面色严肃道 你知道你刚刚的行为多没礼貌吗 骆灵远有些色缩 但他为了维护朋友 硬着腰板道 你擅自找我朋友来这里打工 也很失礼 骆灵远不怎么在意道 他需要钱 而我不过提供他一个工作机会 怎么失礼了 骆灵远被堵得险些反驳不了 你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场合 骆灵却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跟他说 你觉得他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很丢人 骆灵远气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骆灵远接着说 你觉得我既然给了他这样一份工作 他会不知道今天来干的是什么吗 骆灵远听到这里就彻底说不出话了 骆灵远是指点了点他 你啊 不如你同学 骆灵这时突然拿起书房的电话 吩咐楼下的人将于寒带上来 骆灵远一下急了 你干嘛叫他上来 骆灵远又委屈又生气 偏偏他却没话去反驳骆灵 他不觉得于寒靠自己双手吃饭很丢人 只是骆灵有必要做得这么直白吗 他还想跟于寒做朋友啊 没一会 书房门就被敲响了 于寒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先生 我能进来吗 骆灵远四处看着 看哪里能躲人 这时骆灵还道 你同学还比你知道灵吗 骆灵远急得要命 爸爸 他情急之下 竟然直接跑到骆灵的书桌后面 钻了进去 骆灵见他这副模样 简直恨铁不成钢 你躲进去做什么 骆灵远抱着膝盖 你再逼我 我今晚就不出席这个宴会了 你对着空气庆生吧 你快把他弄走 我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骆灵无奈看他半生 最后扬声道 进来 于晗推门而入 再轻声关上门 先生找我有事 骆灵似笑非笑道 也没太大的事 你今天就忙到这里 可以回去了 于晗惊讶道 可是 骆灵感觉到自己裤脚被扯了一下 只好说 是我考虑不周 万一让你撞见了我儿子 你们都是同学 多少会有些尴尬吧 于晗面色不变说 这份工作薪酬不低 你也是看在我和骆灵远世同学的份上 踩给我的 怎么会尴尬 骆灵哈哈大笑 不错 年轻人 我很欣赏你 骆灵远知道 骆灵把于晗叫过来 是为了敲打他 但是他还是不想 在生日这天让于晗难堪 骆灵叹了口气没多说 只是从抽屉里 拿出一个丝绒盒子递给他 骆灵远接了过来 看盒子方方正正 他以为是表 哪知道打开来一看 竟然是把车钥匙 骆灵温和地笑了笑 是大男孩了 该有辆自己的车 就算是刚才有再多的不满 现在骆灵远也惊喜地说不出话来 没有男生不喜欢车 骆灵远依然 他高兴地冲出书房 打算去看他的新车 半路竟然撞见了 他以为早就离开的于晗 不只是于晗 林叔也在 林叔暴毙脸色 不善地面朝着于晗 骆灵远收了一脸笑 老实上前 妈妈你在这干什么 林叔盯了于晗一眼 我奇怪 为什么一个外人 能到二楼来 是谁将这么不懂规矩的人 带来的 骆灵远急了 是爸爸叫他来的 不是他的错 林叔不理骆灵远 话却听进去了 那还不快些下去工作 骆灵远又帮他辩驳道 刚刚爸爸已经让他回家了 林叔是从未被骆灵远 这样反驳过的 你是他代言人吗 他自己不会说话 这时于晗才出声道 虽然不好意思 但夫人您刚刚问我 时我就已经解释过了 我为什么会在这 林叔应声道 既然请了你来 哪有半路就走的道理 对其他人也不公平 于晗朝林叔点了个头 好的夫人 骆灵远不知道 为什么林叔 就是要跟于晗过不去 朝林叔大声喊了句 妈妈 林叔冷眼看着 你认识他 骆灵远还有些气 不说话 他觉得今天他父母 简直跟他作对 一个建议的给他找不通款 林叔又道 你看你为他出气 他也不见得要搭理你 这话简直扎心 刺得骆灵远咬住唇 好半天才看了林叔一眼 我知道啊 就跟你一样 我再怎么样讨好你 你也不想理我 这话让林叔面露恶然 还没来得及说话 骆灵远就擦过他 往楼下跑了 不留林叔在楼梯口神色不明 骆灵远刚冲到楼下就震住了 于晗站在前面显然是在等他 听到楼梯这边的动静 他微微侧过脸来 突然冲骆灵远笑了 骆灵远不知道这人 为什么突然对他笑 他就跟被迷住了一样 不自觉地往前走了好几个 于晗垂眸望他笑容不变 生日快乐呀 骆同学 看到妈妈为难于晗 骆灵远出面 制止并顶撞了妈妈 以为于晗会走 没想到这人居然在楼下等他 就为了和他说句生日快乐 骆灵远脸红红 我还以为你走了 你生气了吗 于晗疑惑得了一声 我为什么要生气 被人这么一反问 骆灵远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明明纯 我不要你的生日礼物了 只要你今天不要不开心 是他们不对 我替他们给你道歉 于晗看着骆灵远明显不安的脸 难道不是我来决定 到底给不给你生日礼物吗 又忍不住笑书生 开玩笑的 我不生气 礼物还是给你煮一碗面好不好 说完又觉得 今天的宴会阵将这么大 美事不计其数 他要是真把小公主 拐到他家吃面 好像还挺寒酸的 没想到他一句话却 让生气的骆灵远 重新亮起双眼 一脸期待地望着他说了声好 时间渐完 一盏盏灯火亮了起来 许多书白还特意带了 自己女儿又或者亲戚的女儿 想要介绍给他认识 骆灵远心想自己才18岁 这个年纪就相亲实在太早 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明面上他还是很有礼貌的 就是态度不算热衷 骆婷拍拍骆灵远的肩膀 带你陈叔叔的女儿去吃点东西 骆灵远只好带着女生走了 他想着女孩子应该喜欢吃甜的东西 就将人带到放甜品的桌子 结果甜品竟然刚刚好 就是于晗在分发 他弄了愣说自己也要一个 于晗装了块奶油草莓蛋糕给他 骆灵远却吃醋这个没有花 于晗听到这话就笑了 有点无可奈何又像笑骆灵远幼稚一样 又给他用草莓汁在上面勾了的图案 骆灵远接过来一看 于晗没给他勾花 而是勾了的皇冠 就是这皇冠是粉红色的 有点不太有男的气概 骆灵远看似嫌弃实则满意地 插了口蛋糕放进嘴里 得到满足的骆灵远神情也开心了许多 回然不知一旁的姑娘 以一种诡异的眼神 看看骆灵远又看于晗 端着盘蛋糕不知道该不该动 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怎么怪怪的 一场生日宴一直举办到将近十点 才渐渐散去 骆灵远一晚上都被骆灵远带着到处结交任人 累得要命 简直觉得这不像是他的生日会 更像打着他的民意组织的一场生意局 直到骆灵远生日结束 林叔也只在开头露了个面 后来就找不见人了 骆灵向吴伯问太太去了哪里 吴伯也不清楚 骆灵脸色就变了 骆灵远心知这两人怕是要吵架了 果不其然 骆灵和林叔直接在大厅就吵了起来 语气激烈声音却不高 他们都要体面 起码不能让外面的下人们听到 骆灵远站在走廊上 听隐隐传来的争吵声 只觉烦闷快要撕裂了他的心 他转身往外跑 想离开骆家 可是他不知道他该去哪里 于是又想起于晗 带我走吧 哪里都好 骆灵远冲动不过一瞬 等他看见因为他的话语 一脸错愕的于晗后 他又后悔了 其实于晗只是被他刚刚的神情吓到了而已 骆灵远站直了腰 想要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时 就听见于晗说好 骆灵远微正惊讶掀起眼皮 正好迎上于晗的侧脸 他转头朝不远处的一个 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喊道 林哥 我先回去了 于晗将身上的外套脱下 一边卷袖子一边勾起嘴角 笑得有点坏 走吧 我带你离开 骆灵远被骚得耳阔发痒 于晗的语气有些调侃 一句离开说的不像离开倒向私奔 骆灵远拉住于晗提醒他不能从正门走 会被带住的 两人一起来到后院 骆灵远盯着墙头忧心忡忡 于晗看他这副模样 开玩笑问你不会翻不过去吧 骆灵远默默地望着他 眨了眨也没说话 于晗无奈了头疼地按了额头 不行 你还是老老实实跟家里人说你要出去 你都成年了 总不会拦着你 骆灵远一脸别扭道 我不要 于晗磨磨牙 瞧着骆灵远这一副跟家里闹情绪的中二上银样 已经开始后骨 只好双手合十 让人踩着自己的手心往上跟 借力上了墙 骆灵远倒是一自信成功地就攀在了墙头 还很兴奋地朝着于晗说我上来了 于晗不怎么走心地夸了一句 很棒 于晗爬上去后看骆灵远看着底下一阵沉默 又艰难开口问骆灵远 你不会不敢跳吧 骆灵远咬牙响 上都上来了 还能带戴下去的这步吗 他不等于晗嘲笑他直接往下跳 落地姿势完全不对 于晗甚至没来得及阻止他 就看见小公主跳下来后 在地上滚了一圈 滚得灰头土脸 看到于晗想跑 骆灵远顾不上穿衣服就喊住人 不许走 我特意开这样的房 你下面给我吃 那你 这是可以说的吗 骆灵远怕被于晗嘲笑 硬着头皮从墙上直接跳下摔了个狗吃屎 当他意识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是泥土的时候 他差点没晕过去 于晗知道他结底饭了 让他回家洗澡 哪知骆灵远去咬着牙说 不回家去别的地方 于晗家太远了 骆灵远也熬不到那个时候 于晗本以为骆灵远是去附近朋友家 没想到这个人竟然直接将他带到了酒店 于晗也走不了 骆灵远刚刚那一摔不止摔脏了 还摔伤了只能一路背着他到酒店 骆灵远成年了 理直气壮地拿出钱包将身份证拍到前台上 眉眼间带着点幼稚的得意 还间豪华套房 可以做饭的那种 于晗将人送进房间就想说先走了 哪知道骆灵远脚刚挨地 就开始脱衣服 于晗甚至没来得及将门关上 他心跳都加速了几分 还有些生气 他反手快速地将门摔上 门还没关你脱什么 骆灵远根本听不进他说话 一口气把自己脱光了 一瘸一拐地跟进了浴室 于晗有些无奈地想走 想到那家伙的伤 又觉得还是得给那位祖宗买药 这时于晗发现那墨沙门冲了水后 竟然成透明的了 这设计太险恶用心了 于晗眼睛都看红了 瞪着那变成透明的玻璃门 又赶紧转过头 咳了几声欲干泥张 他逃跑式地打开门想走 骆灵远这时却探出头地提醒他 不许走 我特意开这样的房 以下面给我吃 他的意思是指 特意开了有厨房的套房 为了洗澡 也为了让于晗兑现承诺 只是此时此刻这话这人 都让于晗觉得不自在即了 骆灵远就要将自己搓下一层皮 才心满意足地关了水 洗完之后才想起来 酒店的浴巾不是一次性的 浴袍也不是 他自己的衣服脱地上的内裤也没有 门外还有个于晗裸奔几乎不可能 骆灵远微微推开浴室门 想看看门外于晗在啊 门外没人 骆灵远打算先用纸巾 将身上的水都擦干再说 骆灵远擦着身上的水 门口突然传来低卡声 于晗提着几个塑料袋推门而入 两人面面相去 一个光着一个愣着 骆灵远学习完早 才发现自己没带衣服 又嫌弃酒店没有一次性浴巾 于是想出去拿纸巾擦 谁知擦到一半于晗就回来了 被人看了个精光 骆灵远惊叫一声捂着 当往床上躲 这时也管不上床单干不干净了 掀开被子将自己下半身裹住 于晗像是被传染了 也觉得脸上热得厉害走到了床边 咳了两声 你衣服我送去酒店让他们干醒了 给你买了一次性内裤和浴巾 你先将就用着 于晗将袋子放下 就打算转进了厨房 给骆灵远一个缓冲时间 骆灵远直到感觉于晗进了厨房 这从被子探出头 将一次性浴巾拆出来 我在腰上就去厨房找于晗 于晗已经系上围裙在切菜了 骆灵远不自在地抱起双臂 企图挡一点上半身 他总觉得有些怪 实际上哪有什么奇怪的 男生打赤膊而已多正常啊 但很显然不止他一个人觉得怪 于晗回都不敢回头 让他别过来 他当洗完澡厨房油烟中 视线一直避开骆灵远 把他赶出厨房关上门 被拒绝的骆灵远气地往回走 结果不小心一不小心 踢到地上的小篮子 哗啦一阵响 篮子和篮子里的小玩意洒了一地 骆灵远蹲下身响解 却发现那些全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小方块 男生多少还是有点好提心的 骆灵远捏起一片碳上面的字 全是儿孙格替代的功能介绍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骆灵远有些害羞地叹了口气 打算将地上的东西都收回篮子里 这时厨房的门被拉开了 于寒探身出来问 能吃葱吗 还有 他的话顿住了 看着蹲在地上捏着 脸还红红的骆灵远 表情顿时有些一言难尽 骆灵远一下降甩在地上 我不是我没有 于寒脸上没什么表情 不吃葱吗 蒜和醋呢 骆灵远尴尬地坐起身 说都吃的 于寒点头目光淡淡地扫了地上 那些五颜六色包装袋一眼 不要乱翻这些你还小 骆灵远有些炸毛 反驳到你也没多大呀 这几乎是骆灵远吃过最奇怪的一餐了 这么衣衫不整地跟人吃过饭 身上只有一条浴巾 骆灵远脸红红地多嘴解释一句 浴袍太脏了 于寒也没看他就轻轻地嗡了声 拿出手机看时间 骆灵远将视线久久停在人胸前 有一眼没一眼地往那里偷瞄 于寒捕捉到了骆灵远的视线挑眉问看什么 骆灵远着了魔一样又看了于寒胸胸部一眼 被抓包了也不别扭还夸人身材不错 见于寒神情好像有点尴尬 又有些不适应他这话便没好气到 我只是羡慕而已 你别瞎想 他伸出自己一双过分白皙的手 在于寒面前晃了晃 我也想拥有你这样的身材 男生就应该有肌肉啊 于寒不置可否地在他身上停了停 从他的手再看到骆灵远的上半身 确实是瘦了些也没多少肌肉 尤其是那把腰 于寒还没见过有男生的腰能这么窄的 等人真正望过来打量自己的身体 骆灵远又修脑道 别看了 他往桌子下缩了缩 恨不得整个人又蹲到桌子底下去 于寒惊咳一声 一开了视线让他快吃 于寒等他吃完将碗收进了厨房洗 骆灵远走了过来说 你今晚就跟我一起住酒店吧 都这么晚了 于寒将碗收进厨柜里说要回去 你自己住吧 骆灵远抿了抿唇 这个套房是双人间 你又不用跟我睡一张床 于寒再次拿出手机看了眼说不用 不方便 骆灵远上前一步 有什么不方便 你家里又没人等你回去 这话一出 骆灵远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不时好歹这四个字 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 于寒好心煮面给他吃 他却这么出口伤人 骆灵远又急又悔 那个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这么晚了 你回去不安全 而且你忙了一天很累了吧 就是这里我明天送你回去好不好 于寒倒也没生气 确实没人在家等他回去 只是他不想住酒店吧 这是于寒的手机传来想起的一首生日歌 于寒拿出手机冲落灵远笑了笑 生日快乐 骆灵远 这是他提前设置好的闹钟 只为了在这天的最后几分钟里 跟骆灵远说生日快乐 骆灵远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人 心肩肩处就像被刚刚的那碗面给热化了 他嘴唇动了动 却说不出话来 说完他越过骆灵远 我该走了 没有停顿地朝门口走去 骆灵远猛地转身 他望着自己脚上的伤一级 刺骨的痛就从脚踝处传来 他疼得惊呼出声 脚下不稳直直往下摔 于寒被他的动静引得回头 见人要摔 就下意识上前接住 结果也没接吻 被连带着压在了地上 两个人摔作一堆 骆灵远砸进了于寒怀里 也埋进了人的胸膛 骆灵远想让教主离开的于寒 谁知一转身忘了脚上的伤 直接整个人摔在于寒怀里 这不该是好闻的味道 于寒忙了一天了 身上还有汗满身尘土 这一切都是骆灵远最讨厌 最无法忍受的 迷惑了心智 明明只是个浑身汗臭的男人 不讲究脏兮兮的男人 他跨在于寒身上 鬼迷心窍 直愣愣地抬眼望着于寒的脸 越透越近 直到于寒抬手捂住了他的脸 于寒掌心很大 盖住他下半张脸 捂住了他的嘴 骆灵远根本没回过神 他还傻傻地望着于寒 听着对方宛如从牙关里挤出来的话 你要干什么 骆灵远迷糊了一下 他要干什么 他没想干什么呀 是个人都能看出骆灵远想强吻于寒 两人僵持了半天 骆灵远往后靠 坐在了于寒的膝带上 你这是什么反应 我也没打算做什么呀 于寒简直要被气笑了 所以你突然往前凑 是什么也不想干 骆灵远反问他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 于寒简直无语了 一时雨色 骆灵远又凑近他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 于寒不想说话了 他抓着骆灵远的腰 想叫人起来 别再压着他的腿了 因为心烦意乱 所以动作也有点粗暴 骆灵远被这一掐在一推 弄得脚上的扭伤更疼了 于寒见他眼圈一下红了 忍不住说你也太焦了 骆灵远听到这话就毛了 咬牙拍他的于寒要扶他的手 不是要走吗 你快走吧 于寒上前扶人沉声道 别闹 再摔一回你脚就真费了 骆灵远实在见不得于寒一扶 被逼无奈留下来的模样 他冷着脸说我自己可以 你走吧 刚刚不是急着要回去吗 于寒更无奈了 我没急着要走 骆灵远脾气上来了赌气道 那我也不用你帮忙上药 我自己可以 于寒的手指就压在他肿大的脚踝上 语气不好地说 再动一下试试 骆灵远见于寒阴着脸 眼神也危险得厉害顿时耸了 他嘟着嘴咕弄 凶什么凶 不动就不动嘛 下一秒 骆灵远简直哀嚎出声 他觉得于寒肯定是报复自己 不然怎么会用这么可怕的力道 来揉他的伤脚 骆灵远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废了废了 我要去医院 你这个佣衣别碰我 骆灵远从被子里探出个头来 看到于寒从酒店衣柜里取出了浴袍 他瞪大了眼睛 于寒拿着浴袍有些甘渣说 我今晚留下来 于寒不忍心把受伤的骆同学一个人留在酒店 决定还是留下来陪他 于寒进了浴室后 骆灵远猛地掀开了被子 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莫名觉得脸上烧得厉害 他将视线偷偷移到浴室 这回他眼睛差点瞪拖矿 他自己洗的时候不知道 现在轮到于寒了 他能清晰地看见里面人的轮廓 虽然不能完全清楚细节 可是身体曲线和动作太分明了 他甚至能看见于寒现在正在清醒哪个部位 刚刚于寒在外面的时候 也是这么清楚地看见他的一举一动吗 疯了 疯了 骆灵远重新躺回床上 将被子拉过头顶 他没事偷看一个男人洗澡干嘛 辣眼睛 又过了几秒 他偷偷将被子拉了下来 视线往浴室飘 他就看一下 就一下下 于寒从浴室出来时 骆灵远还埋在床上没有动静 整个脑袋都躲进被子 这个酒店隔音不太好 隔壁男女活动的声音在深夜里 这样的动静暧昧极了 骆灵远指了指墙壁 你没听见吗 于寒擦着头发有些无所谓说道 有什么好听的 骆灵远见于寒一脸无所谓 弄得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意这是一样 他撇撇嘴 也是 逼近你的叫 你更喜欢听男人叫吧 于寒差一地看他一眼 皱了皱没说 你胡说八道什么 骆灵远不服气我都知道 你不是跟任宇谈恋爱吗 不然你们在天台上接吻做什么 于寒人皱着眉不想跟他谈这个 放了个身背对着骆灵远让他早点睡 骆灵远却越来越好气小声问于寒 你跟任宇到哪个地步了 于寒沉默动也不动不理他 骆灵远喋不休问道 你为什么会喜欢男人啊 什么时候发现呢 跟男的接吻和跟女生接吻有什么不一样吗 任宇长得也一般啊 你为什么喜欢他 于寒是在受不了转过身 眼神又凶又冷说道 闭嘴 你问那么多做什么 骆灵远以为于寒是听不惯自己说人鱼长得一般 缩了缩脖子 我就是好奇而已 我们不是朋友吗 聊聊天没什么吧 于寒他的口气解释道 我只是不想谈那些 于寒有些无奈 这个傻子是真的不懂吗 刚刚他想他绝对没有误会 骆灵远是想要亲他 傻子都看得出来 可他自己却不知道 身体因为本能向他靠近 理智却不清楚 那扇窗户只剩薄薄的一层纸 在戳破的边缘危险徘徊 于寒不想作为帮助骆灵远 去戳破纸的那个人 骆同学弯不自知 明明都控制不住自己想亲于寒 还说自己是直的 于寒不想作为帮助骆灵远 去戳破纸的那个人 有些事应该早些说清楚 他很累 他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他实在没有精力在接受 一个弯而不自知 还是小少爷类型的骆灵远 于寒望着酒店的天花板开口说道 骆灵远 我觉得你也许搞错了一件事 不管你信不信 我不喜欢男人 骆灵远那些委屈和难受 全被震默了 他诧异的瞪大眼下意识 问怎么可能 于寒无奈了 怎么不可能 天抬的是事都误会 在别上班时那里钱多 骆灵远沉默下来 于寒愿意说明那些只是误会 自己不喜欢男人 那他跟人与就不是那种关系 于寒侧眼望他 恰好看见他满脸的 憋不住的笑便问 你笑什么 骆灵远将翘起的嘴角 用力下压 欲盖迷张道 你看错了我哪有笑 于寒望着他一字一句强调 我是直的 我不喜欢男人 骆灵远莫名币有些慌乱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慌张什么 知道了知道了 是我误会你了 跟你说对不起行了吧 你不喜欢男人就不喜欢吗 于寒声音却追在他耳边强调道 我怕你记不得 骆灵远闷闷的闷了声 记得了 会一直记得了 于寒将过于明亮的床头 灯条暗了些 犹豫了一下 到底没将话说得太明白 他不会喜欢男人 自然也不会喜欢骆灵远 他想 骆灵远该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了吧 第二日骆灵远醒过来时 另外一张床已经没有人了 被子扑得起整 就像没人睡过一样 他拨通芳霄的电话 让人出来陪他逛街 芳霄看他买了大包小包的酸溜溜说道 我跟你好了那么久了 没见你对我这么伤心 骆灵远翻了都白眼顶他 你谁 谁跟你好吗 芳霄脚柔躁躁坐的哼哼唧唧 去游戏城玩一回 我想试试新出来的那款VR 骆灵远衣服用完就甩个国情寡义领 不了 我有要去的地方你回家吧 芳霄气的跳脚 最后也只好无可奈何看着 骆灵远提着大包小包上了车 毫不留情地喷了他一脸车尾气 于晗收到骆灵远电话的时候 他还在给初三的孩子补课 手机开得震动没接到 骆同学不愧是人送外号骆公主 给老公随便买一件短袖就是几千块的 于晗补习完阿姨想留他吃晚饭 于晗礼貌地回绝了 阿姨有些当大把这周的补习费给了于晗 表示自己小孩学习进步很大 以后不需要补习了 于晗捶着眼皮听着 接下了家长给他递过来的200块钱 我明白了 那补习就到今天为止 他将200块钱放进口袋里 思考着没了周末这补习的400块钱 要从哪里补回这个缺口 昨天一天挣了600 工资还算挺高 放学后再找一份兼职 他脑子算着生活费 医药费 直到爬上楼梯 看到家门口的骆灵远时 于晗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骆灵远蹲在那里 看见他下意识笑了笑 瞬间又敏唇收起笑容道 你干嘛挂我电话 于晗感觉汉珠不断顺着他的背脊下滑 你怎么在这里 骆灵远站起身 将身边的带子提了起来 在于晗面前晃了晃 我来给你送衣服 我不是穿了你好几件衣服吗 于晗直接越过他 头都没回 说到不用了 骆灵远不高兴了 我把吊牌都拆了 买的也不是我自己的马 你不要的话我也穿不了 于晗让他捐了 骆灵远要炸毛了 我逛了一中五买呢 你说捐就捐 于晗看着骆灵远暗淡的脸 只好配合地打开那些纸袋 抽出了一件短袖 他本来当着骆灵远的面试试看 哪知道吊牌上的价码 也就一眼落进了于晗眼里 一件普普通通的短袖 标价2980 骆灵远这才想起来忘记撕吊牌了 于晗看着那四个数字 想到兜里汗津津津的200块钱 突然有些想发笑 于晗将衣服折好收了回去 太贵了 我不能收 其实这衣服虽然大了点 但你也不是不能穿 骆灵远艰难解释着 你别想太多 我就是随便买的 于晗将只带推回给骆灵远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是我真的不能收 骆灵远仔细看于晗的神情 于晗眼神虽淡 但看起来却没有生气的样子 他想不明白于晗 为什么不肯收他的东西 他叹了口气有些失落 我是真的按照你的尺寸买的 不过你不想要的话也没关系 于晗愣了愣 骆灵远也不知怎么回事 愣是从他背影上 看出失望丧气 甚至都能瞧见 那搭了着的尾巴和耳朵 在后悔前 他终于喊出声 骆灵远 真要还那几件衣服的话 就陪我逛一趟超市吧 于是两人在骆公主 满心期待下一起到了超市 于晗看着一进入超市 就跟撒了欢小狗似的骆灵远 抱着一堆垃圾零食 往购物车里塞 于晗见他放下了零食 又要转身走 赶紧叫住人 你去哪 骆灵远很说 去买点可乐甜冰箱 于晗无情道 不行 再买下去购物车不够装了 而且可乐重 一会提回去 你能热出一身汗 骆灵远想到出汗 还是妥协下来 恋恋不舍地望了眼饮料区 好吧 于晗带着人逛到了生鲜蔬菜区 骆灵远一脸好奇地 看于晗挑挑挑挑挑 不时提出自己不爱吃黄瓜 洋葱还有西红柿 于晗只好将拿起的都放下 一般人都不喜欢吃胡萝卜 你怎么反过来讨厌 接受度比较高的大众蔬菜 骆灵远铁嘴 飘食的人总有千百种理由 于晗一边抱着菜名 问骆灵远要不要吃 骆灵远用力点头 好 没问题 于晗将购物车里的零食 清理了一大部分出来 让骆灵远放回去 骆灵远瞬间就不乐意了 有些可怜滴望着于晗 买回去吧 很好吃的 你信我 于晗不为所动 只能留三样 骆灵远只好挑挑拣拣 捏着一包奶糖依依不舍 于晗冷静道 你可以选择换其中一样 把奶糖留下来 骆灵远不放弃道 不行 那三个是标配必备 真的 再加一袋奶糖吧 你不喜欢也没关系 可以在你家放着 我下次过来吃 骆灵远压登不知道 自己说了什么了不得的话 但言语中不自觉的清静 实在让人很难说出冷冰的拒绝来 于晗与他四目相对 最后妥协了 行吧 买 骆灵远开心了 天知道他竟然会有一天 因为买到奶糖 而这么高兴 看着骆灵远开心离开的背影 于晗长长地叹了口气 叹了眼时间 比晚上去酒吧没剩多久了 他怎么就选择出来 买菜做饭给骆灵远吃呢 到家后 骆灵远看于晗鲨鱼 惊喜地像发现新大陆 一直夸于晗厉害 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大聊 推荐了几部动漫给于晗看 于晗奇怪地望他一眼 你觉得我适合看动画片 骆灵远就正道 是动漫 搞笑的那种 于晗配合道 你觉得我适合看倒笑动漫 对啊 说不定能动你笑 要是能让你多笑笑就好了 能让你感觉轻松些就好 你太累了 于晗没想到会得来这样的一个答案 神色复杂地凝视着他 若有所思道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骆灵远被这话堵得一致 无分道 我哪里奇怪了 于晗心想 真的奇怪 有时候觉得是个不懂事的小男生 有时候又看得比谁都痛 有时觉得任性 有时又过分暖心 怎么会有这么反差的人 太奇怪了 骆灵远还在旁边道 你才奇怪呢 明明对其他人都很好 天对我凶 于晗被这口锅砸回神 我哪里对你凶了 你在学校好歹给他们还有假笑 到我这里全是皱眉 天天嫌弃我 他竖起手指 一条条地竖 第一次见面把我推墙上 威胁我不许说出去 叫我在学校别装熟 不接我电话 不收我礼物 甚至不愿意跟我在一个房间 还说不想知道我的事 于晗哑然办想 不对 什么不对 你敢说你没做过这些事 我后来带你去洗澡啊 也不叫威胁吧 最多是警告 骆灵远将下巴抬起 扫了于晗一眼 一服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模样 算了 你今晚做顿好吃的 我就原谅你吧 于晗确实无法反驳 骆灵远的话 他想着自己真有 对骆灵远这么坏 好像确实是 虽然他一直觉得 自己对骆灵远还挺好的 骆灵远催促着他 动作快点 你晚上不是还要去酒吧吗 于晗 一会你怎么知道的 骆灵远没好气到 你买东西的时候 看了多少次时间了 你又没空去约会 当然是要上班了 于晗被逗笑了 感情这人什么都知道 却不自己提出要走 还真的跟他来超市买菜了 果然还是任性的小公主 于晗忍不住 抬手揉骆灵远的头发 你脑袋到底装了什么呀 骆灵远差点没尖叫跑开 你摸鱼了 你还敢摸我的头 于晗收回手 我洗过手吧 而且是你说要吃鱼的 骆灵远则骂咧咧的 网浴室跑去洗头 于晗又想笑了 怎么之前没发现 骆灵远这么好玩 骆灵远洗完头出来 于晗刚好做好饭 便喊了声开饭吧 骆灵远笑弯了一双眼 我喜欢这个 于晗加了口菜问什么 骆灵远眯起了眼 开饭吧 我喜欢这句话 以后都说好不好 骆灵远已经很久没有吃过 一顿温馨的晚饭了 听到于晗喊开饭 他心里暖暖的 可于晗说以后一起吃饭 都要这样叫他 于晗没应声 既没有反驳不太可能的以后 也不想应成不太可能的 是那道尖椒鱼做的有些辣 骆灵远不是很能吃辣 又特别喜欢吃鱼 于晗看人通红的眉眼唇 鼻下的跳让他少吃点 不行 我想吃 我在家他们都不让我吃这些 于晗拿了张纸巾给他擦鼻子 他们不让你吃是对的 你眼睛都被辣成兔子眼了 鼻涕也要出来了 骆灵远闷到 我没有 你不要看我 于晗笑了 我也不想看 骆灵远又不太高兴了 他下意识拿脚去踢于晗的腿 脱了鞋的 光着脚踩在人裤管上 是幼稚的报复心 跟小孩似的 只是他没想到于晗会伸手 抓住他的脚踝 在他踢第二次的时候 骆灵远正住了 于晗也呆了呆 气氛顿时微妙 不太对劲 那掌心圈着他的脚踝 有些用力 紧紧的 最后还是骆灵远正了正 于晗才松了手 轻咳一声 别闹 乖乖吃饭 骆灵远收回脚 又把脸埋进碗里 吃了几口又抬头提醒道 去洗手的再吃饭 你摸我脚吗 于晗一阵脸红心跳 说不出话 饭后于晗开始收拾碗筷 等他洗完碗 从厨房出来 骆灵远已经在沙发上盘着腿 用手机玩起了小游戏 姿势的原因 加上运动库太短 于晗势力极佳 一眼扫过去 能看到骆灵远 露出来一小节的内股 白色的 还是他买的 于晗不自在地挪开视线 让他坐好 把腿放下来 骆灵远是在于晗家待自在 一时忘形 现在被人训了一下 他一边把腿放下 一边嘟闹 都认识这么久了 还那么生的 想到骆灵远还在跟家里闹别扭 也许不想这么早回去 他将钥匙留下来 交代道 你走的时候 把钥匙放在窗户右手边 第三盆滑下来 骆灵远一直盯着屏幕头都没抬 两条腿劈成八字形 知道了 你快去上班吧 于晗皱眉 又走光了 你在朋友家都这样吗 骆灵远身子一僵 却倔强地反驳 都是男生 你有的我也有 怕什么 于晗没反驳 直接出门了 文艺关上 他手机屏幕发出了一串泄气的音韵 他游戏输了 人却笑弯了眼 他觉得于晗这个人 嘴上虽硬 心却软 虽然老师对他不好 却在某种程度上 一直纵着他 被人纵着的感觉挺好的 尤其这个人是于晗 他身上这条运动裤 都是于晗初中穿的了 肯定压在柜子里很久 但却没有那股衣服放久的味道 满满的都是洗衣液和阳光的清香 这是最近刚洗过的 于晗为什么将旧衣服翻出来 不是因为他还是因为谁 特意给他准备了衣服 实在贴心 该怎么说 这大概就是口闲体正直了吧 洛公主真的宠自家老公 经常不经意地想要对于晗好 但是这些事情是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 于晗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三点了 浑身疲惫 他开锁推门 一试漆黑落陵园已经走了 大开灯 茶几上有个杯子 杯口被碗倒扣着 有些滑稽 大概是为了保温 他拿开碗 里面是纯白的牛奶 旁边还有个小纸条 上面写着 喉桃爆里 喝下落是密方热出来的牛奶 晚上会睡个好觉 于晗看着那纸条半天 自写的真丑 于晗饮下的那杯牛奶 确实是好喝 长期缺失睡眠让他眼睛疼痛 大脑发展 平时也辛苦 却都没有今天辛苦 大概是因为有些温暖 一旦感受过就容易让人软弱 会一时忘记了自己本该有的压力 让痛苦变得不再是习惯和忍耐 这些温暖不是良药 明知道碰了不会有好结果 却忍受不住诱惑 只是此时此刻的于晗 还没有意识到这些 骆灵远回家发现 骆婷并没有生他气 骆婷像是看出了他的小心子 抬手揉他的头发 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跟小孩一样闹别扭啊 骆灵远脸上有些烫 他拨开骆婷的手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才没有骆婷看他身上 明显不合适的衣服 有些吃惊道 你还穿了别人的衣服回来 骆灵远没有多说 他揉了揉鼻子 一个朋友而已 他这个儿子有多讲究 骆婷是知道的 是叫于晗的那个男孩吧 骆灵远没有否认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之前说于晗长得像你一个旧友 于晗长得是很像他妈妈 他妈可是个超级大美人 然后又怀疑的眯起眼 骆婷觉得有些好笑 你想脑瓜里装的什么 我随口一句话 你都能想那么多 谁叫你这么奇怪 还特意把人叫到家里来 你肯定认识他妈妈吧 说不定你还查过人家 别骗我了 骆婷有些尴尬了 是 我认识他母亲 但我跟他可绝对清白 他是我兄弟的女人 跟我可没关系 捏着骆灵远的袖脚 下次离家出走机的带衣服 穿别人的衣服不像话 骆灵远漫不惊心点头 爸爸 我的朋友确实经济很困难 如果我想帮他 又不能直接给他钱 那我该怎么办呢 而且他经常吃的很少 睡的也少 我都好担心他哪天就复死了 可是他不肯直接接受我的钱 还教训我 说叫我不要拿钱开玩笑 骆婷有些差异 你很在乎这个朋友啊 骆灵远之无道 因为我身边 还没有像他那样可怜的人 骆婷的蓝点头 你是个心软的孩子 爸爸会想办法的 你快上去睡吧 骆公主想让于晗赚多点钱 让爸爸出面帮忙 第二天放学后 骆灵远就知道 骆婷的方法是什么了 他本来跟方霄都约好了 今天去尝试一家新开的拉面 但才出教室门口 他就见到于晗 站在教室外面等他 方霄瞪远眼 满脸八卦与好奇的看看他又看于晗 于晗单肩背着书包 居高临下的看着骆灵远 尾巴让我接你回家 骆灵远差点以为自己老爸 是给自己找了个保镖了 吓了一跳 愣在原地 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为什么要你送我回家 于晗才手提了一下肩上的书包 骆叔叔的助理中午找过我 拜托我周一到周五 去你家给你补习两个小时 我答应了 骆灵远是一副不知情的模样 什么鬼 放学了还要补习 方骁一听 就惊讶到 周一到周五都要补习 那你岂不是没法出来玩了 大概是看出了骆灵远面上的 犹豫与不情愿 于晗叹了口气 那你还是跟你父亲是商量一下吧 事情也不算定下 商量好以后 再联系我 于晗转身要走 骆灵远却把人叫住了 你等一下 不就是补习吗 我不就好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晗不想勉强他 让他回去好好跟父亲商量好了再决定 骆灵远为难极了 看人要走赶紧上前一步拉住于晗 我爸爸是那种封建大家长 他说好的事情才不许我反对呢 所以说呀 就算我反对了肯定也没有用了 所以你还是来给我补习吧 等于晗回神时 才发现自己的手费 骆灵远紧紧钻着 原算好像就是从那时候结下的 又或者说早就开始了 只是从那一刻起 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到家后 骆灵远叙叨叨地问自己爸爸给他条件 还教他怎么和爸爸要奖金 完全站在于晗立场 想好像花的不是他家的钱一样 又想留于晗下来一起吃晚饭 于晗有些忙 补习完了还要留下来吃晚饭吗 骆灵远听他的话 有些失落 不能一起吃晚饭吗 于晗在反应过来时 已经答应了 可以是可以 骆灵远脸色回春 又开心起来 他的快乐如此简单 弄得于晗也不想去拒绝了 难得有客人来 骆灵远借着于晗的名义 和吴博点他喜欢的菜 于晗再跟骆灵远确认一下他的基础 做出针对性系统性的补习 于晗转过头想问一问 然后他变哑了 骆灵远背对着他 站在古铜色的衣柜前 正在换衣服 肩胛骨隆起舒展 腰部收成一把 饱满的曲线 这不是于晗第一次 见骆灵远的身体 却是最清晰的一次 于同学不小心看到 骆公主换衣服 第一次觉得心脏像要跳出来一样 明明都是男生 没什么好害羞的 但是他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的就不敢直射了 骆灵远换过衣服回头 就见于晗背对着他 正认真的看课本 突然他发现于晗脸颊 好像有些红 你是不是热了 要不要换衣服 我再把温度调低一点 说到这里 骆灵远又笑道 我穿了你个衣服那么多次 你也可以穿我的 你好像出了不少汗 我房间里有浴室 你要不要去洗个澡 就是没内裤 我有新的没穿过的 就是我的内裤 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小 结果他越说 于晗的脸就越发红了 红得好似中暑 半天没法退下去 于晗只好赶紧转移话题问他 你哪门最弱 骆灵远指了指数学书 于晗便把书翻开了 让骆灵远把自己不懂的章节都勾出来 骆灵远接不书 白头认真看起来 于晗本来打算在这个间隙 顺便做自己的作业 不时侧眼看看骆灵远的进度 莫名其妙的 就从对方拿着书的手看到了脸 他发现骆灵远认真的时候 嘴巴会不自觉督起来 下唇要比上唇厚一些 从于晗的角度看过去 他脸颊有肉 曲线圆润 骆灵远遇到犹豫的选项时 还会用笔盖戳在脸颊上 一戳一戳 没多久就在上面留了个红印子 这人的小动作太多了 还是小孩嘛 骆灵远差不多都把目录勾完了 没几个会的 他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他转头看向于晗 本来想说自己都圈好了 结果便一下撞进了于晗的视线里 听说遇到喜欢的人时 虹恐会扩大 喜欢是藏不住的 骆灵远不知道 于晗却清楚地看见 骆灵远只是单纯地想着 于晗这个人长得还真好看 从眼睛到鼻子 再到嘴唇 上次在酒店里 他也是这么看于晗的 其实骆灵远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只是心里隐隐有股冲动 直到门被敲响 骆灵远被惊醒了 快速地往后退 被挤装上了椅子往下倒 于晗眼急手快拉住了他的手臂 椅子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 吴博听到声音 立刻推门而入 映入眼帘的 是他家小少爷坐在替他补习的于同学腿上 双手因为惊吓而紧紧抱着对方的脖子 吴博担心地问道 少爷你没事吧 骆公主立刻跟被火聊到了一样 笑了起来 有些结巴地想解释 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于晗淡淡叹地眼骆灵远 都是男生 这没什么 吴博心情有些复杂 他知道自家少爷的洁癖 一直不愿和别人有肢体接触 看来他们关系真的很好 骆灵远看着数学题的公式 那些公式全都没办法进入脑子里 他现在满脑子的都是于晗的大脑 好结实啊 而于晗 于晗什么都没想 也不敢去想 于晗意识到他和骆灵远的关系 有些不可控 想要及时止损 收拾书本时和骆灵远说 你跟你父亲再商量一次 你跟我同级 不太合适 骆灵远按着书本 怎么不合适了 你成绩这么好 当然能教我 于晗将书包拉链拉上 你不是不愿意补习吗 骆灵远伸手去拉他的书包袋 怕人就这么走了 我哪有不愿意啊 于晗看了眼他牵着自己书包袋子的手 你今天本来有安排的不是吗 因为我你都不能出去玩了 骆灵远急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急什么 没有没有 本来就没什么好玩的 很无聊的 不如好好学习 于晗笑了 一双眼弯出好看的弧度 眼神柔软地望着他 真的 骆灵远看着他那双眼 也跟着笑 当然真的 我最喜欢学习了 于晗扯了扯书包 骆灵远就抓得更紧 不让人走 同时用小可怜的眼神望着于晗 不是说陪我吃饭吗 家里没人跟我一起吃饭 这样的骆宫主模的于晗实在没脾气 叹了口气答应 吃饭的餐桌很大很长 餐具摆在桌子的两端 遥遥相隔 骆灵将于晗的餐具 放到自己旁边的位置上 厨娘见骆灵远的动作就蹦了 少爷 骆灵远抬手招他过去 把菜都摆进一点 隔着远怎么夹 厨娘赶紧挡着他 少爷 我来就好了 骆灵远见于晗来了 示意员在旁边坐下 又对厨娘说 那好啊 你桌放几块肉给他 于晗看着这碗冒着热气的汤 心里某个部位也变得温热起来 骆灵远小口小口地喝着转头来问 你要不要饭 于晗他下意识就说了 餐桌上不许说要饭 说出后才觉得不妥 场地和人都不对 他这样教人好像有些过 骆灵远却不介意 反而好奇道 为什么呀 于晗说是家里老人教的 骆灵远觉得很感兴趣 你外婆还教过你什么呀 还有不能在饭桌上敲筷子 不能翻盘子里的菜 骆灵远吃了口鱼 背大的小口抽气 呼呼 还有呢 于晗看了他一眼 咽下嘴里的东西 还有嘴里有东西的时候 不要说话 骆灵远闭嘴了 咕咚一声把嘴里的东西吞了 难为情的感觉涌了上来 觉得于晗好像故意这样欺负自己 这时于晗往他碗里加了快菜温和的说 还有不挑食 别只吃鱼 吃点别的 骆灵远眼睛发亮 再加多一点 于晗愣了 见骆灵远跟个缺爱的小孩似的 便加多了几块给他 吃得差不多时 林书下楼了 身上还穿着画画用的围裙 林书扫了眼桌上的菜 你是故意的吧 明知道自己身体差还不忌口 又想把自己搞进医院 然后让骆家人都来说 我这个当妈的不负责任 于晗看到老婆被欺负 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伯母 这些菜是因为我想吃 所以小远才让人做的 林书为难过自己的儿子 也不打算让外人看太多笑话 他没回话 就直接上楼了 骆灵远垂着头 其实林书也是关心他 只是表达方式让他有些伤心了 这时于晗摸了摸他的头 于晗的手很大 掌心温温的 于晗垂眸看他 快吃吧 这次过过瘾 下次我给你做不辣的鱼 骆公主闻言 刚刚的那些不开心的插曲 一下就挥枝而去 又开心的像个孩子 晚上临睡的时候 骆灵远百度了一下 该怎么对一个人好 他探了一堆攻略 最后选择了给于晗送一份早餐 第一节是语文课 于晗又是趴着睡了整节课 任宇帮他整理着课堂笔记 于晗成绩灌来稳定 偶尔睡觉客人老师都知道了 刚开始还管 后来发现睡是睡 成绩却不影响 也就没管了 同桌好奇他和于晗是什么关系 老师帮他整理笔记 其实他跟于晗同初中就认识了 是多年好远 但是因为他的误会 现在他们的关系有些不甘不大了 他偶然一次知道于晗在别把打工 那时任宇因为不确定自己的性向 又处于迷茫期 心里乱糟糟的 便和于晗坦白了自己的事 他看得出来任宇很害怕 他安慰着任宇说 不管你喜欢男的女的 我都会支持你 任宇本来惊慌的心神 因为于晗的一句句劝慰下 而渐渐平静 他想于晗能理解自己 说不定他也是 于是他拉过于晗 在对方错愕的眼神中吻了上去 那个吻来的突然 他紧紧抱住了于晗的腰 于晗却一把推开他 他失落的小声说 你不是说支持我吗 其实你还是觉得恶心吧 于晗沉下脸色 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我们只是兄弟 我也不喜欢男人 可是他是喜欢于晗的 谁能不喜欢于晗呢 他不过是跟那群女生一样 也迷恋着这个人而已 自那以后 于晗倒是像以往那样 与他做朋友 只是更加注意分寸了 尽量避免身体接触 不想给他有任何错觉的机会 在他愣神之际 就听到女生在讨论 洛林远怎么过来了 来找夏福吗 他们不是都分手很久吗 任宇手指一颤 一股没有来的不想预感生起 洛林远外套穿得松垮 肩上掉下了一半 露出里面雪白的短袖效果 手上拿着一个外卖纸袋 他来的目标明确 准确地走到了于晗身边 将纸袋放到了于晗的桌上 于晗看了看纸袋 面上睡意未散 张嘴说了什么 然后自然伸手 拉了他的衣服 将滑落的外套拉了上去 你怎么衣服都穿不好 洛公主特地上午查工略 想要讨好于晗 谁知于晗不领情 还让他把早餐带回去 洛林远一下就炸毛了 我大老远给你买的 于晗还是不领情 洛公主气得骂骂咧咧的就走了 任宇任宇在后面看着 心里空落落的 拳头也钻紧了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这样亲近了 于晗拒绝了他的早餐 洛林远觉得很没面子 回到教室了本来还在生嫩气 结果注意力被方霄的游戏机吸引过去 方霄也想完 就拿手指去戳人妖眼 你现在不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游戏机给我 洛林远扭腰躲着 我这不是放学才好学习吗 我有于老师 方霄扑的一声 于老师 你这样叫他他同意吗 洛林远眼睛紧盯屏幕 我爸让我这样叫他 说他能教我就算老师 方霄哀悠哀悠了一会 突然说 那我能跟着去你家 借于老师的试卷抄一抄吗 洛林远去了方霄一眼 行啊 于老师一小时两百 给钱就行 方霄被气乐了 我找人给我写一晚上作业也不用两百 洛林远按下暂停 一幅欠打的表情道 于老师怎么能跟那些带写作业的凡夫俗子一样 方霄纳闷了 怎么不一样了 都是写作业的 你以为于老师就没帮人写过作业啊 然后两人因为于寒带写作业的收费问题吵得没停 最后洛林远受不住方霄唠叨 从抽屁里拿出那份被拒绝的早餐堵住了他的嘴 方霄吃完又八卦起隔壁学霸 说又看到有人和他表白 追他的人排到校门口了 洛林远起了点兴趣 所以有人成功过吗 方霄八卦的笑了 当然有成功过呀 你不知道吗 于寒高一的时候跟高三的学姐谈过呢 洛林远是真的惊讶了 于寒竟然有谈过恋爱 方霄继续八卦 那时候他们俩可是学校有名的情侣啊 洛林远只觉得心里酸酸的 所以他们还在一起吗 方霄说不知道 学姐都毕业了两年了 应该分手了吧 洛林远心说这不是废话吗 毕业就毕业了 一滴恋也可以啊 放学的时候 他看见于寒 心里更闷了 他取下肩上的书包摔在了于寒手上 他想于寒不是要给他拎包吗 那就拎吧 反正他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 真要算起来 不过就是他花钱让人给他补课而已 金钱关系 于寒背着两个书包 也没生气好脾气问 你怎么了 不开心吗 洛林远气得咬牙 心想现在才发现我不开心 气得又要把丢过去的书包拽回来 于寒有些无奈 问他是不是因为早上没收他的早餐 不收就不收 关我什么事 反正我再也不会给你带 这小两口又又又抱一起了 只是这个环境有点辣眼睛啊 于寒听到洛公主以后再也不给自己带早餐 又眉头微皱 洛林远就当没看见 伸手要抢回自己书包 不是跟你说了一周三天补课时间吗 今天我不想补了 你回去吧 拜拜 结果他书包没抢到 于寒反而攥着他的手 将他拖进了厕所里 你在闹什么别扭 生气了吗 洛林远皱着鼻子 他讨厌厕所的味道 更讨厌在这里跟于寒干站着 谁生气了 你放我出去 不料地上有水 他脚一滑 差点摔在厕所的地面上 洛林远被吓坏了 要是真躺倒肮脏的公共厕所地板上 他就真的不想活了 都怪于寒 非要把他拉到这里来 他闭紧了眼 却没感觉到摔下去的疼痛 后背一紧 被人用双臂紧紧地搂住了 脸颊贴着对方的胸口 鼻子里都是于寒的味道 他甚至能听见于寒的心跳声 很稳 咚咚咚 于寒突然说了声 小远听话 乖 微热的呼吸 像是挠在他耳垂上的羽毛一样 苏痒 发麻 洛林远就像被医生乖给定住 整个人都安静下来 宛如背上了紧箍咒的孙猴子 再也横不起来了 被于寒领到了自家车上 坐在那里发呆 这不是他第一次觉得于寒的味道好闻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去招惹人家 好像又不是 他觉得于寒也挺喜欢招惹他的 又不是全都是他主动的 于寒对他挺好的 其实于寒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他身边也没有于寒这样的人 他过分早熟 心思深沉 性子沉稳 因为不同 所以被吸引 因为觉得可怜 所以忍不住同情 因为好奇 所以去招惹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 刚刚他被于寒抱住的反应 洛林远脸颊红到了耳垂 连梗子都粉成一片 他死死抱住了自己的书包 于寒发现洛林远上车后的过分安静 心里有些在意 也许还是因为早上他拒绝了洛林远的好意 所以这个小公主在闹遍呢 于寒早上的拒绝是因为他的行为 简直就像小姑娘在求偶 又或者是小男孩在追女友 于寒心里早就有过怀疑 他知道一个人想要问他是个什么模样 昨天他在洛林远房间里 中断的那场对视力 他就感觉到了 于寒觉得自己还是可以保持理智 冷静客观地看待洛林远这个人 但是最近有些奇怪 他有些不坚定 因为洛林远话里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跟随着起 少有的被影响了 车里过于安静 他看向洛林远 男生只顾着看着自己的书包 睫毛颤动着 嘴唇有些紧张地扭着 他隐约觉得哪里不一样了 洛公主终于知道自己没来游的心动 是因为喜欢于寒了 于寒看到洛公主生气的样子 他手只动了动 本能占据了上风 触摸上洛林远的駁隔 洛林远浑身一颤 差点叫出声 他不知道于寒在做什么 只觉得血液轰隆地冲上了脑袋 又疯狂地往下走 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难堪地并拢着双腿 更加用力地抱住了书包 让书包结实地挡住了他的腿间 挡住了所有不堪和本能 于寒没有松开他的后颈 而是就着这个动作 哈 别生气了 那我今晚继续陪你吃饭好不好 于寒留意洛林远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他看到对方已经仗成血红的耳破 才惊觉自己干出了什么样的蠢事 他快速地收回手 有些后悔的皱眉 洛林远感觉到后颈的手不在了 才望向于寒 小声地打了声号 于寒心中浮上了些许烦躁 洛林远的反应 就差没把喜欢这两个字 印在额头上让人看了 不顾恶劣的愉悦 洛林远下车后先于寒一步 匆匆地说 我先去洗澡 补习还在老地方 你先上楼吧 他将书包扔在了沙发上 小跑进了浴室 紧紧关上门 他蜷缩着身体喘气 蒙着一层水屋的眼睛 往自己伸下一看 那双眼更湿了 洛林远真的很想哭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因为于寒的触碰 大兄弟居然对于寒敬了 第二日 他拖着腮帮子 愁得脸都垮了 坐在一边对着床单发愁 昨天晚上他梦到于寒了 他冰着床中央那点暧昧的痕迹 那是证明他变脏了的印记 他彻底迈入了成年人肮脏的世界 他时辰地想着 现实中和他接吻会是什么感觉 转捏又觉得自己疯了 赶紧制止了自己的胡思乱想 篮球场上正在进行比赛 于寒漂亮的投篮 队友们拍手击掌 他抓着衣服下摆 又做出了洛林远 曾经见过的动作 洛林远都听到女孩 在旁边小声的抽气惊叫 和偷拍的咔嚓声 他咬牙切齿 盯着篮球场中 肆无忌惮释放自己魅力的于寒 安安道 这个骚男人 他也想要刚刚的照片 于寒在笑 他在洛林远面前从来都是浅笑 但在打球中 他得到的快乐是如此纯粹 明亮 帅气 英俊的好似遥不可及的太阳 方霄看见洛林远 便跑了过来 你来干什么 体育课你不是一般都会教室玩手机吗 洛林远索然无味地吃着冰棍 叫是太闷 出来散心 于寒旁边那个女生是谁 方霄抹着汗紧跟着一看 这不是新上任的笑话吗 洛林远不情不愿说 上一个笑话比较漂亮 方霄嘖嘖有声 爱 别说 人女孩子就喜欢于老师那样的 洛林远悠悠地来了一句 那我呢 方霄以为他问的是女孩子喜不喜欢他那样 然而洛林远问的却是 我也喜欢于老师那样的 怎么办 可惜方霄不够贵 完全没听懂 问他干嘛 你要追女孩子啊 洛林远啼笑肉不笑说没有 洛林远瞧着于寒与笑话开始说话 他顿时脑的一空 朝那里走 方霄喊都没喊住 等洛林远回过神来 他都已经站定在于寒和笑话面前了 于寒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笑话也看他 洛林远面对两人的目光 一时间有些猛 冰棍暴露在阳光太紧 糖水沾到了洛林远指头上 他被冰回了神 瞪着自己黏糊的指头挖了一声 不高兴地皱眉 方霄深知他的洁癖本性 赶紧抽纸巾给洛林远擦手 眼手上了 一眼没看住就吃冰棍 又想尝胃炎 于寒这时眼神冰冷地看着方霄和洛林远的手 洛林远转头想跟于寒说话 就对上于寒的眼睛 看他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洛林远被冻的一阵 一时间忘了说话 方霄也瞅到于寒的眼神了 只是他以为于寒是嫌他俩碍事 打扰到他泡妹子了 方霄是个极其护短的人 自己的兄弟再蠢也得顾着 当下去拉洛林远 快走了 你不是最讨厌晒了吗 洛林远被于寒那一眼看的失神 全然忘了他惯来嫌弃方霄汉多 愿由对方搭上他的肩膀 搂着他离开 洛林远心里拔凉拔凉的 忍不住问方霄 你有没看到于寒看我的眼神 方霄说看到了呀 不就是打扰到他跟笑话说话了吗 用得着这么嫌弃你吗 方霄的话说得洛林远更粘朗 他本来还没觉得于寒是因为这个嫌弃他的 一想到于寒以后有了喜欢的姑娘 还会因为别人打扰他 跟这个姑娘在一起冷脸发脾气 他心里就闷得厉害 都快闯不上去了 捂着胸口 脸上煞白 把方霄吓坏了 洛林远摇头 小声说没事 方霄以为他中暑了 非要带他去医务室 洛林远蹲坐着说自己没有不舒服 就是心里难受 因为感情 方霄回想刚刚的一切 以为他是因为下福的事情 谁知洛林远却与他双目对视 认认真真 一字一句道 我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方霄抬手就要捂胸 那副脚柔造作的模样 让他更头疼了 当然不是你 是于寒 方霄五雷轰顶天 打雷劈沧海桑田 都轮了一遭 才哆哆嗦嗦地回神 你刚刚说 洛林远赌定道 我喜欢于寒 下课后于寒照例 去接洛林远问他 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说 洛林远支支吾吾说 今晚我们还补课吗 这话为什么要问我 是我给你补课 你给我钱 补不补 应该你说了算 他看起来像是将话语全交给他 却将两人之间的关系 说得这样生意 洛公主每天就盼着补习的时候 可以见到于寒 谁知于寒还在吃醋方 削帮他擦手的事 说今天不补课 洛林远被他欺负得有些气 又不敢发火 他憋得脸红 只盯着于寒不放 为什么 于寒抱起双手 补了这么几天 你也想放假吧 休息一下不好吗 你跟你朋友去玩 洛林远急了 我没想放假 于寒意味深长说 我怎么知道你们玩什么 玩总比补习好 补习多无趣 洛林远坚定表明 自己是阳光青年 梦想是重点大学 期末苛苛满分 于寒听乐了 这我帮不了你 满分要求太高 不如让你爸 换老师的话还没说出来 洛林远就怒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退让了 于寒还要这样 憋屈了半天几处一句 那我今晚不补了 于寒却拉着他的书包袋子 将他扯了回来 哪去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许不补习 洛林远烦他 谁还没点小脾气 不要 我要去找方消打游戏 于寒勾起的嘴角 瞬间落下去了 刚刚不是说最爱学习吗 洛林远哼了声 变心了 洛林远是真委屈了 那么不想教我 最开始你就别答应了 你老是作弄我干什么呀 红来都是你说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于寒听出洛林远 声音里的不对了 他促没有些犹豫到的 上前去拽他的书包袋 洛林远头也不回 干什么 于寒一脸欠点地 抢过洛林远书包 太重了 我帮你拿 免得压着你掌不高 洛林远乍毛地 让人把书包还给他 于寒不理他 看着洛林远 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嘴角露出一门笑 洛林远跟在于寒后面 还没消气 有些郁闷地 看着他进了一家便利店 于寒才从店里出来 拿着一瓶草莓奶给他 洛林远炖手里的草莓奶 什么意思 贿赂我呀 于寒给他插上吸管说对呀 洛林远吸了口奶 被草莓味一路填到心里去了 就一瓶奶呀 于寒听他浮夸的语气 不喜欢吗 抬手做事要把奶夺回来 洛林远灵活一闪 被彻底哄好了 于寒在后面喊着 别跑 马路上 没人要跟你抢 到家后 于寒似笑非笑地去他一眼 问洛林远要倦子 洛林远突然抬手压住卷身 我要是进度了有什么奖励 于寒捏着卷子问他 你要什么奖励 洛林远说没想好 到时候再说 于寒很有先见之明说 太过分的要求是不会答应的 洛林远下意识说 你这么大一男人 不想做的我还能强迫你吗 于寒怀疑的呃了一声 语调脱长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 还跟肢体接触有关 洛林远双颊爆红 你乱七八糟地说些什么 谁说是身体接触了 于寒头也不抬 不是就好 洛林远觉得不对劲 这话不对 怎么于寒这语气 就像是对他的想法 心知肚明了呢 但他总不可能去问 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你了 多丢人了 洛林远在楼上 看着离开的于寒 心想时间太短了 还想着跟他待得再久一点 他给洛婷打电话 想要延长补习的时间 洛婷连声说好好好 然后又盯他 你妈就在家里 这是你完全可以去问他 洛林远没了 洛婷好似能明白他的沉默 你妈只是脾气大了点 我知道委屈你了 远远 你是个乖孩子 你替爸爸照顾妈妈 半个小时后 洛林远端着一碗面送到画室 林叔画笔沾着颜料 在纸上涂抹着 头都没回说不吃 拿走 洛林远继续劝他 还是吃一点吧 爸爸也让我好好照顾你 这话显然触怒林叔 他讽刺笑道 他不然会在你面前作戏 还照顾 他巴不得我早就让出这个位置 好给他接别人回家 洛林远立刻反驳 不是 不是这样的 爸爸没有别人 林叔沉默下来 他望着洛林远 抬手招他过去 洛林远忍着心里的害怕 走了过去 林叔伸手碰他的脸 指负冰冷 眼神同样了 我都是为了你 他唇边勾起一抹残忍的笑 你该感谢我 多少人想做洛家的少年 洛林远眼睛一下浮出一层泪 你才不是因为我 你连我闻不了烟味都不知道 他推开了林叔的手 逃逃逃死地跑出了那个房间 他不断咳嗽着 见过大口喘气 他捂着生疼的胸腔 拿出手机 泪眼朦胧间 却意外地想给于寒打电话 倒也不是想诉苦什么 只是这种时候 他特别想听听于寒的声音 刚开枪 声音就哑了半截 全是颤抖的哭腔 我想喝酒 我去你打工的酒吧行不行 于寒沉默半天没拒绝他 也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只说来就来吧 只能喝半杯 于寒不在吧台 是另外一个黑衣服的小哥替的他 小哥给洛林远指路了员工休息室 说于寒在里面 洛林远忍着难受找到了休息室 门扮演着 正好撞见于寒被对着门口 将上衣扯下来 洛林远第一次见到了于寒 又肩胛上的纹身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纹身 那纹身上的疤是用烟头烫的吧 于寒身上为什么会有 是谁这样对他 于寒已经快速将黑衬衣穿到身上 一边系纽扣一边关上置物柜门 等我一下 他的动作让于寒吃了一惊 还没阻止就听见洛林远说 谁在那 谁烫的你 于寒没心意抽一阵沉默 抗拒的意思明显 他的拒绝简直像摔在洛林远 迪尖的一道门似的 这一晚上的难受和情绪在这一刻都爆发 他一边哭一边说 我不问了 你别讨厌我 林叔也讨厌他 于寒也不喜欢他 为什么他喜欢的人总是不爱他 在家里受的委屈 再见到于寒后 就控制不住痛哭了出来 他捂住了自己的脸 竭力想要停下来 于寒没做错什么 是他一个人自己在那里剥离心脚情 太难看了 他这个样子 洛林远可揍着想正开了于寒的手 捂着连起图逃到一个于寒 看不见他的地方 结果于寒拦住了他 将人拦腰抱得结结实实的 才让怀里的洛林远安分下来 洛林远打起哭格 身体一抽一抽 颤个不停 于寒的手在怀里人的背挤斧着 给人顺其他忙说 我不讨厌你 别哭了 洛林远好不容易停的哭格 大口呼吸许久 才慢慢停复下来 于寒见人情绪稳定 便用轻松的语调说自己的纹身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钱多的慌 说他肯闻就给他五千块 那时候缺钱就闻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烟巴是自己烫的 那时候压力大又中二 学人自残 我不想说是觉得有些傻 所以不愿给别人看 不是针对你 这是个秘密 我告诉你了 你别哭了好不好 于寒就跟哄一个大宝宝般 又拍又揉还要摇一摇 等洛林远总算卸下动静 他才觉得不对 洛林远的脸太红 水里手一摸 洛林远皮肤滚烫 竟然是发烧了 于寒在打工赚钱 和送人看病之间 果断选了洛林远 他让人在休息室 等一会他去请假 等于寒出了员工休息室 洛林远的离家出走的智商 才回归 他揉了揉酸色的眼睛 想到刚刚于寒的话 骗子 谁会将烟头烫在自己肩胛骨上 再说他从来没见过于寒抽烟 而且那个纹身的明明 就是一种羞辱的意思 还有个纹身五千块 这是花钱让于寒闻 太故意了 这是朋友吗 怎么可能 也许那个伤疤都是这个朋友烫的 而于寒也因为钱忍了下来 洛林远不敢想象于寒的心情 也不敢细想这纹身的过去 害怕他会气疯 他想跟将那个欺负过于寒的人 抓出来打一架 想将烟头烫还到那个人身上 他这样喜欢的一个男孩 到底是怎样的人会这么欺负他 这时于寒已经请好嫁回来了 他问洛林远 你身上带了现金吗 医院一般都是缴现金 身份证呢 洛林远着急出来只拿着身份证 于寒嫌他穿的单薄 将自己的卫衣扔给洛林远 穿上帽子戴好 不然一会见风头疼 洛林远听话穿好 卫衣很大 显得他跟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似的 你的兼职怎么办 于寒将他的外套穿上后说 送你去医院再回来补班 洛林远不赞同地摇头 我可以自己去医院 于寒收起收紧了卫衣的帽子说 我不放心 于同学开窍了 看到洛公主生病放心不下 非要亲自送人去医院 洛林远不好意思地抿存 我都成年了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于寒拿紧了他的卫衣帽子说 我不放心 于寒实在太熟悉医院的流程 洛林远全程猛地跟在人身后 洛林远对着于寒撒娇说嘴巴有点苦 想喝奶茶 于寒反驳了他的需求 掉针还能苦到此方 不可以 对面的情侣也在打掉针 于寒把脑袋靠在了南方身上 很舒服的样子 洛林远得到了启发 刚想往于寒身上靠 于寒却刷得站起身 洛林远直接挨空了 还险些倒下去 这个样子被对面的女生看到了 她扑斥笑出来 洛林远才不理他们 不是很高兴地皱了下鼻子 觉得自己好像被欺负了 还没人撑腰那种 这时于寒却而复反 手里捏着一颗白兔糖 将糖纸拆开了 怒书一半递到她嘴边 问护士要的 不是嘴巴捕吗 洛林远彻底不羡慕 对面那对情侣了 美滋滋地将糖掉进嘴里 你特地去帮我问护士要的吗 于寒看着洛林远 面上压抑不住地笑 摇头说不是 去厕所回来的时候 刚刚替你打针的女护士给我的 洛林远的笑脸垮了 嘴巴一撅就要把糖吐出来 于寒让他不虚吐 洛林远用舌头把糖卷了回去 狠狠地咬着糖 企图咬得七岁表达自己的愤怒 但想到于寒是特意请假 陪他来看病的 一会还要回去补案 他就没骨气地回头问于寒 你要不要先睡一下 于寒看着踩走了点点水的大吊瓶 不行 一会你还要换药水 洛林远挺直了腰 拍拍自己的右肩 我自己能看着 你靠着我睡一会吧 不然你明天多困了 你要是困了 为了自己的成绩 所以才贡献我的肩膀给你 本来以为是持久战 没想到下一秒 于寒的脑袋就压在了他的肩膀上 洛林远立刻消音 话都不敢说 呼吸也停了一瞬 他不敢变动姿势 只放缓声音问 你会不会觉得吵啊 我身上有耳机 我给你放歌好不好 于寒语调有些懒 闻了一声 洛林远那耳机扣在于寒耳朵上 远不住将脸颊压在于寒的发上 创得蹭 于寒的头发冰凉柔软 骚在脸颊上很舒服 对面的小情侣女生满脸通红 压抑不住的兴奋 心情和小编一样 洛公主终于如愿靠在于寒肩上 这是她听见于寒喊她的名字 洛林远不高兴地说 之前不是叫我小远吗 于寒轻笑一声 小远 谢谢你 洛林远心说我才要谢谢你呢 但她嘴上却说 糖都回礼了 虽然不是特意给我的 于寒又在笑了 试试你的 我问她要的糖 我说我弟弟娇气 不给糖就要哭 洛林远想反驳发飙 说污蔑 她什么时候要哭了 但她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觉得害羞 害羞得整个人都要拳起来了 于寒少见的没有反驳她 好 好你不爱哭 是我记错了 洛林远最终还是没忍住困意 靠在于寒脑袋上睡着了 突然咔嚓一声 于寒睁开了眼就看到 被对面的小情侣偷拍了 女生还想再拍几张 结果就跟醒来的于寒对上视线 尴尬地说我马上删 不好意思 于寒将自己耳朵上的耳机取下来 轻轻扣在洛林远另外一边的耳朵上 他确定洛林远睡沉了说 删之前先发给我 女生看了看自己的男朋友 还是作死地说 加微信传 于寒无情道 蓝牙 于寒看了看刚刚接收到的照片 把照片移到了新建的相册里锁了起来 他微微偏过头 洛林远带着香味的头发就捧到他的嘴角 就好似他不小心吻了洛林远的发 洛林远压在他肩膀上 仰式地蹭蹭 来回几下嘴唇微多 瞧着肉咕咕粉生生 让人想伸手掐一掐 于寒有些慌得收回蠢动的手 一开了视线 拔针的时候洛林远血流出来很多 于寒问他是不是明确功能有问题 洛林远摇头说是贫血 我体质比较差 于寒让他一起打球提高体质 洛林远一听就不情愿 我讨厌太阳 于寒看洛林远一身白皮 故意逗他 你这样白 不用担心被晒黑 洛林远瞪他 是晒得不舒服 我不怕晒黑 黑点才有男人味 你皮肤深是因为经常运动吗 洛林远最羡慕于寒的身材 很健康也迷人 搭配深邃的五官 真的好帅啊 洛林远看呆了 想着想着还动手掀于寒一摆 让人露出一节腰部 其实洛林远已经看不于寒的腰了 这人几次在篮球场 掀衣服擦汗的时候 有腹肌和腰线 肤色匀称 光滑细腻 于寒见洛林远一脸吃香 盯着自己的腰 脸也烫了 将自己的衣服 从洛林远手中抢出 别看 洛林远还傻愣愣的 你身材真好 见他脸红 又忍不住想笑 你害羞了 我们都是男生啊 大不了我让你看我的 说着他就转到于寒面前堵路 掀开自己的衣服 露出一块肚皮 白生生的皮肉 圆滚滚的肚脐眼 像个小孩的肚子 于寒只扫了一眼 便让他放下衣服 幼稚 小心着凉 要亲了要亲了 来个人把那个司机赶走 洛公主想到于寒一会 还要回去上班 不自觉心疼地 抚上于寒的脸 你眼睛都有红血丝了 你不要回去酒吧上班了 好不好 总是不休息 身体怎么扛得住 于寒垂下眼皮 说酒精熏眼睛 洛林远甩了甩手指 尴尬又后悔 对不起对不起 我得忘了 又上前了一步 酒精还辣吗 要我帮你吹吹吗 于寒侯结华了一下 没说同意不同意 洛林远就做了 他伸出双手 试探性地握住了于寒的双肩 掩起脚尖 红润的唇微微收起 小小吸了口气 吹向于寒的眼睛 于寒眉心微动 不自知地将脸往下压闭上眼睛 洛林远按着人的肩膀 一股莫名的激荡 以冲动充斥了他的心 他看着于寒紧闭的双眼 觉得这人的神情 就像在等着一个吻案 让喜欢他的人 被引诱地想要犯罪 心跳声鼓噪着搏动的 再也按不住了 洛林远越靠越近 直到一道车灯 和一声喇叭打了过来 即惊醒了这片黑夜 也惊醒了洛林远 他灯灯后退 慌得要死 心脏都快被吓得跳出来了 再去看于寒 于寒仍然很淡定 转头看向车子 是不是你叫的那辆车 洛林远忙拿出手机 对了一下车牌号 没错 走吧走吧 他闷头冲向车身时 于寒将半排起的手收了起来 背道身后 手握成全 于寒还是将自己家的钥匙 给了洛林远 说如果不愿意去酒店 才换给 洛林远有些不情愿问 那你会回来吗 于寒快速地换好了试酒服 会 你早餐想吃什么 洛林远铁嘴 都问到早餐了 看来是得通宵 如果别人跟你买酒 你会有分成吗 我想在这里买酒存着 偶尔过来喝 于寒动作一顿 你还是高中生 喝什么酒 所以说存着呀 就算上了大学 我也能来喝不是吗 洛林远买了好几只昂贵的酒 估摸着分成 最后到于寒手里的也不少 心满意足 于寒擦着酒杯神色淡淡 洛林远看不出他心中所想 不安地问他 你没有生气吧 我为什么要生气 洛林远又委屈了 是啊 他为什么要生气 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倒是自己怎么老是胡思乱想的 洛林远买完酒便和于寒说先回去了 于寒还在盲卓手里的活没有理他 洛林远有些委屈 刚才在医院前气氛那样好 回到这里 一切又打回原形 洛林远于寒家转了一圈 想到于寒就是在这房子里长大了 他觉得哪哪都值得看 又看了遍于寒和他妈妈的合照 妈妈果然是的大美人 他盯着照片 怀疑起自己爸爸话语的真实性 这么漂亮的美人 若挺年轻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动心吗 于同学的身体比嘴诚实 和洛公主睡一起 不自觉地就抱着人家做梦 洛林远看着于寒和他妈妈的合照 小声地说 你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她明明牵着你笑得这么开心 好像你是她的快乐 我妈跟我就没有照片 躺在于寒那张床上时 洛林远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 他偷偷纹被子枕头 确实刚晒过不久 揉杂着阳光的体位 形成一股暧昧又烫人的气息 就像于寒的怀抱 洛林远指头捏紧了被子 掌心一点一点的湿透了 他有点想干坏事 不行啊 这也太堕落猥琐了 怎么能在喜欢的人床上 干出这种事情 洛林远踢开了被子 将客厅的风扇搬进房间 在微凉的秋天中 任性地开了风扇 天快亮的时候于寒才回来 一进房间就看到发烧的洛林远 居然还吹风扇 他关掉了风扇 从衣柜里抱出一床被子 睡到了洛林远旁边 他入睡得很快 迷糊中有什么钻进了怀里 便顺势揽住了 第二天于寒醒来发现 洛林远被对着被他抱在怀里 睡衣掀起大片 露出光滑的背景 白的黄眼 他的手占有欲十足地 搂住了洛林远的腰 于寒僵硬地收回手 小心地起身 脚步急促地冲进了浴室 给自己洗了个洗冷水澡 他不知道他离开了房间后 洛林远也跟着睁开了眼 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和后腰那块 睫毛颤得更厉害 和于寒一起上学 洛林远少见的没有迟到 方霄一来见洛林远在座位上遇袭 有些惊奇 我的乖乖 你怎么到得这么早 洛林远拿笔写了几笔 起得早 你昨晚去哪了 吴伯都给我打电话了 问你在不在我这 洛林远头也没抬 坦然荡 于寒家 方霄被吓到了 你你你 你不能这样 你还小 洛林远翻了的白眼 你想什么呢 我们什么也没干 你今晚有没空 我不用补课 你陪我去一个地方 方霄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 有空 去哪 我想去闻声 方霄有些犹疑 你是跟你妈吵架以后 要来场非主流的叛逆吗 想闻青龙还是白虎 兄弟可不陪你闻了 咱俩关系没到这一步 洛林远有点想打人 他拿着自己设计了 一下午的图案给方霄看 方霄一看 就被吐了一个亮枪 不行不行 小圆圆你到时候肯定后悔 然后怪哥我没拦住你 洛林远抬手 做出要打的架势 我比你大 当谁哥呢 快还给我 方霄不肯 最后把洛林远 架到纹参店楼下 让他喝点奶昔冷静冷静 洛林远有些不满 真有这么土吗 方霄像听了的笑话 七只土啊 还来人 纹参是一辈子的事 你别瞎搞啊 方霄得知洛公主要纹参 已经够惊讶了 看到他自己设计的图案后 差点炸裂 问他打算闻在哪 洛林远抱着杯子 小声嘟囔道 左肩胛骨 你该不会是因为余老师吧 我记得余老师有个纹身来着 洛林远瞪圆了眼 心想方霄怎么知道余晗有纹身的 方霄不可置信地瞪洛林远 居然以为余晗身上也有个这么土纹身 洛林远松了口气 有点心为还好这个兄弟神经够大条 一口气干掉了半杯奶昔 哎 别说了 不闻了 方霄听他在那里愁 也有点心软 你要是真因为余老师闻的话 其实不一定非得闻同款 你闻个意义差不多的 两个人嘀嘀咕咕商量完了以后 总算抵达了纹身店 店里一个女生接待了他们问要什么图案 洛林远认真的说 我想要一副余破冰 女生电脑敲了一阵问 彩色的吗 想好了 彩色的可洗不掉 洛林远却认道 既然闻了 就没想洗 余破冰 是冰雪消融 春天已至 是他的春天 事情当完后后 方霄看他喝个奶昔蹭得满脸都是 力道重的洛林远瞪了他一眼 你是想把我嘴扯下来吗 方霄把纸巾往垃圾桶一扔 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刚刚好像看见余老师了 洛林远赶紧到 哪里哪里 我脸还脏不脏 你怎么不早说 方霄摸摸头 好像而已 找不到了 大概是看错了 洛林远吸了口奶吸 怎么可能 余涵这么帅 哪有看错的条件 行吧 你喜欢他你说了算 说到余涵 洛林远又想发信息问他在哪 或者问余涵要不要来跟他们一起玩 但很快他就想到余涵 昨天根本没睡几个小时 哪有精力完 思来想去最后发了个 感觉身体好多了 谢谢昨晚的照顾 好好休息 记得补降 与此同时 余涵在二楼的楼梯口 看见了他和方霄的一举一动 脸色有些阴沉 这时纹身店的小姐姐看见余涵 后来便拍了下他肩膀打招呼 原来余涵是店里老板徐晓晓的弟弟 徐晓晓原本住他们隔壁 也是单亲家庭跟着爸爸 爸爸常年在外面做生意很忙 孩子就交给余涵奶奶带 每个月给笔钱 对于余涵来说 徐晓晓这个从小在他家长大 几乎是半个亲哥了 也是他介绍余涵去长木开的酒吧打工 长木是他男朋友 会帮他照看余涵不吃亏 徐晓晓中没有些纠结说 长木说老是有个小男孩来酒吧找你 是不是被缠上了 又是叹心地问 你不是交过女朋友吗 我也没别的意思 你们不是我想的那样吗 余涵放下筷子 沉默久久后才说 我不知道 哥 我还没想明白 徐晓晓脸都白了 还想明白什么呀 都到的想的地步了 那也离弯不远了 纹身图三天后就出了 半截鱼身露出了破碎冰面 尾巴甩出青岩水滴 鱼嘴泛红 一路向下 颜色从深到浅 橘红到粉红 冷暖掉香状 还挺好看 方霄凑过来嘖嘖两声 骚 真骚 闻上这条鱼 心想事成 上天入地 你就是新时代的活景领 骆灵远和他几时不通让他滚 方霄他们的试篮球赛马上就要到了 骆灵远听说于晗在 就说他也要去看比赛 方霄知道他的小心思 抓着他一顿条坦 两个人在那瞎闹 就听见有人叫了声落落 门口有人找你 骆灵远往门口看了眼 竟然是于晗 他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小步跑了出去问他有事吗 于晗抬手就塞了他卷子给他 一板一眼道 不顾客的时间记得做卷子 下周一我检查 骆灵远捏着那有些厚度的卷子 下的头发都直了 这么多 怎么可能做得完 一天三章 针对你的弱项科目 骆灵远将试卷翻了翻 简直悲愤 因为上面所有必考科目都有 在于晗眼里 他就没有不弱了 但是输人不输阵 于晗这么久不找他 一找就是一堆卷 便和他说 下周一步补课 我没空 于晗没头一周 为什么 我要跟方霄打游戏 其实他要去纹身 拿方霄当借口而已 于晗听了这个理由 脸色更冷一些 丢下一句 随你 就直接转身走了 骆灵远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在原地站了一会 才猛猛地往回走 回到位置上 方霄看见骆灵远 手上那套卷子 瞬间笑出声 于老师这是要把你绑着 跟他一起进青花嘴大吗 这么多 笑着笑着就见 自己兄弟根本没声 趴在那对卷子上 没了动静 又问咋了 见了心上人不开心 骆灵远文言拧着眉头说 是个屁心上人 方霄心想 都要为他纹身了 这还不是心上人是什么 吵架了 哎呦 年轻人谈恋爱 哪有不吵架的 习惯就好 你俩成了以后 吵架是迟早的事 骆灵远没被哄好 甚至觉得方霄有点乌鸦子 他委屈到 不可能在一起的 他根本不喜欢我 我也不要喜欢他了 方霄觉得 他这台磁酸的掉牙 又不敢继续刺激 深陷恋爱中人的 敏感神经 就问 那还要不要去看 我们打球了 骆灵远应声道 看 为什么不看 我又不是去看他的 我替你们看包不行吗 行 当然行 超级行的 放学后 骆灵远手撑着下巴 塞帮子一拖一拖 眼睛瞪着篮球场 旁边坐着一堆 看于寒的女孩子 一看到于寒爽帅 就鼓掌尖叫 骆公主看到好多女生 为于寒捧场尖叫 她冷笑一声 等方霄一进球 也跟着把手拍得啪啪响 拍得掌心都红了 幼稚的要命 搞得场上的方霄 风骚的朝他 抛了几个飞吻 以示感谢 结果下半场方霄就惨了 根本碰不到球了 于寒那恐怖的男人 掌控全场 球都没离过他的手 于寒还是有传球的 毕竟篮球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但于寒传给谁 都不传给他 方霄在场上跑来跑去 跑得气喘吁吁 满脸的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练习结束后 方霄气喘吁吁的下场 和骆灵远抱怨 我觉得我好像被于老师针对了 但我没有证据 他都不给我传球 还逗得我满场跑 我明天铁定费了 全身痛 骆灵远胳膊肘往外拐 难道不是因为你打的菜 才不传给你吗 哪里能叫针对呢 方霄悠悠抬眼 我警告你 我现在浑身汗臭 不要逼我给你来个大包包 说完他展开了双手 一脸明笑的靠近骆灵远 骆灵远秉持着洁癖不跟操汗斗 起身就躲 于寒格这半个球场 看了他好一会 转头不离他了 拿起水壶和书包 跟其他人告别 甚至还冲一边 任宇过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得这么及时 练习刚结束就来了 骆灵远恨不得将自己的眼神化成逆剑 狠狠扎在于寒和任宇身上 再一刀把两个人劈开 黏在一起走向什么话 骆灵远忍不住跟了上去 看到他们站在一起 这样的和谐 像电影画面 完美到骆灵远咬牙切齿 也不知道是不是骆灵远的怨念起了作用 于寒转过头跟任宇说了什么 骆灵远呼吸都停了 心想于寒这个直男不知道避嫌了 他看不出任宇也许对他有意思吗 想到任宇还帮忙照顾于寒生病的外婆 如果任宇也喜欢于寒 而于寒有那么千分之一的可能性 喜欢男生的话 他抢得过任宇吗 简直前路渺茫 情路坎坷 骆灵远难过死了 他瞧见对面有间奶茶店 就走过去买奶茶 哪知道冤家路窄 任宇竟然和于寒坐在奶茶店 于寒看见他了 骆灵远扫了人一眼 没想打招呼 就到没看见一样 结果路过于寒的时候 冷漠失败 于寒顾忌重施 拉着他的书包袋 将他拖了回去 骆灵远单手拿着奶茶 艰难地抢自己的书包袋 问他干嘛 于寒撑着下巴 仰头望他 又喝冰的 病好了 这种突然的关心 让骆灵远心都快被酸成一颗草莓了 不要你管 骆公主看到于寒和别人优惠促成柠檬精 于寒拉着他的书包不让他喝奶茶 怕他身体又受不了 骆灵远硬气地跟于寒对视不过三秒 还是软了下来 说 我一口都没喝呢 好浪费 难道我喝剩的你来喝吗 于寒抬手接了他的奶茶 也松开了他书包袋子 回去吧 圈子记得做 要是不会的微信我 如果下次检查没做完 你就别想着跟方削打游戏了 骆灵远闷闷地答知道了 然后看了人鱼一眼 只见人鱼面上露出吃惊神色 视线在他们两个之间游移 骆灵远忍不住嘚瑟 要是他有尾巴 肯定摇得飞快 当下也不可惜奶茶了 连回家的步伐都轻快不少 骆灵远第一次感觉 自己这样热爱学习 尤其是想到 这是心上人特意为自己准备的 还觉得美滋滋 将第一张卷子做到一半 骆灵远就美不起来了 他不想上清华北大 他家这么有钱 狗一个普普通通的三本就好 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 继承家业不需要高学历 骆灵远写写婷婷 再把不会的提派了发过去 于寒应待在上班 发的语音 环境音很吵 不会的提空着 明天中午放学我来给你讲 骆灵远有些失望 你叫我给你微信 我还以为你要在线教学呢 把解题过程写出来 和直接抄有什么区别 我得知道你是在哪一步不懂 骆灵远求助无门 又不舍得这么快结束对话 他想将他跟于寒的聊天记录 多刷一些 但是于寒都是简单应答 冷淡地将他所有热情覆灭 骆灵远又觉得聊不下去 于寒清闲地靠在柜台擦杯子 偶尔才有空回的消息 这时来了个意外的客人 人羽穿着长服 于寒看了他一眼 给他倒了杯果汁 任羽忍不住笑 有劲没劲 我成年了 于寒作为他多年的好友 知道他有心事 就问 怎么了 是不是叔叔阿姨又吵架了 任羽轻轻摇头 他用一种很奇异的眼神问于寒 你上次说你在给骆灵远补课 他发现最近他身边的人 好像总是提起骆灵远 说 嗯 我在给他补课 任羽问他为什么要答应 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吧 于寒觉得任羽这个问题 问得很没有意义 有钱 为什么不答应 你觉得会是什么原因 任羽与他注视了半赏 没勇气将对话进行下去了 最后只向他刚调好的酒 我试试看味道 于寒没有将酒给他 回家吧 再晚些叔叔阿姨就该担心了 任羽失望的敏唇 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打算走 于寒在他身后叫住了他 你是我兄弟 好友 这永远不会变 任羽痛苦的闭眼 于寒到底察觉到了他的心思 如今对他宣判了死心 他颤着声音回道 当然 好朋友 洛公主知道于寒周六有比赛 贴心地问他要不要接送 于寒说不用 比赛的地方比较近 洛灵远只好放弃了接送这个行为 转而去接其他女同学 方霄先看到他们 冲他们又摇手有蹦的 示意他们过去 人太多了 洛灵远担心陶琴被挤荡 就伸手扮揽着对方的肩膀 固着陶琴走过去 他将自己网购的能量放递给方霄 又散给一旁的队员们 又走到了于寒面前 这口味没那么甜 我特意给你留好的 于寒从能量棒看到他脸上 不用 吃东西不好运动 洛灵远一下就急了 这个吃了不撑肚子 你看他们都吃了 于寒还是没说话 洛灵远哪里能接受这样的当众打脸 这还是他特意给于寒留的一片血 这人呼冷呼热的 他心也跟被揉来捏去 他气恼地将能量棒往回收 就要走 于寒突然拉了他胳膊肘一下 等等 洛灵远甩开了于寒的手 不给你了 这么多不给你 于寒直接捏上了他后颈跟 洛灵远顿住 完全不敢动 委屈地瞪于寒 还要干嘛 在我还没翻脸之前松开 于寒弯腰 垂眸看他 生气了 要翻脸 洛灵远不说话 于寒突然笑了 是有点邪性的笑 你刚刚不是挺有绅士风度的吗 知道顾着女孩 怎么到赛场上 不为笑友加油呢 感情于寒这是吃醋了 他被于寒这个笑撩过得 简直手足无措 情绪正上头 脖子也在人手里 一时半会根本无法分析现在的情况 于寒到底要干嘛 为什么总是这样逗他 他甩开对方捏着自己后颈的手 加油 行了吧 松开 紧揣着能量棒跑了 中途掉出来的都不知道 还真的应了那一句 扔掉也不给他 于寒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露出神色不明的微笑 洛灵远回到座位上 戴上一次性手套 又用消毒湿巾将椅子擦了一遍 之后才戴上口罩 夏福突然回头来看他 下星期我生日 你要不要来 洛灵远差点没反应的过来 下意十点的头 夏福听到行就将头转了回去 这时洛灵远感觉到 夏福身边的班长也跟着看了他一眼 眼神隐约含着恶意 让洛灵远很不舒服 他心想 你要是喜欢姑娘你就追 磨磨叽叽盯着已经分手的前任做什么 洛灵远毫不客气的瞪了回去 班长立刻收回了视线 还特意靠着夏福坐近了些 洛灵远冷眼看着 皱皱鼻子 幼稚 这场比赛打得相当狼狈 甚至可以说惨烈 哪怕队里有于寒这个外挂 也双拳难敌四手 洛灵远不懂篮球 旁边的陶晴看出来球场上的不对劲 指了指拦着于寒的那两个人 其中一个探似在防着于寒抢球 实际小动作不断 肩膀 胳膊肘 膝盖 几乎是无所不用的骚扰于寒 他清晰地看见于寒的腹部 都被人用胳膊肘撞到了 肯定很痛 洛灵远脸都气红了 裁判怎么回事 这是打球还是打人啊 犯规了都看不见吗 陶晴也拧着眉头 手段太脏了 于寒抢到球后 带球过人 成功突围 灌篮 一气呵成 就在这时 防守在于寒刚落地之际身形慰稳时 故意将他撞倒在地上 还企图在于寒脚踝上踩一脚 洛灵远心都快跳出嗓子外了 猛地从位置上站起来 陶晴感觉洛灵远的手都在抖 他安慰洛灵远 放心 没踩到 于寒躲开了 他看人的脸色 口罩遮了大半张脸 露出来的眼却是红的 显得担心又愤怒 情绪失控 心思细腻的姑娘察觉到了一些微妙 这样明目张胆的犯规 裁判也不能无视 尖锐地吹哨后 做出裁决 被犯规的球员罚球两次 罚球两分很轻易地就被于寒拿下了 大概是被对方的脏手段激怒了 他们的校队士气大震 越挫越勇 到下半场的时候 成功将比分咬了回来 最后写上 在观众席所有人又跳又叫庆祝时 骆灵远看见了方霄 见骆灵远一脸急切忧心找来 立刻就懂自己兄弟想问什么 说十四中那群狗东西 于寒被杨席送去附近医院看上了 要不要帮你问问在哪个医院 骆灵远急坏了 大声吼着你说呢 骆灵远冰着一张脸到了医院 方霄在后面追着跟骆灵远说 我今天是真佩服于寒 带着伤都没让我们看出来 要是于寒没在 他们铁定输了 但于寒的脚伤成这样 下一场比赛不能再出场 骆灵远没说话 方霄知道他生气了 还是闷气就劝他 一会到医院见了人 说话记得三思 你连男朋友还没追到 就把人骂跑了 骆灵远气势汹汹地跑了过去 连杨席都被骆灵远的阵仗吓了一跳 倒是于寒不动如山 瞧着挺淡定 他走到于寒身前蹲下身 掀开了于寒的裤脚 看见了于寒肿大的脚踝 又恨恨抬眼 心里太生气了 嘴巴一张火就要喷出来了 为了不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 他只能先出去转几圈 让自己冷静下来再说 于寒见人要走 伸手去拉落灵远的手 问他去哪 骆公主看到于寒一身的伤难过死了 想出去冷静 于寒扶着椅子站起来 杨席慌忙起身劝道 于寒你别乱动 省个伤上加伤 骆同学你也等一下 于寒好想有话要跟你说 杨席的话让骆灵远站住了 不情不愿地转过身来 他还以为于寒要跟他说什么 结果这人还在逗他 朝他伸出了手 能量棒吗 骆灵远猛了下 最后往口袋里一摸 只剩下一袋了 他放到了于寒手里 你不是不吃吗 于寒说话的时候 他眼睛一直看着骆灵远 现在比赛结束 饿了 想吃 旁边的杨席一脸问号 而方骁则在感慨 不愧是于寒 将濒临失控的小公主吻了下来 还是靠这样简单的安抚技巧 方骁瞧着有戏 赶紧拉着杨席 走走走 我们去看看CT结果出来没 杨席这个直男还挣扎 说好了两个小时才出来了 现在不到半小时 那就去买点吃的 于寒肯定也饿了吧 不解风情的钢铁直男 眼色直腹的杨席说 不是有能量棒吗 方骁恨不得跳起来 打杨席的头 我饿了 我饿了行了吧 老子为了你卖命打球这么久 你就不能请我吃个饭吗 怎么能说为了我呢 你是为了咱队 为了学校 为了荣誉 为了男人的尊严 方骁爱莫能助 无奈地叹了小公主一眼 心想哥们实在没法帮你 还是于寒出声 杨席 我确实有些饿 想喝粥 杨席才没有磨蹭 拉着方骁立刻赶往医院外面的餐厅满粥 等人一走 于寒就拉着洛灵远 让人坐在旁边 还伸手拉下洛灵远的口罩 不闷吗 一直戴着 当然闷 快被闷死了 刚刚一路冲过来 呼吸还没缓过来吧 他脱了手套 撕开后递到于寒嘴边 反应过来又觉得丢人太主动了 于寒肯定是不会救得他手吃的 谁知于寒低头在能量棒上咬了一口 漆黑的睫毛垂着 挺直的鼻梁 皮肤细腻 洛灵远平住了呼吸 呆呆地举着能量棒 于寒掀起眼睫 眼睛弧度有些弯缩 甜 洛灵远处于被震住的状态 完全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恍惚道 甜吗 我记得味道不甜啊 说着他把能量棒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嚼了嚼 毁然没尝出什么味道就咽了下去 乖乖地说 不甜啊 于寒先是不可置信地望他 接而缓慢一笑 笑得很奇怪 好像看到什么过分有趣的事情 令他相当愉悦 雨调放得很轻说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洛灵远不是很明白 嗯 于寒抬手碰自己的唇 你吃的是我咬过的 又隔空点了一下洛灵远的嘴巴 虽然我不是很介意 但你有洁癖 你还记得吗 洛灵远脸色爆红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和于同学间接接吻了呀 被于寒一提醒 他慌乱之中 差点将手里的能量棒摔在地上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以后决定跑路 荒霄觉得小公主不争气 这样好脱单的机会都不把握住 非要坚守在单身狗的岗位上 洛灵远离开于寒就找回了李志说 单身狗说谁呢 然后又若有所思地碰了碰自己的嘴唇 犹疑地问荒霄 我觉得我比想象中的更喜欢于寒一些 我好像不讨厌他的口水 你们两个在严肃的医院做了什么 洛灵远看他那么大反应又解释 我只是吃到了他吃过的东西 晚上洛霆请了大学兄弟过来吃饭 两人家事相当 官家生意也做得很大 毕业后就出国拓展海外市场了 前几年才回来呢 儿子都跟洛灵远差不多大了 和洛灵远一个学校的 叫关念 洛灵远没听过 但是看官朔峰笑出纹路的眼睛 就觉得眼熟 这双眼睛好像女孩 眼皮宽 睫毛长 眼尾上条 红人深而黑 看人的时候身碎十足 简直越看越像 官朔峰发现洛灵远老师看他 就打去问 怎么了 叔叔脸上有东西 洛灵远老师摇头 不是 就是觉得叔叔长得好年轻 吃完饭洛灵远在楼梯口撞见了林叔 闻到妈妈没有熟悉的烟味 就问他是不是戒烟了 林叔被饮浆了浆 但没有理会他 反而加快步伐 下了楼 洛灵远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小开心 晚上他给于晗发去慰问消息 问他脚踝还疼不疼 于晗这次回得很快 说没有大事了 洛灵远问他在哪 于晗说上班 洛灵远瞬间从床上坐了起来 炸毛了 愤怒地输入了一大串 指责于晗不顾身体 又不是铁打的 能不能就休息一天 但是在消息发出去前 他又一字一句地伤回了空白 心里太难受了 他盯着屏幕发呆 心里酸酸长长 原来喜欢一个人 不仅会无时无刻地喜欢 还会心疼 因他高兴 为他难过 情绪被掌控得牢牢的 不受控的起起落落 想叫他不要这样勉强自己 又恨自己实在无能为力 帮不上忙 洛灵远只能交代几句 让他好好休息 不然的话 后面发了一长串省略号 正想翻个表情包 于晗就紧接着来了一句 就不跟我好了吗 洛灵远差点吓得把手机摔出去 一下扑到床上 红着张脸使劲灯头 这人怎么能这样啊 到了约定纹身的日子 洛灵远却被方销放鸽子了 他有事要回去 于是他只能自己一个人来到纹身店 洛灵远脱了衣服 趴到了那张床上 细腰上两颗乖巧的腰窝 引得金灵吹的牲口哨 你这辈比女人都美 洛灵远脸红反驳我是男生 谁说不是呢 你要不要用麻醉 就是用了以后颜色没那么漂亮 洛灵远心想 怎么都是个大男人 哪能怕疼 虽然他也有点怂 金灵丹这行很多年了 手很稳 洛灵远没感受出有多疼 便天真的说没事 结果做到一半 洛灵远就被疼出了眼泪 他嫌丢人 这时也没法开头喊药麻药了 就将脸埋着 忍耐疼痛 金灵胆紧分散客人的注意力 最怕你咬牙忍着 越集中在上面越疼 不如跟我聊聊天 还能分散点 有喜欢的人吗 他瞧洛灵远耳垂和后颈 连带着两个尖头都是红的 也不知道是害羞的 还是忍痛的 大概是两者都有 洛灵远没有否认 金灵叹道 纹身是因为他吗 你们这些年轻人 比我们还激情 我有个弟弟也在你们学校 说不定你们认识 洛灵远疼的握紧了拳头 问是谁 金灵见他实在难受 就停了下来 这是纹身室外传来的声音 金灵笑道 说曹操曹操道 他叫于寒 你认识吗 话音刚落 他就见床上的男孩猛地撑起身子 惊恐地看向他 什么 哪个雨哪个寒 这是纹身室的门被轻轻推了开来 于寒提着袋子出现在门口 他看到房间里的人 先是愣住 几分茫然 像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洛灵远 金灵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外卖袋子递给他 让他去休息一下 金灵接过外卖袋 嘱咐了几句就走了 于寒站在洛灵远身前 脸色渐渐沉了下去 眼神非常严肃 甚至还有点生气 命令道 转过去 洛灵远猛地抬起眼 纠结了半天 甚至是哀求地看着于寒 我不想 于寒突然动作 强势地将洛灵远翻了过去 那被闻了一半的图案显露在他的眼前 简直要刺痛了他的眼 柔酸了他的心 洛灵远整个人都是僵的 唯一寄托于希望是于寒 不知道这个纹身的意义 但很快 他就听见于寒说 金姐跟我说 他最近接了个有意思的活 客人要求他闻春天 却是一幅于破冰的图 洛灵远僵硬地背景缓缓送了下去 闭鼓地自暴自弃 闷闷道 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在他身后的于寒 用压抑的声音问 那是什么意思 于同学看到洛公主背上的纹身 终于还是冲动地问了洛灵远 洛灵远恨不得整个人就地消失 于寒却掐着他的腰 盯着他的那双眼 像是有很多话要说 极复杂的情感充斥在其间 时刻要倾斜而出 洛灵远眼睛都红了 憋着泪却强盗 反正不是 什么意思都没有 我瞎闻的 你不要想太多了 这个纹身不是你 你不是我的春天 他听见于寒叹了口气 好像很无奈 纠结 也有种逃不过躲不掉 认输的意味 下一刻 于寒双手撑在他身侧 身子前轻吻住了他的唇 纹身势力很安静 隐约能听见外面的人 在笑闹的声音 于寒语调很轻 却一味轻略性十足说 张嘴 被他命令的人节毛乱颤 紧张的手也抓紧了于寒的衣服 于寒捧在他的脸侧 拇指压住他下巴 微微用力将他的嘴暗的微开 重新牵了上去 洛灵远脑袋里晕得厉害 整个人都天旋地转 衣服什么时候掉了都不知道 冷静下来的于寒的脸也有些泛红 但模样要比洛灵远起疹多了 洛灵远眼尾带着点可怜的诗意 嘴唇红肿 手还扯着衣服往腿尖压 他刚刚被清出感觉了 他简直羞愤欲绝 都怪你 于寒想笑又想抱洛灵远 但又怕碰到他的纹身 刚刚有没有压到你纹身的地方 洛灵远都快忘了这回事了 被一提醒 才感受到背脊上的那股腹发 他看向门问 那个姐姐是不是回来过 于寒说没事 什么没事啊 要是被他看到了怎么办 于寒仍然淡定 看到了就看到了 洛灵远气闷 你们不是认识吗 要是 要是被他发现你跟男生亲 那他 于寒笑着看他慌乱 觉得再多洛灵远就真急了 还冷静道 别怕 迟早也要跟他说的 洛灵远有些傻的望着于寒 好像根本不懂他的说什么 于寒握住他一双手 为什么不能跟他说 你现在不是在跟我谈恋爱吗 恋爱这两个字简直是暴击 洛灵远的一颗小心肝 都快被这两字给撞碎了 识 什么 他觉得自己宛如一个傻子 于寒脸色一沉语气危险道 亲了不想负责 你不喜欢我 洛灵远像只警觉的小动物一样 马上察觉到危机 喜欢 我喜欢你 于寒满意的笑了 眉梳目窄 英俊的像他心上的月光 门被敲响 精灵拿着一杯奶茶进来 小于 跟你同学聊好吗 于寒还没说话 洛灵远就红着脸点头 聊好了 可以继续闻身了 于寒的眉心变异皱 还闻 洛灵远瞪着于寒 都闻了一半 再停下来也晚了 不如完成它 于同学的独占欲不是一般强 不仅不想老婆被人看 也不想被人拍 精灵瞧了眼不太高兴的于寒 小同学说的对 你哥找你 快出去吧 不要影响我工作 于寒无奈的只能让人下手倾斜 精灵有起绣管 放心 我会好好对待你的朋友 像对公主一样照顾他 洛灵远很有男子气概的插话 没事 我一点都不觉得疼 精灵在其中一块鳞片上扫了色 突然问 你们是不是在我神圣的纹身房做坏事了呀 洛灵远被吓得一抖 好半天才说 我们就是在聊天 聊天能把嘴巴撩肿 那你们可聊得真激烈 好好对他 他过得挺苦的 洛灵远沉默了一阵 也应了声 我会的 几个小时后纹身终于好了 精灵让洛灵远拍照留底 这时门边传来敲响声 余寒暴毙望着他们问这是干嘛 精灵翻了个白眼 你别装 这店里隔开的你们不知道 承平得留照片是老规矩 余寒拿起洛灵远的衣服 没这规矩 别听他的 精灵快憋死了 又看不到脸 这样也不行 人小同学自己还没说要不要拍呢 洛灵远看到余寒阴沉的脸 忙摇头说不拍 说完他又歉意地对金姐说 不好意思 精灵实在不甘心又哄荡 本来看在小鱼份上给你算三小时的钱 你考虑一下 不拍没折扣哦 哪知洛灵远干干脆脆的拿起手机就转账给他 转账提示音响起 一切都成定局 精灵没好气冲于寒道 你不是要上班吗 怎么还在这 于寒笑着给人弄头发 一边答 换班 晚点去 精灵不太赞同 都多晚了 今天就别去了吧 铁打的身体也经不住这样熬 是不是啊小同学 洛灵远文言撇嘴道 他又不听我的 于寒顺完他的头发 又在他耳垂上捏了下 把人的软软凉凉的耳垂捏得又红又烫 引得洛灵远捂着耳朵用眼神控诉他 这才不紧不慢道 谁说我不听你的 精灵简直被满屋子恋爱的酸臭味熏得呆不下去了 够了够了 赶紧走 晚上的步行街很热闹 人太多了 所以他们不能牵手 洛灵远去看于寒锤在身旁的手 看起来很好牵 什么时候才能碰一碰呢 他一个人胡思乱想着 还偷看于寒 于寒像是察觉到了看过来 洛灵远赶紧一开视线 装作若无其事 于寒笑道 你躲什么 洛灵远不承认 他看到一边的奶茶店 喝不喝奶昔 又是草莓味道 太酸了 洛灵远刚想反驳哪里酸了 然后他就跟卡叠了伴 一针针地将脑袋转了过去 上次你真喝了 于寒顺势拉了他的手 朝奶茶店走 没反驳 于同学这家伙拐到老婆后 彻底开窍了 对着老婆各种撩 听到于寒之前真的喝了他不要的奶昔 洛灵远脸都红了 你怎么真喝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 于寒捏了捏他的手指 好笑地扫了眼洛灵远的嘴唇 不能喝吗 洛灵远顿时变成满脸蓬蓬的哑巴 喝了口奶茶总算找回状态 又想放声大笑 想全天下都知道 他谈恋爱了 恋爱对象是于寒 这算是于寒跟他表白了吧 那是不是于寒先喜欢他的 于寒什么时候喜欢他的 暗恋他多久了 挨压这个心机的男人 肯定一早就看上他了 洛灵远自己在那里甜蜜偷笑 连于寒从奶茶店出来了 就一直牵着他没松开都不知道 被带到了计程车 洛灵远醒过神来 人都在计程车上了 才赶紧说 先送你回家 于寒好笑地说 总算回神了 想什么呢 一直傻了 洛灵远哪好意思说 捏着奶茶杯 没有 没什么 你刚刚说我能管你 那你今晚回去乖乖睡觉 于寒一脸宠意地看着他说好 洛灵远有点得意 下巴高高抬起 以后都听我的 于寒却没顺他心意 那得看什么事 洛灵远被打回原形 什么呀 只听这一回啊 他拿出手机 噼里啪啦发了一通表情包给于寒 有外人再不能说话 在微信上偷偷讲总可以吧 于寒回了个 洛灵远问 姐姐知道我们的事了 你看出来了吧 于寒依旧简洁地回个恩 洛灵远不乐意了 你就不能多回几个字 比如恩啊 于寒听话地回个恩啊 洛灵远还是不满意 觉得这样说话的于寒无法适应 又让他还是简洁点 于寒拿着手机简直想叹气 洛灵远又在那里提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了 哎 我就知道 哪有人会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往家里 于寒无言半晌 还没打字 那边又噼里啪啦来了一堆 怪不得你后来老是拒绝我 你是不是怕你自己把持不住 于寒简直头顶飞过三只乌鸦 然后蹦出一句 恩啊 我怕我把持不住 洛灵远得了答案觉得害羞 本不想回眉忍住 嗨嗨 你注意点 这是出租车上 但是你偷偷牵我的手也可以啦 刚发完 他就把手伸了过去 还在于寒面前晃了晃 生怕人在漆黑的车内 看不见他的手 伴着一声轻笑 他被牵住了 尸指向扣拇指擦在他的掌心 肃麻一片 不等他收容掌心 他的手背就被人亲了一下 一处吉里纺路过电 洛灵远半边身体都软了 于寒低声道 甜道 手背上的吻让洛灵远心花怒放 为了陪老婆约会 于同学强忍着受伤的脚印 是走了一晚上 人送到小区 还想跟着于寒下车 把男朋友送到家门口 半截身子还没探出车外 就被按了回去 老实点 晚安 洛灵远巴巴地看着他 我送你回家吧 冷酷无情的男人 毫不客气地拒绝他 是作业写完了 还是卷子做完了 记得我说过要检查吧 这真是一点浪漫气氛 都没有了 洛灵远想到自己 那写了一半的卷子 开始装可怜 你舍得罚我呀 我可是你的清清小男友 于寒关上门很酷地说了句 舍得 一张没写完 加罚一张 走吧 司机启动了车 直到后视镜里没了于寒 洛灵远才想到于寒的脚踝伤 他书包里还有只喷雾 忘记给于寒 于是叫司机掉头 车子倒回小区门口时 洛灵远开门下车 小桃几步才找见了于寒的背影 那个在他面前还自然行走的于寒 此时步履蹒跚走得缓慢 洛灵远这才醒悟 原来于寒刚才一直在他面前 竭力表现正常 他心头发酸 也没有开口喊人 只目视着于寒走进了小区以后 才回到车上 他都知道于寒受伤了 于寒何必在他面前 做出没事人的样子 强撑着多难受啊 怪不得不让他送到家门口 这人总是在奇怪的地方 有着自尊心 但洛灵远这次却能理解 因为没有人愿意 在喜欢的人面前 暴露自己难看的样子 其实他想对于寒说 即使于寒暴露自己的脆弱 他不会讨厌的 只会喜欢 心疼 更爱他 第二天 洛灵远抱着手机 全坐在床上 甜蜜蜜的发微信 要和于寒一起去学校 于寒回得很快 说现在医院晚点到学校 让他先去 洛灵远不乐意了 非要去医院找他 于寒说不过 只能让他多穿点衣服过来 洛灵远笑蜜蜜的放下手机 人果在被子里转了一圈 伸了个懒腰 爱情能使人战胜瞌睡 洛灵远心里念叨着这句话 觉得自己谈了场恋爱 简直要成为一个小诗人 洛灵远一到医院 于寒远远就看见了 那个刻意打扮的 学院风美男子 打去说 今天穿那么好招谁呢 于寒想接他手里的东西 洛灵远想到 他腿上的伤眉蜜 然后把手伸了过去 于寒一正以为他要牵手 结果手刚握上 就被洛灵远震开了 那具温暖的身体 靠了上来 扶住了他的手臂 洛灵远看看四周 很好 没人 他垫脚在于寒的脸颊边 亲了亲 早安 于老师 你的洛同学 今天来做你的小拐杖 于寒愣住了 好半天才失笑道 胡说什么呢 哪胡说了 你才扭到脚几天 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 你又不是超人 能这么快好吗 洛公主千里送温暖 到医院要做于 同学的小拐杖 她以为于寒会拒绝 正寻思着如何 用男朋友这个身份 压一压于寒 就感觉于寒的手臂 从他手中抽了出去 然后扣住他肩膀 将他往怀里了 洛灵远整个人 都被包进于寒怀里了 还感觉到于寒 用下巴搁在他头发上蹭了蹭 得这样扶 小拐杖 这哪里叫扶啊 简直是爆了 于寒还是将他手里的东西 接了过来 单手拎着 不等洛灵远抗议 就冲他空着的右手说 手放到我腰上 这下轮到洛灵远愣愣住了 于寒盯着洛灵远 逐渐变粉的脖子 不是要扶我吗 你的手只需要抱着我的腰 其他什么也不用做 于寒说完后 洛灵远好一阵没理他 他寻思着自己 是不是有点心急 先是冲动 把这个将他当作 意义纹在身上的小分蛋情了 现在又要人抱自己 进度太快 洛灵远在恼羞成怒吗 这时洛灵远的手 靠近了他的腰 收紧搂住耳垂通红 你这个人 会不会有点太会谈恋爱了 说实话 我到底是你的第几端啊 于寒拉着他的手 又按回自己腰上 扶着 不然走步了 洛灵远粗的嘴巴 都能挂东西了 心想着这个骗子 林林昨晚还走得很错 于寒语重心长的说 之前有谈过一次 是 话因为洛就被洛灵远 酸巴巴的打断 我知道 笑话吗 于寒就看着他 看到洛灵远视线闪躲 又补充了句 笑草也喜欢我 洛灵远瞬间竖起耳朵 谁 你还说我招人 你这简直是四月里的油菜花 于寒对洛是自创的先后语不懂 表示疑惑 洛灵远给出答案说招风影碟 于寒故意装模作样的说 不止 洛灵远一下猛啊 于寒这十点的点洛灵远的额头说 还招来了你啊 笑草 洛灵远这下不错了 心想于寒这个人不错 很有眼光 还不忘吝啬于寒 恋爱中的男人超好看 尤其是跟我谈恋爱的男人 我中午也去找你吃饭好不好 于寒都适应他这个风格了 不等于寒说话 洛灵远又赶紧说 你要是怕太明显 那我们约个人少些的地方 于寒脸上一下就沉了下来 你想跟我搞地下恋 洛灵远差点被噎到街吧 我们应该也不能公开吧 于寒没有说话 以为于寒生气 洛灵远感觉好像又回到从前 明明才填了不过一天 感觉解释 你要是公开的话 也不是不行 就是 那我爸妈要是知道了以后 把我逐出家门 你收留我 于寒总算露出点笑来 也揉回他的脑袋 跟拨小孩一样 把洛灵远打理了半个小时的头发 搞得乱糟糟的 弯腰在他太阳穴上亲了一下 别怕 不公开 于老师保护你 洛公主和于同学在一起后 恋爱脑的样子一下被方萧看穿 他看向一脸 我有事要说你快来问我的洛灵远问 啥是快交代 洛灵远把声音压得嘀嘀的 像是说个今天大秘密一样 我恋爱了 方萧插电尖叫出声 纳尼 发生了什么 快详细给我讲讲 于老师说弯就弯了 洛灵远莫名其妙的小性子上来了 以后不许喊他于老师 他是我一个人的老师 方萧被酸的倒牙故意惹他 成 以后我就叫他于于 余帅哥 洛灵远一脸纠结的犹豫了会 跟亏了似的 好吧 你还是叫他于老师吧 他就把在文身店的事情大致讲了讲 方萧听得扎舌 随之一脸坏笑 看不出来呀 于老师下手真是快狠准 他应该一早就知道你喜欢他了吧 洛灵远反而被这话吓到了 怎么可能 要是看不出来 他能亲你啊 不怕你给他一大了光谷 在全校宣传他骚扰直男 就吃准了你是喜欢的 于老师不是这么冲动的人 洛灵远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嘚瑟的不行 也有可能是因为文身吧 我都把他文身上了 傻子才看不出来 他可是年纪第一呢 方萧泼他冷水 那你可得好好学习了 于老师一看就是笨名校局了 要是大学就异地恋 未来就难说了 洛灵远瞬间就粘了 我才刚开始谈了 坏事都还没做 就开始好好学习 太正能量了吧 方萧板着脸跟个封建大家长 拉着洛灵远谈话 什么坏事 你还想干什么事 昨天是不是不止清了 洛灵远你可真行 底线呢 洛灵远一听昨天的事就脸红 之前我跟下福恋爱那会 你不也天天八卦起哄 怎么轮到于寒了 就有底线了 方萧默了默觉得自己有点双标 但是他这好好的兄弟 值了十八年一遭弯了 速度如此之快 连身都陷了 说好的洁癖呢 难道是于老师全方面优秀 包括那方面 洛灵远不知道方萧脑中的黄色风暴 他说的坏事比较单纯 是谈谈恋爱 轻轻小嘴拉拉小手 偷偷约会的那种 放学灵一想 他就一脸傻笑火速到 石班级门口等于寒 于寒背着书包出来 被他瞧见 一对眼睛就跟放光似的亮起来了 结果于寒身后跟着人 哈 洛灵远排灯泡被关上了 于寒走到洛灵远面前 等我 洛灵远装作往旁边看 嘴硬道 没等你 我路过 于寒给他色糖 还是上次洛灵远非要买 然后放他家的加薪奶糖 洛灵远捏着那糖 率先往学校门口走 于寒竟然没追上来 回头一看 还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跟任宇同步走 于同学真的好会 一句宝宝就把炸毛的洛公主录顺了 于寒在跟任宇商量找护工的事情 任宇说最近他老家一个亲戚在找工作 对看护老人这事也很有经验 任宇和于寒确定面试时间 抬眼就瞧见洛灵远在看他们俩 小模样还挺伤心 任宇自己就是贝 雷达很准 他早觉得洛灵远不对 果然这个人喜欢于寒 要不怎么用这种眼神看他们俩 跟瞧见自己男朋友出轨一样 这时洛灵远突然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任宇心中一惊 以为这人要闹 只见洛灵远把糖往于寒手里一塞转身就跑 于寒甚至没能把人拉住 任宇见于寒一副又好气又好笑 还头疼的模样就问 他怎么了 于寒说 在闹别扭 我跟他在一起吧 任宇只觉得脑子翁的一声 浑身的血都倒流了 于寒这样轻描淡写 坦然地说他在跟洛灵远谈恋爱的态度 才是最大的打击 没有一点隐瞒 也不会隐瞒 虽然于寒没有立刻追上去 眼睛却紧紧盯着跑开的人 于寒匆匆交代完接下来的事情 然后按了按人语的肩膀 我先走了 任宇勉强地笑了笑 没事 快去吧 他看着于寒追着其他人离开 心里也跟着空了一块 就像看着这个人 彻底离开了他漫长的青涩时光 那些喜欢的悸动的 早该彻底掩埋 他叹了口气 揉了揉酸胀的眼睛 再见 于寒 洛灵远一上了车 就跑到边边上坐着 恨不得整个人都贴在边缘 在他和于寒的位置之间 画出一道银河系 他等了又等 换了几个姿势 好让于寒一上车 就注意到他生气的策略 于寒还是没来 他心想再等屋呢 于寒再不来他就真生气了 在数学不好的洛灵远 数到三分之十六的时候 于寒终于上车了 洛灵远忙端起姿态 还没做出生气的表情 胳膊就被人拉着一转 贴着车壁的洛灵远 滑到了正中间 被握住了手 洛灵远什么情绪都跑光了 紧张死了 偷偷看前面张叔 有没有看后视镜 注意到没有 于寒在他手掌心里 用指头勾了勾后就收了手 覆盖在他手背上的温度散了 洛灵远有点失望 觉得这样就没了呀 怎么就不多轰轰他 他只好拧过脖子 盯着窗外快速掠过的风景 拧得脖子都酸了 也没见于寒有下一步的动作 这时他裤兜里的手机震了震 掏出来一看 一条微信来自于寒 洛灵远冷哼一声 心想 现在你说什么都哄不好我了 于寒说 远远 转过来 洛灵远挑眉 从小远变成远远了 感觉一般 于寒又来了一条 宝宝 这集糖分超标的呀 屏幕前的你是不是和小编一样尖叫了 洛灵远转头 嘴里就被塞了颗奶糖 从舌尖填到了心口 于寒还冲他笑 笑得洛灵远自觉地往于寒身边凑了 也不管前面的张叔 挨着于寒小声说 你喊我什么 于寒咳嗽一声 耳垂红了 洛灵远难得见于寒害羞 觉得更刺激了 他将糖顶到了塞帮子糖 眼睛期待地蹬着于寒瞧 哄他 一会再说一次哦 洛灵远变成一个黏人精 醋也不吃了 纠缠着一个昵称 从车上隐晦的闹 到房里补习的时候使劲闹 他搂着于寒脖子 整个人老不正经地挂在于老师身上 再喊一次呗 我还在生气啊 于寒装模作样地说 生什么气 没看出你生气了 洛灵远在他脖子脸上蹭来蹭去的撒娇 你都没看出我生气 这样更过分 我不管 你要叫我一声我才能好 于寒搂着他的腰 谋色渐身 洛灵远没察觉出危险人在痴缠 结果被人拖着屁股抱了起来 他只能跟个小孩似的 用一双腿夹着于寒的腰 最后被按到了书桌上 洛灵远嘴里的糖被抢走了 舌头也被损得又抹又肿 腰肉被揉得发酸 于寒像要吃了他似的 好不容易放过他的嘴 又去咬他耳朵 宝宝 还要吗 洛灵远捂着嘴 跟个受惊的仓鼠一样 战战兢兢地摇头 不要了不要了 我嘴里没疼啊 真没了 他偷偷掀开衣服 想看自己腰上是不是被掐出印子 哪知道他才做出动作 于寒就放下饼 衣服穿好 不要乱先 洛灵远撇嘴 我的腰被你捏了好久 我觉得疼 于寒把他翻了过去 一对腰窝得到了重点照顾 弄得他好痒 笑着蹲下来抱着肚子说 你这人是不是不义的呀 好痒啊 还没笑完 洛灵远就消音了 因为他终于看到了于寒 向他进来了 他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于寒倒挺冷静 抓着他的手拉他起身 回去坐好 我给你讲题 见鬼的讲题 于寒这种状态还能讲题 该不会在讲题的过程中 就把他办了吧 洛灵远警惕起来 眼神闪躲找着理由 我渴了 要下去喝水 你要用厕所的话赶紧用 于寒神情自然 还略有疑惑的挑眉 我为什么要用厕所 不用厕所难道用它吗 想得挺美 那个部位的分量把他吓到了 那种东西不能真用他身上 会死人的 洛灵远跑到了楼下 一口气喝了整杯冰水 被吴伯逮得正着 被迅的灰头土脸时 就听见院子传来的汽车声 吴伯看着小少爷惊喜的脸 也迅不下去了 告诉他老爷回来了 洛公主有情提示 聊男朋友虚谨慎 他冷静完回到房间 于寒试卷都坐到背面了 见他才回来就叫他过去 洛灵远走到他面前 又偷偷瞄了人胯下一眼 总算放松地松了口气 于寒觉出了他的目光 好笑道 下次别招我 不招了不招了 打死也不了 但他还想听两声宝宝怎么办 洛灵远处在那陷入了为难 于寒见他空手下去 拿袋上来问 手里的是什么 洛灵远回身 把纸袋打开 拿出两个盒子打开一看 两只款式一样的钢笔 于寒惊讶地望向他 送我的 洛灵远老实交代 是我爸爸的朋友送的 听说你也在这里 就送多了一份 又笑得跟偷心的猫似的 很失望吗 以为是我送你的情侣钢笔 于寒看了他一眼 忍不住动手 掐着他的脸又舍不得使劲 最后只好狠狠亲了一顿 把人亲老实了 还让洛灵远做好 给他讲题 洛灵远想到方骁的话问 你要考哪个大学呀 要去北京读吗 离外婆太远了我不放心 洛灵远沉默地看着于寒 放下笔靠了过来 双臂紧紧搂着他 于寒 我好难受 于寒将人抱到自己的腿上 拉着他胳膊腿上 上下下地打量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 洛灵远闷闷地摇头 鼻子都酸了说 我心疼 于寒明白他的意思了 觉得他傻 横什么 其实也还好 外婆在我身边 现在还有女不是吗 这简直是最动人的情话 洛灵远都快化在于寒身上了 他手脚并用地抱着于寒 就像树懒抱着树一般乖巧地说 这可是你说的 我会永远陪着你 你不许赶我 赶我我也不 说完他啪啪在于寒 左右脸个亲了一下 点着脸红小声说 从今天开始 宝宝疼你 洛灵远心里惦记着是 没敢太过苦 一一不舍从于寒腿上 划了下来 再闹下去都没法学习 不能跟你考上一个学校怎么办 于寒不知原来 他有这样大的志气 洛灵远瞪眼 你不想和我一起 你是不是想一地恋 没人管你 好手里抓一个 眼里看一个 嘴里再叼一个 于寒被逗乐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而转面一想 又觉得这样能激励 洛灵远学习就说 想和我一个学校 至少要考进年级前五十吧 你现在排名在哪 五百 洛灵远一听年级前五十 就眼前一黑 你不是说不考清华北大吗 于寒说的委婉却也现实 我要去的学校你要考上 有点难度 学生时代的恋爱 最怕的就是考的 不是同一所学校吧 洛灵远想到 让于寒跟他上一个 学校的可能性 只能是他高考失利 这样太不吉利了 他是很想于寒去 清华北大的 大不了他也翻一翻 北京的三本学校 看看哪个学校 学渣能去少 学费贵点也没事 他家不缺钱 问题是于寒不考虑去北京 这就很仇人了 但他尊重于寒的想法 于寒见他丧气模样 于心不忍 摸他脑袋温柔道 没事 于老师帮你 洛灵远趴在桌上问你 已经决定好去哪个大学了吗 这次于寒沉默了许久 半天才说 C大 洛灵远松了口气 吓我一跳 看你那么难以启齿 我还以为是什么 超级难考的学校 小远 我已经过了C大的 自主招生了 只剩下面试 洛灵远心想 这是好事啊 他的男朋友超棒 他笑着笑着 发现于寒脸上 没有什么喜意 这才觉得事情不简单 于寒说 等过了面试 我就不用去学校了 洛灵远努力理解这个意思 渐渐也笑不出来了 那我们还一起补课吗 于寒见他一脸猛的可怜样说 对不起 洛灵远努力做出笑的模样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不要因为自己的优秀感到抱歉 谈恋爱不是这样的 而且你确定 C大的不也挺好的吗 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留给我努力 我会追上你的 于寒有些动容 洛灵远像保证一样 一字一句道 我会追上你的 你信我 于寒到底还是心疼他 就跟洛灵远说 就算不是一个学校的也没关系 每周末我可以去找你 洛灵远拼命摇头 乌鸦子 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 万一呢 不要小看我 我初中成绩也很不错的好不好 要不怎么考上这所高中的 等吴博上来叫吃饭的时候 洛灵远才想起跟于寒说 爸爸让你跟着一起吃饭 两个人还手拉手下楼 于寒看到饭桌上的男人时 宛如被泼了一桶冰水 血都快被冻住了 洛灵起身 招洛灵远过去再对于寒说 小于同学站在那里干嘛 快过来坐 小远麻烦了你不少吧 今天叔叔得好好谢谢你 洛灵远一开始还没感觉到不对 但很快他就发现于寒的过分沉默 还有爸爸和那位关叔叔 不时交换的眼神 饭桌上对于寒进行的提问 也很密集 简直是太关心了 让洛灵远忍不住插话打断 爸爸 你老是问问问 于寒都没法吃饭了 洛灵大笑 看我话多的 这不是看小同学优秀吗 忍不住关心一下 说起来于同学成绩很不错 有没有考虑出国呀 洛灵远一听就说 还不考虑这个 于寒已经有想去的大学了 今天又是洛公主霸道护肤的一天 听到于寒报考了C大 一直在喝酒的关朔峰突然问 这么快就确定好了大学 什么学校 于寒没有理会他 现场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洛灵远更是想咬到自己多管闲事的舌头 没事插什么话 于寒肯定是生气了 饭后 于寒从书包里将那盒钢笔取出来 静止走到关朔峰面前 我想这东西是你的 关朔峰扫了那钢笔一眼 沉稳道 别人送的东西 既然收了就不要暂缓 很失礼 洛灵远都快窒息了 这个关叔叔太讨厌了 会不会讲话 他都看见于寒握着盒子的手 因为用力而泛白 于寒用同样冷静的声音道 既然要送东西 就不该藏头露尾 早说清楚了 我也不会收 关朔峰说你迟早要收的 于寒顿了一下 从前不用 以后也不需要 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没有价值 关朔峰神情沉稳 我本来很欣赏你 觉得你是实事物的孩子 没想到还是年轻 太冲动 于寒转身打算走 没想到关朔峰的声音 追了上来 既然都不要 那这份工作呢 于寒身子一僵 关朔峰食指向扣 端坐在沙发上 笑得优雅从容 你这样聪明 难道你没猜到 什么这份工作 那份工作的 这个关朔峰认识于寒 句句还一有所指 让洛灵远听不明白 但是不明白归不明白 又不是瞎 这个关朔峰 就是在欺负于寒 不就是拒绝一份礼物吗 用得着阴阳怪气的 洛灵远哪里啃眼睁睁 瞧着于寒被这样对待 他露出一个乖巧 又礼貌的官方性假笑 还甜甜叫了句关叔叔 于寒是我老师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他失礼了 我替他同龄道歉 关叔叔您也是个成年人了 何必为难一个高中生呢 说出去也不好听啊 于寒在后面动了动 好像要越过他 洛灵远忙将手背到身后 我不清楚 关叔叔您给于寒 提供了什么样的工作 但既然是工作 你也没必要用这样的态度不是吗 现在都是新时代了 上次下属也得互相尊重 动不动就用工作来牵制别人 手段相当无趣又无耻了 洛灵远仍是一脸乖巧 说出的话却很不敬 明明白白人人信信的 在打官朔锋的脸 饶事官朔锋跟洛婷关系再好 也被讽刺的挂不住面子有些动气 洛婷赶紧上前 大声道 洛灵远回你房间去 少年人的爱情最为冲动也勇敢 他要保护于寒 就算他很怕洛婷对他失望 不喜欢他的他依然要说 洛公主看到于寒被亲身父亲欺负 出眼顶撞了他们 洛婷更生气了 洛灵远梗着脖子 长辈就要有长辈的样子 他自己都不懂得尊重别人 还想别人来尊重他 洛婷快被他气死 你知道什么 赶紧回你房间去 你太不像话了 洛灵远眼睛都红了 你太不像话了 我什么都知道 你们何其伙来欺负我朋友 都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欺负小孩 爸爸我对你好失望 洛婷只觉得后颈的血管 都快被洛灵远气爆 既然说不听了就想直接动手 但是他手还没碰到儿子 就被儿子护在身后的那个人 抬手抓住 年轻人力气很大 对上于寒的眼神 洛婷心下意领 果然是关硕峰的肿 眼神都跟关硕峰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 他想这私生子流落在外这么久 竟然还跟关硕峰这样想 怪不得关硕峰要把人带回去 观念与之相比 的确不成气候于寒 缓缓将洛婷的手松 又按住了洛灵远的肩膀 是一个近似懒渡的姿势 然而现场气氛实在凝滞 一时半会竟没人能看出来 他这个微动坐下的暧昧和独占欲 于寒先对洛婷说 洛先生 小远出发点是好的 就算言辞偏激了些 你也不至于要在外人面前对他动手 洛婷一听 面色僵了 他什么时候要对洛灵远动手了 他只是要将人带上楼去 又对关硕峰道 虽然不清楚我的工作 与你有什么关系 但既然是工作 我是付出了才得到报酬 不是白拿我问心无愧 说着突然又笑了 用清冷的语气说 而你呢 关先生 这些年来 你问心无愧吗 说完他揽着洛灵远的肩膀说走吧 洛灵远抽着鼻子点点头说 书包还在上面呢 我去拿一下 洛婷眼看着事情的发展逐渐失控 你去哪 这么晚了 洛灵远牵着于寒的手 心里豪迈到不行 一副叛逆神情道 我要离家出走 我不给你养老了 洛婷见实在拦不住苦笑道 你看 我儿子因为这事都跟我闹成这样了 关硕丰面色不明朗 许久才对洛婷说 我当年不知道男男怀孕了 洛婷叹了口气 我们也都不知道 更何况你那会都出国了 他不告诉你 自己决定生下来也是不负责任 但什么怪不得你的话 洛婷还是说不出口呢 毕竟于男男在能耐 也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 就生下关硕丰的孩子 真是一笔不吐账 谁也算不清 家人已是往事已无法回首 洛灵远手心出汗 他后知后觉地感到了紧张 他是第一次跟洛婷吵成这样 后悔也说不上 就是心慌 于同学带着洛公主一起私奔了 走出洛宅后 于晗的拇指感觉到了他湿润的掌心 问他害怕吗 洛灵远突然清醒过来 不怕 我说了要疼你的 于晗听了这话 像受不住似的将眼睫垂下 耳垂连带脸颊都红了 看他模样害羞 唇边露出压抑不住的笑意 还不敢看他的于晗 真是可爱死了 洛灵远心动得要命 于晗将他带回家 又把他上次穿过的短袖裤子 拿出来给他当睡衣 洛灵远不是第一次来于晗家了 却是第一次以男朋友身份来 还挺紧张的 于晗给他塞了一条大毛巾 新的 也洗过晒干了可以用 洛灵远下意识 把脸埋进那浅黄色的浴巾里 抱着浴巾傻笑 连浴巾都给我埋好了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要来你家呀 于晗问 不喜欢来我家吗 洛灵远下意识地就回 喜欢 我好喜欢你 也喜欢你家 洛灵远的表白太自然了 又猝不及防 于晗手握成拳 挡在唇前尴尬地咳了一下 快去洗吧 我在外面等你 一句等你惹得洛灵远脸红心跳的 他不是不知人事的单纯孩子 他和于晗的话 应该是他在睡下铺吧 他是不是得做一下准备 他一边洗澡一边胡思乱想 觉得这样会不会太快了 万一于晗想要呢 他会拒绝吗 他没法拒绝吧 毕竟迟早也要经历这一遭的 他想彻底地拥有于晗 什么样的于晗他都要 他贪心地要命 洛灵远拿郁金揉湿漉漉的头发 用带着鼻音的声音问 你在煮什么呀 于晗走了过去 将人连带着郁金搂在自己怀里 洛灵远被抱了一下就笑了 干嘛呀 看我穿着你的衣服很心动 洛灵远真的是满脑子的不健康思想 下一秒于晗就戳破了他的黄色泡泡 是不是跟洛先生吵架了很难受 洛灵远不明白话题怎么转到这里了 于晗又说 不要自己一个人难受 我可以陪你 洛灵远这才明白于晗说什么 他伸手回报心里甜甜的 我不难受 于晗只当他嘴硬 便吻在他的眼皮上 下次要是赶一个人偷偷哭 我就 洛灵远问 你就怎么样 于晗也不能怎么样 只好又重重地在洛灵远的眼皮 亲了好几下 我就亲你 你这不是逼我哭吗 我想被你亲 不亲脸 亲嘴好不好 说完他又揽着于晗的脖子往前凑 于晗捏着他的下巴 不让他亲让他别闹 你想知道关硕峰和我的关系吗 洛灵远愣愣愣说 想知道啊 我还想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 你鞋子什么马号 你爱吃什么 你擅长什么 连你昨晚做了什么梦 在去学校的路上遇见什么特别的事 在酒吧里有没有不开心的 我都想知道 洛公主的脑回路你别猜 听到于晗的过去第一反应 居然是想和于晗一起做生命大和谐 听完于晗的告白 他一股脑地把心里所想都说了出来 我想知道你的全部 好的坏的 他望着于晗渐睁大的眼睛 轻声说 于晗 我不想你难过 如果你说那些事会难受 我就不听 因为你难受的话 他抬手按了下自己的胸口 我也难受 你知道的 我最怕疼了 于晗直接起身过来牵他的手 把他带到了那件来过几次都锁着的房间里 里面有一架被防尘布罩上的钢琴 于晗失神地看着钢琴一震 才对洛灵远笑道 你知道吧 我会弹钢琴 于晗叔展开手指 给洛灵远弹了一首曲 哪怕洛灵远没怎么了解钢琴曲 也听出来了 这曲太有名叫星空 于晗在琴音里低声道 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第一首曲子 他不算是个好母亲 周日怀念着那个男人 念到自己都生病了 十年前 于晗仿佛说不下去 停顿住了 洛灵远心慌地要命 他想叫于晗不要说了 但嗓子紧得厉害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于晗说 他偷偷跑出国舰了那个男人 回来就自杀了 于晗停下弹奏 洛灵远的眼泪同时落了下来 他伸手抱住了于晗 让他别说了 于晗接着说 有喜欢的人 我就知道弹这首曲子的心情了 其实我不喜欢这曲子 练习的太多次了 我也不喜欢他每次 看我弹这个曲子的时候 都像是在通过我去想念其他人 就算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不全对 却无法否认现在的我 确实明白了这首曲子的意义 我喜欢你 我想将这首曲子弹给你听 无关过去 只是为你 宝宝 你让我的过去更加值得 不再是毫无意义 就像是我的名字 不是他用来怀念那个男人 我属于你 不属于你的春天 骆灵远简直要哭崩了 带着哭腔说 你犯规 你这样的表白叫我以后怎么办 我还能更喜欢你一点吗 我也想把我所有东西都给你 然后突然凑到对方耳边 声音绵软湿如 说出的内容却强硬直白 于晗突然凌乱了 尴尬地问 胡说什么 骆灵远执拗地表达着 自己想要于晗的一切 于晗呼吸急促 眼神见身声音沙哑问不后悔吗 骆灵远抱住了于晗说 为什么要后悔 但是我 骆灵远最后还是被疼哭了 事情结束已经很晚了 骆灵远已经困到睡着了 他错过了于晗落在他家边的门 也没听见那句 我爱你 好爱你 比放了假以后马上就要上学 还要悲惨的是情是什么 是你跟你男朋友才做完成年人该做的事 腰酸背痛还得上学 骆灵远刚醒过来哪里都疼 痛到他忍不住抓着被脚躺在床上默默流泪 就很绝望用寒哑的声音哭道 我不想上学 于晗作为一个导致骆远哭 还有不想上学的元凶 一时间尽不知道该不该笑 他的小远太可爱了 于晗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但是学还试得上的 到了中午 方骁见他不停地变换姿势 不走心地来了剧 你干嘛 痴疮吗 再吃点了 别只顾着谈恋爱 骆灵远说吃不下 难受 方骁以为他没睡好 问昨晚做什么去了 骆灵远轻描淡写地回了一个字 爱 此刻只有漫长的省略号 才能表达方骁现在的心情 他其实并没有很想知道自己兄弟 生活 又有一种自家白菜被猪拱了的气氛感 可是在骆灵远和于晗之间 他竟然一时间分不出 到底哪个是猪哪个才是白菜 骆灵远看他这反应张嘴就来的剧 接受不了 晚了 有意见的话就把刚才吃进去的粉土出来 方骁捂住嘴憋屈了剧 没门 消化了 这时于晗提这个塑料袋 坐到骆灵远身边跟方骁打招呼 方骁又忍不住嘴见 听说你把我胸利 于晗一听方骁的话 脸就红了 简直不知所措 骆灵远过来护肤 怎么说话呢 说的 消毒草到有个贵区里 于晗过来是给骆灵远送药的 昨晚骆灵远昏过去把他吓坏了 让骆灵远发烧的话告诉他 骆灵远调坦道 好学生带我逃课 于晗压低嗓晕在骆灵耳边来的剧 带你私奔 方骁这个闪亮的电灯泡在对面大翻白眼 这是他看见教室门口的人 是夏福 夏福是来问他生日的事情 骆灵远直白说 我记得的 还有事吗 夏福差点被堵得一口气没上来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说话 骆灵远一正 面上浮现些许为难 但还是坦白道 毕竟我们已经分手了 夏福咬住嘴唇 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了吗 骆灵远忍住回头看教室李于晗的冲动 说 我觉得不可以 夏福错愕地看他 正想质问那女为什么要答应来我的生日会 紧接着骆灵远的话 就将她的质问逼回了肚中 夏福 虽然这么说很对不起 但是我有恋人了 所以不能跟你成为朋友 恋爱脑的骆公主上一秒 和芳霄信誓旦旦地说信任她 下一秒就因为人家没回微信 就脑补出一部穷摇大局 回到教室 芳霄面色感慨地说 骆灵远啊骆灵远 怎么想的你 当着现任的面跟前任纠缠不清 骆灵远有点不高兴 我哪有纠缠不清 夏福就是来说生日的事 我一早就答应她了 不要危言耸听 于晗哪就这么容易生气 芳霄懒得理她 恰好陶情过来她起身问陶情 要不要一起去趟小麦布买坑 陶情没立刻走 问骆灵远要喝什么 骆灵远在用手机 头也不抬说草莓牛奶 芳霄站旁边贴嘴忍不住说 你不要对骆灵远这么好 不知道 那不是骆灵远有对象了 你喜欢她也没用 陶情停了脚步 脸仗得通红 瞧着很难看 仿佛下一秒就能哭出来 芳霄手足无措 她只是觉得跟陶情认识这么些年了 好意提醒一下 没想要弄哭女孩子 陶情加快步伐要走 芳霄追上去 哎 你别生气啊 我只是陶情瞪了眼 谁说我喜欢她 芳霄更单大了 你不是偷偷往她柜子里塞过情书吗 还不留名 我都看见了 陶情眼睛渐渐睁大 努力回忆 心想 芳霄你就是个笨蛋 紧接着就扭头跑了 洛公主在自己教室里 等来等到天荒地老 微信上也待了漫长时光 直到下午第一堂课上完了 也没见于晗有个回忆 她琢磨不透 上网百度男友为什么突然变冷淡 结果姑娘们回帖的文笔太好 讲述自己被扎的过程跌宕起步 让骆灵远非常感同身受 骆灵远看着那些爱情 故事仿佛看到她跟于晗的结局 简直要跟着姑娘们一块 心里认定了于晗 就是渣渣于放学的时候 她打着伞后在校门口 愣是把自己两颊都给热红了 背上出汗骨间受罪 战斗战不稳 想到渣渣于不理她 整个人难受得心服气躁 等于晗出现在校门口 骆灵远就要闹了 她面无表情把那袋要摔于晗身上 扭头就走 故意走得一蹶一滚 比伤了脚的于晗看起来还要行动不变 她行动不变的原因 他们俩都知道 于晗上前扶她 被骆灵远推开了 于晗去接散骆灵远把人手打开 于晗再蠢也知道骆灵远闹脾气了 只好抢了骆灵远的书包 走在人身后默默看骆灵远背影 还是骆灵远先沉不住气 没走出十米远 就站定质问于晗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于晗拿出手机 飞平了 昨晚胡闹太过 忘记充电 骆灵远明白理由后 心里火也消了不少 但难受还是紧在心里 满满的 这对小情侣当接秀恩爱 差点被家长抓包 听到于晗是因为手机没电 才没回信息 骆公主强势地要给于晗充电宝 并要求她随身带着不许关机 还公平起见说自己也不会关机 让她什么时候都能联系啥 于晗宠密地说好 又问 有乖乖吃药吗 骆灵远点头 于晗从兜里拿出一根棒棒糖 拆开糖纸先清了口 在地道骆灵远嘴边说 奖励 他嗷屋一口含住糖 这算什么奖励啊 于晗说是轻轻奖励 骆灵远表示这不算 要真轻 说着就拉住了于晗的袖子 一脸期待地看着于晗 放学时校门口人来人往 于晗不敢太明目张胆 正犹豫着 一辆轿车停在了他俩旁边 车窗降下 骆婷的脸出现在窗后 远远跟爸爸回家 骆灵远看见骆婷竟然来接自己 哄自己回家 也倔下去了 就是舍不得于晗 还一起睡了一晚呢 他纠结地在老父亲 和男朋友之间犹豫一会 还是选择松开于晗的袖子 拿出口中的糖小声道 那我还是回家吧 于晗伸手想把人留住 最后到底将手捶了下去 他说 今天的补课怎么办 骆婷不等骆灵远说话 就打断道 今天就不用躲了 车子启动后 于晗一直目送他们离开 跟着旺夫时一样依依不舍 骆婷觉得好朋友这样太过太年糊 不大对劲 但也没声响 他摸了摸骆灵远的头说 远远 爸爸再给你请别的家教好不好 于晗就向骆灵远的罩门 一脸就炸 他直接在车上闹了起来 不行 你们怎么能这样 停车 我不要回家了 骆婷知道他要反弹 却不知道会这样情绪激烈 他只好哄自己儿子 好好好 先不换 骆灵远 听到骆婷的妥协 这才不情不愿地平下来 哼了一声 不闹了 骆婷实在不明白问 他没跟你说他跟关硕峰是什么关系 没有明说 但骆灵远已经猜出来了 更因为心疼 所以和于晗度了 骆灵远抱起胳膊 没吱声 骆婷就给他解释 牢牢叨叨翻来覆去 忠心思想就是要将他认阻归宗 不会害他 当年不是不义不认 是压根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在 后来知道了就找了过去 见他抗拒也没勉强 骆灵远却没被骆婷这套绕进去 这位于晗好 会用工作威胁他吗 难道不应该更尊重小孩的意愿 你们总觉得你们什么都明白 是我们不懂事 真正不懂事的是你们 骆婷被骆灵远顶嘴顶的脸色都清了 我不跟你吵 丑话说在前头 你快考试了吧 要是没考好 家教必须换 骆灵远有一肚子的话要反驳 听到这里也只能练下去 友情提示 这集是刀子 骆公主后知后觉 怪不得骆婷会答应让于晗做他家教 根本不是因为他想要 而是背后有关朔锋的事业 现在于晗跟关朔锋闹僵了 骆婷就不让于晗继续交他 哪有这样的 只是从小到大骆婷都是丑他的那个人 他如今在骆婷这里受委屈了 就不知道该跟谁说 回到家以后 饭也不吃 躲在房间里一条条地给于晗发微信 于晗还在工作 回复得很慢 一来二去 骆灵远就懂事的不发了 让于晗专心做事 他把手机丢一边 钻进被窝里郁闷 闹绝尸耍脾气 吴伯来敲门他也不理 吴伯没办法 只好下楼找骆婷去了 骆婷没想到骆灵远能闹到现在 一时尽不知如何是好 又见难得在桌上出现的林书 让他管管了 林书喝了口粥没眼讽刺道 是你惹了他 问我什么事 骆婷习惯了他这样的态度 说他不是你生的 林书依旧冷嘲热讽 成天到晚不在家的是你又不是我 骆婷堵堵心道毫无胃口 却见林书落快起身 到座机那里拨通骆灵远房间的内线冷声道 下来吃饭 不到五分钟 骆婷就见到板着一张小脸的骆灵远 不情不愿地下头 骆灵远身体不舒服 吃得很少 骆婷还以为他是不义的 眉头紧锁欲言又止 分付了几句今晚要出差 林书听到他的话 就冷笑一声 撂下筷子走了 骆灵远食不知味地吃完饭 就回了房间 他还在难受 红身道心的难受 晚上骆家兵荒马乱的 私人医生都过来了 医生的眼中全都陷着一清二楚 等骆灵远醒过来 已经是第二天了 房间里朦胧的一层蓝光 门半开 有人靠在那里 挑来浅淡的烟味 他眨了眨三藤的眼 看清了房中的情景 是林书靠在门口抽烟 骆灵远动了动手 上面插着针在掉水 骆灵远心跳一下加快了 他先开辈子看自己的睡衣 已经不是昨晚的那套 林书走了过来站在他床头 眼神冰冷止中加烟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骆灵远害怕极了 连声音都是懂的 哆哆嗦嗦地喊了声 妈妈 林书不紧不慢地将烟吸 在床头背处 下一秒 回应骆灵远的示意接耳光 啪的一声响亮 将骆灵远的脸都打得偏了过去 骆灵远被打猛了 他捂着脸看向林书 林书依然是冰冷的脸色 骆灵远 你真够厉害的 不只纹身 还和男人搞到了一起 骆灵远没有辩解 他几乎是整个人都被冻住了 将在床上不敢说话 林书握紧了拳 这件事你爸爸不会也不能知道 你给我听清楚 不管那个男的是谁 都给我处理干净 骆灵公主和于寒的事情 败露了被妈妈发现 打了他一巴掌 骆灵远眨了眨眼 泪珠躺过肿胀的脸颊更疼了 为什么你只担心爸爸会不会知道 你是怕爸爸知道以后 我这个骆家少爷的位置坐不稳吗 林书深吸一口气 你嫌不够丢人 想闹得人尽皆知 骆灵远扯了扯嘴角看向林书 有时候我都在想 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林书狼狈的一开始现雅声道 我给你机会处理好这件事 别逼我亲自把那个男生找出来 否则到时候后悔的是你 不是我 太过委屈 也太害怕 情绪集中到极致 反而要爆炸 骆灵远一下将针从手背上扯了下来 画出血淋淋的口子 鲜血溅在雪白的被子上 触目惊心 林书被他这一下动作下的脸色都白了 骆灵远光着脚踩在地上 破冠破摔的流泪 男人在一起了 可是你呢 你有没有问过我一句 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没有 你只担心我坐不稳 这个少爷位置影响到你 话音刚落 林书又给了他一记耳光 眼睛都红了 你喜欢男人很光荣 你是不是还想吵得更大声一些 让所有人都知道 骆灵远唇角都被打裂了 他不再流泪 用指幅擦去唇边的血 恨声道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你关心过我吗 爱过我吗 这个骆家 除了你 谁都有资格说我 我宁愿没被你生下来 说完他冲了出去 推开林书 林书被他一嗓 急不敢置信 又气又急 骆灵远光着脚就跑了下去 无法止住血也洒了一路 林书从楼上追了下来 捂着生疼的后腰喊道 骆灵远你站住 吴伯也赶来了 赶紧拦住了骆灵远 骆灵远抬手他累 血也跟着抹在上面 小脸煞白 触目惊心 吴伯的心被猛的揪起 忍不住沉下脸 将骆灵远挡在后面 朝林书道 夫人 骆灵远躲在吴伯身后 林书将在楼梯道上 看着孩子陌生的眼神 管家警惕的视线 心头色然 他扶着楼梯 缓缓地叹气道 你要去哪里 能去哪 骆灵远红着眼不说话 林书与他对峙半声 最后低声说 你不想让我管 我就不管了 不要让你爸爸知道 说完转身上楼 做出暂时的退让 等林书一走 吴伯就扶骆远到沙发上坐着 给他包扎伤口 骆灵远坐在沙发上 缓了半天 还忍住抽烟 抱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着汤 无精打采 吴伯看得心疼 最后还是请了假 没去学校 他想于寒了 想跟于寒在一起 但正如林书说的那样 他能去哪 骆公主和于寒 又又又又要私奔了 想到骆婷本来就因为 关朔锋想辞了于寒了 要是知道他跟于寒的事情 一定会发难 关朔锋对于寒 到底是怎么想的还不清楚 要是知道于寒是个同性恋 会怎么对于寒 他不想害了于寒 他是他最喜欢的人 那个牵手离开骆家的晚上 仿佛一场吓梦 脆弱的不堪一击 现实里 于寒到底不可能带着他私奔 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 只会是彼此的负担 骆灵远心里想得明白 情绪却无法自控 在最脆弱的时候 他好想于寒 他想着想的就睡着了 做了个梦 梦里是仍是那个晚上 于寒拉着他的手 一直一直朝前走 那段路很漫长 却那么美好 他是被手机来电惊醒的 看了眼时间 明明还没放学 来电却是于寒 骆灵远赶紧起床 喝了整杯水 才将堵在胸口的 那股闷气压下去 还故意轻轻嗓子 只是在接通电话的那一刻 听到于寒的声音 委屈根本压不下去 甚至没法说话 只能沉重地呼吸着 于寒敏锐地感觉到不对 小远 怎么了 骆灵远忍着眼眶的热议 没事 他将手机拿开缓了缓 故作轻松道 你怎么这个时间给我电话 我去你们班找你 他们说你没来 是发烧了吗 我去看你 不要 你别来 他拒绝得太脆 也太生命 让于寒沉默一阵 继而严肃问 宝宝 到底怎么了 骆灵远想说被妈妈发现了 想说自己被打了 花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说出来除了让于寒 一起内就后悔 好像也没什么用 那一碗是他想要的 所以他们才做了 他不希望于寒后悔这件事 只能说是有点发烧 不是很严重 已经吃过药打过针了 于寒软下嗓音 是骆叔叔说你了吗 骆灵远按了按酸掌的心口 没有 他没说我 没事的 我明天就能去学校了 他还是不相信骆灵远的话 宝宝 如果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 骆灵远再也憋不住了 抖着声道 那我想见你 我去找你好不好 他跟于寒约在了放学后 他先去于寒家 骆灵远背着一个一看 就要出门过夜的包 从客厅出去到大门 林叔在他身后沉默地跟了一路 走到大门口是安静地转过身来 面朝林叔等他说话 你要明白 这里才是你家 不管你认不认 我都是你妈 你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 才会变成我的妈妈 我需要的时候呢 你永远不在 母子俩对视了一阵 骆灵远走了 猴也不回答 骆灵远被迫出柜离家出走 芳霄看她没去上课 打了电话过来慰问 了解情况后又表示问题超纲 无法给出答 还问她怎么就出柜了 还担心她没钱用 要资助她 叛逆归叛逆 离家出走 钱还是要带上的 骆灵远早就赚了两万道支付宝 拒绝了芳霄的好意 时间离放学没多久 于寒给她发消息 让她到楼下的一家奶茶店等她 不要等在家门口 蹲着嘞 骆灵远觉得于寒简直鬼神一样 怎么就知道她现在蹲在家门口了 因为闲墙上不干净 不能靠墙蹲 下巴搭在膝盖上 把自己团成了个球 还小心掖住一脚 免得垂落在地上 既然男朋友吩咐 骆灵远就下楼点了两杯奶茶 她心宽地想 早上闹的那出 逼得林叔不敢管她 她对林叔 爱是真爱 怨也真怨 吵架的话里大半是压抑许久的真心 看着林叔气急的模样 竟然觉得心中快意 因为林叔总算在意她 对她有了情绪 不管这情绪是好是差 不远处的街道 公交车摇摇晃晃停下 穿着校服的男学生下车 踩着夕阳 影子被拉得瘦长 目光往这边一循 很快就找到了她想的那个人 便笑了 骆灵远伸手使劲招了招 把自己晃成了跟风中摇摆的彩色小旗杆 生怕于寒找不见她 于寒加快了步伐 朝她小跑而来 脸上温暖笑容在靠近那颗镜数消失 于寒沉下脸色 大不上前 捉住住骆灵远的手腕 声音是失了态的凶狠 你的脸怎么回事 谁打的你 骆灵远转了转手腕 让于寒松手 于寒没放了 手上的力道却松了不少 没再紧紧握着她 她只好单手拿起奶茶 往于寒脸上一贴 把冰水浮了于寒一脸 别激动啊 喝奶茶 于寒死盯着她 见她没有要认真答的意思 只懊恼地松了手 还喝什么奶茶 赶紧把人带回家上药 她拖落陵远 落陵远还不肯走 我点了炸鸡排 还没做好呢 于寒跟她在一块这些时日 知道她喜欢的毛病 什么都要大牌的 今天不但被打 还要吃炸鸡排 太不对劲 事实却是形势所逼 两万块钱还不够她 每日中午点五星级酒店的外卖 只能由奢入 减落陵远想好好吃鸡排 架不住于寒 一直在旁散发冷气 她慢吞吞说 不要飞着张脸啊 鸡排都要不好吃了 啊 张嘴 她递了块到于寒嘴边 哄人尝一口 于寒嘴唇紧领沉默望她 大有不交代 就闭嘴到天荒地老的架势 骆凌远只好认输 将鸡排放下吸口奶茶 努力地朝于寒笑了笑 我妈打了 这集糖分又超标了 珍惜当下吧 大刀又要来了 听到骆公主的脸是被妈妈打的 于寒瞳孔收缩了一下 情绪从她双眸中泄露出来 骆凌远看见了难过和心疼 还有深深的疑虑 她语调绵长地撒着焦 其实也不是很疼 于老师 你亲亲我 亲亲就不疼啊 骆凌远是开玩笑的 只是想转移注意力 眼中实在酸涩 这里是公共场合 两个男生在等的亲密 也不能做出当众亲脸的行为 太显眼了 更何况这是于寒家楼下的奶茶店 于寒也许是这里熟客 可是下一秒 一个宛如蝴蝶地稳落在了她的伤头上 力道清极了 有点痒 温柔的震翅 从家边飞过 于寒说 不疼吗 抬手 掌心掩住了她的双眼 给予她整天黑暗 一个藏身之处 想哭就哭吧 别怕 有我 那天下午吃着鸡排 哭成哈批的回忆 骆凌远后来都不想记起 她一边哭一边扯到伤口 就很惨 越疼越想哭 最后跟着小孩似的 怀里抱着一包鸡排 左手拿着奶茶 右手被于寒牵着往家走 鸣里呼呼间 好像有不少人在偷看围观 于寒冷静地走在她身边 无视一切打量 就像她说的一样 别怕 有她 于寒就像一座微然高山 挡住所有目光 到了于寒家里 骆凌远也哭得困了 眼睛都睁不开 看她这个样子 于寒问她还洗不洗澡 骆凌远当然要洗了 于寒贴心地帮她洗完澡 再用向阳花大浴巾 把她一果擦干 换上柔软睡衣 把她往被子里一塞 骆凌远挨着枕头就想睡觉 翻来覆去 脸一碰到枕头就疼 腾醒了好几次 于寒只好跟着换了衣服 钻进被窝里抱着她腰 固定她姿势 让她安心睡 骆凌远被暴醒了 一双眼睁的老大 于寒好笑道 不睡了 她怀里的人无声摇了摇头 然后动来动去 找了个好位置 耳朵贴在她胸膛上 跟说个秘密似的 你的心跳声 好好听 于寒说 心跳声不是都一样的吗 骆凌远将腿缠到于寒的腿上 黏人的紧 不一样 你的不一样 听着心跳 她一边忍着困意 一边说 你知道小王子吗 于寒摸着她的头发 说知道 骆凌远眼皮慢慢闭上 我就是被你信仰的那只狐狸 当你信仰了我 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的心跳能和你一样 她打了个哈欠 你这个小王子没有玫瑰 你不许喜欢 玫瑰只能喜欢 我她声音越来越小 只剩下咕咒 最后陷入了沉沉的睡眠里 于寒掌心中 躺着骆凌远的一撮头发 她搂紧了怀里人的肩膀 逼难道 没有玫瑰 小王子只喜欢小公子 话音刚落 她就被自己幼稚笑了 面上赖然发烫 怀里却像抱着整个世界一样充实 是她最珍贵的宝物 骆公主离家出走住进了于寒家 但是她一整天睡得太多 半夜就醒了 她小心地从于寒怀里退了出去 回想睡前的事情 心中懊恼 今晚于寒又为她撬斑了 她怎么老是影响到于寒赚钱啊 要不她先把转到支付宝的生活费 当做工资发给于寒好了 等没有钱的时候 再偷偷摸摸回家 林叔要是不给她好脸色 她就去问吴博要零花钱 再不济也可以给电话给奶奶 让奶奶包红包给她 奶奶最疼她了 骆凌远睡觉的留灯 只是之前在于寒家的时候 都懂事地不提这个要求 她不想影响于寒的睡眠质量 看着那盏灯 也不知道于寒从哪知道 她得点灯过夜 她坐在椅子上 顶着一头乱糟糟的毛 用手机给沉睡中的于寒 拍了好多种照片 于寒实在太上镜了 暖灯下 沉睡中的男生眉高目深 长睫毛脸下两片阴影 紧绷的皮肤 淡色的唇 美好的好似带人深温 骆凌远拍足影还不够 翻出纸笔要画于寒的素描 勾线 涂抹 虚实交叠 线条层层排下 用黑白灰将于寒的眉眼线条 呈线纸上 她是洁癖 却愿意用手在碳粉上涂抹 只副勾勒出心爱之人的轮廓 作品有模有样 她却不愿赠出 她妈撒指尖滑腻的碳粉 有种要给恋人看自己 不像样作品的羞涩 太害羞了 反而不想送 这只是第一张 他们之间会有很多张 她可以画上很多很多的于寒 再挑最好的一张 送给最好的她 洛灵园小心地将画收了起来 偷偷摸摸去浴室洗好手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忽然想起望刷牙 简直最恶 嘴里牙膏甜甜的草莓气味 让她陷入了对人生的怀疑 于寒到底以为她多是甜 上次来牙刷还是薄荷味的 这次牙膏就换成了儿童牙膏 草莓味的 尝起来还很甜 她差点都吞进去了 她悄咪咪地走 右偷摸摸地回 恨不得化身羽毛 飞到床上 然而鹿羽毛着床失败 于寒被她弄醒了 睁着一半迷糊的眼 喉咙里含糊地念着她的名字 伸出手来揽她入怀 即使是在睡梦中 也惦记着洛灵远脸上的伤 将人翻了个面睡背后抱着 还可爱地用脸 在她后颈上蹭了蹭 可怜洛灵远 被她干燥的嘴唇 抹擦着颈部 起了补电流直通旗下 颤颤巍巍地生了旗 第二日一早 闹钟震醒了于寒 洛灵远怕她身上 给了个草莓味的吻说 你怎么这么喜欢草莓 下次用草莓 于寒还处于不清醒的状态 抱着洛灵远的屁股 往自己身上一按 把洛灵远给按损了 踩哑着嗓子道 不想疼就别撩 六字真言 堪称经典 杜绝作死 洛宫主要为于寒 戒掉洁癖了 她不是第一次 跟于寒一起 坐公交车上学了 早上有座位 于寒从书包里 拿出湿纸巾 给了她一张 让她擦椅子 洛灵远没用 大方帝坐了下去 虽然不是很舒服 洁癖归洁癖 过火了还是得改 于寒虽然很能赚钱 但是还是学生 能力有限 她愿意跟于寒一起 坐公交车 总得习惯这些 要是她一直端着 让两个人的差距 显得太大 岂不是很容易就出问题 罗密欧与朱密叶 也就仗着自己 在私奔成功前死了 才没成怨礼 洛灵远自认为 想得很深邃 甚至被自己最感动的 她转过去 想用目光表现自己 有多懂事 多深情于寒的 多夸夸她 就被于寒沐沐浴 在沉光中的侧檐煞倒 被美色所获的 洛灵远 什么牺牲都给忘了 在于寒的牛仔裤下 团团转 一颗心好似被加热玉米 逐渐膨胀 直至地驳一声炸开 成了一颗又甜又奶的爆米花 于寒戴着单边的耳机 另外一个耳机 在手里打着转 洛灵远挨了过去 我也要听 于寒从窗外收回视线 看着她却没把耳机递过去 反而提出了条件 下福的生日会是今晚吧 洛灵远老实地应了一声 又想到上次在教室里 方笑念到她不懂事 在现任面前找前任 因此带了点求生欲问道 怎么了 于寒直白 要求也露骨地说 今晚不许跟她有过多接触 灵远的脸顿时飞红蔓延 故意问为什么呀 明知顾问是小情侣之间 必有的套路 于寒将耳机塞到她的耳朵里 在钢琴曲中 那走过变声期 低沉悦耳的男生 伴着音乐一同在她耳边响起 因为我会嫉妒 因为我不允许 因为你是我的 方笑给她带了家中 做好的早餐 就怕洛灵远早上没吃到早饭 洛灵远说不用 她被于寒煮的命味得饱饱的 肚子里还暖着呢 方笑大翻白眼 于寒不是跟你谈恋爱吗 怎么相处模式跟养孩子似的 洛灵远不服气 有心反驳 却被方笑一句你为于寒做过什么 帮过什么给堵了回去 左思右想 还真的什么忙都没帮上 她越想越觉得方笑说得对 可不就是带孩子了吗 第一次领个脏孩子回家洗澡 给爸妈吵架而伤心的孩子煮生日面 带差点被老父亲家暴的孩子离家出房 于寒跟他交往的过程 就跟做善事似的 昨天还把在路边哭唧唧的他带回家 洗澡吹头发赛被子 抱着哄他睡觉 简直父爱如山 怪变态的 方笑问他给下福准备了什么礼物 洛灵远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瞪人了 大惊失色 他给倒忘了 听到洛公主忘了带下福的生日礼物 方笑难以置信地瞪他 你走不走心 好歹也是前任 都提前多久告诉你了 没买吗 这不是离家出走太匆忙 忘记把礼物盒给烧上了 方笑给他出主意 说要不中午放学去订个蛋糕好了 做个好看的粉色蛋糕 插上代表十八的蜡烛 也是礼物 耸成瓜皮的洛灵远 早上才接受了来自于寒的极度警告 哪里还敢做端蛋糕给受薪这种举动 太惹眼了 说不定马上就有人会起哄让他们复合 他心道 复合是不可能复合的 现场分手倒有可能 呸呸呸 不吉利 分手这个念头 想都不能想 放学的时候 他和方笑一起出来 就看到于寒和仁宇站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就气得在微信上发消息 注意你的言行 你是有家世的人 于寒都离手机震动 他下意识往人群里看了眼 找到洛灵远后 还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盯着屏幕看了一会 笑 对话框跳出于寒说 过来 洛灵远听话的要命马上站到于寒旁边 努力沉着眉眼却带笑 任意跟他打招呼 他也回了个招呼 方笑在旁边跟杨席说悄悄话 听方笑说杨席追他们班上的妹子失败 正处于失恋的惆怅期 但洛灵远见杨席跟方笑斗嘴斗的乐好 没瞧出有多难受来 结果从吃饭的地方转站到KTV 杨席的本性就暴露了 先是点了一大堆失恋情歌 抱着脉含着哭腔唱的情歌 洛灵远找着机会 在杨席的鬼哭狼嚎中送出礼物 夏福冷静地谢过了他 客气地问他要不要一起切蛋糕 这当然是没必要 要是他在这里跟夏福切蛋糕 晚上就能被于晗关在门外无家可归了 洛灵远送完礼物 就回头于晗身边 任余一晚上没怎么过来 都在和别人聊天 偶尔跟他对上视线 任余也会笑笑 瞧着挺和善的 不带攻击性 搞得洛灵远都不好意思了 就跟于晗摇耳朵 任余怎么老是对我笑啊 于晗凑到他耳边说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你 低音号揉着酒意 伸入他的耳腔 仿佛在他脑海里来的刺混响 洛灵远等缓过来了 才理解这个话的意思 于晗跟任余坦白他们俩的事了 他掌心捂着发热的耳朵 看于晗 于晗难得碰了点酒 只是小酌 一会还要上班 于晗将药室留给他 忧心叮嘱让他早点回去不要喝酒 要是他到家了 洛灵远还没睡下就打屁 把洛灵远说得两颊通红 有点迷醉 见没人注意他们这个角落 就凑到于晗耳边聊拨 只是打屁股吗 于晗差点就想掐他的腰 才老实不过一天 又想惹事 到时候在床上哭着喊喷的 定又是他 于晗晚上要上班 看到洛公主依依不舍的样子 一起出去的时候 故意没走电梯 转走安全通道 趁着没人手拉着手 在拐角处接了个吻 于晗好不容易停下 在他脖子上的吻痕 重重轻了一下说走了 洛灵远闻一声 手指还捏着于晗一脚 不太愿意松开 于晗摸着他的病脚说 小远乖 洛灵远不想乖 但他还是乖了 他目送于晗离开 摸着自己种种的嘴唇 从楼梯上去 二楼的应声灯还是亮的 也不知何时亮的 洛灵远也不在意 他该在意的 只是那时候 他满心蔓眼都沉浸在恋爱里 根本不知道在二楼 曾经有人来过 那天晚上于晗没有回家 外婆半夜又进了抢救室 他要陪房 让他自己早上到楼下的包子 不吃早餐 洛灵远买包子的时候 给于晗再次去了的电话 依然是无人接听 他提着给于晗的包子 自己坐公交车去了学校 他走到校门口 手机在兜里急切地震动起来 一声接着一声 宛如一个强烈的警告 他一脚踏入校门口 只一瞬间 四面八方的视线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窃窃思雨 嘻嘻嘻嘻 仿如大海的潮浪 剩下的缠绵无穷无尽 手机震得剧烈 仿佛要从兜里掉出来 他拿出手机点开 发现群里的一组图片 主人公是他 昏暗的楼梯拐角 被男人按在墙上 亲吻紧紧相忧 那些窃窃思雨 就像是被无限放大 炸进了他的耳朵里 是他 真是 恋了 真脏 会不会被传染 好可怕 那些群里散发的照片 好像将他发光了 扔在大庭广众之下 流言飞语和异样眼光 更是如刀斑砍在他身上 遍体鳞伤 太远没有他想的那样坚强 几乎不敢看手机 他本来想要坚强地 继续上课听讲 无视那些目光 但是一双双眼睛 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什么意味的都有 他就像误闯而入的异类 被人从头到脚地打量 方霄推开桌子 朝洛林远的方向走去 突然搬起角落 传来一个声音 方霄 昨晚的是不是你啊 就像是文道卫一样 所有人都亢奋地 望着话题中心的方霄和洛林远 想知道答案 方霄沉下脸 转到那个方向 管你屁事 那座人里有个刺耳头 平时就很混 他不爽方霄的态度 故作下留得吃了个口哨 这就维护上了 男人自卫这么好 他们轰然大笑 方霄骂了勾当话冲了过去 一群人打坐一团 洛林远甩了书包上去帮忙 很快他们集体被带到了 班主任面前 洛公主和于寒接吻被人偷拍 还被发到学校群里转发 事情闹到了办公室 班主任先是训斥了 那帮挑食的刺头 又轰他们回去 方霄不服气昂着脖子道 是他们先惹事的 老师没有理会方霄 而是转而向洛林远道 那些影响不好的照片 学校已经要求删除 但是我们要请你家长过来一趟 什么叫影响不好 凭什么叫洛林远家长 学校不去抓散布照片的人 反而请受害者的家长 老师板着脸 方霄你的事还没完 想被处分吗 方霄简直要气疯 是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 你把他们放走了 单独留我们下来是什么意思 老师不理会方霄 而是问洛林远 照片上的另外一位 不是我们学校的吧 洛林远脸色煞白 就像随时都要晕过去 不是 不是我们学校的 是校外 老师明显地松了口气 对方霄说 你先回去上课 洛林远留下 方霄还要争辩 却被洛林远一把 钻住了手腕 洛林远的手指太冰凉了 溺着冷汗 洛林远冲他无声地摇了摇头 还勉强地笑了一下 方霄拳头握紧了不肯走 老师抬高语调 方霄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想被一起请家长 该不会照片上的真是你吗 方霄心里怒骂老巫婆 满脸不服气 洛林远挡在他身前 将方霄往后推 不是他 方霄昨晚穿的是校服 照片里的另外一个人 身上是黑色的短袖 拍照片的人没有拍到于寒 应该只是想整拍一个人而已 他想这样也好 于寒马上就要保送 不能被这种事影响 洛林远觉得自己想得很清楚 也很明白 却架不住心里的害怕 和难过一股鼓往上冲 会想如果于寒在就好了 于寒明明不再更好 但是于寒在就好了 他自私地想 他就不用一个人害怕了 林叔接到电话 特地把自己收拾了一班后 抬来学校 他仰着头走进办公室 一身高贵的傲慢劲 扫了站在角落的洛林远一眼 也不理会老师的招呼 让洛林远过来 洛林远低着头 走到林叔面前 于光见林叔抬起手 忍不住就往后一坐 以为林叔要打他 意外的是 林叔的只是掐着他的下巴 将他的脸抬起 仔细看了他脸上好一阵 问 嘴边的于清怎么回事 洛林远压得小小声道 你打呢 还没散 老师咳了咳制造了点动静 这位家长 想必你也知道 你儿子在学校里 干出了很不像话的事情 不等老师说完林叔打断他 什么叫不像话 老师忍耐道 就是照片 那些不像话的照片 在学生群里扩散 给我们学校造成了 很不好的影响 听到自家儿子 被老师说得那么不堪 林叔眉毛一挑 对洛林远说 把照片给他看看 洛林远从口袋里 掏出手机递了过去 林叔翻了一阵说 影响确实不好 老师松了口气 觉得总算能进入正题 没想到林叔下一句话是 我希望校方能够配合 我将散布照片的源头IP找出来 这些照片侵犯了 我儿子的肖像权 老师对林叔的这番话 目瞪口呆尖难道 洛妈妈 这照片是洛林远 和其他同性的不雅照 是违反校规的 林叔把手机扔回洛林远身上 洛林远慌忙接住 握着手机同样不可置信 林叔抱着手踩着高跟鞋 挡在他身前对陈老师道 违反哪条校规 早恋吗 老师你可能不知道 我儿子成人了 已满18岁 他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权利 同样有恋爱的权利 老师头都大了 重点他在跟男生谈恋爱 这位家长你搞搞清楚 林叔你起眼 为人师表 就当以身作则 国外都知道 性向不同就得包容 我们家长每年 交这么多的学费 不是让你们当老师的 用不知所谓的理由 来羞辱孩子的 老师还要说话 就被林叔挥手打断 行了 叫你们校长过来 我要跟能解决事情 跟负责的人谈话 老师被激得面色紫红 我就是负责这事的班主任 你不能不讲道理 孩子做错了事 你不管教 反而为难我们这些做老师的 林叔冷笑一声 那又如何 我在董事会从来没见过你 老师一听董事会 就觉得大事不妙 他哪知道这是一个 难缠的富家子弟 他忍下心中恼怒 挤出一个笑 这位夫人 我之前不知道 林叔不耐烦道 够了 给我把那些闹事的学生叫回来 让校长过来 他坐到了办公室的皮沙发上 双腿交叠 我今天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违反校规 又是谁要被管教 没多久校长就赶过来了 将陈老师呵斥出去 再同林叔点头哈腰 校长再翻保证 一定会将散播照片的人找出来 直到林叔满意汗手 校长这才恭敬地 将他们母子二人送到外面 骆灵远站在走廊 劫后余生 便忍不住偷瞄林叔 林叔不复办公室里 盛气凌人的模样 而是疲累复杂地问骆灵远 所以你现在明白 你到底选了怎样的一条路吗 这话一出 骆灵远的眼眷红了 哪怕他在看到那些照片时 哪怕是被陈老师不公平对待时 哪怕是被说着恶心 一日之内听过了18年来 都没听过的恶意重伤 他都没哭 自以为坚强地不可思议 林叔的话却仿佛是根真 将他身上的防护薄膜戳破 皮肤接触到了现实 恨得沾心 洛公主和余晗的事情 还是东窗事发了 林叔难得关系说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肯告诉我 那个男生是谁吗 你做好心理准备吧 他出柜这事 将会像龙卷风一样 席卷整个洛家 他叹了口气 对一直低着头的洛林远 是喝道 站直 无我囊囊的像什么话 洛林远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 服软示弱 妈妈 我想回家 在车上的时候 洛林远给方骁发消息 和他道歉说连累他 手机突然传来提醒 看到来店人的姓名 洛林远呼吸都停住了 他缓了一阵才接通电话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 只有不断的呼吸声 在急促响起 不知多久后 他听见于寒说 宝宝 你在哪 洛林远按着车上的皮椅坐垫 指头伸线 我回家了 于寒说我看到照片了 我 洛林远打断他 怕他出面认下照片 没事 你没被拍到 你什么都不要管 你不是要面试了吗 于寒听他急了便说 不会有事的 学校不会因为这件事 他拼着电话时 林书在前座 透过后视镜 沉默地望着他 他显然知道了 电话里的那位 是他拼了命 也要隐瞒的人 他的眼神似审视 更像嘲讽 趁得他颇为可悲 洛林远的声音 不知不觉 带上了愿意说 你怎么知道不会呢 事情都发生了 别让他变得更严重了 不要添乱了 我求求你 在情绪走向失控时 吸了口气 努力冷静道 我们先不要谈这个了 好不好 电话那头沉默的 比刚接通时还要紧 他听见于寒回答好时 便拿开手机挂了电话 脑袋靠着车窗 无力地望着窗外 他恨不得将自己 缩成一团 左近河里 又希望一觉醒来 一切都不是真的 没有照片 也没有攻击 也没有曝光 在极致的低落下 他混乱地理着思绪 想弄清自己 刚刚那股来的冲动 又强烈的愿意 他只是想要保护于寒 于寒 为什么还要傻乎乎的 跳出来 不懂他的一番苦心 这样做能得到什么 见证伟大爱情吗 就连他自己 都还要靠林书来保护 于寒又能得到谁保护 关朔峰吗 林书在问他 你知道你选了 怎么样的一条路时 他曾经以为自己知道 原来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 还没有足够强大到 能承受这一切 车子到了小区 洛林远不肯下车 窝在后座上 就跟应激似的 一双手臂抱着双腿 林书给他留了个 通通的窗口 扔下一句 想清楚了就回家 洛林远什么也想不清楚 也想不明白 胡思乱想中 于寒的消息 发了过来再跟他道歉 说没有考虑过他的心情 是他幼稚了 于寒得知 学校知道了他们的关系 他想要出面 认下照片 洛公主和他说 大家都冷静冷静 我错了 不要离开我 洛林远沉默地 望着那牌子 眼泪啪哒啪哒地 掉在手机屏幕上 他从未说过要离开 也没有要分手 他只是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想让自己冷静一下 他不想分手 光是想到这两个字 他的心都同得不想要了 人没有了心 还怎么活 他没了于寒 还怎么活 于寒就是他的心 在物业中 在不到半分钟里 他抽抽搭搭地 将那条微信撤回 说我错了 我们不要冷静 情侣都是冷静着 冷静着就分手了 我不要分手 但是我好怕呀 怎么办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好喜欢你 比你知道的程度 还要多很多很多 在洛林远的世界 逐渐崩塌时 于寒也并不好过 外婆好不容易 从抢救室出来 还在昏迷不醒 主治医生 就将她找了过去 委婉提出老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就在最后的日子 好好陪她吧 于寒压抑着手 被试过眼角出去冷静 发现洛林远的照片 被泄露时 如果可以 他更愿意 是自己被曝光 而不是让身边的人受伤害 他再谨慎一些就好了 洛林远就不会被拍到 外婆出车祸的那天 他在外婆身边就好了 外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受苦 无尽的内疚 和无能为力淹没了他 他谁也护不了 什么都做不到 于寒站在医院走廊里 遇上了外婆 隔壁床的小姑娘金库人 大叔安靠地拍了拍于寒的肩 抛出烟问他要不要 于寒看了会拒绝了 他说 我恋人闻不了烟味 他身体不好 大叔看于寒还是学生 就要为了恋人戒烟 想笑又觉得不合时宜 轻轻捶了下于寒的肩膀 好小子 下次记得带来给大叔看看 认识这么久了 怎么说我也算你半个书吧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是大叔帮忙缴了一部分医药费 大叔说 大家都不容易 能帮一点是一点 明明都是善良的人 生活却不会选择善待他们 于寒从口袋里拿出了一颗糖 洛林远最爱的那款夹心 塑料撕开糖入口中 就像他的味道 能缓一点的不只是烟 还有洛林远味道的糖 田一散在舌尖 生活总要面对 他拿出手机响了很久 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的关寿峰问他有什么事 风水轮流转 曾经他同样冷带关寿峰 如今成他被冷带 于寒不觉得有什么 对他来说 关寿峰仍然是无关紧要的人 他不会因为无关的人而感觉受伤 关寿峰没有马上答应 而是提出了条件 让他以后都听自己的安排 妈妈自杀奶奶入院的时候 于寒都没那么无力 知道洛公主为了他受委屈 他再也忍不住还是找了关寿峰 听到对方要求都听他的安排 于寒没有妥协 说哪的看你安排什么 你也可以选择不帮我 关寿峰无言一震 你还真有底气跟我叫板 他挂了关寿峰的电话 转而打给了方霄了解目前情况 方霄说了教室发生的那些事情 于寒沉默地记住了那几个人的人名 与此同时 他也收到了洛林远的那条短信 他说他喜欢他 比他所知道的还要多 于寒注视着那行字 轻轻吻在手机上 他也是 他爱他 比他所知道的还要多 没几天于寒就找到了散播照片的人 居然是班长 于寒找上门的时候 班长还说于寒该感谢他没曝光他 还问他为什么要跟洛林远那种 除了钱的人渣混在一起 因为洛林远有钱吗 是不是卖身了 于寒听到这就忍不住了 将班长的脸都打裂了 还踩断了他的左手 洛林远得知情况的时候 握着手机声音都快发不出来了 他保送没了 都是我害的 方霄劝他别来学校 现在学校乱得要命警察都来了 洛林远心不断往下沉 方霄又安慰他说 于寒没事 他跟一个律师走了 那律师来头不小 专门替权柜打官司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洛林远想打车去学校 没能打到车 反被洛林打了 洛林铁亲着脸第一次动手打了他 洛林远亮枪后摔 跌倒在地 手机都飞了出去 他没管颧骨上仿佛裂开的疼痛 悉行的去捡手机 他还没联系上于寒 万一余寒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到怎么办 洛林震怒的声音从他顶上传来 把少爷扶起来送回房间 没我的允许不准他出来 洛林远攥着已经被摔坏的手机 又听到洛林的命令 你凭什么关我 我不要 他想跑 但是脸被打得太疼了 他几乎要怀疑自己 是不是被叶尔光抽的脑震荡了 在头晕目眩中 他被人架着胳膊 像个孩子一样踢着脚 洛林直到他被关进房间后 开门拍到声音嘶哑 也没有理会他 倒是吴伯急得不行 守在门外 心疼他的伤 想为他处理又不被允许进来 洛林远抱着坏掉的手机 觉得脑袋疼得快炸开了 于寒到底怎么样了 带走他的律师又是谁 他什么时候能出去 他还能见于寒吗 方霄说班长的家长来了 说要报警要验伤到于寒 而且因为于寒的行为 大家好像都有些猜到照片上的 另外一位是他了 他简单地清理了一下自己 又剪开了一件短袖 给双手抬上了厚厚一桶 走到窗前掀开窗帘 看窗外的一棵老树 想要借着树逃跑 洛公主又要离家出走去找于寒了 他盯上了阳台边的大树 虽然只是二层楼高 看起来却足够吓人 总觉得跳下去能摔断手脚 他忍着心里的害怕 双手颤颤巍巍地去抱树 想要顺着树下去 老树身上之鸭多 却架不住洛林远的敏捷为父 很快洛林远就滑了下去 手臂上被火拉拉蹭了好多道口子 还摔在了草坪上 死死咬着牙才把痛呼忍回去 他身上太脏了 又脏又疼 平日里娇身惯痒的 冰点伤口都能让洛林远受不了 是现在打击多了 反而能坚持下去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要去找于寒 司机透过后视镜一眼眼的苗榻 忍不住道 要不给你找家药店停下 你去买点药吧 你身上太脏了 我这车都要不好洗了 洛林远听红了脸 他小声问司机要来纸巾 将自己蹭在屁上的灰一点点擦干净 下车后一瘸一拐地往于寒家里抖 于寒家里没人 他拍了许久的门都没人来开 他恐慌地蹲在了门口 固执地不肯离开 因为离开这里以后 他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于寒 不知道蹲了多久 电梯里出来的一位 西装革履的男人问他 洛少爷 你怎么在这里 洛林远猝不及防被人叫了信 以为是洛家派的人来抓他了 慌了一瞬 很快男人就笑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杨 是关硕丰官先生的私人助理 洛林远并不傻 在联想前因后果 反倒松了口气 如果是关硕丰插手了这件事 那于寒肯定不会处于最糟糕的情况 比如留下暗底 或被拘留 洛助理见他神色 仿若看不见他脸上的伤和狼狈道 洛少爷您稍等 我得先进去取些于少爷的私人物品 洛林远却问 于寒在哪 洛助理看起来人和气 口风却紧不肯说 洛林远见人不肯开口 便想让他帮忙带句话 洛助理没说好 也没拒绝 而是到了杯水让他喝 这时 门外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关硕丰穿的悠闲 配着他的英俊外表 瞧着年轻不少 他脸上和煦笑容 对坐在沙发上的洛林远打了个招呼 林远 好久不见 洛林远整个人都坐了起来 肉眼可见的紧张 关硕丰无视了他的防备 慈爱的眼神落在他脸上 你是来找于寒的 洛林远没有说话 关硕丰叹息了声说 让我猜猜 你大概是知道了我和于寒的关系吧 你见到我应该安心不少吧 觉得我肯定会出面处理这件事情 他眼神停在了鼻青脸肿的洛林远身上 于寒或许也是这么想 才会这样给我惹事 他吐出一口香烟你也道 当然 我是会给他处理烂摊子 但前提是建立在我知道他适合 练之前 关硕丰不做人 拿于寒前途威胁洛公主分手 得知他因为于寒喜欢男人就不愿帮于寒 洛林远瞬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紧张道 你什么意思 我查过于寒 他之前交往的是女朋友 你也是 林远 你之前不也是喜欢女人的吗 我知道你们不过是小孩子打闹 尝尝先而已 于寒犯傻 所以现在丢了宝宋 人也在拘留所里待着 林远你一定比他懂事 对吧 也许你还不清楚为什么于寒来找我 他外婆的病已经不能继续拖下去 需要转院 在这件事上 你也能够帮他吗 还有你父亲现在应该在大发雷霆 他脾气虽然好但生气起来 不是一般人能销售的 于寒现在可以为你什么也不管 以后呢 这是他的前途 他最在乎的亲人 也不用五年只需三年 他一定会后悔 到时候你又会不会后悔 骆灵远挥开了关硕峰的手 关硕峰也不慎在意 他知道自己目的已经达成 面前这个年轻的孩子足够动摇 只需要轻轻一推 就能倒在地上 摔得腐碎 像一尊华而不实的白瓷 他大代知道于寒这孩子 为什么会喜欢他 人总是热衷追求 与自己完全相反的存在 脆弱又骄精 天真且浪漫 关硕峰出门前 停在了电视机前 看着那立起的相框里 笑叶如花的女子 只一阵便移开了视线 离开了这间房子 跟在他身后的杨柱里 却伸手将相框取了下来 放进了包里 他们离开后 骆灵远才像受不住一样 缓缓地勾楼下了身子 撕开了红豆包的袋子 小小地咬了一口 好像没有从前那样好吃了 苦得厉害 他再喜欢红豆包 也不能吃了 他很喜欢于寒 才不能继续留着于寒 他不想于寒和他未来会后悔 在于寒这样苦的人生里 他没带去一点田 反而将于寒脱下深渊 让他负重前行 真心喜欢一个人 怎么愿意毁了他 他编辑好的分手消息发出 不等于寒的回信 就删除了于寒 然后面色煞白地倒下了 谁也没想到 骆灵远竟然得了急性心肌炎 晚一秒人可能就没了 就算送一及时 也在短短一个星期里 数次出路抢救室 命悬一现 半只脚踩进阎望殿 又被拖回来 人更是至今未醒 人在昏迷 这一遭下来 骆婷两病白了不少 整个人衰老许多 林叔也每日都赶往医院 不会待很久 因为他实在见不得 骆灵远躺在床上 有气静没气出的样子 骆婷牵怒 你就不能好好陪他 林叔铁青的脸 我是医生骂 我陪他有用 你有空对我发火 不如想想是谁又打又骂 还把他关起来 现在儿子成这样了 你好意思发火 于晗不信他的小远 会那么随便就和他分手 天天等在落宅门口等他 林叔听到管家 又一次告诉他 家门口那个男孩子 已经站了一个星期了 事到如今 他已经知道了 跟骆灵远搞在一起了 就是这个叫于晗的男学生 林叔远打算无事 也下令让谁 也不要放这个男学生进来 没想到这个于晗天天来 风雨无阻 常常在外面一站就站好久 直到夜色深了才回去 林叔本来不想管的 但架不住 今天实在刚火旺盛 便过去和他说 你在纠缠不清 我就报警了 于晗一脸疲惫 对他道歉 抱歉 我不是有意的 我只想跟他见一面 只要一面就好 他急切的声音 让林叔更是烦不甚烦 想到骆灵远犯的 并也有眼前 这个男生大部分功劳 他就怒火中烧 你见他干什么 于晗面对他的怒意 不肯退让 见面了说清楚 林叔忍不住讽刺道 说清楚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 你把他名声毁了还不够 你父母没教过 你礼仪廉耻 我忘了 你是个私生子 怎么会知道这些 于晗没有被他的话语激怒 而是沉浸又执着道 我要见小远 让我说多少次 他不想见你 你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于晗双眸微红哑声地 重复那句话 我要见小远 就算要分手 也要当着我的面说 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叔没料到自己儿子 原来已经处理干净 这男孩早已被甩 现在只是不甘心罢了 他说不想见你 你就算在这里等不上多久 他都不会见你 你要不信 你可以试试看在这里等着 也许你等个一天一宴 他就出来了吧 林叔越过了男生 进了洛宅 去了洛林远的卧室 他想再收拾一下 换洗衣物给医院 那个小冤家 说不定换上自己的衣服 不穿定号服能舒服点 坐在床边叠 却发现洛林远 枕头底下露出了半个相框 他将相框取了出来 那是一副被表好的画 上面画的是另一个男孩 睡在光里温暖如梦 画面充满浓厚的感情 几乎要将观看的人 拖拽进去 感受里面的深情 他从来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 竟然有这样的天赋 林叔看了画一阵 最后将画放回了原位 才发现不知何时 竟然下起雨 他撑了把伞 走到大门口 就见到那立在 昏暗等下的男孩 你走吧 他真的不会见你 既然他选择跟你分手了 你就该明白他的意思 于寒声音哑得 仿佛许久没说过话一般 我想听他亲口说 林叔问有意义吗 于寒没答他 大概是听出了 他语气中的软和 他说 阿姨 你帮我跟他说 让他出来见我一面 不管 不管他是什么想法 我都想听他亲口说 看到于寒瓜风 下雨风吹日晒的 在门口站了一个多星期 林叔还是于心不忍 吩咐保安室的人 给他送把伞 别的什么都不要管 第二日早上 他下楼看见 骆婷将咖啡杯摔在桌上 那臭小子以为 自己是关硕峰的私生子 我就会对他客气 还敢来这里 林叔气笑道 你又能把他怎么样 骆婷皮笑若不笑 还能怎么样 打一顿赶走就是了 我还能杀了他不成 骆婷的方式虽粗暴 却有效 从那以后 余寒再也没有来过 骆婷远不知道 自己一觉睡了多久 醒来坐在病床上 右手握得紧紧地 握着一颗糖 林叔将糖 从骆婷远手里取出 拆开地到他嘴边 骆婷远沉默地 摇了摇头不肯吃 骆婷远不想说话 林叔却不得不说 医生表示 就骆婷远目前情况 是不可能继续学业了 起码要休养 三个月到半年 骆婷远摇头声音音哑哑 我不要出国 林叔将糖 扔进了垃圾桶里说 不是在跟你商量 他看见骆婷远的睫毛 随着糖杂在垃圾桶底部 猛地颤动一下 想起医生说 切记让骆婷远 情绪大起大落 不由忧心自己 将这个决定说得太早 他的口气说 这个事也不急 你先养好身体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不舒服记得跟故事说 你这个病得注意保养 骆婷远俨然 听不进任何话的模样 掌心按住胸口说 我的心很疼 我觉得不会好吧 吴伯将小餐桌展开 把周少好送至他的腿边 骆婷远突然问 我床边怎么会有糖 吴伯眼神闪躲 不肯说 骆婷远看出不对了 吴伯 就连你都不肯跟我说实话吗 然后故意他假装无法呼吸 情绪激动的模样 吴伯经不住被他这样想 说是余涵给他的 这糖是几天前 他替少爷收下的 那时他正好从外面 采买回落宅 就见余涵站在门口 浑身伤 是老爷叫人打的 他动作不利索 腿脚有伤 把盒子递给他就走了 但是吴伯没说余涵的状况 他怕小少爷又跟老爷吵架 只是说 盒子里只有一颗糖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小少爷我没骗你 真的只有糖 话音刚落 他就见小少爷 从床上起来要下床 吴伯忙去扶 小少爷你别动 你要找什么 吴伯给你找 洛灵员脸色惨白 只向垃圾桶 又急又悔的眼泪落满塞边 吴伯走过去一看 哪里还有糖啊 早已换上了新的垃圾袋 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洛灵员也想到了 刚刚清洁工才来过 什么也没给他留下 他心中翻天覆地 眼前阵阵发黑 过往回忆一幕幕不现 洛灵员想起以前 曾经和于寒说过 如果自己生气了 就给他一颗糖 那他就肯定会消气的 现在这颗糖 已经被粗心大意的他倒丢了 再也找不回来了 吴伯在旁边不安道 要不我去超市给你买吧 洛灵员捂着脸摇了摇头 没有用了 他们之间何止是一颗糖 能够解决的 他既然已经选择放手 就不该贪恋这些美好的东西 洛灵员身体恢复期很漫长 沉默寡言只要了一个画册 天气好的时候会下楼画画 林叔有天晚上翻看那本画册 才知道哪里是写生 全是那个男孩 在看床上自己儿子 也不知道梦到什么 上一秒是笑的 下一秒眼泪却涌了出来 没一阵就睁开了眼睛 眼里是破碎的星河 伤心又恍惚 洛灵员缓慢地眨了眨眼 看清了眼前的林叔 怨出了这才是现实 又异性阑珊地闭上了眼 厌倦极了 林叔带了手机过来给他 已经修好了 洛灵员却不敢开机 直接将那手机放进抽屉里 没胆去看 天气越来越冷 窗外难得见雪 吴伯发现洛灵员难得有了点胃口 很是高兴 洛灵员说要一个蛋糕 吴伯也答应了 给他买来 却见洛灵员在蛋糕上 插了十九根蜡烛 让吴伯关上灯 他独自在摇曳的烛光前 闭眼许愿 半天才吹念了蜡烛 灯开后 洛灵员又没了胃口 站在窗前发呆 犹豫了很久 才播出的那个电话 久违的男生 让洛灵员眼底浮现了一层泪 他按着隐隐作痛的胸口 没有说话 电话那边也是一样的沉默 却谁也没有光 一句生日快乐 迟迟咬在牙间 没有说出去 洛灵员抖着手将手机拿下 几乎要看不清楚平面 他搞丢了他的糖 他再也没有糖了 与其同时 于晗收起手机 回到病房里 外婆的精神一日比一日差 这个冬天很难熬 他拿出课本 在灯下复习了一阵 仍然心浮气躁 外婆突然醒来 小声地叫着他的名字 于晗忙凑了过去 握住外婆粗糙温暖的手 外婆睁着眼笑着对他说 我的乖孙 生日快乐 外婆给你做碗面吧 长寿面 年年长寿 于晗抚下身将额头 靠在那双温暖的手上 谢谢外婆 我有你就够了 他曾经是这么以为的 他有外婆就够了 其他的 就算在想要 也能忍着不需要的 但是他不知道 那是他接到最后一通 来自洛灵远的电话 洛灵远断了转学 谁也不知道洛灵远 到底去了哪里又在哪 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任何消息 后来于晗无数次夜里梦回 梦里都是他问洛灵远 那时候想对他说什么 但是梦里 洛灵远永远都是沉默的 什么都没有说 他再也不可能听见了 洛灵远想对他说的 最后一句话 七年前 洛公主为了于晗 前途和他分手 把自己整进了医院 于晗却对此不知 一直在他家门口 等了几天几夜 知道洛灵叫人把他打走 他才心灰意冷离开 七年后 他们会破镜重园吗 于晗在床上翻了个身 准备起床 他过来客制从不赖床 他推开浅黄色的门 房间里防光窗帘 将太阳尽数挡住 却又在床头 开了一盏星星小灯 旋转着在天花板上 散满了星星 儿童床上躺着一个小孩 怀里搂着只大橘猫 小孩被惊醒 揉着眼睛 奶生奶气的喊 爸爸 于晗将他的小被子 拉起来盖在肚皮上 再睡一会 小孩大名叫于晗 小名叫玉元 长得乖巧可爱 就是长得跟于晗不太像 玉元被阿姨牵着到小餐桌旁 抱着奶瓶就开始作 于晗看着眼睛 都快睁不开的儿子 你已经三岁了 该断奶了 玉元见人要断自己的奶 迷糊的眼睛瞬间瞪圆 抱着奶瓶紧惕的邓于晗 牙齿磨着奶嘴 含糊不清道 不行 于晗跟他商量 不断奶的话就去学画画 玉元哼句哼句着 画画就不能跟真姐姐玩了 真姐姐没空成天 跟你这个没断奶的小孩玩 玉元做出小大人的模样 爱 你不懂 真姐姐喜欢我 她才大我五岁 我觉得可以 于晗乐了 你不可以 赶紧吃早餐 晚点带你出门 手机上是助理收集发来的 儿童绘画机构资料 有好几家 都在C城小有名气 本来按照于晗的性格 他会优先考虑经验 更加丰富的机构 但有家新开美满一年的 绘画机构吸引了他 因为这家机构叫于晗会员 跟玉元听起来很配 果然 他把几个机构的名字 报给玉元听 玉元就踢着小腿的 我要去我的机构 我的我的 于晗嘴上埋态着玉大脸 心里还是决定先去内看看 于晗正在办活动 舞台上几个玩偶蹦蹦打打 到处都是气球和孩子 玉元面对人多的地方 一点都不紧张 他一撒手 玉元就迈着小短腿 哒哒哒的冲向了乐园 宛如脱江哈士气 于晗没法离开 便在不远处站着看于晗 而洛灵远却穿着兔子玩偶服 在后面看着他 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偶遇于晗 七月的室外很热 他穿着衬衫有点出汗 心里想着倒霉孩子 背心就被人戳了戳 回头正面迎接了一个硕大的兔子头 把他吓了一跳 他虽受精面上却不动 兔子冲他招招什么 想要引他进里面坐 不知怎么 这个工作人员不肯出声 都以大幅度的肢体动作示意 于晗还都看懂了 他浅笑婉拒 不用了 我小孩在那里玩 我得看着 兔子就跟被冻住了一样 安静了好久 直到一个孩子扑到他怀里咯咯笑 兔子这才抱起小孩走了 于晗也没在意 七年前他和于晗分手 突发心肌炎抢救了八天 七年后再次遇到他 还是控制不住的想要靠近 他借着网偶符不怕被认出 一再接近于晗 于晗转头看到还是那只兔子 这次还跨了个胡萝卜包 拉链是开的 兔子一样样从里面掏东西 雨伞 冰水 小扇子 于晗都猛了 竞数接过后 心想这个机构还挺会来似的 兔子厚厚的爪子在胡萝卜包里掏啊掏 于晗顺手替他把手套承下来 礼貌道 抱歉 看你戴着手套拿东西不方便 就帮你取下来了 兔子摆摆手 表示没事 总算掏出了他想要的东西 一颗糖 还是奶糖 端正放在掌心里递到于晗面前 可惜兔子面前的男人 吃钱的东西都收了 到奶糖这里却不要 不用 我不吃糖 兔子将手又伸了伸 哄他吃糖似的 于晗没心微醋 不失礼貌道 我乳糖不难 不好意思 被他拒绝的兔子瞧着挺失落 天知道他是怎么从一个公仔头套上 看出的失落 感觉耳朵都要搭了下来 兔子把糖放回包里 到一边的树下打气球 打出长条的气球 就扭出各种形状送小朋友 于晗有了伞和扇子后 确实舒适许多 又见这大热天 兔子穿得这么厚 也不知道会不会中水 心里面头刚闪过 就见将气球凝成朵花 站起朝他走来的兔子身体一阵摇晃 差点摔倒 于晗走了上去扶住兔子胳膊 先生 你没事吧 还是进里面坐坐吧 兔子点点头 将花给他 指了指路 于晗为难地回头找了眼御员 兔子像是看出了他的不便 就推开他的手摇摇头 还抬手指了指乐园的方向 让他还是看着自己的小孩 然后步履蹒跚地走了 背影挺落寞 于晗目送他离开 又去逮御员 小破还在大热天玩红了脸 一身汗 于晗说他 你衣服都湿了 晚上发烧的话别找我哭 御员不高兴于晗在小姐姐面前说自己 就耿着脖子饭 你发烧的时候还不是抱着我哭 还一口一个圆圆 修修脸 于晗被熊孩子当中落了脸 也不恼怒而是哄他 来学画画就有很多小朋友跟你一起玩 御员在真姐姐和很多小朋友 直接犹豫了一会 最后选择了很多小朋友 毕竟真姐姐才一个 这里的小姐姐有好多好多个呀 于晗带着人 总算找到了一个没有扮成网偶的女老师 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老师很热情地便带着他们四处参观 又告诉他 于先生 您的孩子年纪偏小 一般来说都需要家长陪同的上课 您看是您回去后 是和您夫人一起商量看看 选一个人来陪孩子上课吗 于晗说 他妈妈不在了 时隔七年 于晗终于要找回他的小远了 老师带他们去见园长报名 来到园长办公室 就看到里面一个男生背对着他们 穿着一件湿透的白背心 坐在风扇前吹着风 男生下半身还垮着兔子套装 衣服被汗湿背上的鱼破冰 纹身若隐若见 看得于晗浑身一僵 站在门口眯着眼打量那位园长 园长手里捧着冰可乐 一点点回头 从耳垂到尖巧的下巴 纤长睫毛湿润双眸 他像是从于晗的梦里掉了出来 现在的现实中 骆灵远缓慢地眨了眨眼 终于看向了门口的人 没敢说话 小熊感觉到办公室里气氛不对 他身后的于先生先开口了 声音比刚才低沉很多 骆远长 真是好久不见 他们注视彼此 视线交缠许久 是骆灵远先躲开了目光 垂下眼睫咬住嘴唇 确实好久不见 足足七年 小熊感觉事情不太对 于先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们园长不叫 骆灵远中断了他的话 让他先给于先生倒杯水 他去换个衣服 小熊说好 骆灵远捞着自己的兔子装 连蹦盖跳地奔出园长办公室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不是去换衣服 而是逃命去了 御员站累了 松开于晗的手 自己找了个椅子撑着坐上去 晃着一双腿 爸爸我喜欢这里 于晗不理他 一直盯着办公室门口 不知在想什么 骆灵远逃到了洗浴室 心情异常的矛盾 有种想在浴室里待一辈子 又有种想马上冲到于晗面前的念头 他根本不敢和于晗对视 天知道他隔着头套 在五颜六色的气球和彩虹泡里 看见于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 他甚至以为这不过是场梦幻泡影 一戳就碎 他痴痴地看了于晗好久 看于晗成熟许多的面容 面容棱角愈发深邃 体魄好像比上学的时候更强健了些 穿着衬衣 宽肩窄腰 胸肌也鼓等等 骆灵远在水里使劲晃了晃脑袋 又啪啪拍打自己的脸 不要想了 大白天发什么情呢 而且于晗 有小孩了呀 应该结婚了吧 骆灵远拘了捧热水搓了搓脸 水太烫了 都烫进他眼睛里了 可怜的老师在办公室里招呼客人 差点把肚子的话题都掏口 这位于先生还是冷得厉害 当他发现于晗第十次早向门口 还抬腕看表时 小熊汗如雨下 于晗却问他 你为什么说我认错人了 他还没答话 办公室门就被推开了 带进了一股微甜的沐浴露位 小熊刚松了口气 见到骆灵远的样子 心又掉起了 不是说好的建家长打扮都要老成点吗 园长怎么穿得跟高中生似的 骆灵远沐浴后的皮肤状态 让身为女性的小熊极度地要命 花痴地想 果然在这里上班很幸福 这时于晗突然起身 将装纸巾的木盒整个拿过来 弯腰放到了茶几上 他的一生力道有些重 对骆灵远说 擦一擦 骆灵远尴尬地红了脸 小熊觉得今天可能天气太热 园长忙碌太久 状态不在 只好由他出马 于是他就把平时园长 孔家长的那套都搬出来 说他们的环境师资力量 跟多少多少机构有合作 平时很多活动 总部在美国很有名云云 他在那里费力吆喝 骆灵远就坐在旁边玩手指头 他看似无所事事地发呆 实际一直竖着耳朵偷听 他想于寒应该也不想来这里吧 毕竟是前任开的 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他想再听一会于寒的声音 存在心里 偶尔拿出来放他 于寒结婚了也挺好的 在他离开以后 还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挺挺好的 他忍不住鼻子发酸 抠手指头的力道越来越大 像自我折磨 这时有只小手探了过来 柔软的掌心 捏住了他折腾的手指头 御员小小声地说 会痛 抱抱 骆灵远自然把人抱了起来 放在膝盖上问他要不要吃糖 他拆了的奶糖 塞给御员前叫他张子 汗有没蛀牙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不能吃太多糖 御员怨念地叹了自己爸爸一眼 他不给我吃 骆灵远拿着糖尴尬了 不给吃 那他到底给还是不给 这时正在跟小熊对话的于寒停了声 探声过来 自然地将骆灵远手里的糖拿走 放进嘴里 半点都没有自己刚才说过 自己乳糖不耐的自觉 御员觉得不公平 我也要 于寒回他 不许 御员炸毛了 那你为什么能吃 于寒说 因为都是我的 于寒小朋友快被气死了 觉得他爸爸比他这个三岁的小宝宝还要幼稚 他用大眼睛卖萌 跟骆灵远要糖 骆灵远在于父亲面前哪里赶给 按着自己放糖的口袋 为难地摇摇头 于寒假哭 把肉脸埋进骆灵远的胸口里滚了一圈 哥哥你真香 于寒在旁边冷冷插话 于寒 自己做好 不要 人家还是个宝宝 骆灵远把小孩的身体往上拖了一下 问小孩 你叫于渊 哪个渊 于渊平时不太爱认字 但也知道自己名字的 指手画脚 咿呀呀 说不清楚 于寒说 渊源的渊 学费是现在早吗 小熊骄傲地望向一脸惊吓的园长 说 支付宝还是微信 这时骆灵远总算意识到自己工作态度不佳 主动把手机掏了出来 试探性地问 微信好有转账 于寒看了眼他手里的手机 支付宝 谢谢 骆灵远想家于寒微信被拒绝 默默地把微信退出 又心酸地想 哎 既然于寒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婚姻 他还是不要打扰比较好 虽然这样安慰自己 心头却如被蚂蚁砍视 疼得厉害 他决定把于渊安排到离他办公室最远的一个班 看不见就不疼啊 转账完毕 于寒起身准备离开 骆灵远冲他摆摆手 在临别时总算鼓起勇气 看向于寒 于寒也在看他眸色深深 骆灵远也不躲了 注视着他的双眼 再见 也不知道他这话触动了于寒哪根神经 于寒眉心隆起脸色变长 心情看起来很不好 骆灵远近身想打嘴 他这样确实有点讨厌 久别重逢于寒先跟他打招呼 他也没理人家 刚刚一直不肯跟于寒说话 现在等人要走了 还憋出一句再见 这样不理人的态度 换做事他也不高兴的 于寒这是说 园长 你这家渔员会员的名字也是美国总部给起的吗 是哪个鱼 每个圆 育员觉得这题他会 爸爸 是小鱼的鱼了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 小熊说 不是美国总部起的 是我们园长亲自命名的 最该回答的骆园长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整张脸都红了 骆园长手足无措 小熊满脸莫名突然道 等等 于先生你还没填表呢 表格是学生家长需要填的 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那些 他刚才企图加于寒微信 却被变相拒绝 现在又让人填表 总有种一环套一环的感觉 于寒都起唇角 弧度很小 意味不明的笑了下 他自然的落坐在骆园远的位置上 接过对方手里的 地笔石指头相碰 骆园远动作极大的将手偷回 往后一锁 于寒嘴边的笑意消失了 骆园远面上挂着客气虚假的笑容 谢谢你对于我们会员的信任 于寒没理他 起身离开办公桌 烧上预员直接走出办公室头也不回 骆园远纠结的在办公室里转了几圈 最终败给了男人的猎根性 心想我就看看不记住 把那份表格从头看到了尾 意外的发现预员是单亲家庭 没有母亲 表格上填写的陪课家长 竟然是于寒自己 于寒要来上课了 于寒没有妻子 他老婆去哪了 离婚了吗 骆园远捏着表半天 转头就看见电脑屏幕反射的自己在笑 有什么好笑的 不就是于寒没有老婆吗 晚上回去后 骆园远接到了一通跨国电话 林叔不太懂关心人 问候的方式也简单粗暴 问他还有没有钱 骆园远选择回国创业时 林叔是大力反对的 他按着林叔的要求 在国外读完艺术大学 刚毕业那会 林叔有意要带他进入他的圈子 还将他介绍到一个画廊工作 谁知骆园远在画廊工作了两年 突然要回国创业 还是去C城 林叔也不再拦着了 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差点被人投毒 林叔内就自己没有照顾好他 最后才由着他让他做自己想做的 骆园远大概永远不会知道 在他消失的七年里 于寒找了他多久 久到他都要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不然怎么会一直找不到呢 骆园远挂了电话以后 犹豫了一阵 最终还是从表格上 将于寒的电话寄了下来 结果他意外地发现 于寒好像用的还是那个号码 骆园远叹了口气 又一次庆幸自己没有喝下那杯酒 忽然就是另外一个人生 不可能回国 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事业 更不可能 在遇见于寒 酒吧内 于寒和方骁的酒友关系 保持了许多年 刚开始是一直找他打听 骆园远到底在哪 气就气在 方骁也不知道 骆家对这件事也会而不言 对外说法是骆园远出国深造去了 一年年下来 方骁找人的心都大了 在骆园远联系不上 也不回国 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 方骁当开始是生气 到后面失望 逐渐失去动力 但是他从来没忘过骆园远 因为面前这个人 这个人会来找他喝酒 问一些骆园远的事情 他跟骆园远从初中认识到高中 不少回忆 有许多事可以挑出来讲 于寒一边喝酒一边听 偶尔听到有趣的 还会笑 只是笑得都很浅 没一会就散了 他永远记得骆园远离开的第五年 于寒喝到醉醺醺的突然跟他说 要不是还能跟你说起他 有时我甚至都觉得 骆园远其实不存在 他只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 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一个好梦 时间到了 梦就醒了 方骁安慰他 怎么会呢 他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消失 迟早会遇上的 到时候我一定狠狠揍他一顿 于寒趴在了桌子上 藏起了眼睛 是啊 会遇到的 到时候 到时候会怎么样 于寒最终也没有说 第二天骆园远拿出手机 看着手机号码 迟迟不敢拨通 他叹了口气 本来想退出 却一不小心按了拨通 正手忙脚乱想挂断 电话却被人接起来 于寒为了一声 骆园远小心地将电话 捧到了耳朵边 你好 听于寒不出声 骆园远更紧张了 他急中生智 我打电话只是想问你 你今天是下午来 还是晚上来上课 是你陪着于原来吗 于寒说 我已经给归机构打个电话 确认过客时了 啊 不好意思 他好像听到于寒 在电话内头烫了口气 问他 还有其他事吗 骆园远他低落道 没了 对不起 浪费你时间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更久 说 接你的电话 不叫浪费时间 晚上见 骆园远一下振作起来 说晚上见 到了晚上 他有些感冒 特意戴了个口罩 怕传染给孩子 一出门就撞上了 带着预言来上课的女孩 男人 请你停止散发魅力 于寒刚下班穿着衬衫 袖口因为气温晚了起来 露出结实的小臂 还打着领带 模样跟昨天不太一样 高耸的鼻梁上 架着一副细边眼镜 侧脸望来 镜片的光斑错落在脸颊上 眼神微冷 半边身体被走廊窗口的 夕阳温暖覆盖 急冷感 又包裹着浓烈的弗洛蒙 性感的人腿都软了 骆凌远捏着咖啡袋 被这场视觉诱惑 给震的嗓子发干 膝盖直抖 于寒只看了他一眼 便捶眸往御员背上轻轻一推 自己进去找位置 御员抬头看了看爸爸 惆怅的叹了口气 有这样的爸爸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事事都要自己操心 于寒一步步朝骆凌远走来 影子随着步伐的逼近 身长蔓延 覆盖到了骆凌远的影子上 皮鞋跟踩着瓷砖地 从容不迫势在必得 骆凌远连躲都没法躲 他屏住呼吸 露在口罩外的眼睛睁得很圆 又带着骨不自知的渴求 于寒像是感觉不到他的视线 停在了几步的距离客气道 骆远长 晚上好 骆凌远用鼻子哼了声门 用手按了按自己的口罩说 晚上好 于先生 于寒看着他的口罩上 身体不舒服吗 骆凌远便点头 有点着凉 不过你放心 我一般只待在办公室里处理工事 不会轻易出来 于寒没心烧松 我放心什么 骆凌远理所当然道 当然是放心 我不会传染给孩子 我有经验也有分寸 刚斩评的眉心腹又隆起 于寒眼神也严厉不省 叮得骆凌远简直手足无措 不知道哪句话说的不对 两个大男人 也不能老储在走廊上 一会就是上课的高峰期 会有很多家长来 骆凌远想自己 要找个借口才行 他将杯子和咖啡袋 拎起来晃晃 于先生你先进教室吧 你还没跟杨老师打招呼吗 他教学经验丰富 你会满意的 于寒不理这个话题反问 吃过药了吗 骆凌远尴尬地放下手 说吃过了 于寒又问 什么时候吃的 骆凌远的小心脏渐渐升温 大概一个小时前吧 于寒冷声道 吃药后两个小时不能喝咖啡 这是常识 骆凌远的小心脏 又掉回冰水里了 只因于寒的语气太冷 感觉不是在关心他 而是骂他蠢一样 骆凌远把咖啡揣回裤兜里 没精打踩道 那我去打热谁好了 说吧他就绕过了于寒 快步朝茶水煎跑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总觉得一百倍扯了一下 力道很轻 他甚至没反应过来 于寒看着这个 和七年前毫无变化的骆凌远 心里暗骂了句 真是笨蛋 昔日恋人一别七年 再次相遇那个深爱的贫穷少年 已经变成了成熟稳重的总裁 而且身边也有了小孩 好像什么都变了 但是两人相识的时候 快要一出眼帘的爱意 又再提醒骆公主自欺欺人 他还是没有忘记她 从前到现在 一直还深爱着她 她当进茶水间 就见几个老师 都聚在那里八怪余涵 陈青作为已婚妇女 发出了成年人话题的感慨 看那个鼻子 那方面肯定很强 骆凌远刚拉下口罩喝水 听到这话就被呛到 齐文见他那个狼狈样子 就忍不住笑 陈老师看你把我们园长给骚的 要我说 我们园长长得最好看 骆凌远拿纸巾擦嘴 红着脸道 到处都是小孩 注意下你们的言辞啊 陈青总见到 这里只有老师能敬 大家都是成年人吗 别这么古板了 哪有 我们小远在美国 都很洁身自号的 都不跟女生出去约会 说不定 几个女人对视一下 不约而同 飞飞飞地笑起来 骆凌远早已习惯 这几个女人豪迈的 聊天风格了 不用想也知道 什么个号里面应该藏着 说不定他还是个处男的信息 他心想 不好意思 还真不是处男 第一次跟他更是 那方面很强的余先生 直到上课音乐响起 他才悄悄地 已经没有人了 路过养老师的一班时 他从窗口往里看 正好是家长们 陪着孩子的互动期 他看着于寒温柔低头 手指点在纸上说着什么 欲言圆润的侧脸 用笔抵出一个窝窝 然后仰头说话 骆凌远在客室外望着 也跟着傻笑 哪知道这时候 于寒竟然跟心电感应一般 抬头就朝教室外望了 他被吓到了 匆匆后退 拉上口罩 急步回到办公室 既然进了办公室 就无心爱情 骆凌远没空心潮涌动 白头工作 等他忙得天昏地暗 再一抬头已经十点 他跑出办公室 老师们已经自觉地 开始收拾卫生 骆凌远恍惚原来下课了 家长们都走光了 骆凌远失落的话 悲愤为力量 准备帮忙搞卫生 这时走廊镜头上来的一个人 于寒不仅不慢道 我手表好像落在教室了 小熊知道他的是明牌手表 维言准备发动全员老师帮忙 于寒却说 丢失表是我的过失 你们不用都帮我找 还是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耽误你们下班就不好了 骆凌远没有犹豫说 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我来陪于先生找 这一找就找了许久 直到人都走光了 骆凌远才听见于寒说找到了 骆凌远惊喜到 在哪找到的 于寒手只缠着那块表 上面粘了点土 竟然是从教室两边的盆栽里找到的 大概是写生的时候 不小心掉进去的 骆凌远感觉这表遗失的地点实在奇怪 但他总不好去质疑吧 无论如何 没有丢东西就好 于寒当然不会告诉他 手表根本没丢 自己是故意的 就算分开了七年 于寒还是和以前一样 处处关心骆凌远 他故意弄丢手表 只是为了送他回家 骆凌远拒绝了 让他先回 于寒不打算放弃 骆远长打算怎么回家 开车吗 骆远远一愣 违心的呃了一声 是吗 骆远长的车停在哪了 我停车的时候 怎么没看见有其他车 骆远远窘迫死了 忍不住邓于寒 才自暴自弃道 我没车 一会打车回去 这点钱还是有的 就是心疼 于寒像是抛出了一个漫长的 总算被鱼咬了钩斑 慢悠道 这样多不安全啊 我送你吧 骆远长 上了车以后 尴尬与无言在他们之间蔓延 他自认为心挺大 但也没大到跟阔别多年的前任 共处在车里这样私密的环境 还能悠闲自得 更何况 他们才重逢不到两天 彼此一无所知 半晌 骆远憋出了尬聊第一句 你这车不错呀 于寒打开了音乐 回了去还行 骆远远无话可说 音乐声在他们之间静静流淌 车里都是于寒的味道 缓慢地将它包裹 当年的那段感情 他自认为爱得撕心裂肺 至今难以忘怀 却不敢揣测 对方是否与自己一样 大概早已不一样 不然也不会有余渊的存在 从他选择分手的那刻 他和于寒就走在了不同道路 林叔曾经对他说过 再浓烈的感情 也能被时间抹平 就像伤口 总会愈合 人世界哪有这样多的童话故事 兜兜转转 原来你还在这里 而且于寒早已有了别的羁绊 比如这个孩子 又比如孩子的母亲 急入正轨 何必像当年那样 与他共行荆棘密布的骑路 骆远远的满腔仇丝 被轻音乐击击 久久不能平复 于寒问了几遍话 都没听他回 红灯车停 于寒关掉音乐 叫他名字 除了这些 你没有其他要问的吗 骆远远被惊醒 将惆怅狼狈作回腹中 可惜眼神藏不住露出些许 他避开视线振作精神 找话题聊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于寒说是软件开发 我没读C大 这话激起了 骆远远无尽的好奇 他好像依稀记得 关朔锋继承的是家业 搞的是连锁商城 跟软件开发 没有半毛钱关系 关朔锋当年那样逼他 逼于寒 怎么最后于寒 仍然没有改姓 甚至工作都与关朔锋无关 他陷入沉思 于寒却无法再忍受沉默了 还有呢 骆远远茫然道 还有什么 于寒以平缓的语气 云淡松轻道 关于我的 你还有没有想知道 骆远远想起外婆 于寒没有立刻回答 骆远远的心揪了起来 还一会才说 他过世了 车子缓缓通了下来 于寒还记得他怕飞要送他 骆远远没拒绝 夜风吹了过来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这样飞 于寒也注意到了 从后座拿出了一件薄外套地给他 于寒好不容易为两人制造独处的机会 想打探一下双方七年来的境况 结果骆远畏畏缩缩的根本不敢吭声 两人到了单元楼下 他停住脚步 不太情愿地指了指其中一栋楼 我到了 我住在这里十一楼 于寒看了那栋楼一眼 说好 骆远远有点猛逼 好什么 难道于寒还要来做客不成 于寒重复了今晚第三遍的那句话 关于我 你还有没有想知道 骆远远在黑暗里经了一会 为什么 我想知道的 你都会跟我说吗 于寒没有回答 骆远远突然笑道 于寒 你已经有你自己的生活了 你有孩子 你现在过得挺好的 于寒的声音压抑 骆远远也看不清楚他的神情 于寒说 那你就不想问问关于孩子 又或者是孩子的母亲 骆远远打断他说不想知道 他心里翻腾的极度 几乎要长出尖锐的刺 光是压抑住 已经够辛苦了 骆远远感觉从蛇根都泛起苦来 说到底 与我无关吧 不是他参与的人生 也无从参与 所以没有关系 于寒呼吸越来越重 却在某一刻 尽数收了回去 连同那些异样的情思 那么再见 骆远远 骆远远突然明白 为什么他说再见的时候 于寒的表情会如此 再见这个词汇 果然很难听 又难听 又刺耳 他忍不住眼睛的态 好像曾经学会过的坚强 都抛之脑后 于寒成了他低浅的泪点 戳一下就能续上一筐的泪 追了几步扬声道 你明天还来吗 于寒停了脚步 不说话也不回头 骆远远放软的音调 夹杂着微不可闻的颤音 来吧 不要因为讨厌我 所以不来 骆远远回到家里 在沙发躺了许久 才缓慢地将心口处的玉器吐出 他脱下来的那件浅色外套抱进怀里 还把脸埋进去 那是他所眷恋的味道 眼里不断有东西冲出来 没骨气地打湿了衣服 太喘了 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 晚上的一幕幕无数次在脑海里回放 他逐针分析便便理解 得出了一个也许 或者他所希望的结果 于晗仍然喜欢他呢 为什么呢 都已经结婚生子 还是说即使如此 多年后见到他 也喜欢他 为什么非要他问孩子的事 骆远远猛地从沙发上做起 用手机拨打了通跨国视讯 那边迟迟才接起来 入镜是全白床单 一把性感慵懒的声音 祖宗 你知道我这里几点吗 骆远远还在镜头里 看见床上另外一边躺着有人 你换女友吗 含锥在那边点了根烟 不走心当 宝贝 跟你说了多少遍 屁有不等于女友 找到你初恋了吗 骆远远将今晚的事情都讲了 中间怀春数次 让韩锥听得鹅鹿轻惊 又强行压抑下来 不打断他 骆公主因为内疚 不敢再让于晗和他一起走弯路 却不知在他消失的七年里 于晗一直在等他 他想不通于晗现在的想法 跑去问韩锥 韩锥问 你这个初恋人品怎么样 骆远远说当然好 非常好 韩锥笑道 那排除他想跟你打得出 别这个眼神 我只是说有可能 你也说他结婚生子了 要是心里面着你 怎么可能结婚 可能是现在离婚了 又是个双性恋 你这个依然可口的小嫩肉撞嘴边了 不吃白不吃 骆远远气得脸都红了 后悔跟韩锥分析这个了 韩锥从他的表情 瞧出他的副分 宝贝 我睡过的人也有想跟我同心 没吃过猪肉 还没看过猪跑吗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他不是让你问孩子的事吗 可能对于孩子 他有别的话要说 骆远远面色重新暗淡下去 问了等于白问 那头突然来了一句 对了宝贝 我下周回国 记得来接我 说完他便结束通话 骆远远甚至来不及问 你怎么突然要回国 几点的飞机 问过韩锥以后 他情绪并没有好太多 抱着于寒的衣服想 他是不会把衣服还回去的 要是于寒问他要 他就买一件新的同款蒙混过关 但是看到衣服的牌子 这个想法便打了折扣 于寒现在真是太奢侈了 这个衣服的牌子很贵啊 让他买它有点舍不得 也许于寒不会跟他要 今天晚上不是 头也不回的走了吗 可能明天后天都不会理他了 不理就不理 人都在他这个机构里了 还能一辈子都不理他吗 方霄愁眉苦脸的 出来喝酒 捂着自己的胃苦 哈哈的对于寒说 哥 你是我哥 都喝了几天的酒了 我真的不行了 于寒没让他喝 自己一个人闷头痛 不用看也知道 跟骆远远进展不妙 方霄本来还想幸灾乐祸 昨天他听到于寒 说骆远远回来的时候 震惊又兴奋 连声追问骆远远 现在在哪 被于寒一句我不告诉你 就被堵了回去 抓心脑肺一整弯 也毫无办法 于寒不告诉他 他真查不到 现在不还是要 让他出手帮忙 他抱着胳膊挑眉道 你俩到底怎么了 于寒喝了两杯 迟钝道 没什么 你不要跟他说我的事 方霄超级记仇无语的想 没什么你还要买醉 我怎么说 我甚至没他的联系方式 于寒喝多了闭上眼睛 对他说 不要说 因为跟他没有关系 这些年是我自己要等 说完后他彻底趴了下去 不省人事 这让方霄头都大了 感情大半夜的 让他过来是要兼职代价 把人安全送到家的呀 第二天 若连远满心期待等了一整天 就像希望代表注定失望你了 他没等到于寒 一别七年 若连远还是控制不住 自己想要接近于寒的心 哪怕他有小孩了 哪怕没有身份 只能远远地看着 他第二天没有等到于寒 于寒是被一个中年妇女送过来的 应该是他们家的阿姨 他昨晚说 不要讨厌他 明天还来好不好 于寒没来 他讨厌他了 这个念头钻紧了骆灵远的心 他用手锤了锤胸腔的位置 那里很嫩 呼吸困难 就像旧级复发 更速回到当年 果然不回国就好了 回来得多难过 寒追还说于寒想跟他打破合屁 要真是这样 也许他还好受点 于寒不要他 同样也不想睡他 更讨厌他这个人 还有比这个更失败的结果吗 不知道走神了多久 有人敲响了办公室门 杨老师牵着御员进来了 御员申负任务 老师当一个传话筒 爸爸今天来不了 他让我跟哥哥说一声 骆灵远挣住了半天才到 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来跟我说 御员说爸爸不能来 他太忙了 只有医陪我 说完后期待地 朝骆灵远伸出小手要奖励 杨老师在旁边笑 他知道你平时 要给小朋友堂当奖励 闹着也要呢 御员不好意思地放下手 不能要吗 骆灵远连声道 当然可以 从兜里掏出一个果糖 放进御员手里 犹豫了下 他另外给了克奶糖 耐心道 这是哥哥给你爸爸的 不能偷吃哦 御员看了看手里的糖 觉得为什么要为难 他这个只有三岁的小朋友 他真的很想都吃了 然而小御员的糖 没能送出去 他顾着晚宝忘了 第二天他眉头皱得紧紧了 对不起哥哥 我没把糖送了 这一本正经的小模样 倒跟于寒相似了 骆灵远说 乖乖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没关系 用不着道歉 下次他亲自送马 还有诚意点 御员却说 不要叫我乖乖 你叫每个小朋友都是乖乖 粗心这么大 也像他爸爸 爸爸说 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要做到 没做到就要说对不起 这是做人的基本 骆灵远被这句话刺痛了 因为这话连三岁的小孩都懂 他却没有做到 还是于寒亲口叫的 也不知道 于寒教给小孩这个道理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不是 他这个违背诺言的窝囊家伙 于寒将近一个礼拜都没有来 他受不了 再次拨通了于寒的电话 只不安地扣着桌脚 于先生 你不来上课吗 那边进了一阵 骆远长 我记得我有请人陪御员上课 我想 小孩想念爸爸了 心里补了句 我也想你了 于寒叹了口气声音疲惫 知道了 我还在出差 麻烦骆远长多探顾一下御员 我周五飞机回来 到时候会准时来陪课 刚出差完吗 骆灵远赶紧到 刚回来还是休息比较好 也不用这么急着来 当骆公主没了公主命 能卑微到什么地步 听到于寒电话里 传来秘书的声音 都会捏着手机心响 幸好不是女人的声音 要不他都要误会了 等等 好像男人的声音 也没好到哪里去 那个男秘书的声音 挺好听的 不知道长得怎么样 这个念头 才在骆灵远脑海里浮现 他就反省地摇头 嫉妒什么 于寒都还不是他的 没资格嫉妒 话是这么说 但在他发现 送于员过来的 是一个看不出 年纪的美貌男人时 他还是醋了 暗中将自己 与这个男人比较 他听见于员喊他叔叔 也不知道这个男人 和于寒到底是什么关系 骆灵远有意无意地 打探着他们的关系 徐晓晓对这个 年轻的园长感觉不错 直到这个园长话里藏话 跟他打听 他和于寒是什么关系时 他才顿时领悟 原来这男生 对他弟有意思啊 他弟弟虽然能接受男人 但唯一段同性感情 就谈伤了 这么多年也没见在谈过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不该帮一把 但得把话说清楚了 免得造成什么 不必要的误会 便告诉他自己是于寒哥哥 本意虽好 但骆灵远知道于寒没有凶 倒有个弟 关硕风生的那个 不怪他多想 主要是徐晓晓那浑身灵的气息 根本藏不住 让骆灵远心惶惶的 这就好比直男 突然有了个 长得漂亮的干妹妹 足够让直男的暗恋者 产生恐慌 思来想去 还是发短信 关系靠近基本法 总得加上个微信 他没多纠结 把一句老套的搭讪 刺发了出去 于先生 能嫁一个你的微信吗 于寒在收到微信前 先接到了徐晓晓的电话 问是不是于员闯祸了 干什么要污蔑我侄子 谁闯祸了心里没点数啊 你跟人家于员的园长什么关系 于寒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他今天拐弯抹角 问我跟你什么关系 我听于员说 你还跟他抢园长的糖吃 你不是说再也不吃糖了吗 于寒放松背脊 靠在椅子上 他问你我们的关系 你怎么答的 还能怎么答 我说我是你哥啊 他知道我没哥 啊 怪不得他表情怪怪的 我就说有杀气 那现在怎么办啊 你到底对人家有没意思 于寒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就看到洛灵远的短信 于寒的头像是个剪影 两个人靠在一块 背景好像是医院 属于人的地方都被黑色覆盖 就像两个互相依靠的影子 根本看不清到底是谁 洛灵远专门截图放大 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再看朋友圈 三天可见 行吧 刚往下一拉 就跳出来的于寒的一条朋友圈 他说晚安 不知道跟谁说 也不知道会有谁能看见 洛灵远正在研究于寒的微信时 接到了一通电话 来电人语气激动 上来就一句 洛灵远 你这么多年死哪去 洛灵远差点被口水呛到 那边声音更高了 你这个人 竟然连我的声音都认不出来了 语气怨妇 前台词死鬼 搞得洛灵远莫名其妙 心想他除了于寒 什么时候还多亏欠了一位梁家富男 又听这人埋怨几句 洛灵远终于认出来是方潇 听到方潇的声音后 那就瞬间涌上心头 他该主动联系对方的 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当年他无处可去 是方潇收留了他 也是方潇在他性向这方面 一直支持着他 他太自私了 只考虑自己 郑重地和他道了个歉 方潇又骂了他几句 跟他约了见面 洛灵远一口答应 提前预定了包厢 方潇成熟不少 还穿着西装 一下班就赶过来了 他目光刚落到洛灵远身上 表情就一把 弄得本来想迎上去的洛灵远 无措地站在原地 看他脸色犹犹豫豫豫道 你不是真的要揍我吧 方潇反手把包厢门关上 抱起手臂 脸黑得跟关公似的 洛灵远咬牙 心想死就死吧 那你揍吧 先说好 别打脸 方潇大步冲了过来 洛灵远紧张地闭上眼 结果他被结结实实地抱住了 方潇用力地搂着他 肯拍了他背心好几下 招人恨的臭小子 回来都不联系我 洛灵远眼睛一热 又说了一遍对不起 方潇推开他 极度道 你这是消失在哪个虫洞里 穿越回来了吗 音讯全无就算了 怎么一点都不见老 还跟高中一个样子 洛灵远摸了摸脸说 天生的 方潇在席上问他这些年 到底去哪了 洛灵远没说得太详细 也没法说详细 有些事情只适合憋死在心里 谁也不能告诉 我那时候出了事 家里让我去美国 我就去了 你去的是美国 又不是外太空 怎么连我都不告诉 那你现在回来了 再不许跟我玩失联 先把我跟陶琴的 结婚红包补上 洛灵远苦笑了下 绝对不 混小子 本来我伴郎的位置 应该是你的 你结婚得太快 但我保证 我肯定是你小孩的干爹 对了 我回来的事情 你别告诉你爸 方潇一愣 没明白过来 洛灵远找了个借口 我背着我爸偷偷回来了 他还以为我在国外呢 他心想洛婷 何止是不想让他回来 他在C城 还要尽量避开洛婷 无法跟方潇联系 一定程度上 也是因为方家和洛家 当年走得很近 他不方便 方潇见他不愿说 也不多问 其实他跟洛灵远见面 也打算说一说于寒的事情 但是于寒那晚走后 一直让他不要说 要不是他跟于寒 认识了七年 也不敢相信 真的会有人这样 无望等上 另一个人这么做 生活又不是什么小说电视剧 他们有心 兜兜转转 还会在一起 要是无心 怎么走也凑不到一起 洛灵远想到于寒 过几天就回来了 心情突然就好了 大概是有了期待 心定下来 日子就过得快 时间在他上上班 闲暇刷刷微信 深夜里绞尽脑汁 发点歌词截图中度过 因为他的朋友圈 寒追特意微信他 问他受什么刺激 这样非主流 可把洛灵远气坏了 周四寒追给他打电话 告知自己是明天的飞机 他还给寒追 做的阶梯小牌 大概是心灵感应 会在人群里一眼 认出他的心之所属 他看见于寒拉着行李箱 从出口拐弯出来 只因他的眼神过于热烈 又或者是那奇怪的心有灵犀 于寒不经意间 朝这边看了一眼 愣住了 他们隔着人群相望 这是怎么样的缘分 那瞬间洛灵远 甚至都在心里想 不管怎么样分开 他们好像总会再次相遇 于寒穿着黑色的衬衣和西裤 身形修长 拉着行李箱绕过人群 走到洛灵远面前 你怎么会在这里 洛灵远恍惚到 可能是为了遇见你吧 于寒被他的土味情话痘的想象 抬手指了指洛灵远手里的街机牌 这么隆重 还搞了个街机牌 洛灵远从未如此庆幸 自己没在这个街机牌上写名字 于寒问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间到 他尴尬了 摸了摸鼻子 是啊 我怎么知道的 于寒又问 你不会是在这里等了很久吧 他以为洛灵远在电话里 听到他今天回来 特意来机场等了一整天 洛灵远没有否认 更不敢说不是 都这种时候了 再说实话不是让于寒很丢人 就当是个美丽的误会吧 至于寒追 接不到就接不到把那个吧 他给寒追月亮专车 专车司机会接待好他 于寒有些意外 洛灵远的主动 没想到他会干出手助带兔 等在机场接他这样的蠢事 蠢得令人感动 于寒看了看四周 我让助理过来接我 还要等一会 上车再说 洛灵远问 助理来接 你本来是要去哪的 很忙吗 于寒这时突然抬手 攥住他的手腕 将他往自己身边一拖 洛灵远呼吸都忘了 揣着颗乱蹦心脏 双脚绵软 只恨自己不能摔倒 套在于寒怀里 身后传来道谢声 一位家长推着硕大的行李车 上面还坐着的孩子 原来于寒拉他 只为了让出路来 好方便行人过路 洛灵远收回那欣喜又渴求的眼神 于寒问要不在这边吃吧 他指了指后面的麦当劳 洛灵远想 他们不能再站在这里了 不然跟寒追撞上 就得是年度第一尴尬 便答应了下来 他万万没想到 他们两个第一次吃饭 竟然是吃麦当劳 就不能换个高级点的地方吗 不提环境小桥流水 好歹也吃点有营养 非油炸的食物吧 这次是你付的钱 下次我请吧 不等于寒答应 寒追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行啊你 灵远 现在都会玩惊喜这套了 不是说不来接我吗 洛灵远一瞬间冷汗直下 唇干舌燥 这大概是洛灵远被打脸最快的一次 去接寒追 结果遇到于寒被误会 他将计就计 结果下一秒就遇到寒追 洛灵远僵硬地瞪他 寒追又看于寒 这位帅哥是 于寒起身 你好 我是于寒 寒追一双桃花眼微睁 心想 原来这就是洛灵远的初恋啊 长得真帅 他冲洛灵远抛了个眼神 暗示他干得漂亮 进度不错 都能把初恋拐来给他接机了 于寒问 你是谁 寒追自然地介绍着自己 于寒才反应过来 洛灵远今天是来接他的 寒追这才看到于寒的行李箱 你怎么也拖着行李箱 要出差吗 于寒得体地笑着说 是刚出差回来 也是今天的飞机 他看洛灵远 洛灵远眼神死地望着他 于寒将行李箱上的那个欢迎牌拿起 递给寒追 我想这个牌是他特意做给你 是我搞错了 还以为是给我的 洛灵远见人要走 心急 但又因为这起大型翻车事故而不敢讲话 拼命用眼神暗示寒追 叫他把人留下 寒追赶紧揽住了于寒的肩膀 爽朗地笑着 怎么这么急 东西都还没吃完呢 吃完再走呗 洛灵远用眼神卡寒追的手 他都还没揽过于寒的肩膀呢 于寒掰开寒追的手 不用 我吃得差不多了 寒追用脚抵住他的行李箱 别啊 我这个人最喜欢看着别人吃东西了 尤其是你长得这么帅 看着都有胃口 坐吧 于寒只好坐了回去 洛灵远虽然庆幸于寒留下了 却一时半会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局面 只能保持沉默 寒追打破僵局问于寒 结婚了没 于寒说没有 洛灵远无精打采的小身体一下挺直了 竖起耳朵 满脸想问又不敢问的可怜啊 于寒他和洛灵远在哪认识了 寒追挑眉 说是大学同学 还想继续说 洛灵远在桌底狠狠给了他一脚 把他踹得都疼了 寒追皱眉 瞪洛灵远 洛灵远装作探窗外风景 不理他 他们自以为动作隐蔽 却不知一切都这样明显 明显到于寒一清二楚 同样明显的还有这两人之间的默契 彼此眼神交流 只有他们才懂和知道的事 他是个局外人 还自以为洛灵远是来接他 原来不过是场令人尴尬的误会吧 他垂下眼 将那些难堪与难受禁述连起 怯然道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得走了 助理已经到了 他甚至还问 需要送你们吗 洛灵远尴尬的快窒息了 他后悔将于寒留下了 寒追想行了 洛灵远扯了扯寒追的衣服 我给你打个专车 别麻烦人家 于寒好似没看见 也没勉强 拉着行李就走了 寒追等人离开 你疯了吧 你怎么比我还钢铁直男 你还要不要追你初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初恋纠缠着呢 你压正不想跟人在一起 才搞今天这么一出 给我打个专车 别麻烦人家 人家 我要是你初恋 我就把这杯可乐到你脸上 让你清醒清醒 你到底会不会谈恋爱啊 灵远 洛灵远本来就够难受了 事情变成这样并非他所愿 胃里挤着一堆油炸食品 此刻都翻涌起来 简直要命 寒追发现他胃痛又犯了 又继续补刀 该 让你重色轻有 明明是来接我的 结果被初恋迷得晕头转向 抛弃好友 洛灵远翻了个白眼 是谁辛辛苦苦帮你打发了 找上门的姑娘 要不是我 你早在美国量了不知道多少次 寒追怕他提过去的就是 一秒耸成狗腿子 灵远 远远 很难受吧 来来来 我扶着你 走 我们去坐专车 你刚听见了吧 你初恋没结婚 你找机会问问小孩的事 说不定有别的说法 去求原谅 轰轰他 他又不是小姑娘 怎么哄 怎么不能哄啊 你性别歧视啊 男人也可以被哄啊 你以前怎么哄 现在怎么哄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以前我跟他是一对 现在我俩已经分手 怎么可能用之前那套 更何况 云涵也没生过他的气啊 一直都很宠他的 想想都觉得心酸 寒锥搓了搓下吧 男人嘛 没有什么打一辟 不能解决的 如果不行 那就再来一辟 骆灵远一连比一道 怎么可能 我就不是这种男人 话都没说明白呢 怎么能睡 寒锥耸肩 表示不幸就算 好不容易到的晚上 原本答应好 要来陪课的余涵并没有来 余涵不是因为隔应 确实是因为忙 钱是赚很多 就是没有多少私人时间 还好寓言比他想象中要懂得更多 大概是童言无忌 玩耍时从别的小朋友那里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 比如别人都有爸妈 他只有叔叔 寓言是精灵的孩子 他的男友 在一场火灾事故中牺牲后 才发现自己怀了孕 失去恋人的打击 再加上孕期情绪忧郁 难产时大出血 没抢救过来 孩子的去留曾经让他们万分纠结过 徐晓晓带着孩子去找过城镇的家里人 结果那边不肯承认这孩子是他们家的 还说了相当难听的话 本来是徐晓晓要收养育员的 但长木家庭复杂 一直不肯接受长木出柜的事情 甚至说如果徐晓晓要收养一个孩子 长木为什么不能跟别的女人生一个 徐晓晓接受不了这样的条件 一时就僵持住了 最终于寒提出了要收养 他说 他不会结婚 有个小孩刚刚好 有了个小孩以后 于寒的生活确实骤然大变 却也让他知道该回家 懂得注意身体 不会一心拼工作 把自己拼进医院里 今天学校有亲子互动活动 于寒终于抽出时间参加 听到园长给他奖励了很多糖果 他直接全部打结了 徐元嘴巴都扁起来了 最后掏出了好几颗糖 心疼惨了 他将果糖含在嘴里 嚼碎了嘴里的果糖 甜蜜的糖心化在舌头上 好美味的 洛公主听了寒追的建议 决定把于寒哄哄回来 终于在这天等了他来 冲他露出了个笑 你来了 于寒没应声 洛灵远接着说 你去我办公室拿花吧 我们会得做的最好的家长送花 于寒没有为难他 配合起身跟他走进了办公室 洛灵远之前的办公室 到处都插满了各种各种的花 有风杏子 枝子花 马蹄莲等等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于寒瞳孔萎缩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弯腰抱起一捧嫩黄的花 将脸颊贴在柔嫩的花上 轻轻蹭了蹭 这是迎春花 听说只要是春天开的花 都属于迎春花 但是最早开的 只有它 将花束捧到了于寒面前 如此郑重 仿若捧的不是花 是颗颤颤巍巍的心 你喜欢吗 于寒 那树花捧在半空中 时间单的越久仿佛越重 洛灵远胳膊走累了 心也跟着寸寸泛酸 于寒没有接花 反问 为什么要送我花 没等洛灵远回答 又说 哦是了 要送给手工作的最好的家长 他抬手接了洛灵远手里的花 花束在洛灵远的掌心里被抽去 包装纸的尾端在他食指上勾了下 竟让他决出了畅然若失 不是这样 不该这样 他抿唇醋眉 让旁人看了 还以为他送花送的不情愿舍不得 于寒抓着那树花 敬了会 像是等他说话没等到 便神色淡淡的点头 谢谢 还有事吗 洛灵远无言摇头 眼睁睁看着于寒走了出去 花他买了许多天了 一天捧一树过来上班 一天天过去 不同的花都堆满了办公室 直到等着那个人终于来了 结果只是做了自以为浪漫的事 他自言自语道 其实这些花都是我心思 是太不明想了 所以你不知道 枝子花的花语 坚强永恒的爱 粉色马蹄莲 爱你一生一世 迎春花 相爱到永远 送花的对象 一所喜欢的人 不是于寒 你喜欢吗 而是我喜欢你 于寒 他用手被压了压眼角 不知蹲了多久 才想到起身 毁抹了一片 他弯腰用手拍了拍三丈的小腿 没关系没关系 下次加油 给自己打气 拿了花的于寒 其实并没有骆灵远所想的那样冷静 他双手捧着那束花 在园长办公室外站了很久 为难醋眉 不知道该把这花怎么办 说了要送家长 又怕像昨天那样自作多情 既然骆灵远都说了这是奖励 何必自不自的 给这花加上什么特殊含义 抱着花回教室 御元直起腰 看着爸爸将嘴巴张成了恶行 等于寒坐下 伸手要拿花来闻一闻 于寒把花一开 强势的说这是爸爸的花 御元扁嘴 小气 爸爸我也要 于寒抱着花一本正经的说 你已经是个三岁的孩子了 该学会自己想要的东西 自己去买 于寒抱着洛公主送的花 翻来覆去地看 晚上到家的时候 还让阿姨把她去年 在意大利出差买的瓶子拿出来 阿姨抽气问道 那个不是很贵吗 于寒看着手里的花说 值得 也不知道是送花的人值 还是花值得 洛林远这边跑去找寒锥 结果不小心坏了寒锥的美事 谁也想不到这家伙 才回来一天就能 寒锥靠着门 做的潇洒的姿势 让她有事说事 没事快滚 洛林远还傻在走廊上打嗝 小身板一抽一抽的 你说的根本没用 寒锥见她喝了酒 探声道 你真把她给睡了吗 洛林远挤开寒锥 往里走 说什么呢 不是你让我哄她吗 寒锥问怎么哄她 洛林远就把自己送花的事 说了一遭 寒锥仔细听了问 你有说为什么要送花吗 洛林远想了想 还真没有 她怎么可能会信我的借口 这么假 为什么不信 你办公室不都跟个花店一样吗 到处都是花 最怕就是看起来多 你只给她一小部分 瞧着没诚意 跟随手松的一样 洛林远急了 她应该知道花的意思啊 那是迎春花呀 这又是什么我不知道的暗号 洛林远不想说 这样的情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那是她十七岁的时候 年少轻狂 不过脑子对于寒说出来的情话 现在想想都要脸红了 不能说 这是于寒跟她的秘密 寒锥见她支支吾吾的半天不说 叹了一声 你干脆送她向日葵好了 洛林远一正 为什么 寒锥向日啊 她语调脱的老长 漫不经心 洛林远觉得特意来讨一趟 问寒锥的自己简直是 寒锥自己的事情都整不明白 成天到晚只用下半身思考 你还喝上了 你这破铁量 谈个恋爱还戒酒消愁啊 出去了呀 是想杀到她家去吗 洛林远却说给她打电话 寒锥看她耸成那样就不爽 不耐烦的墨烟感人 洛林远见她脾气大 想来是因为她刚刚坏了寒锥的好事 未免寒锥酒后算账 她麻利的滚了 寒锥关好门 大概是浴火未消 干火旺盛 大半夜的 让她去哪儿再找个女人 旁边的住客也很有闲情雅致 透明的桌子上摆着一杯红酒 寒锥咬着烟 眯眼看向那间房间的落地窗 这时正好有一只手掀开窗帘 皮肤很白 身高作为一个女性来说过分高了 骨架也大 头发不算长 穿着一件黑色睡袍贴身丝滑 寒锥陷入为主 以为是个女人 哪知这人探身拿酒杯时 睡袍敞开一屁 露出平坦胸膛式的男人 寒锥失望地叹了口气 那人听见了 朝这边望来 入目低眼 很惊艳 作为一个男人 长得这么惊艳很少有 加上唇边有蹭花的口红 塞边半醉的酒意 构成了一副相当具有冲击力的画面 寒锥觉得自己为消退的火一猛的生起 寒锥不愧是玩家 到哪都能找到猎曲 他发现隔壁住了个美男丁的人看了半天 那人感觉到了寒锥眼神的侵略性 不太高兴问 你看什么 寒锥伸手点住自己下唇 这颜色很适合你 那人用手背一抹 看到了口红 表情一下生动起来 又秀又闹 这时房间里传来一道女声 那人匆匆地进了房间 头也不回 寒锥靠在扶手上 仰头看天 今晚月色极美 可惜别人都是成双成对 唯有他一人看着美景 洛琳远下到了酒店大堂 趁酒意未消 拨通了余寒电话 他套在大堂的皮沙发上 指甲扣着边缘等待接通 余寒的声音带了点回响 还有水声 声音仿佛都是沾上了浴室的潮热 问他什么事 洛琳远猜出他在洗澡 或者洗完了 身体更烫了些 一定要有事才能给你打电话吗 洛小疯子戒酒发疯 把余寒给问了一正 你怎么了 花你不喜欢吗 那向日葵你喜欢吗 我送你向日葵好不好 余寒问 这次又为了什么送我花 因为我带孩子带得好 他一问的声音带的鼻音 那种一行温热的水珠从眼眶 脸颊滑到了沙发上 他喉咙紧绷着 汗抖着 因为你是春天 一直都是 他怀疑自己是真的醉了 否则半梦半醒间 为什么能听见余寒在电话里问他 你在哪 他带着鼻音问 你要来找我吗 说了酒店的名字后 在沙发上靠了半天 酒意让他脑子转不过弯 心脏却自作主张的猛跳 跳得他都没法坐稳 他忍不住从大堂起来 一路小跑冲到了酒店旁的便利店 买柠檬水 口香糖来解酒 又对着前置摄像头的企图 打理自己的仪容 发现没法拯救 只能无可奈何地 在双甲拍了好几下 清醒清醒 他不安地盯着大门口 来来往往的行人 直到等得久了 他就开始怀疑自己 并没有打电话 一切只是幻觉 都是他太过想念 虚构出来的一场梦 本想再确定一次 却发现手机没变 早已黑皮 他捏着手机 回塘地靠回沙发上 果然是做梦吧 酒意使人困倦 交织在一起 将它往下拖转 他又梦见洛婷 满目星红地冲进病房里 死死握着他的双肩 目光可不得望着他的脸 他看着洛婷的嘴巴 一张一合 看林书推开房门 犹如被碰了逆灵端 朝洛婷撕海 洛婷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 推开了洛林远 冲林书走去 他还在输液 针头跑位 刺破了手被薄弱 又轻子的皮肤 鲜血顺着指缝下滴 林书被洛婷抽了一个耳光 女人亮相后靠 撞在门上 跌落地面 保护母亲的本能使病中的 洛林远扯开了输液针 冲到了林书身前 两臂伸直 恐惧害怕地将林书 护在了身后 抵挡洛婷 洛婷愤怒地说着话 像是被针刺开了 空气中无形的墙面 破了个口子 一声又一声 洛林远 洛林远 洛公主借着喝醉酒 给于晗打电话 结果等人的时候 不胜酒力睡着了 神情紧绷地瞪着面前人 于晗被他表情道 不自知地用上安抚的语气 做热梦了吗 洛林远还是愣愣的 没从梦里缓过来 想笑笑说没事 唇角却勾不起来 他探身想捡地上的柠檬水 但是他身上没有力气 差点摔在地上 于晗以为他醉得彻底 伸手搂着他的腰 将他捞起来 按在了沙发上 皱眉让他别动 他将洛林远要的柠檬水 捡起给他 洛林远接过水拧开 喝了一口 喝得太极大半的水洒了出来 落在他颈项锁骨上黏糊糊的 他神色无辜嘴唇红润 水珠不断顺着滑动的喉结往下滴 于晗望着他 从他下巴一直看到颈项 起身走向酒店前台开房拿卡 洛林远的脑海中 不合时宜地浮起了寒锥的话 男人骂 没什么事不能靠那档子是解决的 他愣愣起身 傻傻地跟在于晗身后 心脏都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真的要做 不是开玩笑的 他都还没买向日葵呢 这么直白骂 久别重逢就来一场 洛林远不能说没有异动 但心情绝对算不上心系 话都没说清楚 总有种不好的感觉 带点变质的味道 可是如果于晗想的话 他不会拒绝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 他在身后看着于晗的背脊 宽阔的尖线 收成一把的腰身 看男人不及不徐的步伐 最后站住 洛林远跟着停下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于晗侧脸无奈到 一直在后面做什么 后来 洛林远像个得到心上人 允许的愣头轻一般 莽撞地走了过去 又因为喝了酒 身子不是很稳 险些摔跤 于晗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洛林远顺势扣住了对方的手 两个人牵着手 洛林远故意不松开 反正他喝醉了 跟一个喝醉的人 是不能讲道理的 他把于晗的手握得紧紧的 生怕被甩开 心里还安慰自己 万一于晗甩开他 他明天醒过来 就当不知道就行了 装示意 于晗没有甩开他 而是看了他一眼 反手握紧他 拉着他进电梯 房间在二十三楼 漫长的上升过程中 于晗拿出手机再看 洛林远手渐渐冒汗 指头都僵了 他顶膝看电梯倒影 手机光在于晗脸上明明暗暗 于晗抬眼 他们目光对上 洛林远像个小偷般 作贼心虚的逆过头 楼层到了 于晗拉着他出去刷卡进房 反手关上门让他先去洗澡 这是什么鬼 为什么于晗能够把这事 约得这么熟练的样子 洛林远的手臂被松开 他站在原地 面上忐忑不安 于晗又问了一声 不行吗 明明之前是个 稍微脏点都要酷的胶气包 洛公主开窍了 想和于晗做点审 不允许的事 他走进浴室 发现酒店的浴室设计 是一扇什么都挡不住的玻璃窗 而遮挡的窗帘 取决于浴室外的人 是否想放下来 这个设计太暧昧 有狠过头 让此刻的洛林远 下不来决心 刚咬咬牙想说 就见于晗走过来 将遮挡帘快速放下 没有犹豫 洛林远在胡思乱想中 洗了个澡 动作不熟练的 为自己做准备 但是对于这件事 他实在算不上擅长 他郁闷的抹掉镜子上的水 心里给自己打气 打算全裸地走出去 刚一拉开门 门上挂的袋子 因为惯性撞到了他腿上 尖锐的边缘 刺得他有点疼 他莫名其妙地 拿起袋子打开一看 里面是内裤 和一次性欲经 于晗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 给你买了衣服 送去干洗了 很快就送上来 洛林远关上门 心情复杂 这些举动很贴心 就跟当年一样 如果不是约 而是恋爱就好了 于晗坐在沙发上 正跟人打电话 听起来像公事 只来得及抽空看了他一眼 便快速地撇开视线 洛林远揉了揉吹的 半干的头发 坐到床上 于晗拿着电话起身 嘴里说着话 将一件衣服搭在了 洛林远从浴巾里 伸出来的腿上 抽空同他说了一句 我的 凑合着穿 那是一件深蓝的衬衣 绸缎面料 摸着冰凉丝滑 袖口上还有一颗 未摘的金属袖口 沾着淡淡的香水味 是男士香水 他的于晗 长成了一个成熟 有魅力的男人了 洛林远默默地 穿上了衬衣 扣子磕磕记好 这过程中 于晗一直没有看他 仿佛手机那边 有天大的事 没了他一脑都不行 洛林远不知 什么时候解开了浴巾 身上只穿着那件 盖住臀部一点的衬衣 站在他不远处 酒店的沐浴 露什么时候这样香了 这是于晗的 第一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是 洛林远没穿鞋 膝带和脚趾头 都是红的 洛林远在于晗 跟前站了一会 发现于晗没有理会他 神色几乎算得上冷淡 他无趣地撇嘴 走到床头 弯腰将一次性 拖鞋拆开 穿上 再用酒店的充电器 给手机充上电 他现在急需寒锥 得问问寒锥 他现在该怎么办 于晗给洛林远 点了份蔬菜粥 拿到洛林远面前时 他正在谈试的思绪都断了 电话那头助理为了半天 没听到他任何回应 洛林远正趴在床上 衬衣卷在了腰上 露出两个腰窝 一双腿只在半空中 白生生的 晃来晃去 手里捧着手机 在不务正业地打游戏 这个姿势是寒锥叫的 他说他最受不了 女人穿着衣服等他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电视上也都这么演 洪礼 洛林远也可以学 洛公主摆好姿势等于晗 却杀风景地挽起了斗地主 他实在太紧张了 为了缓解紧张 开了一局斗地主 瞬间沉迷进去 成了个小毒鬼 洛林远当炸飞了对面两家 正兴奋的猛晃腿 脚踝就被人抓住了 他身子一僵 游戏都顾不上吧 手机掉在旁边 扭伸一看 于晗捉着他的脚踝 竟然还在打电话 他难道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于晗到底带他来这家酒店做什么 忙公事 于晗将他的腿按回床上 被子掀开在盖子 指了指周 眼神示意他吃 洛林远没有任何胃口 他郁闷地坐起身 看重新回到不远处 沙发上打电话的于晗 再次微信求助 这次晗追发过来的消息 简单粗暴 只有三个字 此时在公司卑微加班的助理 正跟老板说报告 就听见老板那边声音一边 像是倒抽了一口气 几乎是爆喝出声 你干什么 助理被猴腿茫然 老板快速地说道 不是在说你 这是明天去的公司在说 说吧助理的电话就被挂断了 助理捧着手机 目瞪口呆地想 这还是他那位公事至上的老板啊 这边于晗将洛林远推倒在地 收起手机 系上皮带 稳定了情绪才缓慢的 你在干什么 洛林远被推得坐在地上 尾椎骨摔得有些疼 那股疼把他的性子激起来了 更何况他脸都凑上去 被人这样壁如蛇蟹地推开 太难堪 他从地上起身 深吸一口气 你有必要这样吗 你竟然没有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呢 云涵语调一下压力不少 你什么意思 他声音微顿 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 脸色一沉 浑身气势风雨欲来 洛林远没察觉 或者说他懒得去察觉 他现在又难堪又想哭海藤 他抱着胳膊 转身回到床上 拿起手机泄分丝地按了两下 我要睡了 你走吧 云涵不走起身逼近他 你以为我要跟你做 我们是什么关系 洛林远眼睛一热 不想就算了 没有关系 云涵却不肯轻易放过他 没有关系的两个人做什么做 洛林远掀开被子 把脸烦闷地藏了进去 自暴自气道 没关系的两个人就不能睡了吗 云涵被气笑了 你想跟我玩419吗 洛林远没有听出云涵的不对劲 继续嘴硬着 都说不想就算了 云涵听到这个更气了 大声地吼了一声他的名字 洛林远猛地翻身起来 委屈的整队人都在颤抖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我送你花你不要 送你糖你不要 我把我人都送给你了 还是不要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要我 洛公主要气死了 都送上门了 于涵还拒绝 她太生气了 气到自己什么时候 都控制不住 哭了都不知道 如果你不想要我 就不要让我误会啊 你明明知道我会误会 于涵将被子掀开 露出她一双腿 你为什么会误会 她气身上去 将洛林远抵在床头 不止是去洛林远塞边的泪 声音又哑又低 我不玩四百一十九 如果你想要我 你就要把你自己给我 完完全全 洛林远像听到 不可思议的话 也不哭了 就傻傻地看着于涵 于涵继续问道 你跟那个寒锥是什么关系 洛林远摇头 他是我大学同学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于涵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问 喜欢我吗 洛林远不说话了 在于涵再次逼问下 这才咬着嘴唇点头 承认得不甘不愿 好似被逼到镜头 没办法了 他刚点头 嘴唇就被于涵咬住了 洛林远被他咬得惊呼出声 疼得厉害 于涵的手掐上他的腰 有些事情 你要自己跟我说 他退了开来 眸色深深 嘴唇染了洛林远的血 勾得洛林远都不知道疼了 只知道点头 于涵语气强势强调道 不管是任何事 我都要知道 我给你时间 但是我耐心有限 说吧 于涵的双手就掐着洛林远的腰 将人往下托 现在 是我行使主权的时候 洛林远有些迷糊 看着于涵的脸 什么 什么主权 男朋友的主权 他失去过 又夺回来的主权 面前的男人 愈发成熟迷人 时光让于涵的身体成长 红方方面面 直到于涵 慢条斯里解开衣服 他蜷缩着脚趾 倒吸一口气 以之前 于涵被逗笑了 捉着洛林远的脚踝 直接踩了油门上的高速 但是由于中途路过 审核收费站 小编不得不让他们掉头回来 第二日醒来 洛林远眼睛干涩 喉咙也疼 无处不痛 他艰难地睁眼 眼皮肿胀是昨夜哭的态度 于涵正坐在不远处用手机 神色严肃像在处理公事 洛林远沉默地偷看他 看于涵为全部系起的衬衣 扣子松开几枚 颈项与锁骨皆有抓痕 下巴上还有牙印 是洛林远昨晚受不了食咬的 今天再见 颇为羞耻 觉得自己简直是疯了 这样叫于涵带着脸上牙印 如何见人 他躲在被子里纠结 就听于涵说 醒了吗 洛林远就跟小学生 被老师点名一样 猛地坐起 又满脸扭曲 扶着酸疼差点扭到的腰 缓缓地趴了回去 醒了 好疼啊 他好像听到于涵没良心地 倾笑了声 仿佛将他搞成这个样子 还挺满意 能不满意吗 不知把他翻来覆去弄了几回 就像有今天没明天的痕迹 这一身的痕迹 是生怕大家不知道 你们昨晚打架了吗 于涵拉开了窗帘 大片的阳光 争先恐后地涌入 洛林远呆傻地 看着外面的晴朗天气 问几点了 于涵云淡风轻说十二点了 洛林远将在床上 我闹钟没想吗 想了 我叫你 你不想醒 还打了我几下 洗漱刷牙 换上新衣 于涵给他买了衣服 很合他新意 从尺码到不亮 合适舒服 就是款式过分阳光 穿起来成熟不见 倒衬着那张嫩脸 像个青春洋溢的大男孩 洛林远快速地掀开被子 拿着手机看微信 果不其然 许多消息 洛林远从浴室走出 腿和布拢布伐奇怪 嘴上还要占便宜 于总 你品号是高中生啊 这衣服照着我十八岁时买的吧 于总头也不抬 手指在九宫阁上快速敲打 发布命令 顺带着一句秒杀洛林远 我品号是你 把洛林远怼得面红耳赤 回不了话 交代好助理 他暗揉额头 半天没去上班 给他造成了负担不朽 抬眼一看 洛林远慢吞吞地 嚼着桌上的三明志 先用手拿脏 抓筷子插着吃 三明志往下滑 胡了他一嘴角的沙拉酱 洛林远懊恼地嘟起嘴巴 还要甜甜 他大概是疯了 不然怎么觉得光是 看着洛林远吃早餐 发发小脾气 都觉得值得 要是让助理知道 只不定在心里骂几句婚君 洛林远吃完三明志在喝奶 胡了嘴巴一圈 手里用着手机 微信上寒锥半夜问他成了没 他给寒锥发了个红包 备住感恩的心 谢谢寒红娘 寒锥火速接了红包 回到不客气 请动火锅就行 得吃鸳鸯锅 洛林远心中暗自骂娘 都被搞成这样了 还吃火锅 不是要他老命吗 于寒走了过来 用纸巾给他擦嘴 洛林远乖巧地仰头 任凭人对他作为 擦完嘴就被亲了一口 于寒说 送你上班 洛林远摸着脖子上的吻痕 不能这样去会员啊 太明显了 于寒从容道 小孩不懂这些 大人要懂啊 你让我怎么解释 于寒嘴角露出一抹笑 就说园长夫人养的 洛林远一下成了落红脸 觉得嘴上实在说不过于寒 但是园长夫人这个名头 怎么听怎么好 他很喜欢 去前台退房时 洛林远没脸过去 便坐在沙发上等于寒 没多久于寒就过来了 洛林远作为第一次 与人在外面玩耍过夜 经验不足的成年人士 小心翼翼地问于寒 他们有说什么吗 于寒垂眸看他 说了 洛林远汉都要下来了 于寒借着说 说可以了 押金得退 洛林远大大松了口气 乃至于寒又补充道 因为 用了会扣钱 洛林远赶紧起身 红着耳朵往外走 行了行了 走吧 赶紧的 上班要迟到了 于寒快步追上 拉着他的手 慢点 于寒过了七年 变得更会撩 更懂怎么拿捏洛公主了 洛林远快被休死 等上了车 于寒接到一通 来自家中的电话 育员作为一个三岁的小孩 对自己的爸爸 发出彻夜不归的谴责 被于寒一句 你有你的真姐姐 我也有我的洛哥哥 给我回去 挂了电话后 他正打算启动汽车 地旁的洛林远 靠了过来 再喊一声吧 于寒侧目挑眉问什么 洛林远舔着嘴角寒笑道 洛哥哥呀 听起来怪兴奇的 于寒按住他的后颈 将他拉到自己面前 舔他舔过的唇角 哑声道 洛哥哥 喜欢吗 他脖子上的暧昧痕迹 还是引起了一片起控声 文奇文眼睛差点脱框 林远 你怎么回事 在美国还是个 啥也不懂的小货海 不错呀 我们小林同志 长大成人了呀 我很满意 洛林远实在敌不过 这几个女人 倾咳一声 文老师 注意你的言辞 我是林远长 小远可恶 不声不响就脱单 说好的大家一起 单身快乐了 到底跟谁呀 哪位小姐姐 似的女人满脸 求知欲地盯着他 洛林远想了想坦然道 不是小姐姐 我爱人是男的 这个劲爆炸弹 落入了愚言会员没多久 是小熊仙出声 打破沉默 我就说 你看起来这么瘦 文奇文接受不了 他们认识最久了 你怎么回事 你原来喜欢男的呀 你当时怎么不说呀 这么些年 问你有没喜欢的人 你都说没有 洛林远放缓了声音 我当时没有恋人 更没有喜欢的男人 我只喜欢我对象 我对象是男的 他云淡风轻地出完柜 然后拍拍手 让他们别八卦地去干活 他回办公室 处理脖子上的痕迹 这时小熊走了进来 递给他一条丝巾 知道怎么记吧 洛林远接过来 在脖子上打了个结 小熊冷静问 是御元的家长吗 洛林远差点被口水呛倒 咳了半天才瞪小熊 小熊一脸淡然 深藏公语名 果然是他 洛林远很疑惑 你俩见面的时候 差来一首背景音乐情 深深雨萌萌了 眼神太黏糊了 气氛也很奇怪 简直旁若无人 我又不是瞎的 当然能看出来 说完以后 对脸红红的洛林远说 园长 加油洛林远哪里知道身边 还藏了一个隐藏摄像头小熊 这女人不得了 她身体不是很舒服 去了趟小诊所 打算药点要吃 来之道老医生 竟然还会把脉 将她拉过去一抹爽烂 就沉着脸道 肾脉弱 防势过度 洛林远差点没直接逃出小诊所 余涵把自己缺失了 七年的男友权利 又一晚上都补了回来 结果就是把洛林远整进医院了 她本来脸皮薄 只想拿点要吃 哪知道老医生竟然还会把脉 将她拉过去一抹手腕 沉着脸道 肾脉弱 好好休息 年轻人不要仗着精力旺盛乱来 洛林远差点没直接逃出小诊所 问药不要吃药 老医生说 吃什么药 被你折痛的姑娘才该吃药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她想对着老医生没法说 还是跟知道她性向的陶琴老师交代 陶琴依然满脸纠结 你有对象了 洛林远微微一笑 是啊 余涵 陶琴恍然大悟 笑着给她抓了点消炎药 还开了药栓 怕她不会用还特地教她 结果 洛林远羞的不行 非快打断说 不用不用 不知道 不知道我也上网百度 可以了 你别说 求你 拿了药后 陶琴将她送到了诊所门口 笑眯眯的看她 洛林远被看得脸红 你有话就说 做什么笑成这样 陶琴突然握着她的双手 太好了 小远 你知道吗 余涵从来没有忘过你 这么些年 她一直都在等你 跳蚤大会下午开始 裕园握着帽子晃了晃 太热了爸爸 能不能吃雪糕 余涵感受了一下气温 一直没看到洛林远感觉忧心醋眉 她将装满了玩具的纸箱 放到了摊位旁边 让裕园和梁爱仪一起布置摊位 摆雪糕 自己去找人 老师的展台在跳蚤市场的最前方 到处都是人熙熙攘攘 很热闹也很吵 她想要找的那个人 正在跟几个女老师一起搬东西 余涵里只有洛林远一个人是男生 帮忙搬的东西难免中了些 因为身体不舒服走走停停 没多久就一额头的汗 她好不容易把一个重纸箱 搬到了展台边 弯腰撑着双腿喘气 汗大磕大磕地落在了地上 脑海里想起了陶琴说的那句 余涵一直在等她 心里闷堵又鼓涨 汹涌的情绪被拼死压抑着 顺着四周温度 身体的滚烫逐渐化作了眼里的水汽 磕磕砸向了地上 她以为没有人会再等她 就像七年前 在这偌大的西城 再也待不下去无法留下 因为没有人会需要她 她也不能再拥有任何人 却从未想过 人所留下的羁绊 却一直缠绕着心头所念所想的人 她终于明白了她怎样的幼稚 冲动 一厢情愿 自以为是 却又不是那么的一厢情愿 因为在她想念另一个人的同时 那人也在想着她 她一直留在了原地 明明只需要一个回头就能看见 她却从未有过勇气整合 不然她也就能够更早地发现 那个人还在那里 七年前她失去一切逃离了这里 却没想到一直缠绕在心头所念所想的那个人 一直在原地等她 耳边传来了一声呼唤 她狼狈用手抹了把脸 指头的汗液顺进了眼睛 刺辣得疼 她抬眼 于寒朝她走来 忧心又怯然地看了看她 只问 还要搬多少 你不要搬了 我来吧 听不到她的回答 于寒的声音逐渐迟疑 她仔细看洛灵远的脸 皱眉道 怎么了 真的很不舒服吗 是的 她很不舒服 感觉很难受 于寒见她一脸煞白 忧心化作强势 你先坐一会 待会我送你去医院 洛灵远摇了摇头 我没事 哪里像没事的样子 洛灵远不想说 于寒便也不必问 周围都是人 吵吵闹闹 不是一个适合说话的地方 她解开袖口 慢条斯里地挽起袖子 走入那群女老师中 帮忙搬东西 不过多久 洛灵远便重新振作起来 情绪仍旧低潮 可现实却有更多事要做 她早已不是18岁 那个什么都无能为力的自己了 忙到晚上8点 一切有序进行 洛灵远也松了一口气 回到展台旁边休息 洛灵远坐在地上 疲倦又似不堪重度般 拱起了身子 那一刻 隐忍许久的眼泪 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她知道她不应该哭的 都是25岁的人了 有什么好哭的 难受又憋了 这是七年 他们浪费的时间 她以为她是位于寒好 她不会后悔 可是她后悔了 特别的无比的后悔 用作进入门的布帘被掀开 有人走入了这个昏暗角落 影子在地上一方明亮里 被拉得几长 逐渐蔓延到她的脚背上 她听见于寒说 找到了 原来你在这里 洛灵远没出声 于寒像是意识到什么 快步走来 蹲到她身前 洛灵远垂着头没说话 她伸手碰了碰她湿润的脸 继而强硬地捧着她的脸抬起 迎着微弱光线 清楚地看见了 洛灵远试成一片的脸颊 而洛灵远通红地 掩在对上她的脸时 又滚下了一串泪 打在她的手上 于寒的指腹 如同被烫到般微微一颤 声音低沉 问为什么哭 洛灵远沉默摇头 见她这副情态 于寒的嘴唇敏直 你总是这样 什么都不肯说 后悔跟我做了 觉得委屈吗 洛灵远被于寒 语气中的不跃下的条 她抬手想握住于寒的手 却没能碰到 她急促道 没有这回事 我喜欢你 怎么会觉得委屈 于寒没回话 洛灵远胡乱擦掉了脸上的眼泪 缓和情绪问 御员到底是谁的孩子 如果像陶琴所说的那样 于寒等了他七年 怎么会去跟别人生孩子 于寒也曾经让他问 关于孩子的事情 那时候他不想知道 于寒跟其他人的事 所以不想听 现在他有底气 有勇气 都是于寒给予他的 洛公主总算反应过来 于寒不是于寒的小孩了 于寒大概是没能料到 他会在那么不合时宜的时候 问出这个 错了不过数秒 面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 不知误会了什么 你是因为我没跟你说清楚 孩子的事情之前跟你说 所以现在委屈了吗 洛灵远哑口无言 他嘴巴张合数次 勉强跟上了于寒的脑回路 不知道怎么反驳 哪知道他这副 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更加笃定于寒的猜测 成功地让自己在于寒眼里 成为了一个暗中吃醋 受委屈又死活不肯说 只能躲起来偷偷哭的小可怜 于寒将一旁的椅子拖来 坐到他旁边 红兜里拿出纸巾 仔细擦洛灵远脸上的泪 想知道的事情直接问我 自己乱想做什么 不是 现在不是他自己在乱想 是于寒在乱想 只是见到于寒 因为他吃醋而愉悦的模样 洛灵远有点不忍心拆穿 心想 原来成熟如于寒 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还挺可爱的 洛灵远安静地等于寒 替他擦干了脸上的泪的同时 得知了预言的身世 听到精灵过世时 洛灵远觉得 肩上的那个纹身仿佛都在发疼 无法想象 曾经那个亲手 替他纹身的姐姐已经不在了 跟他的对话 也恍如昨日 他曾经对她说过 好好对于寒 都是乖孩子 这样温柔的人 竟然离开了 于寒的情绪也不高 精灵带于寒很好 对于寒来说 精灵就是他姐 他亲人 提起亲人过世的伤心事 心情难免沉重 这时洛灵远伸手过来 握着他的手 我会对你好的 于寒不知道 为什么话题跳到这 便看洛灵远 洛灵远红着鼻子 认真说 我答应过精姐他 虽然中途没做到 但是现在也来得及 于寒 我发誓 我会对你好的 很好很好的那种 这时候 他好像又是七年前 那个年少轻狂的小公主 仿佛他真的能做到 不是仿佛 而是现在的他 真的能做到 于寒说 那你告诉我 你现在为什么叫灵远 他等这个答案已经足够久 时隔七年的再次见面时 他就已经想问 从在园长办公室的 活动照片里 他就看见 现在的洛灵远不姓洛 而叫灵远 渔园的官方网站上 洛灵远也叫灵远 他本来以为 只是简单的父母离异 却为什么会令 洛灵远不再是 从前的小少年 洛家这样有钱 即使是离婚了 也不见得会让自己的 亲生孩子过成这样 韩追惊讶于 他喊洛灵远的全名 小熊也是 而阻挡他们 说出这件事的洛灵远 所作所为并没有多高明 甚至漏洞感出 更何况 他早就知道了 他在等洛灵远自己说 到底是耐心不足 他等不下去 他想知道洛灵远的全部 还有到底 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七年了 于寒太想知道 他们分手的原因了 当年那个 说不想分手的人 怎么会突然这样绝情 在他冲动 做了泄露照片的班长后 他也因此付出代价 洛灵远明明知道了这些 怎么会再出拘留所的第二日 就给他发了分手短信 从此联系不上 于寒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来问 这不是合适地点 许是被洛灵远的那几滴泪 给烫了心 竟然都有些不管不顾了 这时呼喊声传来 是小熊的声音 说出事了 洛灵远松开了于寒的手 站起身 急急走出几步 又回头 等回头我找你 我们再谈这个事 原来是一个家长的孩子丢了 找不到就冲来找老师负责人了 也与还责怪着于员这房 安全没做好混进了人犯子 洛灵远虽然能理解孩子丢了 家长着急的心情 但也不能一股脑 把责任全推在他们头上 于寒跟在洛灵远身后出来 见那个学生家长 冲过来就抓着洛灵远 力气极大语气又怨又怪 忍不住想上前打开那人 没想到洛灵远 接下来的处理行为 堪称冷静有序 他先三言两语安护了下家长 术语员绝无可能进来人犯了 他们的票都是经过核实的 只会是学生家长 和家长的亲戚 加上进出门登记和盖章 只有一个大门 他先让保安降门暂时关闭 然后和几个老师 去找小朋友最后在的地方 也让家长不要太着急 半个小时后如果还找不到 立刻报警 那家长在洛灵远的安慰下 逐渐平缓的情绪 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激动 于寒全程在旁边沉默看着 见洛灵远摆平了家长后 带着老师们去找孩子 也松了口气 孩子很快就被找到了 原来他找不到妈妈以后 就跟平时另外一个 玩得好的小朋友 一起在舞台边看表演 母亲找到孩子后 又气又急 狠狠地在小孩的屁股上 打了几下 把孩子疼得哇哇大哭 洛灵远蹲下身安慰小孩 拿出个糖便魔术 让小孩猜猜是哪只手 猜对了就给他 小孩一下笑才来 不哭了 骚乱平息得很快 活动继续进行 已经到了尾声 洛灵远跟着老师们 清点今天卖出去的话 这些收到的款项 是需要下星期 去删去支教的时候 给小孩们买文具用的 卖得倒挺多 出乎意料 小熊比了的大拇指 御元他爸太有钱了 只要是你的作品 都高价买了 说完小熊叹了口气 惆怅道 好男人怎么这么少有 还都喜欢另外一个好男人 洛灵远摸了摸鼻子 心想于寒怎么把话都买了 还不跟他说 怪甜的 于寒看着当年那个 他捧在心肩肩上宠着的小公主 那个重度洁癖的少年 如今已经没了公主 命也不洁癖了 于寒看他来了 问是不是都处理好了 洛灵远就跟一个 考了满分的小孩一样 用力点头 脸上带点小骄傲 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个园长了 这点事情还是能处理的 于寒挑眉 趁他意 夸他 洛哥哥好吧 洛灵远不骄傲了 闹得个大红脸 御元也跟着起哄 洛哥哥好吧好吧 洛哥哥 我也要糖 于寒按了按御元的小肚子 爸爸说过 你不许吃糖 御元气鼓了脸 于寒又说 也不许叫他洛哥哥 洛哥哥是只有爸爸能叫的 御元觉得他只是个三岁的小孩 但他真的活得好累 晚上九点 活动彻底结束 洛灵远留下来收工 于寒送完人回来一看 就见他弯腰捡起了一个饮料品 力所地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明明是最为普通的一个动作 很正常的场景 却让于寒心都缩紧了 这些事情 不该是洛灵远做的 这个人当年天真金贵 有着严重洁癖与他的小脾气 于寒曾经对这个人的娇贵纯针头痛过 也曾想过这人以后该怎么办 直到今天目睹了洛灵远的成长 却觉得不如不长大 这不是洛灵远该做的事情 如此格格不入 洛灵远还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 刺痛了一旁的于寒 他拿着的扫把被人夺了过去 洛灵远正愣了下 转头望去 于寒面沉伺手 抢了他的工具 还让他一边待着 洛灵远尴尬地插腰 小声道 别这样 其他老师都在扫呢 我这个园长 声音越来越小 在于寒颇为严厉的视线里 他乖乖地站到一边 放弃挣扎 结束后 洛灵远拿着水和湿巾过来 给他清理手脸 连带心疼他的衣服 都让你不要忙了 这都脏了不能穿了 于寒微微弯腰 让洛灵远给他擦脸说没事 洛灵远认得出衣服牌子 说很贵啊 见于寒眼睛往他身上衣服一扫 他忙笑了 还有点得意道 我身上的是双十一时候买的 脏了也不怕 便宜 本来想跟于寒展示他的聪明机制 哪知道于寒听了以后心情糟糕 一言不发 帮他擦完脸 又让他先在这里洗个澡再回去 白天忙活了一天都脏了 洛灵远帮他拿换洗的衣服提醒他 没有内裤 你将就一下 回家的时候动作别太大 运动不宽松 万一被人看出来就完了 本来于寒还情绪不高 被洛灵远这话给逗笑了 你在说什么 他视线落在于寒的胯间 牙腾般抽了口凉气 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啊 大晚上的 你打真空被别人发现了不好 于寒笑了 你也说是晚上 怎么可能被发现 洛公主视线落在于寒的胯间 大晚上的 你打真空被别人发现了不好 你不能给别人占了便宜 这是可以说的吗 他洗到一半 眼睛被水浮了眼 轮被敲响了 听到这动静 他心跳都快了几分 做了半天心理准备 抬头门后探出半个脑袋 愁眉苦脸道 我还疼着呢 真的不能来了 于寒在外面哭笑不得 拿着一个还在想的手机 你电话 我没那么轻手 洛灵远知道误会 脸闹得通红 伸着诗灵的手要去接 铃声却停了 于寒看了眼手机问 要打回去吗 他刚点头 于寒却说 不行 洗完澡再说 会感冒 那还问他干什么 直接说不行就好了 洛灵远撇嘴 于寒看到了 把手机放到一旁 掰着门要一同进去 洛灵远死死拽着门把手 不是说没那么禽兽吗 于禽兽一本正经道 一起洗吧 省水费 他不至于连水费都要节省 然而抗议无用 没多久就被于寒挤了进去 侵占了浴室的另外一个位置 雾气弥漫 不多时就有身体紧贴在浴室的磨砂门上 映出一身血白皮肉 期间起起伏伏 最后被抱走 换作了一双手 被扣着按在门上 水珠顺着玻璃门不断滑下 粘稠的沐浴露洒在门上 闻滋滋呀呀 不堪重负 简直被折磨得不成能形 半个钟头后 洛灵远一身疲软地被于寒从浴室里抱出来 浑身蒸得通红 被大浴巾裹 只露出粉红的双膝和脚趾 他眼睛闭紧了 累得睁不开 直到于寒把他抱回了办公室 他才费力地睁开眼 看于寒穿他的衣服 于寒太高大了 他的短袖在于寒身上跟紧身衣一样 很好笑 洛灵远伸手往衣服上一抓 于寒高温的身体被他抓得一颤 声音音哑哑让他别闹 洛灵远把手收了回去 无辜眨眼 刚刚在浴室里 于寒确实没有碰他 甚至为他服务不少 于寒见他缩在宽大的浴巾里 露出张脸的模样过分可爱 俯身响亲 却被洛灵远缩着脑袋躲过 小没良心的洛灵远咕囊着说 不要 你才吃过那种东西 没刷牙 于寒气乐了 你自己的东西你也嫌弃 洛灵远不为所动让他去刷牙 于寒刷完牙回来 他便嘟起嘴巴 要刚刚没完成的亲亲 这时候又知道撒娇了 于寒走了过去 弯腰 错过了那双膝带的嘴唇 在他耳垂上亲了下 把洛灵远亲的一抖 不情愿的再次指了指嘴巴 于寒不理他 坐到旁边 用毛巾擦头发 洛灵远没那么快结束电话 就拿脚去踩他 踩他膝带 指头钻进运动部里 轻飘地撩着往上掀 不老实的下场就是被人抓住了脚 刀刀抬起 做事要咬 洛灵远被吓坏了 觉得于寒怪变态的 忙不迭地收回脚 含在腿下 免得激发的于寒什么奇怪的属性 最后遭殃了还是他 洛公主终于又可以和他的于老师撒娇了 好不容易等于寒擦完头发 他就跟猫似的 爬到了于寒的沙发上 钻到这人怀里要抱抱 于寒笑话他 你还是宝宝吗 要人抱 洛灵远急了 我难道不是吗 他睁开一双清零零的眼 望着于寒 眼神干净柔软 又那么脆弱 好似只需要于寒一句狠话 就能重伤他 但他不在乎 他将他的脆弱展露给于寒看 也只有这个人能看 因为他爱他 所以也能伤害他 洛灵远眼里有期待 他们都知道这份期待是什么 也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于寒的手摸他下巴 顺道耳垂再道颈项 扣住了他的脖子 这是个威胁性的手势 洛灵远却没有任何设防 指望着于寒 好似所有的事情都没与他对视重要 于寒沉沉地吐出了一口气 心想 这哪里是猫 是狐狸 天人不长命 狡猾让人又爱又恨的狐狸 他说 你是 宝宝 于寒沉浮地垂下头 给予洛灵远想要的亲吻 洛灵远满足地用鼻子哼了一声 伸手揽住了于寒的脖子 手缠住了那漆黑柔软的发 再接吻地间隙 他用湿热黏糊的语气哀求道 再叫一次吧 于老师 迎接他的 是近乎要将他吞噬的亲吻 和那怀念又深沉 满是无法隐藏爱意的一声 宝宝 于寒的问题 洛灵远回答了他 既然于寒都知道自己已经感性 再满也没有意义 他交代得轻松 你也知道 我高中的时候他们感情就不好 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 我跟了我妈 于寒沉沉默了下 又问 你为什么会跟你母亲 洛灵远扯着对方的手指把玩 那时候我年纪小 离不开我妈 小孩不都跟着妈狗吗 很正常 于寒皱了皱眉 我以为你跟你爸关系更好 那你为什么要瞒我 洛灵远做出无辜的模样 彭于寒食指向扣 牵过来在指头上亲了亲 我没瞒你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确实也没有证据 小熊的那次中断许是意外 桌下踢寒椎的那一脚 也或者有别的原因 他注视着洛灵远的双眼 分不清到底是真是假 就算是他们离婚了 他父亲不至于这样不管吧 堂堂洛家独生子 不继承家业 在这搞幼儿机构 洛灵远坐了起来 揉了揉头发 我跟了我妈走 又是个同性恋 反正这样又那样 我爸气我气得不轻 懒得理我 其实这样也好 要还在洛家 我指不定就被打包 送去政治联姻了 现在不也挺好的 他坐不住 起身踩着拖鞋去翻饮料 问于晗要喝什么 于晗自己不喝 也不让他喝 怕他身体受不了 洛灵远不情不愿地 关上冰箱门 于晗的车 早已请代驾开了回去 叫了出租车 送洛灵远回家 两人各坐一边 中间隔着一段距离 有司机在 也不好说话 他无意往旁边一看 街灯在座椅中间 落下一方明簧 于晗的手撞 似无意地搁在上面 手心朝上 放松地摊开五指 洛灵远扶置心灵 赶紧把手伸了过去 牵着 扣住 一股热意从他耳垂直走脸颊 明明都是两个大人 却好像还是当年的 那两个偷偷恋爱的高中生 只赶在黑暗中 出租车里 悄悄地牵了手 无人知他们相爱 平日里漫长路程 不够瞬息 甚至不等过速的心跳平复 便已抵达 洛灵远要松手 却没能抽回来 被于晗拉着手 动作不变地往车下走 直到站定街边 车子走远他才问 你不回家 于晗牵着他说去你家 语气笃定自然 搞得洛灵远开始回想 自己的房间到底有多乱 是不是乱到没法招待人了 于晗今晚要睡下呢 他的小床塞得下两个成年男子了 洛灵远住的公寓 位置在二环内 老城区 没有电梯 租金还费贵 但是没办法 他不能住得离鱼园太远 爬了六层楼的高度 洛灵远一直无法爬习惯 回头喘着气看于晗 住得有点高 是不是很累 于晗拍了拍他的背 还好 你别喘得这么急 用鼻子呼吸 这个地方太小了 也就三十多坪的样子 洛灵远端着水杯出来 就见于晗再站在书柜边上 抽他的画册 把洛灵远心脏都下停了 他忙走过去让他别看 于晗瞧他哀求 又不肯让他看的模样 可见又是一个小秘密 这个人哪来这么多小秘密 把话放了回去 先为自己乱翻的行为说抱歉 他不是有意 又低头看表 觉得是时候该回家了 谁知洛灵远把画册塞进于晗手里 眼颊泛红说 干嘛要说对不起 我就是觉得 到底觉得什么 他没说 看于晗拿着不翻 有点急了 他就是见不得 刚刚于晗变得生疏的面色 礼貌的举止 明明说着对不起 却让他觉得无比扎心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这样对他客气 好像才缓和亲近的关系 又被拨出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于晗问他 我可以翻吗 洛灵远都快恼羞成怒了 主动替人翻了 丢人就丢人吧 反正他在于晗面前 丢人的次数已经不够多了 画册里都是各种人物画 有侧椅 背影 手 最下面标着日期 都是几年前画的 于晗先是慢慢的翻 见过夸一句洛灵远画的不错 挺好 像模像样 到后面就沉默下来 显然认出了里面的人都是自己 他能得往前翻 再重新看那些局部特写 看日期是分手之后 于晗把整本画册都翻完了 确定日期是分手第二年 洛灵远画了一整本他 间隔断断续续 有时候一个月都不画 有时又一整天画满他 分手的七年里 于晗以为自己是被抛弃的 却没想到洛灵远 居然画了一整本他的素描画像 为什么 于晗说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心情 震惊 悸动 不可思议 无法理解 乱糟糟的如线团一样 挤在他脑子里 血管一阵跳 头疼 手里的话被洛灵远抽开 脸被捧着端正 洛灵远皱着一双眉 小声讨牢道 都说不好看了 让你别看又不听 看这个干嘛 看看我呀 他在于晗的眼皮上 亲了一口 企图用撒娇蒙混过关 于晗声音沙哑道 洛灵远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这个问题让他们两个之间的 暧昧气氛彻底散去 洛灵远拧着眉 半天才问 一定要说这个吗 于晗没说话 目光严厉的看着他的脸 仿佛想看出他面上任何的破绽 洛灵远松了劲 坐在了沙发上抠着手指 那时候你也知道 学校出了那样的事情 我没法回去继续念书了 而且家里让我出国 我答应了 异地这样远 我不想 所以 所以你只用一条短信跟我分手 连当面说也不愿意 往事之所以为往事 就是不可说 不能碰 一碰就要见血 伤感情 洛灵远有千言万语 都不可说 最后堵在猴头 化作一句无力的对不起 于晗立在原地静默 周身气势害人 洛灵远不敢碰他 只坐在床上仰着头 一张脸不知是不是被灯罩的 煞白 他声音不能更软 姿态放得很低 重复道 对不起 不要生气 一片沉默里 于晗突兀地笑了声 他捂着脸摇了摇头 只露出一双藏着痛苦的眼说 没事 只是我想多了 总觉得会是有什么缘由 总以为洛灵远不会轻易放弃 事实上只是他们遇到了 人生中难以跨越的困难 恋情曝光 其中一方无法承受压力 便离开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只是他想的太多 笑是觉得好笑 笑自己 也笑过去的他自己 洛灵远去捉于晗的手 触手冰冷 于晗没有震开他 也没有回我指说 不用道歉 确实没有什么好道歉的 当年承受恶意的是洛灵远 不是他 其实他更愿意是他 也许结局会不一样 于晗要走 洛灵远送他到楼下 时宜地将人望着 仿佛对待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小心翼 于晗回头看他一眼 问他怕什么 洛灵远上前搂着腰 把脸埋到人的景象中说 怕你跟我生气 明天还来上课吗 于晗抵抗不了他撒娇的样子 说不一定 我很忙 洛灵远呜呜了一声 他松开手 隔着几步看于晗捶手打车 跟着人身后将于晗送到小区门口 目送他上车 离开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 还说没生气 都不肯牵我了 七年前他们突然分手的原因 一直让于晗耿耿于怀 他一直以为中间肯定会有误会 但是洛灵远却避重就轻的遮掩 于晗以为自己会生气 没想到第二日他去命令秘书 怎么样也得将晚上给他空出来 秘书问他晚上去哪 这么急着要赶行程 于晗签着文件 头也不抬说 找老头孩子 虽说昨晚是于晗先不理的人 甩的脸子 今天到了会员 却发现和尚跑了 只剩下于援这个庙 小熊告诉他园长去山区之教了 不知道吗 一生你不知道 宛如冬日冰润 夏日烈火 粉身又伤心 气苦了 恨不得将人抓起来打一顿 于晗掏出手机 看手机 微信 通话 短信 一一翻过 却得洛灵远是一声不吭地跑的 半个消息没给他留 这时 远在数百公里外山区的洛灵远 面对手机短信发送失败提示 傻了 去之教这个事是临时决定的 昨天半夜 陈青给他打电话 说小孩半夜高烧 不发肺炎 他走不了了 本来定好的山区之教 也不能就此取消 所以现在只剩下有经验的洛灵远能代课 去山区之教一个礼拜 哪知道抵达目的地信号极差 环境不好 山里天气晚上很凉 洛灵远离之教还有一天的时候 成功病了 坐在教室里眼头歇息 迷糊间听到有人在喊他 洛灵远艰难地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的于晗 发了会呆 声音沙哑道 我怎么梦见你了 面前的于晗问他 生病了吗 洛灵远眨了下眼 泪就顺着脸颊下来 嗯 病了 难受 于晗说 走吧 我接你回家 洛灵远仗着自己做梦 哼哼唧唧地说 走不动 要轻轻抱抱才能好 于晗好笑道 以幼稚不幼稚 在喜欢的人面前 幼稚是情趣 于晗问 要怎么亲和抱 洛灵远脑子里一团江湖 亲嘴巴 反正是在做梦 不会传染 于晗靠近他 狠狠咬了他嘴巴一下 把洛灵远要醒了 这时有个小姑娘叫了一声 叔叔 老师 村长让我来给你们送饭 洛灵远猛地坐起来 柔柔酸色的眼睛 再碰于晗 热的 活的 真的 他发出了三连感慨 小孩把饭菜端过来 于晗笑着说谢谢 把小姑娘给修好了 洛灵远终于反应过来面前的于晗 是个大活人 猛地嚎了声 把破罗嗓子都给扯疼了 他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崩溃道 不要叹 我现在丑死了 还脏 于晗哼他 不脏 快来吃饭吧 给他拿饭的功夫 看了眼手机前置摄像头的自己 这个又肿又憔悴 还瞅得猪头是谁 难为于晗还亲得下去 是真爱了 于晗千里追妻 直接追到山里了 山里的饭菜简陋 洛灵远胡伦吞了大半 这才问道 你怎么来了 这里交通不便 过来很累 于晗正惊到 过来关爱山区儿童 本来想待一天再走 但是你病了 今晚就走 你来这边为什么不跟我联系 洛灵远拿出手机 给于晗看 信号那排连个亿都显示不出来 这边信号不好 不是故意的 于晗看了眼手机 没在追究 洛灵远却说 但是有想你 看到星星的时候在想 闻到花的时候在想 这边的日出很好看 看到太阳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你 洛灵远说的是真心话 却没考虑过于晗招架的驻步 只见男人在他面前愣了半天 火梗连带耳垂红了一片 还要故作正经 别胡说八道 是不是胡说八道 喜不喜欢 只有于晗自己心知肚明了 洛灵远被于晗带去诊所看病拿药 吃药药苦 自从洛灵远身体好了不少后 就越发不爱吃药 之前吃是没有办法 不敢生病 吃药预防 现在病都病了 为什么还要吃药 结果回酒店的时候 直接被堵在门边 把他亲到腿软 再一口口缓慢地亲着他的嘴角 吃不吃药 洛灵远睁着湿润的眼 有话好好说 怎么能一言不合就亲人了 于晗多过他下巴 又在他鼻尖上啄了口 吃不吃药 吃 怎么不吃 被这样吼着 披霜黄连都愿意往下咽 吃过药 被裹在后背子里睡了一觉 于晗端着电脑靠在床头处理公事 听着于晗的键盘声 觉得莫名安心 一步间 他想起个事 当时可耿耿于怀许景 你的微信头像是怎么回事 谁的剪影 又是跟谁拥在一起 于晗说 看不出来吗 洛灵远酸了 是哪个 笑花钱女友 于晗掐她脸 再仔细想想 洛灵远被掐疼了 一一污到 我怎么知道是谁 都被劈成黑影了 于晗给出提示 成天到晚生病的是谁 洛灵远想了一会 不可能 什么时候拍的 我怎么不知道 于晗又提示了下 某人打针 显嘴巴苦药糖那次 洛灵远一下就想起来了 笑得捂住嘴巴说 于晗 你好骚啊 于晗 用一言难尽的眼神 看着洛灵远 示意给她个 重新开口的机会 好好说话 洛灵远补充了句 是闷骚的骚 还学会偷拍了 于晗说那可不是我拍的 他把那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点 照片是旁边 那个科CP的小姐姐偷拍的 被她抓到后 让人家传了过来 洛灵远一下坐起来 还说不闷骚 那时候你就喜欢我了 是不是 为人家要来照片 偷偷存着 还上锁 怎么可能锁得住 他嘚瑟的要命 还有什么比发现 原来恋人 在很早之前就喜欢自己 还要令人兴奋的是呢 于晗把两人 唯一的合照当头像 洛公主却没认出来 这照片于晗很久之后 才拿出来用的 这个所谓很久之后 把洛灵远打粘了 跟个犯错的小孩 一样缩进了被子里 每一会就在 药物的作用下睡着了 他不知道 在他睡着了以后 于晗拿着手机 对着他又合照了一张 放入那许久 没有添加新照片的相册里 这些照片 不管他后来 换了几部手机 都一直存放着 确实锁不住 喜欢这件事 躺不住 也锁不住 洛灵远一觉醒来 发现于晗躺在他旁边睡着了 显然昨晚没休息好 今天又赶了一早路 只见胳膊搭在他被子上 像是无意识的相互 他拿着手机出来 拍了几张照片 操作了一下 把自己的头像 换成了一对相碟的手 他审视着照片 觉得相当完美 就差对情侣 对戒装点一番 很快 他的头像就引来了 关心无数 方销最直接 给他发了个红包 标注天长地久 还有一通跨国电话 拨到了他手机上 林叔直接开门见山 林远 你头像怎么回事 你谈恋爱了 跟男人吗 骆灵远没有否认 林叔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明天的机票 后天到 来接我 妈你别闹了 我还要上班 那不用你来接 只需要把你公寓地址 发一份给我就行 他跟于寒的爱情小苗 才刚抽出嫩牙 经不住猛烈冰雹 哭口婆心道 妈 我就喜欢男人 改不了他 你来了我也不会改 那边传来的水声 好似林叔将画笔 砸听了水桶里 连画画的心情都没有了 看来这次他实在是将林叔惹毛了 若林远动之以理 我回来就算了 你回来要是让爸 当骆婷知道 他不会高兴了 妈妈 是我们先做了错事 怪不得爸爸 林远 做错事情的是我 跟你无关 你要是不给我公寓地址 我也可以找到你会员去 不要任性 你身体到底怎么样 你心里有数 骆灵远觉得林叔自从他那次生病病死 就激发了本能对他的保护欲 甚至有点过度 别的都可以 不知怎么的 生病不行 好想他是脆弱玻璃 不小心就能碎得无法复原的那种 骆灵远甚至不敢说自己现在就已经感冒 心肌炎实在是个麻烦的疾病 只要有诱因 也许就会复发 别人的小感冒是感冒 他的小感冒也许要致命 骆灵远无可奈何 放下手机 喊了口气 用手揉了揉胸口 里头闷得厉害 不知是不是被突如其来的压力给闹了 还是太冲动 忘记了微信里还有自己亲妈 初会初到的亲妈面前 不怪林淑妃得亲自飞过来一趟叮他 骆公主出柜出到了亲妈面前 结果就是亲妈要杀回来了 她像个老太太一样垂着胸口 往床边走 于寒已经在床上坐起来了 盯着她看 骆灵远猛不丁看见她 被吓了跳 你怎么醒了 大概是她脸上的心虚太明显 于寒觉得事情不对 问怎么了 见她揉着胸口 便问是不是不舒服 骆灵远想说还好 又犹豫许多年前那场大病 不敢轻忽 更何况现在跟于寒复合了 日子正美 万一小病拖成大病 那就不好了 不能遭见身体 她迟疑点头说 我想去医院 去大一点的那种 到了医院 就快出结果的时候 她就把于寒之开去买宵液 拿着心电图和血剪结果 医生问她目前有什么症状 骆灵远老师交代了 曾经得过一次比较严重的心肌炎 那时候休息了将近半年 痊愈了以后再也没有复发过 医生看了检查结果 白细胞有点高 心率不齐 对这方面 骆灵远也有了不少经验 基本也能确定是复发了 医生说目前来看 病情不是很严重 只能是开点要回去静养 好好休息 多补充点维生素 心肌炎本来就不是可以马上好的病 平日还是要加强锻炼 尽量避免感冒 防止诱因 医生说要多吃点蔬菜的时候 骆灵远的肩膀上被按上了一只手 吓得她浑身一抖 于寒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她在问医生关于这个病 还得注意什么 骆灵远整个僵住了 她不知道于寒 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 又听了多久了 但是于寒没有问她生了什么病 而是直接问要注意什么 看来一早就在听了 医生开好药单 让他们去缴费 骆灵远起身想跟着 却被于寒按回椅上 于寒淡淡道 坐着休息 我去就行 其实也没多远 这几步路她还是走得了的 所以她就怕这种情况 让别人担心 她难受 拿了要回到酒店 于寒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 你什么时候生过这样的病 你不能骗我 骆灵远不情不愿地 咬着嘴唇 半嗓才放软了语气 坦白的部分 是抢救过 这个消息让于寒的脸色 瞬间垫得比病中的 骆灵远还要糟糕 骆灵远去抓她的手 哎呀 都过去了 我现在不是好好站在你面前吗 想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干嘛 于寒手机光不停 骆灵远凑过去一看 发现她在百度心肌炎 不由好笑让于寒别看 你没听说过什么病 百度过后都必须死吗 别信这些 姓武 姓医生 于寒看着她 眼底倒映车外流光 仿佛迎这一方呢 等再一眨眼 那抹湿润就没了 好似一场错觉 听到骆公主在分开的时间里 得了心肌炎还被抢救过 于寒感觉心像裂了一个口子那样疼 在分开的那段时间 她差点就失去了她的少年 骆灵远去洗澡 湿透的脚撵着劣质的一次性拖鞋 险些在门口滑上一跤 于寒听到动静 快步走过眼神紧张 好似她不是她 是于寒十月怀胎 敌将临盆的妻子 过分紧张 骆灵远显些不合时宜的笑出声 她扶着门 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你也去洗澡 清醒清醒 等于寒从浴室出来时 她已经把房间的灯关的只剩下 床头边内战 于寒走了过去 身上仍带着浴后热议 涌到骆灵远身边 在她脸颊边晕出抹暧昧的红 她睁开眼睛 从被子里看出一双热乎乎的手臂 来抱抱 于寒没有过去 而是抓着她的衣服下摆往上掀 骆灵远抖着腰往后缩 因为感冒 声音密着鼻音 不行 我还带感冒 会传染给你 很快她的声音 就被按在她胸口上的手给弄没了 她睁开眼 仔细看于寒的脸 恋人脸上并没有动情 只是认真的在看她的胸口 仔细摸过想知道在那处 是否开过刀 有没有痕迹 为什么她几次都没有发现过 骆灵远攥住了胸前的手 不是 没有动到 她是心外治疗 用的是一空某一气辅助 在腿根植入导拖 无需打开胸腔装入心脏起泊器 于是伤口不在胸口 而在大腿 骆灵远捏于寒的脸 叫你不要去瞎百度吧 百度上的都吓人 动不动就开刀 你都跟我做过了 我身上有没有手术吧 你不知道 于寒要看疤 就得脱裤子 先开灯把腿打开 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床上躺着 只见疤不大 在腹骨勾靠近腿的位置 小小的一领 骆灵远实在受不住 又不是要干坏事 做什么要摆住这种 她忙不迭地扯上裤子 把于寒拉了起来 搂住报警 乖了乖了 快睡觉吧 于寒突然用力地把她搂住 脸埋在她胸口处 像个小孩一样 不肯把头抬起来 骆灵远被她突如其来的 孩子气给蒙到了 一颗心又酸又软 她恋爱地揉了把于寒的发 渐渐闭上眼睛 第二日于寒直接将她送回家中 命令她好好休息 骆灵远心里头惦记着会员 嘴上硬盒得好好的 实际在家中休息不到一日 就去会员坐镇 园长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来人一张与骆灵远八分相似的面容 利落短发 提着小包 小熊追着进来 有些单大的看骆灵远 园长 这位女士根本不理我 就闯进来了 我没拦得住 骆灵远站起身吓了一跳 小熊惊讶地看了他们两个一眼 没多说退了下去 把门关上 林叔审视他一张脸 眉心紧促 脸色那么差是生病了吗 跟我去医院 看到自家儿子公开出柜 林叔直接从国外杀回来阻止 他一眼就看出骆灵远生病了 要带他去医院 他声音笃定 让骆灵远简直无力反驳 只能说 我还要上班呢 你回来这个事 要是让外公知道了 提到这事林叔就心烦 他父亲为了给骆家一个交代 狠心将他赶到国外 他自知理亏 已经在国外待了足够长的时间 人也没打算回来 要不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自作主张的回国 他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 当他有多喜欢C成不成 你也知道我不能回来 那你就能不能让我安安心 骆灵远现在自食其力 腰板硬了许多 我这是回国创业 你回国创业还是回国谈恋爱 那男人是谁 什么来头 我要见见 不然你以为我专门回国 是来跟你开玩笑的 我不能待太久 先送你去医院 至于那个男人 他如果连我都不敢见 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人 尽快分手吧 这时骆灵远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皱眉不接 凌书用看穿一切的眼神 瞧着他 怎么 室内的男人 不敢接 骆灵远咬咬牙 接起电话 于晗在电话里头 用客制又带着怒意的声音 问他 你怎么不在家休息 骆灵远头都大了 面前是凌书咄咄逼人的视线 电话里是情人态度强硬的逼问 这两个控制狂 骆灵远说自己在会员 于晗要来找他 骆灵远都快哭了 不行 我现在不太方便 凌书开枪说让他来 他干不出抢人电话的事情 但让电话那头的人 听见自己的声音 还是能做到的 于晗一正 隐约猜到了大概 说我一会过去 凌书听到那个拐走 自己儿子的野男人要来 便在办公室里坐下 姿势优雅道 跟他见一面 我们就去医院 骆灵远说自己已经去过医院了 医生说没事 凌书眯着眼睛 明显不信 骆灵远的脸色太差 他也不是瞎到看不见 实在不放心 这话一出 办公室中再次陷入沉默 骆灵远是不想说 凌书是心中早已决定 不打算问骆灵远的意见 直到门被敲响三下 礼帽推开 骆灵远猛地从椅子上坐起 看向推门而入的男人 于晗身着修身衬衣 精致领带 幻动 成熟男人的荷尔蒙四溢 英俊地让人脸红 骆灵远不讲道理的吃起醋来 这是见他妈 又不是来见他 干嘛要穿得这么帅 一路上也不知道被多少人看着 凌书测过身 本打算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 看清于晗的脸时 他唾恶的睁眼 嘴巴张开 难得一见的失态在他面上呈现 再转头看儿子确定 就见他儿子两颊泛红 面若桃花 小声地同他介绍 妈 这就是我男朋友 于晗 亲妈和男朋友的修罗场 骆公主会怎么处理呢 她提出去吃火锅 林书冷笑 你让我去火锅店谈试 众所周知火锅店很热闹 她觉得吃火锅 可以省去不少林书 对于晗的针对 这么吵闹的地方 像林书这样不喜大声说话的人 肯定没说两句就疲累了 无愿再继续这场鸿门宴 算盘打得叮当响 奈何无人肯配合 这两个人的脾气 他完全拦不住 于晗说 远远 你现在不能吃火锅这么油腻的东西 林书听到这亲密称呼 眉梢一条 目光如电朝于晗看去 二人视线在空气中对上 不夸张地说 洛林远甚至能看见 无形之中那激烈交战的火花 西餐厅里 洛林远与林书同坐一方 林书冷笑了声 开始问于晗现在在哪高就 是不是在关朔锋手下做事 于晗对答如流 说没有 自己毕业后跟朋友创立了公司 正在创业 林书说 你有这番成就 少不得关朔锋的出力帮衬 你可能不清楚 现在我们母子二人与洛婷 现在关系极差 关朔锋与洛婷多年兄弟 想来不会允许于晗 与他儿子继续来往 洛林远咬着一口沙拉 呆着抬头 没想过过自己母亲 会说出这番话来 说好的家丑不能外扬吗 于晗虽觉得这话里有话 但线下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这个 解释道 我的公司跟关朔锋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他 我是我 他没有权利干涉 我的择偶对象 我姓于 不姓关 这番强硬的话 让林书些许诧异 又极为满意 连语气都没再那么苛刻 更何况于晗刚刚话里 有一个他吃惊的关键词 择偶 于晗郑重地对着林书说话 视线却不离落陵远 他是我想要陪伴度过一生的人 我的伴侣 林书本来想嘲讽一句 这就一生了 你们才几岁 便想到面前这个男人 从七年前就跟自己儿子纠缠 谁能想到 七年后 这两个人再次重新在一起了 普通男女情侣 25岁都该结婚了 就算他们是两个男人 但是于晗这样认真跟他说 即便国情不允许他们领证结婚 可这个心态好歹是端正的 不是随意玩玩 难怪这些年来 他儿子身边一直没人 不用想也知道 他回国到底是为了谁 又是为了什么 该改变的好像是他的形态 林书一时没出声 反而是在旁边被感动到的洛林远 悄悄地张嘴 用嘴形对于晗说我愿意 刚说完 就被林书的目光捕捉得正着 王害羞闭嘴 白头吃饭 幸好后来林书的语气没再过分 甚至能说态度温和不少 林书说 小鱼 一会我要送他去医院看看 你有空一起吗 这就小鱼了 吃饭前还让洛林远和于晗分手 吃完饭就亲切地叫人小鱼了 洛林远差点被噎到 心想他刚刚吃东西的时候 到底错过了什么 林书一个这么难讨好的人 竟然肯改口叫人 示意清静 于晗说 嗯 我本来也有这个打算 都说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立场一致的婆媳 那就更可怕了 饭后 洛林远被两个人压着前往医院 做了全方面的检查 洛林远进去检查前 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们两个 生怕他们吵架 于晗不说话 林书则是瞪他一眼 我们一关林书便抱起手臂 我没记错的话 当年你们俩分手分得很难看吧 一点都不怨他吗 这话相当扎心 于晗的面色一沉 却也无法反驳 他面朝着拍片的那扇金属大门 沉默久久才到 不怨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更爱他 所以只能不去在意 林书问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吗 于晗这才反应过来 他这是有话想和他说 洛林远最后一项检查做完以后 出来发现外面只剩下于晗不见林书 于晗埋着头看不清楚神情 洛林远感觉到了不对 他蹲下身看于晗的脸 意外的发现对方眼眶微红 竟然是一副隐忍又渲染玉气的模样 他的心肝宝贝被他妈欺负扑了 洛林远下的魂飞魄散 他的于晗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扑过 这样一个坚强的人 他都没见过眼泪的男人 到底林书跟他说了什么 还让他难过成这样 他想象不出来 看了眼四周人多无法好好安慰于晗 他伸手牵住于晗 小声哄他让人跟着他走 于晗全唇不达话 却乖得跟个大宝宝一样 随在他身后 被他带到了医院后面的小公园里面 许了张长椅坐下 洛林远见没人了 动作便也放肆起来 他双手捧住于晗的脸颊 巴巴的 在左右脸的亲了一口 软声道 我不知道林书跟你说了什么 总之对不起 不要难受了 都是我的错 于晗慢慢的眨了下眼 就跟无法再附和一般 他的情绪同样无力控制 眼泪失控般从他通红的眼眶中落下 于晗痛苦又压抑 一字一句道 七年前你被抢救了将近八天 就在跟我分手当天 是不是 洛林远的心就像被于晗的眼泪啄穿了 疼得不行 同样令他惊慌的是于晗的话 他大概能知道 于晗想跟他说什么了 因为林书都说 该说的 不该说的 都说了 于晗扣住他的手 此此的力道极重 你是被逼着离开C城的 是不是 我以为是你不肯见我 我每一天都去找你 等你 我以为是你不肯见我 原来是你不能 两人七年前分手的原因 终于还是被于晗知道 洛林远喉咙紧缩 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他嘴巴张了又合 最终一眨眼 眼泪落了满脸 他声音沙哑 我知道你找过我 但不知道是每天 对不起 我收到你的糖了 被我搞丢了 他不是自愿离开C城 更不是想要这么多年不去联系 他只是不再被允许回来 除非他舍得抛下过去的一切优惑条件 七年前他在医院时 洛婷忧心他的身体 做基因检测 这是常规体检无法检测出来 洛婷被他这场疾病吓怕了 便要检查 为洛林远调理身体 预防疾病 正是这个检测 不知道哪一项引起了洛婷的疑心 在矛盾纠结中 洛婷暗中去做了亲子鉴定 那日洛婷在病房里 打了林书一耳光 暴怒的男人 洛林远勇敢地挡在了母亲身前 面对又气又急 痛苦犹如困兽的洛婷 他看到了洛婷的眼泪 同样看到了他最爱的爸爸 眼底的厌恶 那样陌生仿佛恨极了他们 洛婷生死历劫 林书 你怎么敢这样对我 洛林远怕极了 却依然要保护母亲 他叫着爸爸 却被洛婷铁亲着脸反驳 我不是 这个他养了十八年 真心疼爱的孩子 却也成了现在扎入 他心里最狠的一把刀 他抖着手 用力按在了洛林远的肩膀上 目光深而沉 痛苦万分 我不是 圆圆 你不是我的孩子 我也不是你的爸爸 出了这样大一件事 洛家上下震怒 从前疼爱洛林远的亲人们 个个变了嘴脸 林家为了给一个交代 便让利许多 甚至将林书和洛林远 送去国外 不让洛家的人再见到他们 洛林远曾经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对自己这样好 许多人 都能在一夜之间变量 他们都不要他了 他要回国的时候 林书同他讲 你在这里 我还能给你提供 还不错的条件 你回了国 你外公外婆不会帮你 洛家更不想见到你 你不能去公司上班 不能做与他们有关的生意 甚至一旦被他们看见了 他们会怎么对你 我不知道也护不了 所以林远 你回去有什么意义 你吃不来这样的苦 回来吧 他不愿 他想回到C城 那里有他弄丢的人 七年后 在这个医院里 于寒双手紧紧捉着他 好似失而复得 又好像这七年来 那被迫押入最深处 爱意翻了出来 重新见光 那一次又一次梦中的追问 终于在现实里 他问了出来 远远 七年前的那场电话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洛灵远终于崩溃 他几乎气不成声 却还是一字一句 向他未曾说出来的 足足错过了七年的话 说了出来 于寒 生日快乐 于寒 我没有家了 你还要我吗 七年前洛灵远失去了一切 新婚一冷的时候 拨通了于寒的电话 却没想到那通电话 成了压死他的 最后一根稻草 原来如此 竟是如此 如果他当时 没有挂掉那通电话 如果他握住了洛灵远 曾经向他伸出来的手 可是没有如果 世人皆知 往事无法回首 这个念头成了一把 悔恨的刀 刀刀弯心 于寒将哭得抽烟的 洛灵远牢牢抱住 猴头颤抖 艰难地将答案说出 不管是七年前 还是七年后 这个答案都是一样 不会变 洛灵远 我要你 因为他仍是他 一直爱着洛灵远的于寒 怀里的人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曾冰死过 又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 家不成家 世界智力破碎 在最后一刻 依然想找他 直到他的拒绝 成了压垮洛灵远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以为于寒不要他了 没有人要他 于寒几乎要将 怀里的身子揉坏 心痛得要命 爱恨交织 谁叫你瞒我 你为什么要瞒我 你以为你是为我好 你以为你将这些事情 都藏在心里 就让我觉得更好过 洛灵远哭着摇头又点头 狼狈的用手被试累 不管是因为什么 都是我说的分手 没有给你任何理由 我走了这么多年 如果你没有等我了 于寒忍着心疼 愤愤道 你也知道 我有可能不等你了 那你还回国干什么 看着我跟别人 娶妻生子不是更好 自己偷偷守着 过去的一切 不自伤情 一辈子别说出来 洛灵远哭得鼻子不通 声音也哑了大半 他红着一双眼 直直望着于寒 是啊 曾灵一个一直在等 另一个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已克制不住 去接触对方 他们就跟 比着谁等狠心一样 互相瞪视 说着违心的话 直到于寒 重心拥抱住他 所有狠意推得干净 他动作温柔小心翼翼 满是失而复得 林书却而复返 拿着一打检查结果 面对两个明显哭过的年轻人 在看见他们紧握的 一双手没有说什么 洛灵远牵着于寒 酸痛的眼睛 看了看林书 妈妈 谢谢你 林书面上尴尬 恨铁不成当的瞪他一眼 谁叫你这么喜欢 这么久都不换对象 还是这个人 洛灵远被他说得脸红 林书叹了口气 对目前的状况 满意点头 围城路上 洛灵远不安分的 翻于寒的抽屉 他现在可谓是如萌大赦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在不见之前的小心翼翼 甚至有点嚣张 恃宠生交 这四个字 简直是为洛灵远量身打造 你这里这么多 轻音乐钢琴曲 为什么就是没有星空啊 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坐你车的时候 偷偷期待了多久 就是没听见 于寒扶着方向盘 因为我不想听 所以没有 洛灵远一直心心念念 于寒谈给他的那首星空 于寒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把洛灵远乱晃的尾巴给叹粘了 有点色素与条放轻撒交道 买一张吧 我买 就放你车里 别听其他人给你谈的 要听只能听我给你谈的 你乖乖在家休息半个月 就给你谈 洛灵远放弃了 相当干脆 他现在可是有事业的男人 不能沉迷男色 不谈就不谈 我选择上班 于寒脸色一飞 又无可奈何 简直对他毫无办法 但心中对洛灵远这样的状态是满意的 总算不再是从前那样的小可怜模样 明明心里很想要 脸上却装作不要 明明很想他 想碰他 又不敢碰 生怕招来讨厌 其实现在还有点这个模样 于寒心想 能怎么办呢 只能宠着 直到把人宠回从前的模样为止 抵达洛灵远住的小区 于寒看了眼停车场的环境 皱眉道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住 洛灵远被这突如其来的同居邀请吓了一跳 什么 不好吧 裕员会吓到吧 于寒牵着他的手说 我会跟他好好沟通 而且他很喜欢你 没关系 洛灵远担心道 小孩很敏感的 你慢慢来不要急 于寒默默地看了他一阵 终于没忍住 你怎么不急 你担心裕员 就不担心我 你最开始发现我带着小孩的时候 不吃醋吗 我就没见过你吃醋 还接受得挺快的 你对裕员这么好 万一他真的是我跟别的女人生的呢 这话越说越离谱 越来越无理取闹 洛灵远简直招架不住 又觉得现在的于寒过分可爱 就像最开始 抢走所有糖 不给裕员 还说都是他的 那样可爱 眼见于寒越说脸越飞 洛灵远忙凑过去 搂着于寒的脖子 跟说一个秘密一样 小声道 谁说我没吃醋的 发现你有小孩的那天晚上 我气得都没想你 每天晚上都想 特别想 只有那些晚上不太敢想 怕你有了老婆了 想别人的老公 有点像犯罪 于寒思意识到什么 声音放沉了 怎么想 洛灵远将手按在小腹上 指头充满暗示的往下探 身体疼的时候 最想你 门被急促地关上了 一声响当在走廊里 阵阵回音 锁头发出细微动静 是有人被抵在了门上 洛灵远被于寒两条胳膊 拢在怀中 于寒在他下巴上叼了口 跟小狗似的 洛灵远总算想起感冒 会传染这个事 按着于寒的肩膀 要推开 却被于寒 断住了一双手臂 于寒说 以后再也不许推开我 话终于有所指 将洛灵远说的都要难过了 只能字字句句地保证 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于寒这一身的战损装怎么说 全是洛公主的杰作 第二天她早早地起来 做爱心早餐 她听说搞软件的人都很累 发量还容易保不住 操心于寒会头突 她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如果于寒突了 她还会爱于寒吗 当然爱 他们可是真爱 只是这么现实的问题 还是不要发生在于寒身上 用来考验她比较好 于寒顶着一身的战损装醒来 就听到洛灵远在厨房尖叫了一声 于寒看厨房狼藉 叹了口气 你在做什么 洛灵远拿着锅盖 把逃跑的姿势摆正 那什么 给你搞一顿爱心早餐 于寒走了过去关火 问菜单是什么 洛灵远说 煎蛋和香肠还有海带汤 不知道为什么鸡蛋下去 就炸起来了 于寒问 有没有备由见到 怎么想起玩喝海带汤 一般早上不都是喝牛奶吗 洛灵远摇摇头腼腆一笑 听说海带汤生发 当然我们俩头发都多 防患于未然嘛 于寒一时半会 竟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现在英年早突的人太多了 尤其像你 我这样的行业 中间还不自然地卡顿了一下 生怕于寒多想 虽然于寒已经想得足够多了 洛灵远老老实实过去坐下 猜测于寒不同他讲话 是不是因为刚刚的事情不高兴啊 等于寒出来 他光着脚故意用脚趾 去蹭于寒的小筒 于寒双腿一合 把洛灵远的脚踝夹住 让他老实点 洛灵远又开始撒娇 你怎么不理我 你理理我了 于寒将嘴里的东西咽下 才到 吃着饭呢 理你做什么 洛灵远双手支着下巴 我还没有一顿饭好吃吗 于寒满含深意的看了他一眼 又不能吃 怎么比得出滋味 洛灵远不服气了 又不是没吃过 于寒表现得挺喜欢吃的 还能吃一晚上吗 也就他现在感冒 固然等身体好了点 他就要让于寒看看 他有多好吃 有多少种能吃的方法 送走于寒 他接到了寒锥的电话 寒锥让他出来一趟 他最近心情不好 需要人陪完 洛灵远给寒锥说自己生病了 寒锥一下秒懂 你怎么又病了 啊我懂了 你是背 眼看着话题要往猥琐的方向发展 洛灵远赶紧打住 寒锥报了个小区地址让他过来 洛灵远惊讶他找到房子了 洛灵远不嫌不但地回了去 有个有钱的公子哥让我住的 我被他包了 洛灵远傻了 彻底惊了 为什么我会有一种 并不是很意外的感觉呢 你果然走上小白脸的富贵路了 两个人凭着嘴 总算走到了洛灵的落脚点 洛灵远想不通 寒锥好好的值了这么些年 怎么莫名其妙地被人包了 电影看到一半 洛灵远突然问 你跟你家那位在床上的时候顺利吗 洛灵远差点被薯片卡到嗓子里 点赞关注夏季告诉 洛灵远万万没想到 旺花丛中落的洛灵 也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 听到洛灵远的问题 洛灵远差点被薯片卡到嗓子里 什么鬼啊 洛灵远捏着啤酒 皱眉道 他都不愿意让我碰他 还不跟我睡 就算是女的换成男的 我觉得我技术应该很好排队 洛灵远满脸尴尬 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索性韩追也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 继续闷闷的喝啤酒 中途才想起来关心洛灵远一下 你跟你初恋怎么样了 洛灵远从见面就开始期待他问 总算问了 忙做直腰 带了点低调的炫耀 撒了把狗粮 我们复合了 韩追无趣的呕了一声 又说 我这金主爱听故事 尤其是你俩的故事 天天缠着我问你们 可能是在柜子里躲了太久 喜欢听别人的爱情故事 用来给自己多点勇气吧 另一边的于寒接到一个有些意外的来电 屏幕上跳出观念的名字 一下下的闪烁着 观念没有以往的不耐和厌烦 甚至冷静的跟他说 关硕峰让你这周末回家吃顿饭 于寒直接拒绝说这周没空 你最好不要拒绝 他知道你找了个小情人 正窝火呢 洛灵远正打着游戏 就听见玄关处传来动静 有人快步走了过来 动作粗暴的扯掉了他的耳机 一道声音传到他耳边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语气中带着傲慢 让人不是很舒服 气急半坏让寒追出来 寒追从厨房探头出来 竟惊喜地笑了 金星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说不来吗 金星停在几乎的距离 愤愤道 所以我不来的时候 你到底让多少乱七八糟的人 进我的房子 寒追 你搞清楚你自己现在的身份 寒追被劈头盖脸骂了一场 仍是笑 就是那双眼冷了许多 乱七八糟的人 金星见他的重点 竟然放在他骂客厅的人上 更气了 是啊 乱 七八糟 鬼知道你们在我家里干了什么 脏死了 寒追取了围裙 一步步朝金星走了过去 金星被他的突如其来的气势害到 有些色缩地往后退 你干嘛 你想 想打我吗 寒追突然加快步伐 伸手一捞 把人扣在自己怀里 亲他耳朵 用近乎呢喃的语调哄他 我拿水的 你别气 外面的是我朋友 金星的耳阔被他鼻戏扑红了 忙伸手挡住 还让寒追趁机亲在了手背上 整个人被亲了一抖 你别骗我 外面的人都洗过澡 还 还穿的是你的衣服 别再贴过来了 热死了 寒追不撒手 有吗 今天的空调开的是你喜欢的二十五度啊 他盯着怀里的人 你不是最喜欢听他们的故事吗 今天来的是主人公 你可以好好跟他问一问 磕CP磕到正主 还差点误伤 金星身子一僵 不可置信地望向他 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位 跟初恋七年后再次碰上的灵远 不生气了吧 他要带金星出去介绍 却被攥住了袖子 金星纠结又别扭地望着他 别告诉他我叫什么 万一他认识我家里人就麻烦了 我可不想出柜 好好好 我不说 我闭嘴 神神秘密的 他还能认识你不成 金星扯开他的手 走到骆灵远面前 面上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笑容 你好啊 灵远 久闻大名 骆灵远说 我也经常听寒锤提起过你 本来只是客套之词 没想到面前的人就像紧张似的 寒锤有跟你提过我 寒锤走得过来 双手握住金星的肩膀 他跟你说客气话呢 我可没提过 我把你藏得好好的 然后为他们介绍彼此 骆灵远没想过 寒锤的金主这么年轻 看起来好像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还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饭是寒锤亲自下厨 骆灵远跟金星坐在客厅里 金星果然对他和于寒的事情 很有兴趣 我听寒锤说 你们当年分胎的时候 是你男朋友的爸爸 不允许你们在一起 骆灵远一正 没想到寒锤竟然连这个 都跟他的金主说了 金星好像没看出他脸上的神色 继续道 他爸爸威胁你吗 骆灵远为难的笑的笑 寒锤没跟你说细节 金星眨了眨眼 有些天真道 没呢 他就提了一字 该不会像电视剧那样 他爸爸拿钱让你离开他儿子吧 说到这里 金星好像觉得好玩一样 笑出了声 明明是别人难过的事情 金星却用来开玩笑 让人挺不舒服的 但这毕竟是寒锤的金主 说是金主 寒锤心里肯定也是喜欢这个人的 不然以寒锤的性格 又不缺钱 何必被人包养 看着年纪也不大 就一小孩 他该宽容 骆灵远说 不是 也不算威胁 他只是让我做出选择罢了 简单的把当年的事情说了一下 没说太深 甚至没带多少个人的情绪 金星收起手机 尊明是心满意足的模样 又故作可惜道 天哪 你男朋友肯定都不知道这些 他要是知道了 怎么可能会理那个老男人 肯定得翻脸 回去路上 骆灵远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问过寒锤是不是把自己 和于寒分手的细节告诉了金星 寒锤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细节 怎么和他说 两个人面面相去 寒锤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们都觉出了不对 寒锤拍了拍他肩膀和他保证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会给他的交代 骆灵远少见他那么认真 又安慰他 也许没那么严重 你不要想太多 说不定你什么时候说漏总了 自己不记得的也有可能 寒锤没说话 脸上神色不明 于寒终于要来接骆灵远 去他家住了 骆灵远怕御员会不喜欢自己 带来的小礼物准备贿赂他 于寒一来他就在人嘴边 落落的奶香味十足的吻 于寒挑眉 看着笑嘻嘻的骆灵远 还真是小情人 瞧着也就十来岁 总是让他有种时空道感的错觉 他捉着骆灵远的手腕 将人拉了过来 加深了这个吻 长得好看 干净乖巧 将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小情人 观念在电话里 同他说关寿峰知道了 其实于寒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他不在乎关寿峰 究竟谁怎么想的 自然也不会去惧怕什么 至于关寿峰 究竟是怎么知道 他有小情人的 他倒是有点在意 该不会是找人监视他吧 要是骆灵远回国的消息 让骆家那边知道的 会有点麻烦 他能理解骆灵的愤怒 只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即便是知道骆灵远回来了 也没必要这样 对自己当年疼爱过的孩子 非要将人赶走吧 他查过骆灵目前的状况 听说已经接了个孩子回去 大概是私生子 156岁 明年上被外宣布 是庞芝的亲戚小孩 过激到骆庭西夏 但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有骆家自己知道 而这件事 他不会跟他的远远说 更不想让他知道 行驶的路上 骆灵远接到了寒锥的电话 他声音欠然 说是因为自己喝醉酒 所以不小心说了出去 但他不记得了 电话那里传来了东西 被砸碎的声音 还听见了精心在那里哭喊鬼开 骆灵远心惊地坐起来腰 抓着手机道 你该不会对人家言行逼供了吧 寒锥没跟他说话 他隐约听见了寒锥哄着电话外的人 精心还是在骂寒锥 让他滚开 出去 骆灵远听到要急了 你不是把人给打了吧 寒锥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精心在身板那经得住你一拳啊 天呐 我该不会一会要去警察局保释您了 寒锥沉默了阵 头疼道 也许吧 骆灵远倒吸一口冷气 你到底对人做了什么 我本来是想为他点酒 然后让他喝醉了以后套他话 后来 我俩都醉了 没把持住 这次换骆灵远沉默了 你该不会强来了吧 这倒没有 他要是说不要 我肯定得停下来 就是他刚刚酒醒了 好像很接受不了自己 叫我滚 骆灵远说 也许是他喝醉了以后 没力气拒绝 应该不是这样 中途的时候 自己在那里玩得很欢 小妖挺有劲 骆灵远服额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我不想知道细节 现在你赶紧去哄人吧 我可不想真去警察局保释你 骆灵远过了七年 少见的没有见色忘有了 主动提出问于寒 什么时候和方霄约个火锅 于寒一脸拒绝的表情 他和方霄见面足够多了 两人好不容易重归于好 他不想任何人来分走 他独享远远的时间 方霄也不行 他婉拒说 他已经结婚了 骆灵远惊喜地说 对 小情儿跟他结婚了 啊 这样好了 陶晴跟他 我跟你 四人约会 一对夫妻 一对情侣 好不好 于寒伸手过来 以他食指向扣沉声道 好 所以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比较好 骆灵远显些以为自己听错 直到他感觉到于寒手里溺了沉汗 才明白这人看起来云淡风轻 实际也在紧张 于寒这是给他求婚了吗 这种时候 这种地点 太可恶了 怎么可以抢占先机 求婚应该他先来才对 也许是他的沉默时间太长 于寒以为他不愿意 他刚想抽回手 没想到被骆灵远反手抓住 怕他后悔似的 什么时候 去哪个国家 在哪都蜜月 你要怎么跟于寒说 于寒没出声 骆灵远急急的说完 又觉得丢人 等你我都有空的时候 去美国领证好吗 我想看你大学念的哪个学校 蜜月你想去哪 于寒我会好好跟他说 和他商量 骆灵远一边听一边点头 就是一副很好拐的样子 就算于寒突然跟他说 走吧 我们去国外领证 他都能同意 于寒觉得将人拐来了 是自己都想不到的轻易 心里凭空生出了漂浮的感觉 落不到实地 就像是突然会有闹钟声响 将他从这七年后拖走了 拽进那无望的七年中 他这样简单的 就跟骆灵远做出了这个决定 这样重大 影响一声 却又急不惊喜 还不浪漫 甚至有点急 把是说的和去菜市场买菜一样简单 你这辈子要不要跟我过来 只和我 他问骆灵远 你不觉得突然吗 你为什么会答应呢 骆灵远觉得这个问题奇怪 为什么不答应 因为我爱你啊 他说完后 于寒久久没出声 他都要因为这片安静而害羞了 忍不住看向于寒 却被对方的神情震住了 他的嘴唇拧成一个严肃的弧度 眼睛微微湿润 却没有哭 而是目视前方 没有看他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像松气 也像叹气 这个模样 比起高兴 更像难受 就像他跟他说的不是我爱你 骆灵远心悬了起来 怎么了 你不信我吗 他侧过头来看骆灵远 眼里还有胃干的湿润 却笑得像太阳都出来了 雨后天晴 他说 我信 因为我也爱你 真好 骆灵远望着他的神色出神了 愣愣地问 好什么 你真的在我身边 这句话几乎要将骆灵远的满腔内脏 都被绞钻了 他眼睛同样湿了 他们彼此缺起了七年 再次相见后 有怨过有怪物 有暗中吃素揣测 也有生气伤心 最后都画作一句 真好 有你真好 他躲避一般垂下眼睛 又很快抬眼 将手伸了过去 轻轻地放在于晗的右手上 我会一直在呢 于晗把骆灵远带回家吃饭 梁阿姨认识骆远 之前都是他送预员上画画课的 对他很有好感 甚至问过他有没有对象 要不要给他介绍 还担心自己做的菜不合他胃口 于晗给骆灵远加了块肉 让他放心 这些都是他喜欢吃的 骆灵远被那卓家长菜的味道引过去 洪于晗相视而笑 确实都是他喜欢的 他俩笑着笑着 不知道梁阿姨领悟到什么 轻轻地挨压了声 拍下声 饭后 梁阿姨主动抱着御元下楼消食 于晗坐在沙发上 骆灵远便顺势窝在人怀里问他 梁阿姨是不是看出了什么 于晗耿了一声 他之前想给我介绍对象 我就跟他说我喜欢男人 骆灵远有些惊讶 这么刺激吗 他什么反应 于晗淡定地说 你知道的 长辈都这样 喜欢给小辈介绍对象 梁阿姨他是个普通人 但能接受这些 想到这里 他还笑了 后来梁阿姨就开始给我介绍男孩 骆灵远瞬间坐直了 什么男孩 于晗一本正经地说 有大学生家教 也有公司上班的白领 骆灵远酸溜溜地说 他哪认识这么多的 我玩了这么多年 都没他认识得多 其实也不是没有 在美国追他的可多了 只是他现在正吃醋 当然不能将自己处于不利之地 于晗一下就打翻了醋坛子 你还想认识多少个 骆灵远立马认总说 只有你一个就够了 所以你去见了他们吗 于晗按住他的下巴说 没有 我说我心里有名了 骆灵远满意了 却被抓着下巴审问 你呢 骆灵远不打反道 我告诉你啊 怎么告诉 于晗刚闪过这个念头 就见骆灵远脱掉上衣过身 他肩上的鱼破冰色彩依然明亮 完全不像已经是七年一只的纹身 这纹身他前段时间才经过稳过 重重的 这时骆灵远特意脱下来 让他看 说明上面另有玄机 很快 他便看出来了 他先前怎么会忽视了这个 于晗伸手碰了上去 他的手有点冷 凉凉的抚在了那块皮肤上 那些破碎的冰上 都被深蓝色刺出了一个个数字 骆灵远背对着他 他在说话 身体因为这个而轻轻震站着 将那尾鱼震的像是在呼吸一般 他说 说起来有点丢脸 你千万别笑 不然我就生气了 一开始只是单纯想要去补色 后来觉得疼 想起你的时候 那种感觉跟纹身差不多 没有特别疼 又密密麻麻的 很难熬 后来就每过一年 我都会专门去比一个数字 回国后 我又另外找了个纹身师 没想到纹到七以后 我就遇见你了 那个纹身师亏了 他还要想纹到十 骆灵远转过身 对于晗腾腆的笑了起来 有点得意 又心满意足的说 他纹不到十了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十 十一 十二 直到一百 骆公主第一次和于晗回家 不但得到了预言的认可 还告诉了于晗走近 闻身上的秘密 于晗看着眼前的 骆灵远一阵恍惚 他的宝宝真的回来了 眼眸中起了醋火摇曳着 几乎要烧到了 骆灵远身上 他双手紧紧 估着骆灵远的腰 都要将人弄疼了 骆灵远小口抽气 却没有退缩 双弟拦着于晗的脖子 将自己送上去 气氛一触即燃 只听立马门输入声响 于晗撒了手 骆灵远跳起来 抱着衣服 匆匆躲进了一个房间 他在孩子的房间穿上衣服 心咚咚直跳 竟有种偷情的禁忌感 梁一把糖水端了出来 放在餐桌上 喊他们过去洗手喝糖水 于晗对梁一道 远远喜欢喝甜一点的 给他加点糖 御员听差了 拍着双手说 爸爸真好 于晗摸了莫御员的头 我说的是你远哥哥 不是你 你老老实实喝锅里的 御员委委屈屈地呕了声 骆灵远被御员小大人 当苦闷的表情逗笑了 又不敢笑出声 怕御员觉得 他跟他爸爸是一伙的 喝完糖水 御员窝在骆灵远怀里 跟他一起看书 御员困困地说 爸爸跟我说 你可能要来我们家 以后是一家人了 他掀起长长的睫毛 碰卷疑惑的眼睛 你以后是妈妈吗 骆灵远用指腹碰了碰他的脸颊 不是哦 你会多一个爸爸 讨厌吗 御员拧着小眉头 陷入沉思一会 不会 我喜欢哥哥 那你还会给我糖吃吗 爸爸就管我的牙 你当爸爸以后 是不是就没有糖了 对小孩来说 赤笔天大 骆灵远被逗笑了 会给的 适当地给 把御员哄睡后 他将外面的灯衣 斩斩关上 最后抖向了于晗的房间 刚进去 发现于晗还没睡在床上 看着疏抖他 于晗听到他的动静 抬眼过来眉目都疏开了 骆灵远喜欢于晗 一看见自己就笑的模样 这让他感觉到 自己在这个人心里真的很重 沉甸甸地往心里走 再也不出来了 微柔的氛围 在他们之间流淌着 于晗突然笑了声 骆灵远满目都只剩那抹飞红 很快骆灵远双腿 就开始发抖 还扯落了一张毯子 于晗夜里又接到观念的电话 说关于骆灵远有件事 他觉得有必要让于晗知道 于晗看了一眼 但是他担心骆灵远回来的事情 被骆灵知道 还是决定去一探究竟